第1895章,原来如此。怎么可能?不是吧?面对突然出现在眼前的场景,在场所有人都是感到了难以置信。作为三座军阵的操控者,凯瑞尔、鲍贝尔和丹格奇力三人,更是受到了最为直接的冲击。凯瑞尔得到中山子愿的建议,用出了特殊的操控技巧算计了他们一把,导致三人攻击炸裂,出现了合力一击的情况。 之前三人的攻击碰撞中可没有什么力量损失,恐怕就算是堕落金刚吃下这一击也要吃不了兜着走。眼前这个高端世界中有人能够应对军阵,他们可以接受,甚至挡住这一击也可以理解。这么大一个堕落金刚都摆在这里的。可直接化解三座军阵的攻击,这也太夸张了吧。这是完全中和,不留下丝毫波澜。 足够证明对方的实力绝对在此之上。 别说三方轮回者了,就算是堕落金刚,看到那突然出现,外形犹如人类的身影,也感到吓了一跳。 虽然对方外表看上去好像是人类,可堕落金刚从他身上感受到了一种浓郁的金属秩序气息。 理论上对方更像是赛博坦人多一点。那种亘古长存的气息,甚至感觉比自己还要高贵。不可能的,自从那两位。等等。 似乎是明白了什么的堕落金刚,眼中红色光辉不断地闪烁,想到了地球的特殊性。 对了对了,能够比自己还强大,比自己还高贵,唯独只有这种可能了。 该死的,怎么可能? 不过,堕落金刚作为叛变的元祖,也是参加过当年那一场战斗的。 眼前的存在绝不是宇宙大地的本体,应该是其制作出来想要脱困的后手,就像当初创造自己出来的那一位一样。 只是当初创造的是十三个,而这里创造的是一个,所以自己才会感受到对方比自己高贵。 对的,一定是这样,自己找到了真相,而作为宇宙大地,他的计划当中要使用到超级领袖,需要让他复活。 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威震天有说过,出现过特殊的赛博坦人,实力高强,那一定也是宇宙大地的手下了。 自己无意中破坏了宇宙大地的计划。 堕落金刚本身就代表着背叛,堕落等因素。 虽然他站边过宇宙大地,但那只是他性格使然,在宇宙大地被封印沉睡之后,也不可能有多少忠心。 只是现在,突然冒出了一个比自己还要强大的存在,让他不得不重视。 对方足够有威胁自己性命的实力。 这位大人,我们是秦天柱的朋友,之前就是为了救他而来,还请大人出手,除掉这些敌人。 鲍贝尔作为资历最老的老油条,反应也毫无疑问是最快的。 不管如何,对方就下了秦天柱,自己就必须要尝试。 而凯瑞尔也大体上有着类似于鲍贝尔的想法,表情显得很是凝重。 你们的战斗与我无关,但秦天柱对于主人来说还有用处,不允许你们就此毁坏,他必须要复活。 复活之后,你们再想要做什么也是你们的事了。 爱丽满脸冷淡的表情说道。 听到爱丽这么说,鲍贝尔和丹格琪丽虽然有些失望,但却也并没有在说什么。 对方出手帮助就下了秦天柱,已经算是帮了几方一把了,之前被凯瑞尔那封女人逼到极限。 差点秦天柱就凉了。 果然,我们是站在大势和气韵的一边。 只是他们的想法刚刚落下,一道高大的身影便已出现在了因为攻击而显形的射手座面前。 一股恐怖的立场骤然加持在了星图之上,将其完全锁死。 随后一柄权,直接带着轰碎虚空的力量,打入了那星图之中。 正是堕落金刚。 在明白了那女人的身份后,她就知道对方不会为了秦天柱而做什么。 特别是听到她说秦天柱只要复活就行了,心中更是多了许多心思。 所以,趁着对方还处于震惊当中,没回过神来的机会,她便是极为果断地悍然出手。 靠着那神出鬼没的瞬间移动,以及束缚立场,配合自己的权杖。 只是一击,就直接将那射手座星图打碎。 一道道裂纹出现在了那星图之上。 天空不断昼夜交替,显得很是凌乱。 本来,鲍贝尔就火同耽搁其力,强行挡了一波凯瑞尔的攻击,也用出了许多军阵之力。 加上堕落金刚抓的时机精准。 仅仅只是这一击,就几乎耗尽了军阵的所有潜能。 残留的些许力量,最多只能保证军阵中成员的性命。 虽然再度隐于虚空,逃离了后续的补刀。 但无论是凯瑞尔还是耽搁其力都明白,鲍贝尔的军阵已经废了。 好在也就在此时。 许悦手中的新模块也凝聚完成,随后直接卡擦一声地自动相入了擎天柱的残骸当中。 这时候,老麦的天火也走了出来,直接掏出了自己的火种,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这是老朽送给你的礼物,天火光辉永照于世。 随后天火便是直接完成了解体,在它的火种与擎天柱的新模块引导之下,诸多部件涌入残破的擎天柱身上进行修补并强化着。 本来天火对擎天柱的一波强化,主要是以挂件的形式完成。 但徐悦参照堕落金刚的实力表现,为那个领袖模块加了点料之后。 天火的那些部件却是真正完美地融入了擎天柱的体内。 原本它还需要不断更换装备的麻烦,但现在的话却是可以随意变形了。 而且,原本需要借助十二元祖的力量才能与堕落金刚抗衡的擎天柱,加了个Both后,那气息便是蹭蹭蹭地就拔高了上来。 让原本因为少了一大威胁而松了口气的至高神庭轮回者们,再次瞪大了眼睛。 不是吧,一次强化这么多。 开挂啊,只有堕落金刚眼中露出了睿智的光辉。 不错,一定是当初那十二个死鬼死去的时候留下了后手,而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个地点,后手定然还有着封印宇宙大地的手段。 所以,宇宙大地才安排他的造物出现,让晴天柱吸收十二死鬼的力量,化解掉他们的后手。 虽然这股力量很强,强大到让自己都感觉到了威胁。 可当威胁摆在明面之后,比起那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冒出的暗中手段,却也容易对付得多。 我又懂了。 第1896章 掌控局面 我这是。晴天柱活过来后,伸手按着自己的脑袋,抬头看着眼前都是满脸猛逼之色的十二元祖虚影,还有点没搞清状态。 自己好像被威震天从背后捅了。 当时就只感觉到一阵剧痛,随后就眼前一黑。 这是被抢救过来了吗? 还有,眼前这些虚影是什么? 总感觉有些熟悉,有些亲切,不过他们的表情为什么都这么滑稽?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呃,我们的后辈哦。 满脸猛逼的大眼邓小眼一阵后,十二元祖残留的《原神之中》的仙觉天还是代表着其他元祖开口了。 作为第一位被创造的变形金刚,也是第一位拥有领袖模块的存在,仙觉天的确名义上就是晴天柱的嫡系仙祖。 虽然我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说到这里的时候,仙觉天不着痕迹地撇了旁边的徐悦一眼。 但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哪怕没有得到我们的力量,你也已经拥有了和震天尊对抗的资格,甚至战而胜之的能力。 震天尊就是堕落金刚作为十三元祖时的本名,他和仙觉天可谓是一体两面,代表着另外一面的平衡。 然后,就黑化了。 当年一战,他果断背叛了其他元祖与创造自己的创世神,才导致了宇宙大帝有死灰复燃的可能,以及其他十二元祖的陨落。 年轻的后辈哦,牢记自己的使命吧。 你的面前,有着你必须要战胜的敌人在等着你。 仙觉天一边说完,一边用虚无的手拍了拍秦天柱的肩膀,随后便与其他十二元祖的虚影先后消失不见。 既然秦天柱可以自己搞定了,那他们当然也没必要消耗自己一行人不治的后手,宇宙大帝那边还需要他们进行限制和看管的。 已经明白了现在的情况,已经明白了自己使命的秦天柱,此时也将目光锁定在了那天空之上的堕落金刚身上。 就是你,想要制造战争的吗? 一边说完,秦天柱便是直接腾空而起,以一种恐怖的速度直逼堕落金刚而去。 没有瞬移,可纯粹靠着基本的速度,却是近乎于达到了瞬移的效果。 甚至让堕落金刚都有些反应不过来,便被一把抓住,开始不断殴打了起来。 当堕落金刚靠着自己的机动力,好不容易逃出了殴打之后,身上已经出现了多处破损,火光四射。 这种场面,让原本发现秦天柱复活,正名笑着准备上前再度终结他的威震天和红蜘蛛等霸天虎,直接抬腿悬空到了半空。 满脸麻木呆滞,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这才多久不见。之前被被刺击杀的秦天柱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而至高神亭一方也骤然感到了莫大的压力。之前那个突然出现的神秘存在已经消失了,他也说过不会管之后的战斗。 但他没说秦天柱实力会提升这么多啊,这根本就不需要管。 能够一击击溃初级军阵的堕落金刚,理论上已经拥有匹敌终极军阵的资格才是。 竟然被复活的秦天柱暴打。这种提升,已经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 甚至鲍贝尔和丹戈奇利都感到了一阵扎舌。 太强了,好像可以没我们什么事了。 反正军阵破敌也没有评价,就全交给秦天柱来做,我们略阵即可。 果然,正义的伙伴终将取得胜利。 可也不等他们高兴,那原本一直在凯瑞尔保护下的金字塔,却是突然出现了剧烈震动。 顶部的塔尖突然破碎,露出了一根古怪的天线。 这,正是恒星炼成阵。 以熄灭特定恒星为代价,制造新的能量源以供使用。 而在地球上使用,熄灭的恒星很显然就是太阳了。 就连堕落金刚都不有表情以待。 自己都还没得到那个人类,还没激活这工序的,怎么就启动了? 不过,随后他便是想到了那一闪而逝的神秘身影,难道是他的手笔? 只是不管如何,这都是对自己有利的。 堕落金刚之所以如此热衷于收集这一份能量源, 可不单单是想要让其替代火种源, 为新生的变形金刚提供能源支持,点燃火种。 他更想要做到的是,利用这一份能量源为自己的武器充能。 镇魂枪,堕落金刚的专属神器,就是他手上的这一根权杖。 这是能够以恒星为能量,一次性爆发出, 能够泯灭一切物质的恐怖武器。 只是能够成为能量源的特殊恒星很难找。 这颗恒星他绝不会放弃。 只要能够得到,面对被封印的宇宙大地, 自己也能够进行自己的谋划了。 拖住。 只要我们能够在完成前,拖住他们就成功了。 到时候,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堕落金刚急切地对凯瑞尔说道。 他可没有忘记,之前他们可是说能够用出更为强大的力量。 现在,对方的两大强援,一个已经被自己废了。 另外一个也不足为虑。 只要这个友军在加一把力,配合一起将擎天柱压制住, 那最终的胜利也依然还是自己。 哼,终于算是得到了空间认可的任务发布提示后, 凯瑞尔也完全放开了手脚。 在鲍贝尔和丹戈奇利反应过来之前, 忽然间那二十多米的巨大天使背后羽翼瞬间翻倍, 体型也一阵暴增。 竟然完成了中级军阵与初级军阵的无缝对接。 这也是战斗天使对于至高神停至关重要的原因, 也是他们的特殊之处。 不好。糟糕。 在鲍贝尔和丹戈奇利都脸色狂变, 准备什么应对措施的时候。 他们还未反应过来之前, 一道剑芒却是同时锁死了他们两份军阵。 明明只是斩出了一件, 却好似不可躲避的英国武器一般, 隔空一箭斩来。 无论是本来就重创的射手座, 还是丹戈奇利的钢铁巨人都同时破碎。 所有布阵人员都吐血到飞。 嗯,没死。 一击下去破掉了两大军阵, 凯瑞尔却反过来有些奇怪了。 这一次自己可是利用了自己的特性无缝对接, 这可是至高神停的机密之一。 以前见过这一招的人全都死了, 所以他下手是没有一点余地的。 两个都消耗过半的初级军阵, 特别是那射手座更是已经残破得快, 无法维系军阵结构了。 中下自己的必杀一击, 没有幸存的理由才是。 可现在, 军阵是破了, 但布阵的所有人都似乎在一股无形的力量, 庇护下只伤不死, 竟然没有一个死亡的。 这也太不合理了。 不过现在这个时候, 他也没时间考虑这么多。 那边堕落金刚快要被擎天柱追上打死了。 一击废除掉了敌对轮回者可能出现的支援后, 他便是迅速朝着双方战场直追而去。 准备伙同堕落金刚一同压制住擎天柱。 之前堕落金刚一击击击军阵的实力, 以及擎天柱的表现。 他们双方的实力也最多就到了寻常终极军阵的范畴。 凯瑞尔自认自己眼前使用的军阵加持力量, 可还在他们两人之上, 完全可以轻易地控制住场面。 第1897章 独神者 嗯,见到凯瑞尔突然爆发, 堕落金刚也的确吃了一惊。 本来他也就是试探的开口, 反正不会少块肉,万一成功了呢。 可结果确实让他大为吃惊, 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之前对方有说还能发挥更强的力量, 他是持保留态度的。 要是虚张声势呢? 可现在他却明白, 对方的话还太保守了。 就之前的表现来说, 这实力已然凌驾于自己之上。 甚至比那个开了挂, 得到了十二元祖传承的擎天柱还要更强。 不过也好, 最起码现在对方是自己这一边的。 而且这种力量一看就是外力, 无法持久。 他们的目的, 一直也就是想要得到火种源的力量, 想要将这种力量融入自身。 如果真的是这一点的话, 自己可以承诺 以后再为他们寻找一颗合适的恒星, 制造新的能量源, 并且教导他们引导能量源的方式方法。 虽然会让血肉之躯化作机械单位, 但那股力量也绝对值得如此。 不得不说, 凯瑞尔的选择的确也果断, 而且并没有错。 如果这次成功了, 虽然没有平分加成, 但却能为他提供一次花钱换实力的过程。 哪怕没有难度折扣, 没有平分加成, 但直接花钱买这一份力量, 也足够将他推到超越原式甲的层次。 当然, 费用的话他自己肯定买不起的, 只有得到军团的权力支持才有机会, 有点类似于当初家人的选择。 就算他不这么选, 也能作为重要战略情报上报, 为花钱换高等级能力提供一个渠道, 以备不时之需。 论积累和财富来说, 至高神庭绝对远远超乎寻常军团的想象。 而已经将碍事的解决之后, 凯瑞尔也没有丝毫停息, 直接对秦天柱发动了狂风暴雨一般的攻击。 哪怕秦天柱被徐悦加料复活了, 但也就是加成到了压过堕落金刚一头的程度。 凯瑞尔那远超寻常终极军阵的爆发能力, 也完全超过了秦天柱的上限。 哪怕双方的招式大多都中和了, 为了保护金字塔, 凯瑞尔也有控制没有进行大规模杀伤。 但一次秦天柱狼被躲过一击后, 他那一剑的展出也直接撕裂了脚下大地, 撕裂地壳,地慢直到地合。 容颜暴射。 嗯,感受到自己的攻击突然消失, 凯瑞尔也不由愣了一下。 之前自己失守的一击, 竟然莫名消失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地底下有问题啊。 不过现在不是考虑这个的时候, 超玄幻世界嘛, 出现各种情况都能够理解的。 先解决掉秦天柱再说。 已经被压到极限的秦天柱, 下一刻便被凯瑞尔削成了人棍。 四肢斩断, 整个身体破破烂烂地被他抓在手上, 甩向了地面。 随后伴随着振振神圣的圣歌, 一道道光辉锁链, 便将秦天柱完全封锁封印, 按在了原地。 之所以不直接杀死, 那是想要留一个让堕落金刚有所顾虑的制约手段在。 先留着秦天柱, 如果堕落金刚不施约的话, 那还好说, 如果他不守信用, 就用这个来进行威胁, 免得到时候又要用军阵。 而且, 在怎么之前出现的那超级强者, 还捞过秦天柱一把, 哪怕说了他复活后不再在意, 但凯瑞尔也不想去冒这个风险。 因为哪怕现在, 他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能够抗衡那一位存在。 诶, 竟然不下杀手吗? 只是, 就在凯瑞尔将秦天柱料理完, 准备趁着剩余的军阵力量好好和堕落金刚谈谈的时候, 一道有些遗憾的声音却是传入了他的耳中。 回头便是看到了那个得到了火种源传承的人类, 正站在被封印的秦天柱旁边。 徐悦虽然已经接到了触发任务, 但很显然, 只是封印意图而没有杀意的话, 奖励还是少了不少的。 只是现在工具人们都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自己如果直接操控对方意志也是没钱赚的。 所以也只能遗憾地接受了这个结局。 之前救下鲍贝尔他们, 只是觉得他们还有点钱力, 就这么死翘翘太浪费了。 但终究这种刷钱的手段也不能太过, 只能保住他们性命而已。 现在的凯瑞尔真的已经无人可治啊。 或许, 之前艾莉出现的时候对他们的冲击太大了点吧。 艾莉也只是击溃三个初级军阵合击啊, 你现在中级军阵还是增幅强化版的, 怕什么哦? 原来是你, 听你口气, 你似乎还希望我对晴天铸下杀手。 呵呵, 这种塑料盟友的确也就到此为止了。 凯瑞尔侧头满脸都是讥讽之色, 那些肮脏的资本家, 眼里只有利益, 是灵魂都出卖给了魔鬼的愚蠢生物。 不过, 你倒是提醒了我, 本来都忘记处理你这等小人物, 既然自己找死, 那就怨不得我。 之前, 我对于你们西安集团就很不满, 这事儿等凡人能够随便使用的词早吗? 读神者, 斯, 抬起手中光辉之剑, 凯瑞尔头也没回地直接向着下方斩杀而下。 之前那几乎贯穿地盒的恐怖攻击再度降临。 凯瑞尔也想利用这次机会好好观察一下之前到底是什么东西中和了自己的攻击。 不利用军阵加持下自己近乎于无所不能的状态, 恐怕就算调查到死都无法知道那是什么。 然而在他眼里只是个工具人, 随手可灭的蝼蚁。 当剑芒下斩后, 那璀璨剑芒却犹如消融的冰雪一般, 直接溶解一空。 而徐悦甚至连看都未曾看他一眼, 只是饶有兴趣地看了看之前那被他斩出的裂口处, 同时取下了自己的眼镜, 一边擦了擦镜片, 一边很随意地说道, 是谁允许你站在高处与我说话? 很平静的口吻, 但话音刚落, 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便直接让那巨型天使直接坠落大地, 甚至将大地都轰出了一道巨大的坑洞, 堪堪让徐悦出现在壁面边沿, 而那巨型天使则是趴跪在了深坑之中, 军阵光辉构成的身体不断地颤动。 无论凯瑞尔怎么操控军阵, 都没有丝毫的反应。 其他城镇的至高神庭轮回者们, 也是感到了一阵惊恐,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犹如刚刚是主动控制驻军阵坠落的一般。 这种不可抗拒的感觉, 根本是匪夷所思。 凯瑞尔想要抬头, 但一种冥冥中的感觉, 却是在告诉他不能抬头。 自己并没有获得抬头的允许。 这到底是什么? 怎么有一种面对无主的感觉? 独神者。 现在感觉自己才是这独神者。 第1898章, 还可以。 这事。 被封印的擎天柱无法动弹,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堕落金刚确实目睹了一切。 在徐悦摘下眼镜之后, 他的反应速度可是要比凯瑞尔快得多, 不需要徐悦开口说什么。 就自己已经低头降落了下来, 还砍掉了自己的下半身, 让自己看起来更矮小一些。 发现还不够后, 便开始利用他的引力操控, 硬生生地刷出了一个平底, 将徐悦所站立之处塑造成了神台, 自己趴在了地上。 堕, 镇天尊叩见观察者勉下。 妖兽啦, 妖兽啦。 为什么这位勉下会出现在这里? 这可是比宇宙大帝和创造自己的创世神 还要更加恐怖的存在。 真正以多元宇宙为根基的观察者勉下。 哪怕是创造出了宇宙大帝和赛博坦创世神的至尊太君, 当年也因为花费了太多的力量用来创造, 导致自己被宇宙大帝算计重伤逃顿离开了当前宇宙。 可眼前这一位却毫无疑问是没有丝毫力量损失的同级别存在。 就算是现在宇宙大帝复生也就是个弟弟。 不管对方目的是什么, 想要做什么, 这都不是自己能够揣测的了的。 堕落金刚本身代表着背叛与黑暗, 所以在宇宙大帝也陷入封印之后, 他也并没有保留自己的忠诚, 而是想要自立门户。 可面对眼前这一位, 他却是连丝毫反抗的勇气和想法都没有。 差距太大了, 绝不是可以抗衡的存在。 只要出现在他的面前, 自己的一切便已不在自身掌控之下了。 这都能认出来, 真是个小机灵鬼。 徐悦对于堕落金刚的变化, 并没有多少在意的。 不管他认不认识自己, 都没啥影响, 不过如果堕落金刚愿意配合的话, 那自己帮他续一波也不是不行。 另外, 其他的变形金刚, 此时也都陷入了震撼之中。 他们都不知道所谓的观察者是什么, 但看到堕落金刚的样子, 显然也是知道这是一位真正了不起的存在。 别问, 问就是甜。 而因为军阵被击碎, 富商倒地的三大集团轮回者, 此时也是感到了莫名震撼。 之前只是同样跟着看了一眼, 就感觉大脑一阵刺痛, 眼中流下了血泪。 隐约只能记住那贵不可言的身影, 相貌, 体型, 性别乃至所有的信息, 全都从记忆当中淡化, 无论怎么想都无法想起。 这, 这才是这个世界的终极背景版吗? 太强了。 以前通过一些只言片语, 了解到什么不可名状, 不可揣摩, 不可直呼其名什么的背景版, 总觉得有些夸大了。 现在才知道, 原来真的有这种无法言语的存在。 这个世界的谁也太深了。 不过也好在有着眼前这种存在, 所以自己等人才勉强捡到了一命。 否则, 以现在半残的状态无法开启军阵, 面对那开启了终极军阵, 还进行了强化增幅的疯女人, 全都要死无葬身之地。 反倒是现在, 虽然双方都用了一次初级军阵, 可那个疯女人不但用了一次初级军阵, 还用了价值在十倍初级军阵之上的终极军阵。 用对子来说, 绝对是写传。 还同样白瞟到了眼前的情报, 已经足够了。 足够? 这点追求可不行, 你们还可以奢望更多的。 堕落金刚制造能量源融合的费用的确高, 可这个炼成阵完全可以改进一下的。 徐悦抬了抬手指, 那金字塔所覆盖的炼金阵便是迅速地发生了性质改变。 原本是一口气抽空太阳的能量, 炼成近乎于无穷无尽能量源的。 被徐悦修改之后, 便是可以持续抽取太阳能量用来进行强化。 只要阵法持续存在, 就能源源不断激活火种, 达到类似于火种源的效果。 除此之外, 对于非机械生命的强化, 也有着足够的作用。 虽然会削减太阳一半的寿命, 但就算是这些力量, 也足够让轮回者们得到充足的强化了。 所需要支付的费用, 也比那强行改变血肉之躯使用不匹配能量源要低得多。 就算是凯瑞儿, 体内能量上限翻个两三倍也不在话下, 鲍贝尔他们甚至可能翻五倍。 其他人看不懂徐悦的操作, 但作为原本阵法布置者之一的堕落金刚, 却是完全明白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 同样他也有些奇怪这位缅下为何要这样? 只是看到阵法更改中, 专门加上了对血肉生物的强化方向, 让堕落金刚心中也有了一些猜测, 不由恭敬地请示道。 缅下, 您是想要以这个为诱饵, 看看这些血肉生物之间的厮杀娱乐吗? 你可以这么认为, 那么, 你会让这游戏变得更加有趣的, 是吧? 徐悦不置可否, 这是我的荣幸。 堕落金刚没有丝毫的犹豫, 反倒是诸多轮回者们感到了一阵说不出的古怪。 这, 到底是何等意思? 你们难道没有发现吗? 他之前, 遗憾我并没有对秦天柱有杀心。 还有那个突然出现强得不像画的女人。 还有我们, 最近一直经历过的那种操控感。 你们还认为是世界意志, 是世界大事的惯性吗? 凯瑞尔有些古怪的声音出现, 让鲍贝尔和丹格奇力都不由表情一愣。 是这样的吗? 也就是说, 这一切都是对方的幕后黑手。 我们一直都被牵着鼻子走。 不过也没什么吧, 能够为如此伟大的免下带来乐子, 这是我们的荣幸。 鲍贝尔不愧是资格最老的一位, 能屈能伸, 当即就知道摆出最正确的跪舔姿态。 一位高高在上的神明, 为什么要反复在秦天柱生死之上做文章? 让我们杀了又救救了又杀, 你们还不明白吗? 凯瑞尔看来也没少做类似的事, 当初在胡佛大坝的时候, 他就蠢蠢欲动地想要刷难度的。 所以对于这种变化和可能造成的收益 也是最为敏感的。 之前没有朝着这方面想, 那是因为不敢想, 完全不可能的。 但, 在见识到了这种伟丽之后, 再反过来进行逆推, 却又完全不难理解。 只是现在理解了, 又有何用? 人人都可以做事后诸葛, 对方是轮回者啊。 哄, 犹如晴天霹雳一般闪过诸人的心头, 一股无法言语的心迹 与恐惧感不断地浮现。 轮回者, 上界的前辈吗? 不, 上界前辈是不可能能够这样干预下界任务的, 不可能的, 不然损失比收获还要更大。 答对了, 到时候给你一点奖励, 那么, 让我们重新来一点乐子吧。 徐悦笑着打了个响指, 整个世界便出现了一片扭曲。 所有轮回者的记忆与经历都开始错乱地进行了重新排序。 第1899章, 战略高度提升。 可恶, 竟然是终极军阵? 算你们狠。 鲍贝尔和丹格齐力的军阵被击碎, 双方的布阵者道菲尔出落在了地上。 也就是负责掠阵的艾伯特力挽狂澜, 在发现不对的时候开启了终极军阵, 才看看拦住了余波, 保住了他们的性命。 不过这也导致了洛克菲勒和亚当斯两大军团暂时地失去战力。 单靠艾伯特一个人, 显然是孤掌难鸣。 哪怕擎天柱突然暴中了, 也依然无法抵御堕落金刚和凯瑞尔双方的合力。 凯瑞尔的表现太强了。 之前, 我已经从元祖那里知道了, 那个阵法虽然会削弱太阳的一半寿命, 但应该是还没有直接威胁, 既然已经激活了, 那现在毁灭也太迟了, 我们可以从长记忆。 擎天柱表情凝重地说道, 因为性格上的差异, 想要擎天柱像堕落金刚这样配合很难, 所以徐悦也顺手将他的记忆芯片也处理了一下, 形成了当前的局面和效果。 撤! 艾伯特带着些许不甘心地说道。 他都这么说了, 鲍贝尔和丹格奇力也自然要跟随。 现在艾伯特是己方唯一的战力, 而且为了救下自己两人, 他竟然毫不犹豫地启动了终极军阵。 这种举动自然也让两人相当地感动。 开始还有些抱怨艾伯特太抠了的, 现在想想, 真的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了。 而且, 能量源什么的搭建成功, 某种程度上也是为己方提供了一个契机。 之前墮落金刚和擎天柱都表明了, 这能量源是能够对血肉之躯都进行强化的好东西。 应该是这次的终极奖励之一了。 他们的目的是获得好处, 又不是什么真的拯救世界。 能够抽取太阳一半寿命的玩意儿, 随便漏点出来都够几人受用了。 随后, 晴天柱便是大吼一声, 利用天火传授的传送技术, 一股脑地将三大集团轮回者与其他汽车人传送离开。 回到了米联邦。 凯瑞尔这一边也没有追击的意思, 他也已经知道这个能源转化阵的用处了, 自己多少也出手了很多次, 对面还剩下一个完整的终极军阵 以及实力还在堕落金刚之上的晴天柱。 虽然能赢却也没多少便宜。 万一军阵之力用完了, 和堕落金刚的谈判也会比较有压力。 自己和堕落金刚现在可还没齐心, 使用军阵又不能削减评价, 还是用在刚刃上和堕落金刚谈判的好。 现在双方可谓是胜负一分。 唯一顾虑的, 也就是自己战斗天使能够出击与终极无缝对接的情报泄露了。 他们对峙高神亭的低防会更深一层。 可之前的场面, 的确没有灭口的条件。 无法抢求的事实, 他也必须要接受才行。 等自己得到了这次好处后, 就可以休息一下, 功成身退了。 这种功劳足够弥补任何事物。 至于异教徒, 也有的是其他机会。 等自己变得更强, 本来就不如自己的异教徒自然是手到擒来。 而且, 哪怕他们真的还不死心, 想要过来, 自己这边的盟友可都还没有发力的, 你们已经近乎是全力了。 现在, 我们能好好谈谈分配的问题了吧? 目送擎天柱带人离开, 凯瑞尔继续保持着军阵来到了堕落金刚面前。 当然, 堕落金刚用微妙的眼神看了眼前的天使一眼, 很是果断地点了点头。 这次真的是麻烦了, 那个疯女人如果能够得到强化的话, 我们还怎么打? 回到基地后, 鲍贝尔忧心忡忡地说道, 天大的好处摆在面前, 没办法去尝试, 她不甘心啊。 可如果再投入, 难道要耗费终极军阵到这里? 人家艾伯特都用了, 如果再打的话, 自己两家不用却也是不行的呀。 则, 明明付出了这么多的代价, 明明晴天柱也已经化作气韵之子, 马上要逆袭boss了。 没想到那个女人对军阵的强化达到了这等地步。 无缝衔接, 而且远超正常军阵威能。 按照之前对方的表现来说, 初级军阵尚可二对一, 中级军阵的级别恐怕二对一都得反过来被她压制了。 三人同时被她牵制住都不会让人意外。 各位, 事情到了这等地步, 带着这一份情报回去也够了, 虽然我使用了中级军阵, 但也勉强能够交差, 毕竟对方也用了, 可以算对子吧。 艾伯特有些叹息地说道, 之前他是在徐悦的授意下真的用了, 反正摩根集团的, 用了也不心疼, 撤退的时候又不要刷触发任务, 他使用力量也没啥影响。 只是这边他们在小队频道中激烈讨论的时候, 另外一边, 徐悦却是凝重地开口了。 得到了火种源传承的我, 之前又多出了一些信息, 事情恐怕麻烦大了。 听到徐悦的话, 所有轮回者又停下了讨论, 准备先了解一波情报。 秦天柱先生应该对这个情报也有所了解, 宇宙大地。 听到徐悦开口后, 秦天柱眼中也是电光闪烁, 随后走了过来蹲下了身体。 这件事和宇宙大地有关吗? 没错, 宇宙大地和塞伯坦的创世神当年大战, 因为堕落金刚的突然叛变, 导致了封印的失败, 现在的宇宙大地正是被封印在地球上, 甚至地球就可以看作是宇宙大地的化身。 听到徐悦者说出的惊天秘文, 所有轮回者甚至秦天柱都惊到了。 得到了十二元祖传承的秦天柱, 当然清楚宇宙大地是什么存在。 可以说十二元祖本身也是封印的一道手段, 而轮回者们则是又似乎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本以为之前已经是这个世界的巅峰了, 但没想到竟然还有更加可怕的上限。 创世神,宇宙大地,封印都需要用地球来封印。 这么说, 堕落金刚就是为了解开宇宙大地的封印了。 根据以前的一些任务经验, 鲍贝尔也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没错, 那个转化阵的作用就是借助太阳的力量不断瓦解封印, 相对的用来强化都只是顺带。 那,我们明白应该怎么做了。 本来都已经开口带头说 放弃的艾伯特又悠悠地开口了, 随后看向了另外两位盟友。 之前就还在犹豫和挣扎, 现在突然爆料出了这种恐怖的消息。 那不去尝试一下不是浪费了之前使用的军阵吗? 情报费, 道具费, 军阵费用了这么多才到达眼前的境界, 难道下一次又要从头再来? 何不借助这次现成的机会, 一亏后面的风景呢? 其实算算是更省钱的。 当艾伯特和凯瑞尔都使用过中级军阵后, 现在鲍贝尔和丹格奇利两人对于自己之前使用的初级军阵, 也没有什么心疼的感觉了。 军阵, 不就是用来用的吗? 现在, 的确是和敌对轮回者势力硬刚的时候啊, 已经上升到战略高度了。 第1900章, 欲天敌。 炼城阵已经启动, 以那里的保护力量, 就算是核弹攻击都没有用处, 必须要从内部破坏解决, 但我们的战力的确是不如对方。 徐悦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而这话对于轮回者来说也并不为何。 毕竟之前三大集团这边哪怕有着擎天柱这样的助力, 也在被不断地吊打。 当然, 事实上虽然差距没有这么大, 但也的确是占据了劣势的。 那个战斗天使对军阵的加成太强了, 恐怕只有那些最顶尖的精锐大佬使用和自身相契合的军阵, 才能勉强达到这种程度。 至高神廷现在都还保留着这样的威势, 的确是靠实力拼出来的。 连龙之魄都凉了, 但这高神廷依然还屹立不到, 的确是有相当的本事和资格。 不过就在鲍贝尔准备开口给盟友一些信心, 告诉他们自己还能在送之前。 徐悦便是再次地开口了。 作为西安集团的董事长, 我知道的隐秘消息还是有不少的, 当初的冰人计划还有火种源什么的。 现在又得到了火种源的信息传承, 所以通过这些信息的总结, 我发现了另外一个有意思的消息, 说不定能够为我们带来一位强大的盟友。 徐悦的话顿时就让鲍贝尔到嘴边改口了。 什么盟友? 什么情报? 当年, 毛熊和米联邦的登月计划, 其实都是探测到了一次外星飞船坠落在月球引起的。 为了这个他们争先恐后地进行了登月, 并拿回了一些样品, 只是之后因为一些预算的是搁浅了。 徐悦将阿波罗计划说了出来, 你是说, 那一艘飞船来自于赛博坦, 而且还是汽车人吗? 蹲在旁边静静倾听的擎天柱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不由有些激动地开口道。 根据我回忆的图标来说, 的确是汽车人没错, 不过你们知道的, 虽然我们靠我们的威慑手段终结了米联邦的计划, 但想要光明正大的从他们手上得到资料, 还是蛮难的。 徐悦耸了耸肩, 现在虽然西安集团一切运营正常, 但名义上还在被制裁的。 呃,虽然现在连米联邦税务局都对西安集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登陆月球对我们来说并不是问题, 不过即便月球只是地球的一颗卫星, 但要在上面找一艘飞船所需要的时间也是相当长的。 秦天柱有些凝重地说道, 单凭眼前这些信息还不够用啊, 这么长的时间变数太多了。 但秦天柱又是坚决反对直接用胁迫的手段去威逼人类的。 之前袭击米联邦的非法和工厂与基地, 只是为了维护和平而已。 抢夺情报这样做的话, 已经超出了他的底线了。 不要忘了, 当初登月的不止米联邦。 得到了这个提示后, 所有轮回者也都恍然大悟, 随后随着三大首领的事宜, 一个个都凝笑着分散了出去。 有着徐悦这边大笔大笔的资金支持, 轮回者们搜索那情报的速度还是相当之快。 很快就找到了两个毛子宇航员, 并成功将情报打探了出来。 还拿来了一张几十年前的照片, 完全由轮回者自己挖掘出来的情报, 让他们感到了相当振奋的同时, 也有着满满的成就感, 并对此深信不疑。 几十年前的隐秘消息都被我们这么短的时间挖出来了, 还有谁? 这是方舟号。 是我们汽车人的飞船。 船上有着我们汽车人的前任领袖。 擎天柱看着那照片, 也显得很激动。 从那些宇航员那里, 除了获取到照片外, 还同时得到了飞船坠落地点的坐标。 没有丝毫犹豫, 擎天柱便是率领汽车人们直接变形星际旅行状态, 穿过了大气抵达了月球。 将前任领袖遇天敌 以及散落在四周的太空桥转换器都带了回来。 这, 就是汽车人的前任领袖吗? 不过, 如果没有元祖加成的话, 他的实力应该也就是以前擎天柱和威震天的水平吧。 单格奇力小声地说道, 如果是常规战, 这等实力的确是够强了, 甚至能左右胜负, 但当双方都开始动真格的, 准备开始启用军阵后, 没有军阵的土柱除了类似于堕落金刚和擎天柱这样的开挂外, 已经没有干预的机会。 不清楚, 不过擎天柱既然是气韵之子, 那世界大势一定会站在我们这一边。 就像之前突然出现的十二元祖一样, 说不定他旁边那些什么空间柱也能帮他开挂呢。 艾伯特小声地说道, 让其他人也暗自点头。 现在, 几方的确是有些劣势, 能多一份力量总好过少一份吧。 在擎天柱拿出自己的强化版领袖模块去对玉天狄进行电击治疗后, 玉天狄的眼睛也重新亮起了光辉。 啊, 这是哪里? 刚刚苏醒, 玉天狄就摆出了十足的警惕, 准备撞开眼前的擎天柱。 然而一撞之下, 却发现没有撼动对方分毫。 这一下也让他清醒了过来, 随后看清了眼前熟悉的大脸。 擎天柱? 是的, 我的老师, 你已经回家了。 擎天柱显得也有些激动, 只是这让玉天狄不由直接沉默了下去。 虽然刚刚苏醒, 但作为机械电子生命, 他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也很了解。 不知道擎天柱用啥把自己唤醒的。 现在非但没有长久沉睡的虚弱感, 反倒是浑身充满了力量, 恐怕比自己拥有领袖模块的时候还要更加强大的多。 完全不科学。 但, 这一份力量的一状之下, 非但没有把擎天柱撞开, 反倒是自己浑身快散架了。 这让玉天狄的脸色也一下和蔼了起来。 原来是擎天柱啊, 时间过去多久了, 我的空间柱还在吗? 其实, 玉天狄在从赛博坦撤离的时候, 就已经背叛了汽车人。 并不是说他认可霸天狐, 而是他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赛博坦星会被毁灭。 先放下矛盾找到新的家园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舍弃了不下门, 深入太空寻找目标, 只是在即将离开赛博坦的时候, 飞船被打坏, 出现了故障, 导致在太空飘移了好久。 靠着初始设定的位置, 才常年累月地飘了过来。 只是现在, 在开始的撞击过后, 他便是明白了, 不管自己之前有些什么想法, 现在最好还是乖乖做好自己的老师, 老前辈。 不然估计要被擎天柱直接打死了。 至于太空桥计划, 可以徐徐徒之, 从长计议。 第1901章, 我们有内应。 擎天柱就下了你们的盟友。 月球上一直都有霸天虎在暗中监视那一艘坠落的飞船。 在擎天柱他们将遇天敌救回去之后, 立刻就反馈到了威震天和堕落金刚他们这边。 同样的, 作为重要盟友的凯瑞尔也得到了这个消息。 如今的凯瑞尔和中山子院 已经得到了一波能量转化阵的强化了。 就算是凯瑞尔这一位精锐级的战斗天使, 也感到自己的各项属性提升了三倍。 这绝对是最为优秀的一种提升方式。 因为不是新能力新技能, 自己的能力还能继续参照以前的熟练度和经验, 只要花点时间多熟悉一下暴增的力量, 就能完成至的突破。 现在凯瑞尔已经有自信, 可以面对诸多老牌精锐乱入而不入下风了。 同样, 自己使用军阵时的操控与能力增幅也会更加地得心应手。 而且, 这还不是最为关键的点, 最关键的是, 这个能量阵还能继续对它进行强化。 只是因为前面一次的强化还没完全消化吸收, 还有着诸多冷却时间罢了。 哪怕这次是靠军阵的战斗营下的机会, 没有折扣没有评价, 结算时肯定要花费不菲的费用。 但必要时刻自己完全可以动用军团权限, 调动军团自尽。 这一次为了火种员, 可是开放了相当高的权限给自己。 而且, 这也并不是浪费, 回去解释后, 也必然能够得到认可和准许的。 其实, 每一位精锐, 甚至大多数最顶尖的资深乱辱, 都有着不低的军团权限, 比如什么时候使用军阵, 什么时候可以利用军团资金采购。 但如果花费的金额达到一定的限度后, 还是需要特别授权的。 眼前, 凯瑞尔就是得到了这种特别授权。 对主的忠诚, 外加自身战斗天使的身份, 以及至高神亭的顶级战力之一。 凯瑞尔虽然因为性格原因并不是至高神亭决策层, 但地位绝对是举足轻重的。 否则也不会将新大陆这么重要的地点交给他打理。 所以, 后面的二次强化, 甚至可能出现的三次强化, 凯瑞尔都不准备放过。 袁世甲为什么率领北洋能在清廷拥有护国军阵的情况下和他们抗衡? 那就是因为袁世甲拥有将军团顶尖军阵用出护国军阵水平的能力。 无论是超强的单兵机动能力, 还是阵地战的对决, 他都有刃有余, 一个人支撑起了整个北洋。 如若不是日国靠着绝对的优势进行压制, 绝对无法如此轻松获胜。 即便如此, 日国方面举国之力攻击一个军团也都损失惨重。 自己要是能够成为这种级别的存在, 加上自己对峙高神廷特有军阵的适应和加成, 一旦用出降临军阵后, 甚至有可能攻营无主附体, 形成绝对压制的力量, 催枯拉朽的战胜一切, 凌驾于所有其他军阵之上。 届时, 强大至高神廷也有望恢复中世纪时期的鼎盛, 将主的荣光撒遍全球。 这种情况下, 他当然是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了。 如果那三大集团的轮回者承认失败, 转头去其他地方刷小任务, 那为了避免继续消耗军阵, 为了之后平稳获得的力量, 凯瑞尔也愿意放他们一马, 不再追究。 可现在这种情况下, 很明显是他们不甘心失败又要搞事了。 那, 就怪不得自己心狠手辣。 既然玉天敌是你们的盟友, 那我们是否有机会里应外合干掉他们? 凯瑞尔冰冷地提议道, 在自己下定决心后, 几方占据着战力优势, 现在还有着对方一个高层成为了内影, 他找不到输的理由。 玉天敌本身是汽车人, 他虽然愿意和我们合作, 但并不是真的一条心, 我们还必须要确认一下他的想法, 毕竟现在秦天柱太强了, 我怕他会反过来劝说秦天柱支持他的计划。 威振天有些迟疑, 本来他是自信满满的, 但秦天柱的变化太赖眼睛了, 已经远远地把自己甩在了后头。 这种情况下, 他无法确认玉天敌的合作意愿。 不过玉天敌的几百根空间柱都在自己这里, 他如果不想放弃他的计划, 那也不可能会直接揭发自己。 声波, 安排一下那些投靠的工艺, 是时候发挥他们的作用了。 除了遇天敌外, 我们可依然还有许多其他内应的存在, 放心, 对手的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最近20年, 西安集团就像是一座大山, 将几乎全球其他大型集团都挤压得被迫抱团取暖。 不过终究老牌资本的底蕴, 人脉, 影响力还是摆在这里。 所以, 哪怕西安集团在财力, 技术等等各方面都占据上风, 但也不至于完成全球垄断。 之前米联邦通过制裁法案, 其实就有不少敌对的影子在其中。 而现在, 虽说因为西安集团手握能让米联邦回归石器时代的武器, 让那制裁法案变成了一个笑话。 但整体来说, 西安集团原本对米联邦议会的掌控, 也衰减到了极致。 反过来, 那些被压制得喘不过气来的集团财法, 又开始不断活蹦乱跳了, 分食西安集团损失的部分空白。 毕竟这一点空白, 对于西安集团来说可能算不得什么, 但放在其他集团眼里, 哪怕是一流的顶尖集团, 也要流口水。 而博能集团就是这么一个顶尖的综合集团。 无论是生产、 销售还是本身的游说团队都相当地强大, 自身的技术更是仅次于西安集团。 甚至某些方面, 还能保持着自身的垄断地位, 科研能力极为超群。 西安集团的技术牛逼, 除了有徐悦偶尔开挂外, 主要还是靠汽车人们的研发。 博能集团在某些方面能进行抗衡, 那是因为有霸天虎时不时的支援。 在当年登月计划开始的时候, 作为霸天虎情报官的声波, 就已经安排了自家小弟、 激光鸟收编了诸多的囚件。 博能集团的董事长家族就是囚奸头子, 上一任董事长去世后, 也由现任年轻有为的迪伦、 古尔德替代。 明面上是一位年轻有为的艺术家、 收藏家、企业家, 但暗地里却是利用霸天虎的配方, 和策反或威胁了许多伤症要员。 甚至当年后续的登月计划停止, 也是因为他们家族伪造预算进行游说达成的。 除了西安集团那位神龙剑手不见尾, 二十年来甚少露面的董事长外, 迪伦、古尔德便是米联邦各界最欠的那个仔。 第1902章,和颜月色。 该死的西安集团,我就知道,我就知道的。 哼,迪伦、古尔德从变成手表的霸天虎那里得到了指令后, 也不断呢喃了起来。 将自己出卖给外星人,出卖地球的利益。 谁管得了这么多? 他只知道, 这些外星人能给自己所需要的一切。 到时候,他们抵达地球,奴役所有地球人,肯定也会缺乏一个管理者。 到时候,自己就能成为这个管理者。 成为外星人之下,人类的第一人。 呵呵,西安集团有如今的成就,是得到了汽车人的帮助。 但你们不知道的是,自己的背后也有着霸天虎。 相对于正规军的霸天虎而言,你们汽车人只是弟弟而已。 而这一次,也将是证明我能力的投名状。 呵呵,前面让你们西安蹦达,只是不想要破坏伟大主人的计划, 让自己保持潜伏,让你们吸引火力而已。 从最快速度通过法案制裁你们,你们就应该要明白自己的力量。 至于他们盗取的那些蘑菇潜艇,就毒你们不会发射。 战略武器只有放在发射架上,才有着最大的威慑。 就算真的发射了,也就那样吧,这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反正自己只要能讨好主子,就行了。 所以在接到了主子的命令后,狄伦、古尔德还是忠实地执行了起来。 利用他们家族潜在的影响力,不断地对如今已经千疮百孔的米联邦进行影响。 再次让他们重视那个已经手握杀器的集团。 并且安排了专员进行应对。 FBI和军方都开始参与了其中。 当然,面对西安集团和汽车人,狄伦、古尔德并没有想要靠着这些未来的奴隶兵来对付。 他只是想要寻找一个机会,一个接触遇天敌的机会。 所以,作为特别顾问,狄伦、古尔德也带着自己的手表一同随着那检查队伍,前往了西安集团的总部进行谈判。 就金山,一处西安集团的大厦门口。 你们要知道,这里是联邦,就算其他国家都需要服从联邦的法案,你们当然也毫不例外。 一位特派员只高气昂地来到了入口,刚刚进门就开始大放厥词。 他本身就是狄伦、古尔德捧上去的代言人,这次得到的命令也是要想办法挑起矛盾找茬。 这么一段时间过去了,西安集团都还安分守己,大多数人也已经认定了他们也不敢玉石俱焚。 既然不敢的话,那自然就又可以强硬点了。 是谁允许你们开门的? 这里现在是由联邦代为管理的资产。 一边说完,他一边还拿出了好几份批文。 搜查、查封、代为管理等等应有尽有。 不过,还未等到光头保安头子回答什么,另外一位旁边的知性女子便是服了服眼镜说道。 当然,西安集团本身也是联邦的重要公司,我们当然也要保护你们的权益。 只是最近因为霸天虎的言论,让我们顶上了很大的压力。 现在只需要让我们进入检查一下,确认一下汽车人的状态有能力独自解决霸天虎的麻烦。 那我们可以暂且不执行这一份法案。 说了这么多,其实也就只是表明他们要进去看一下。 你们要记住,这里是联邦,就算是外星人,也要受到我们的管理。 这一次,好歹是学乖了,用的是这里是联邦。 不像之前用地球的大意来压被对了回去。 大洋对岸那个国度一直都在奉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政策, 总不至于还能有啥新条文拿来借用了吧。 现在,这是联邦的私事。 但这里是西安集团的私人地盘,你们看,这是我们公司新出的内部文件。 那位光头保安投资耐心地听对面一唱一和地说完后, 便是拿出了一份公司的内部规章制度出来。 这里是公司的私人领地,只要是来到了这里,就需要按照公司规章制度办事。 这种骚操作让过来的特派员们看得两眼猛逼。 好吧,其实米联邦制定这个法案管理这儿,制定那个法案管理那个,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他拳头够大,可以自己去执行。 可当他自家底盘上,有个拳头更大的表示这里是私人领地后,除了干瞪眼,也真的没有什么办法了。 来势汹汹的一群人,甚至外面特遣队都带来了,愣是被保安们直接拦在了门口。 看得迪伦,古尔德都一阵恼火。 这群废物啊,真的是白养他们了。 你们耍了半天威风,结果连保安都搞不定。 这碰到他们集团高层,碰到汽车人,你们又要怎么样? 反过来跪舔吗? 这不是你能做出决定的,赶紧让开,或者叫你们能管事地来。 本来一直隐于队伍当中的迪伦,古尔德,主动站了出来,很是冷淡地说道。 同时还抬手挥了挥,直接让后面的特遣队跟上。 全副武装的特遣队,面对普通的保安,还是占据了全方面优势的。 面对这种铁定打不过的场面,这群保安也并没有选择反抗,做无谓牺牲。 只是那光头队长耸了耸肩说道。 好吧,我们投降,你们自己进去吧。 如果你们不怕死的话。 听到光头队长的话,迪伦,古尔德也是面色阴沉地开口道。 你威胁我们,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不知道,我只知道老板运了点东西在这里研究。 嗯哼,随时能爆炸的那种,其实你们也看得到的,就在大厦顶部。 保安队长指了指天空,耸了耸肩地说道。 让迪伦,古尔德有些茫然的同时,也不忘记安排人手去确认一下。 靠着直升机和狙击手们的确定,他们才发现原来西安大厦顶部信号塔的下方,多出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将画面传回去后,便被告知了,这就是失窃的几艘蘑菇潜艇上,某一枚蘑菇弹上的分蘑菇头。 根据那几位专家通过图片的确认,这分蘑菇头应该是经过了改造,变成了最初那种遥控种植的实验模式。 因为只是分蘑菇头的关系,产量倒也不大,47万吨的样子。 在现代的蘑菇里,几十万产量只是中规中矩的地底,也就只是1.5万吨产量的小男孩排蘑菇30倍的样子。 嗯,纽约已经凉了,重建和再次建造一个城市没啥区别,经过这些天的缓冲,勉强还是将各种中心转移到了旧金山。 然后,今天,你们就告诉我,这个新的金融中心黄金地段上面挂着一颗高空蘑菇。 不用蘑菇引爆,只要消息抖出去,都足够现在已经千疮百孔的米联邦喝一壶了。 第1903章,不是我。 面对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套路,迪伦、古尔德脸都绿了。 小半是气的,大半是怕的。 他会全力帮助霸天狐,除了野心外,怕死也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因素。 结果你告诉我,我头顶上有个随时可能被遥控器控制引爆的蘑菇。 拜托,我们已经调查到了你们的踪迹,知道你们也在里面才敢这么过来浪好吧。 他们再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群疯子竟然会在自家头顶安放一枚蘑菇。 这是什么逻辑鬼才? 不过越是这样,迪伦、古尔德脸上反倒是露出了越发和蔼的笑容。 呵呵呵,这位先生,你一定是误会了,我们是带着和平的意愿来的,商讨解除禁令的事,还请劳烦先生通报一下。 如果对方是正常人,迪伦、古尔德觉得自己完全可以软硬皆是达到自己的目的。 但现在看来,对面明显是个疯子。 除了和颜悦瑟还能怎么样? 一边说完,迪伦、古尔德还帮着整理了一下光头保镖头子的衣领,态度诚恳地请他前去通报。 规规矩矩地按照拜访流程来。 三个小时后,迪伦、古尔德也终于得到了回复。 正好,现在老板有15分钟的时间,你们快点。 虽然迪伦、古尔德心中早就MMP一万次了,但脸上依然还是挂着和蔼可亲的笑容表示了感谢。 带着后面同样老老实实的特派员们,朝着公司内部走去。 很显然,面对这些家伙徐悦也不会特地给他们一个接见的场所。 本来就是要让这家伙给遇天敌带话的,自然顺带地就把他叫来了仓库。 丝毫没有在意汽车人们的暴露,本来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这种场面,反倒是让迪伦、古尔德心中一喜,早知道他会直接和汽车人一起见自己。 那自己哪里需要表现得这么强硬哦? 反过来搞得自己颜面尽事。 他前面想要靠着强势,靠着那种不怕你玉石俱焚的狠辣来逼迫让步。 为的也就是想要见见汽车人,或者说想要见见遇天敌而已。 结果,自己才表现出一种,我敢拿砖头拍自己头得很辣样子。 对面就已经开始捅了几十刀了。 除了甘拜下风外,还能怎么办? 战略武器不都是发射架上的时候威胁才最大的吗? 你这是浪费资源好不好? 也就怀着这样复杂的情绪。 迪伦·古尔德终于还是见到了西安集团那位神龙剑手不见尾的老板。 看着徐悦那年轻的外表,迪伦·古尔德也感到了相当的惊讶。 西安集团虽然很年轻,但好歹也是二十年前的企业了。 创业老总最年轻也要有四五十了吧? 可为何看起来比自己还小? 董事长的儿子。 不过虽然好奇,但迪伦·古尔德还是明白眼前的正事,将自己的心情压了下来。 笑盈盈地对徐悦伸出了手温厚道。 早就想要。 我等下还有事,长话短说。 徐悦那随意的话语,直接让迪伦·古尔德的手僵硬到了半空中。 这让原本就有些心态爆炸的迪伦·古尔德不得不想办法为自己提高一些关注度,摆出一副自信的面孔开口道。 徐总,虽然你们一副拼命的样子将蘑菇挂起来,但越是这样越是代表了你们的心虚,不要忘了,你们自己也在波及范围。 只是本来迪伦·古尔德只想要稍微提醒对方一下,稍微提高自己的一点话语资格,一点刺激一点撩拨的意思都没有,甚至用词都是反复斟酌的。 可他的话都还没说完,便已经感觉到了整个世界好似都剧烈颤动了起来。 整个地下仓库都在发生剧烈抖动,大地也在剧烈震动,好似随时都可能塌掉一半。 沉闷的轰鸣声哪怕隔着整个仓库,都让人感到了内心深处的悸动。 一种不祥的预感逐渐浮现在了迪伦·古尔德的心头。 还未等到他开口,西安集团那些吊炸天的保安便都已经灰头土脸地出现在了仓库内,随后由那一位光头上都布满了灰尘的保安头子开口道。 老板,有人特种部队去上面拆弹了,然后触发了种植机制,刚刚已经种下去了。 这不可能。如果种了你们,怎么可能活下来?如果种了我们怎么可能还在这里?如果种了现在,我连你的声音都不可能听到。 这边听到消息反应最大的,毫无疑问还是迪伦、古尔德以及他带来的特派员们。 虽然刚刚出现了巨大的动静,好像地震一样,但他们绝对不相信自家头顶上中了蘑菇。 啊?当初纽约我们的大楼都没在堕落金刚的攻击下摧毁,你认为这里的会扛不住吗? 当格奇利听到迪伦、古尔德的话,不由吃笑了一声。 虽然他不知道是啥原理,但当初种蘑菇的时候,徐总可是说了这栋大楼哪怕在中心也不会受到多少影响。 真当自己这么多人是傻子不成,挂一个那么危险的东西在头顶。 听到当格奇利的话,迪伦、古尔德也不由一阵头皮发麻,还真的会中啊。 你们这群魔鬼。 不过就在他发愣的时候,他手上的手表到时没有发愣。 直接趁着眼前短暂的争执和混乱,悄悄地从他手腕上离开,启动了你太用一种隐形的姿态迅速爬下了裤腿,朝着遇天敌的方向跑去。 本来的话,以当格奇利,他们这种已经匹敌精锐门槛实力的顶尖强者来说。 这种小东西是很难瞒过他们的。 但在徐悦随手的处理下,不想让他们看到,他们自然也不可能看到。 遇天敌本身实力,放在现在的战场来说的确起不到关键性作用,而再给他开晴天柱那样的挂又会破坏平衡。 只是,遇天敌本身的太空桥计划,却绝对是一个诱发收入的有利时机。 不管你是洗心革面也好,继续投靠霸天虎也罢。 你的太空桥计划,也麻烦给我继续弄出来。 托! 约翰主教正在吃面,但看到新闻里,种蘑菇的紧急画面,依然还是不自觉地把面喷了出来。 不是吧,威震天安排的内影就是这么干活的。 蘑菇都用出来了,想要消灭汽车人。 看来,他真的是说得没错,的确是有钱有势啊。 嘖嘖,作为一位米联邦商人,竟然把蘑菇种在自家土地上,是个狠人。 被他这么一搞,这个任务世界当中的最强国度已经凉了。 刚刚新闻当中也宣布了联邦解散的消息。 胡佛大坝事件本身就是重创,靠着底蕴挺下来来,纽约覆灭,更是灾难性的。 还是靠着底蕴强行以最快速度,不惜代价地塑造了第二金融中心。 然而这第二金融中心才建成没几天,就又变成了这样。 底子已经被掏空,幸存的各州又不买账,负债累累,已经没救了。 第1904章,问,那个蠢货。 哼,不过这样也好,以后接收奴隶的时候也方便点。 威震天这边也同样得知到了米联邦那边的消息,首先,他的第一印象也是和轮回者们一样。 不过,当玉天狄通过那手表霸天虎传讯沟通过来后,他才愕然地发现,感情那竟然是汽车人那边的沙雕盟友自己炸自己。 这是什么扫操作? 好在人类的死活和霸天虎也没什么关系,威震天好歹还关注了一下那个人类国度。 堕落金刚是正眼都没看上一眼,而是冷漠地对威震天说道。 遇天敌的那个科技可行吗? 堕落金刚的空间能力也很强,近乎于没有限制的瞬移,恐怖的重力操控。 给他一点准备毁灭地表所有生命也轻轻松松。 正因如此他才不会在乎米联邦那边的变化。 可即便是他,也不可能将赛博坦星球直接搬运到地球同轨道之上。 可现在,一个博派的小辈却是说能做到这一点,他当然还是有些不相信的。 老师,玉天敌是赛博坦我们这个时期最为优秀的研究者。 他的太空桥计划已经详细地和我讲解过了,定然是可行的。 当然,他那时利用了外力,利用了空间住,就力量来说他和老师根本就没有可比性,最多能够与我相抗衡罢了。 威震天恭敬地说道,毕竟和玉天敌的合作是当初他在赛博坦时自己私下定下的,并不是堕落金刚的计划。 既然如此,那就办好这件事,如果能够将赛博坦星球召唤到附近,就可以取悦观察者免下了。 小老弟,你可要给典力啊。 而因为凯瑞儿靠着自己的实力,获得了尊重和地位,所以遇天敌的太空桥计划,威震天也在堕落金刚的示意下通知了他一下。 本来正在全力消化自身收获,实力每天都有着变化的凯瑞儿,在得知到了这消息后也不再闭关,而是约好了中山子愿,准备和他商议一下。 子愿妹妹,我们在各自军团的权限,极限情况下,调动物资再强化个一两次应该也问题不大,而这个好处已经是我们所能够兑换的上限了,所以那个可能出现变数的太空桥计划,我们要不要干脆拖延一下时间。 凯瑞儿这种极端的性格能够达到如今的实力,除了天赋以及军团资源外,自然也有着水准之上的经验。 在他看来,单凭那能量转化,就已经是这个任务空间收获的上限了。 哪怕真的还有其他好处,也没有钱来支付了。 而且他不认为在使用军阵无法获得评价与折扣的情况下,还有什么好处的性价比能够比得上眼前这种自己力量的全方位提升。 毕竟眼前这个世界的主要侧重与强化点还是机械方面的,将身体机械化与自己本身的能力冲突。 这种情况下做出取舍,自然也是重中之重。 毕竟,自己这边理论上是气韵之子的对立面,偏小的世界会怎样对气韵之子开挂。 又一个新的世界事件,其实对已经获得胜利并得到了实质好处的一方是一个变数。 如果可能,他宁愿现在就和对方全力一战,抹去所有干扰和威胁,然后安心地提升实力。 姐姐此言差矣,不要忘记了,上次的战斗中我还未使用军阵就已经占据上风了。 哪怕下次战斗他们三方都破釜沉舟,同时开启终极军阵,经过了强化的我们依然还是占据绝对的优势,足够应对一切的变数。 姐姐,你要对自己的实力有自信啊。 中山子愿认真的说道。 听到中山子愿的保证,凯瑞尔才是点了点头。 如果这一位愿意全力协助的话,那他真的也并不怕后续的变故。 只是之前,对方没有使用军阵,他需要再次确定一下。 现在看来,之前对方不使用军阵,应该是的确没察觉到足够的好处。 在尝到了甜头后,自然也要一同维护着胜利果实了。 虽然没有和这位新认识的姐妹交手,但自己冥冥中的那种威胁感,还是让他知道, 这位来自日国的暗中底牌恐怕拥有着不在自己之下的实力。 就算军阵使用没自己这么大的威能,压制住对方任意一位,也是问题不大的。 太空桥计划成功了吗? 秦天柱有些激动地对玉天敌问道,之前玉天敌已经表明,太空桥计划一切顺利。 就算只有眼前的几根柱子,也足够搭建一个平台来将其他汽车人们汇聚到地球。 现在米联邦已经凉凉,没有人会阻止汽车人的避难。 本来,秦天柱也并没有称霸地球的意思,只要能有一块可以栖息的土地就行了。 汽车人的打工能力已经在西安集团证明了,他觉得双方能够和谐友好的共同生存下去。 这种情况下,能够收拢其他汽车人的太空桥计划自然也至关重要了。 当然没问题,甚至直接连通到赛博坦,让赛博坦上剩下的汽车人都过来都行。 玉天敌满脸慈祥的神色。 只是他的话说完,秦天柱与在场的其他汽车人便是脸色尴尬了起来。 和霸天虎那边都是早早出发抵达地球,威震天更是被冰封了多年不同。 这一批汽车人离开赛博坦星的时间相对要晚得多。 特别是秦天柱更是亲自经历过被请离星球的过程。 虽然不知道那个存在想要做什么,但毫无疑问现在赛博坦上肯定是没有汽车人了。 甚至连霸天虎都没了。 这个,赛博坦的情况一言难尽,不过没关系,就算不直接链接赛博坦, 我们靠着不断向外发送信号,再进行传送开启也是可行的。 秦天柱避开了那一份黑历史,开始转移了话题,让玉天迪眼中不由闪过了一丝精芒。 果然,秦天柱还不信任自己,他还在怀疑自己有其他的计划。 竟然只是传送赛博坦上的人都不行,更别说自己传送星球的计划了。 地球上几十亿的奴隶可是了不得的资源,足够用来建设一颗母星。 没办法了,恐怕也只有霸天虎才能支持自己。 好吧,我听你的,不过这些人类也可以放了吧。 反正现在这个对我们有敌意的联邦已经解体了。 玉天迪答应了秦天柱的话,然后又看向了一直被扣押在这里的敌伦义行人。 用奴隶来管理奴隶才更有效率,这个人还有点用处,暂且留下。 而且将他放了后,也能够向威震天传递出自己的善意。 根据之前了解到的说法,威震天那边的实力甚至还比汽车人这边要强。 再加上自己这高层内影,没有输的理由。 第1905章 偷袭 玉天迪身边只剩下几根空间柱。 不过最主要的核心柱也在其中,足够它布置一个小型的太空桥了。 足够形成稳定的通道,划过星河将需要的人接受过来。 而晴天柱这段时间,则是不断地向着太空各个方向发送空间跳跃信号,搜寻幸存的汽车人。 一旦找到,就能够让玉天迪开通太空桥直接将人接过来了。 现在,可没有谁会阻止他们的行动。 大概两天的时间,晴天柱便已接到了一位汽车人信号的回应,随后便是将坐标告知了玉天迪。 没问题,就算只有这几根空间柱,但要将人传送过来还是没有一点问题的。 足够布置最基础单位的太空桥了,不过我需要找一个宽敞的地方。 这个地方有干扰。 玉天迪并没有拒绝晴天柱,但似乎不愿意在这仓库当中开启。 他是唯一懂得构建太空桥的专家,自然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而这也是汽车人的私事,所以虽然轮回者们也想要跟着过去围观一下,但还是被艾伯特劝下来了。 大家不用着急,现在那个玉天迪明显还对我们缺乏信任,没必要这么急着过去。 等到他们感受到霸天虎的压力后,自然就会照过来了。 而且我们只在附近布置监测点,贸贸然离开被偷袭,就真的完了。 相对的,不需要开启军阵时间的晴天柱,到时没有这一份压力。 这种合情合理的话,当然也受到了其他轮回者的认可。 然而,当玉天迪带着晴天柱和其他汽车人来到了一处小山丘上,并将空间柱插好之后,一道巨大的传送之桥便已被空间柱联合构造。 需要这么大吗? 晴天柱看着那冲天起的光辉,也感到了有些意外。 自己只是接到了一个确定信号而已,只有一个汽车人,随随便便都能接过来吧。 为啥要搞这种大场面? 这应该是五根空间柱所能够做到的极限了。 当然要这么大。 玉天迪用一种感慨的语调,有些莫名地说道。 随后,那冲天而起的光束当中,却是一个又一个地冒出了大量霸天虎的踪迹。 虽然看上去都是杂兵的样子,但架不住数目太多太多了。 甚至还有着变形金刚能够驾驶的战机和战舰。 这种变化当真是让晴天柱完全没反应过来。 怎么回事? 那个信号是一个陷阱吗? 是有霸天虎抓住了那位汽车人,然后特地埋伏好了一起过来。 哈哈哈哈,是不是感到有些意外? 晴天柱,只是也就在此时,一道熟悉的声音,却是从后面树丛当中传了过来。 已经解除了隐蔽卷轴气息的覆盖后, 威震天的身影也出现在了所有汽车人面前。 和他一起的,还有着声波、震荡波、红蜘蛛等等强大的霸天虎。 而威震天都出现了,拥有空间技术能够神出鬼没的堕落金刚,毫无疑问也会在附近。 否则,以威震天的实力不可能就敢这么跳出来。 如果堕落金刚也在,那对方那几手的盟友恐怕同样也在了。 这是想要干什么?就在这里站上一场吗? 已经到了这等地步,晴天柱自然也明白发生了什么, 不由回头深深地看了遇天敌一眼。 老师,这就是你的决定吗? 低沛的太空桥还在源源不断地将霸天虎传送过来。 而且过来的霸天虎,许多手上都还拿着其他的空间柱。 当初遇天敌的飞船坠毁,霸天虎们可是得到了几百根, 现在都开始到处按要求摆放了起来。 晴天柱,你是一位优秀的领袖, 但,对于你的做法我却并不认同。 我们的任何争斗都必须要先放下, 要先拯救赛博坦才有我们汽车人的未来。 欲天敌站在太空桥旁边, 在身后不断有霸天虎涌出的情况下, 淡淡地说道, 但掠夺并不是拯救的方法, 我会阻止你的。 晴天柱胸前的火种开始不断绽放出了光辉, 足够看到他的激动情绪。 在被强化之后, 就算是堕落金刚现在也不是晴天柱的对手。 哪怕欲天敌被他用魔块激活后实力超群, 但在晴天柱面前也毫无意义。 虽然晴天柱不知道欲天敌要这么多柱子做什么, 但他知道只要能够破坏对方的计划就对了。 而也就在此时, 一道足够湮灭一切的剑芒, 却已经无声无息地从天而降, 直逼晴天柱而去。 当晴天柱察觉到不对的时候, 却已经太迟了。 虽然勉强躲开了要害, 但左肩到腰部, 近乎于直接被斩断了一小半的身子。 那防御能量立场几乎没起到丝毫抵抗作用。 这突然到来的雷霆一击, 自然就是凯瑞尔直接开启军阵的手笔。 如今, 他已经获得了三倍的实力提升, 就连控制军阵的威力都提高了许多。 本来他开启中级军阵实力就在晴天柱之上, 现在得到强化, 再加上连续让威震天和御天敌吸引火力后偷袭, 确实一击就达到了眼前的战果。 想要靠着出其不意的偷袭, 先直接灭杀了秦天柱这一巨大威胁。 现在虽然没有达到直接灭杀的最佳目标, 但一击中创秦天柱毫无疑问也是相当好的结果了。 现在的晴天柱, 单独由堕落金刚去应对都可以单方面吊打, 自己可以完全腾出手来去应对轮回者们那边的麻烦。 凯瑞尔这种关键时刻, 可也只讲究效率和利益, 不择手段地达到自己目的。 啊! 晴天柱被重创后, 也完全极限爆发, 火肿过载的情况下, 以极快的速度暂时撤离了山丘, 跨过十几公里回到了三大集团轮回者旁边。 让本来还在闲聊之后打算的三大集团轮回者, 在感受到预警模块的反应后也突然一惊。 晴天柱不是去开启传送去了吗? 这才过去多久, 怎么竟然受了这么重的伤? 不好, 一定是他们来了。 这是个陷阱。 虽然, 凯瑞尔没有追击进入三大集团布置的预警区, 但鲍贝尔作为资格最老的一位, 当即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进行了中级军阵的准备模式。 以最快的速度将自己最匹配的中级军阵寄出。 一条百丈的黑色西方巨龙出现在了天空之中。 他对军阵的操控能力没有凯瑞尔强, 所以虽然选的是局部小范围的型号, 可也只能压缩到百丈的体型, 相比凯瑞尔的三四十米大小天使, 凝聚度要弱不少。 攻击覆盖面能大很多, 可攻击质量却是要逊色得多了。 可即便如此, 巨龙的龙威也散发震慑了附近整片区域。 大意了! 我们在四周布置了足够的侦测点, 还对附近的空间进行了干扰。 他们无法对我们进行有效地直接偷袭, 所以他们一开始就将目标盯在了晴天柱身上。 鲍贝尔有些愤恨地说道, 双方最担心的可谓就是情报站失利, 遭受出其不意的偷袭, 在鲍贝尔看来, 那个疯女人站着自己实力优势, 在己方没开启军阵之前进行偷袭的可能性很大。 所以一直都有着相当的警戒, 在附近布置了大量的探查与干扰道具, 确保能够第一时间察觉并进行反击, 也能有足够的缓冲来开启军阵抵抗。 理论上来说, 这种冲突的情况下, 的确是盯着敌对的轮回者偷袭最佳。 但没想到, 对方似乎是完全看出了己方的打算, 第一目标直接锁定的土著剧情人物晴天柱。 这可是气韵之子, 莫名针对他很难杀的。 可偏偏他们还就真差点成功了。 欲天敌。 到了这等地步, 都不需要晴天柱开口, 鲍贝尔就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如果不是欲天敌搭建空间桥, 将秦天柱带出了感应距离, 根本就没有这么简单能够偷袭到。 而且对方选择的时间实在是太精准了。 除了欲天敌与他们配合外, 根本就找不到另外的可能。 凑桥。 抱歉, 世上没有这么多凑桥。 相对于鲍贝尔的如临大敌, 直接开启了军阵, 耽搁其力也已经完成了准备, 随时可以启动。 和轮回者们相距不远的徐悦, 却是有些遗憾。 刚刚, 怎么就打偏了呢? 这么大一个晴天柱啊, 还是偷袭, 竟然都打不中脑袋。 不过, 既然已经开场了, 那也就差不多了, 让他们带带节奏就是了。 第1906章 错觉 在秦天柱被重创之后, 现场的场面可谓就已经陷入了定局。 无论鲍贝尔他们如何挣扎, 如何反抗, 但在明显的武力劣势下, 还是没有任何意义。 本来凯瑞尔他们的组合比起三大集团就要强上一分。 在凯瑞尔得到了数倍的实力提升, 以及作为主力的秦天柱重伤后, 就没有多少悬念了。 只能苦苦支撑着。 本来, 还觉得几方多了个遇天敌, 他还有着空间技术的辅助手段, 还有得打的。 但哪里想得到这个寄予厚望的援军, 结果是个坑货。 非但没帮到任何忙, 反倒是坑害了秦天柱, 并且自己也临阵倒戈。 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 就算我们豁出去用高级军阵, 对方也只要同样用出高级军阵, 我们也已经完了。 现在他的实力提升后, 对我们已经是碾压级, 完全没有机会了。 最老道的鲍贝尔, 控制的百丈黑龙发出了一声悲鸣, 身上一道道深可见骨的伤口, 不断向外溢散出红色的烟雾状能量。 显然已经无法坚持多久。 激烈的比拼, 虽然大多数能量都是宣泄在了对手身上被中和, 但那少量的鱼波也已经将半个北美化作了焦土。 海水倒灌, 大片区域化为泽国, 与流淌的容颜, 组成了一道世界末日的画面。 凯瑞尔现在的表现更是体现了他得到的天大好处, 让人眼红。 但实际上的实力差距, 加上失去的先手, 却也让他们已经没有机会。 艾伯特也已经尽力了, 拼尽全力利用军阵和对面那明显实力, 更在他之上的女人打到太平洋去了, 超出上限地完成了牵制工作。 是自己两人完全无力抗衡这个女人。 放弃吧。 然而也就在此时, 一直压制住了擎天柱的堕落金刚, 却是突然舍弃了擎天柱, 利用他那无所不在的空间能力, 突然间出现在了凯瑞尔操控的天使背后。 手中权杖一般的阵魂枪, 直接一击刺入了那光辉天使的后背。 能量转化阵强化血肉生物只是顺带的功能, 为阵魂枪充能才是最开始堕落金刚的目标。 只是为了取悦那位勉下, 他一直都没动用阵魂枪当中的力量。 到了眼前这关键时刻才是反戈一击, 那好似能够湮灭一切的力量, 直接撕毁了那光辉天使的半个身体。 甚至好几位布阵成员都请客间化作了飞灰, 整个军阵都一阵不稳, 突然的变故让双方都赶到了一阵目瞪口袋。 这是什么操作? 堕落金刚? 你找死? 突然间被盟友偷袭, 凯瑞尔受到军阵反噬吐血的同时, 也同样升起了滔天怒火。 他虽然并没有完全相信堕落金刚, 但当前这种情况下也没想到对方会毫无征兆地直接偷袭。 虽然自己的加乘下, 一对二都轻松压制住了对手两人, 甚至马上就要击破击杀了。 但再怎么, 对方也是付出了同级别的军阵, 自己消耗还是不小的, 注意力也大多数都放在了前面。 哪里想得到堕落金刚一直都存下了一个底牌没用? 万万没想到那武器充能后竟然如此致命。 是你太强了, 不要怪我。 堕落金刚冷漠地说道, 随后便是再次抬起了权杖, 准备发动第二次攻击。 这种变化当真让鲍贝尔和丹格奇利两人都是心中一喜。 柳暗花名又一寸。 哈! 也就在此时, 远处正在对拼的中山子院与爱伯特两人, 也先后体现出了高级军阵的气息。 一种能撕裂地球的恐怖力量充盈在了天地之间。 两位! 机会啊! 迅速趁机将所有的障碍清除掉, 那能够让我们突破极限的力量便唾手可得。 爱伯特·歇斯底里的声音在小队频道当中响了起来。 对方那果断地付出, 当真是让鲍贝尔和丹格奇利都赶到了目瞪口袋。 有没有搞错啊, 高级军阵虽然我们有权限动用, 但就这样用在这里回去怕不是要被剥夺一切职权。 他们的确在各自军团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比起当初家人王储的地位还是相差甚远。 有权动用高级军阵便宜行事, 只是因为他们地位够了, 加上以防万一碰到什么真正必须要使用的突发事件。 正常情况下, 就算是死回去了都不能动用, 甚至哪怕是初级军阵, 都是死回去了都不能用, 价值要大过众生权限。 只是如今米联邦没有卷入欧洲漩涡, 加上上次大战大转, 积累的存货够多, 才能让他们钻点规矩空子, 先后动用了初级和中级。 毕竟至高神庭这次摆出了相当的敌意, 而且也用出了军阵, 所以我们同样拿出初级军阵来对拼, 也说得过去。 至于现在开始上投用中级军阵, 如果能够得到最后的好处, 并且将这一份好处以稳定的情报带回去, 虽说可能会受到一些责怪。 但好处到手后, 这些责怪却也无所谓了。 到时候, 三人必然都能一跃成为不在那些老牌精锐之下的强者, 地位也得到了提升, 面对使用军阵的问题也迎刃而解。 可通常国家级之间, 大战才动用的高级军阵。 一个不好, 恐怕真的会被剥夺所有权力, 并且牵下最苛刻的卖身器。 如若不答应, 必然直接被连续击杀在重生之地以井效尤。 军团会为高层开放相应的权限, 除了高层本身的归属感外, 最主要的也就是有着潜规则和默契了。 能让你钻空子, 那是你牛逼, 没钻成功也要乖乖受罚。 否则, 哪怕是损失顶尖战力, 也必然会维护那一层铁律。 虽然次数不多, 但历史上有过类似上头的情况, 无一例外都是被逼合军团签订最高级别的卖身器, 失去自由。 就算因为得到好处成为军团最强者也没用, 和利索了使用军阵的权限, 你还能硬刚军阵不成。 除了老实接受处罚外, 没有任何办法。 为了担心轮回者们的抵触和反弹, 正常情况下, 军团是不敢签订这种卖身器的。 或许你可以用武力逼迫签订一两个, 但当人人自危后, 保不定就都跳槽了。 这是以前总结出的教训。 就算那些为了得到军团资源倾斜, 签订核心协议的轮回者, 宽松程度也比卖身器高得多, 甚至大多都有成为乱入级强者后 会重新签约给予希望的条款。 越是强者, 特权就越多。 可如果是动用了高级军阵为自己牟利, 那哪怕真的被逼迫签约了, 也没有人会多说什么。 而且这种理由和借口也完全不用担心 底层轮回者会产生恐惧, 拍手称快还差不多。 可现在, 特末的艾伯特就真的用出来了。 高级军阵啊卧槽。 最夸张的是和他对战的那个家伙 也用出来了。 你们这是要逆偏吗? 到了这个时候, 还没看清楚吗? 这已经不是我们攻略任务不任务的事了, 而是我们三大军团和至高神亭的一次战略交锋。 付出了这么多, 一旦输回去了, 我们拿什么交差? 反过来, 要是我们赢下来了, 就算动用了高级军阵, 也有理可依。 到时候, 以我们获得的实力和地位, 还是能够有辩解的机会的。 我都用了, 你们怕什么? 再不抓紧机会, 等到堕落金刚狗带, 失去了, 牵制对方也用出来就完了。 爱伯特一种极红眼的样子, 不断和中山紫苑交锋, 也不断在小队频道当中吼道。 只是, 就在鲍贝尔和丹格奇力天人交战的时候, 另外, 一边帮爱伯特组成了终极军阵的部阵轮回者们, 却是感到了一阵目瞪口袋。 喂喂, 等一下呀队长, 我们没有用高级军阵啊, 不还是中级军阵在这里晃荡吗? 爱伯特大人才刚刚跨入这个级别, 中级军阵已经是他的最高临时权限了, 他连一次高级军阵的权限都没有啊。 但为啥, 我们现在好像就有着高级军阵的气息哦? 还有, 为啥我们想要开口说什么都说不了哦? 是什么给我们的错觉? 我们用的是高级军阵。 第1907章 太难了。 这事, 被阵魂枪几乎一击打散, 勉力躲避才狼狈保住性命的凯瑞儿 也感受到了那足够撕裂星球的恐怖气息。 他自认为自己已经是杀伐果断, 最先用出终极军阵的就是自己。 但哪里想得到, 自己那位盟友竟然更狠? 有没有搞错啊? 在和平时期, 别说高级军阵和终极军阵, 就算初级军阵每动用一次都会是了不得的大新闻, 甚至就算是某位乱入者凉凉都能维持好几天的热度, 让人茶余饭后, 津津乐道。 哪怕现在因为欧洲漩涡的关系, 算是进入了被战期, 就算是漩涡之外的国度大动作也越来越频繁, 高难度任务中行动越来越激进。 每天都有乱入者陨落的事件, 军阵的使用也会偶尔出现。 可高级军阵。 姐姐, 这是难得的机会。 放心, 我用军阵是有分寸的。 这次我的任务就是在这即将席卷全球的乱世当中拉拢强力盟友。 本来我们是打算找那些美国财阀的, 正是因为见过了姐姐之后, 才孤注一掷想要结盟至高神庭。 所以, 这一份军阵就纯粹当作是投名状了。 中山子愿的话, 让凯瑞儿甚是感动。 如果不是中山子愿也同样开启了高级军阵, 阻挡了那个叫做艾伯特的狠角色。 在自己正好被偷袭受伤, 加上心中犹豫的时候, 恐怕很可能就会被对方瞬间击溃。 现在听到了中山子愿的话后, 凯瑞儿的心态也逐渐出现了改变。 是啊, 这一次可不是纯粹的任务攻略了。 这一次也不是一次单纯剿灭一教徒的行动了。 除了好处之外, 这本来就是一次展示至高神庭力量, 秀肌肉的机会。 当达到国家与顶尖势力全局的角度来看, 一次高级军阵的使用也并不是什么重要的损失, 就像是几百枚蘑菇蛋和上千蘑菇蛋当中的某一枚。 军阵的确是很稀有的东西, 高级军阵更是如此, 但就和蘑菇蛋一样, 漫长的积累和制造下, 数目还是很可观的, 这还是第一次大战的时候消耗了不少的缘故。 和平时期别说炸一枚蘑菇蛋, 除了三哥, 其他国家哪怕一架战机坠毁都是大新闻了, 但进入战争与备战时期后, 真的需要使用之时却又显得没什么。 眼前使用高级军阵的意义才是最为重要的。 那刚刚完成皇位交替的日国, 直接摆出了一枚高级军阵当作投名状, 其代表的意义要大过这军阵本身使用的效果。 如此的诚意下, 这高神廷的确也需要这样的盟友。 好,既然你如此信任我, 那我也必然不会负你。 凯瑞尔感受到中山子院那浓浓的信任后, 心中也有一种情绪不吐不快。 不就是一次高级军阵吗? 自己用就是了。 在即将爆发的乱世之中, 能够拉拢到这种级别的盟友, 一枚高级军阵也是赚了。 更何况, 这次的收获本来就相当不错, 于公于斯都势在必行。 虽然不知道为啥那堕落金刚后续攻击变得迟钝了, 但凯瑞尔这时候也不会去想这么多。 哼, 白色光柱冲天而起, 单凭气势就已经贯穿撕裂了上空大气, 露出了有黑星空。 无尽的神圣圣歌开始回荡。 作为战斗天使, 凯瑞尔开启高级军阵后获得的加成, 也是同比提升, 更何况, 他还已经得到了能量灌输的三倍增幅。 虽然因为顶级军阵和高级军阵差距相对较大, 他无法直接拔高到这等层次。 但同时, 一个打几个同级别, 却也没有丝毫问题。 另外一边, 鲍贝尔和丹格奇莉才刚刚在艾伯特的劝说与带动下下定决心补刀, 刚刚将军阵激活, 就目瞪口呆地见到了眼前那画面。 不是吧, 你开始在被堕落金刚追杀呀。 一棍子都快打散了, 再来一棍子足够拖延你激活军阵的时间了。 哪怕因为你的特殊性, 能够远超我们的速度直接无衔接替换, 但也不能无视那种攻击呀。 如果不是堕落金刚之前那一棍子的影响, 就算是艾伯特那边说破嘴, 他们也不可能会激活高级军阵的。 因为随着军阵威能提升, 以对方那种特殊加成和突然的实力提升下, 无节制的军阵比拼下去, 几方的劣势只会越来越大。 他们只是想要趁着对方被堕落金刚牵制的时候, 凑到激活军阵的时间, 然后双方合力以雷霆之势, 利用军阵级别压制磨除对方的抵抗。 可现在是什么鬼? 我们才刚刚准备好补刀, 你堕落金刚就这么走了? 你的棍子呢? 就只能打这么一下吗? 天理何在? 两位兄弟, 对方的加成太强了, 和他拖下去我们没有获胜机会的。 现在唯一的选择, 艾伯特此时带着些许绝望和疯狂的声音又再次地传了过来。 随后, 他们便感受到了大洋另外一边一枚高级军阵气息的一阵不紊, 散发出了一种狂暴与暴虐之感。 这是准备孤注一掷地引爆军阵。 哪怕有着军阵残余些许的能量保护, 但这种引爆所有人的死亡率都在七成以上。 但却是能够一口气将军阵威能完全激活出来的办法。 哪怕能量不受控制, 也依然远远超过了所有军阵的招式。 虽然感到了艾伯特已经疯了, 可这种举动却也让两人心中看到了新的希望。 是啊, 再怎么敌人也是和自己同级别的军阵, 差别只是对方的加成和实力更强而已。 阵力总量的优势不至于超出太多。 现在对方已经用出高级军阵已成定局。 自己双方完全引爆军阵是眼前唯一的机会, 是不是办法的办法, 也是抢救后的最后希望。 就算无法击溃对方, 却也能突破对方的防御, 直接毁灭这颗星球, 将他们想要做的事完全终止。 就算他们抗下来, 活下来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一切全都毁灭了, 你活下来也无法得到什么。 强行维持不胜不败。 这种情况下回归后, 的确也有解释的理由, 哪怕被回收权限, 被严厉斥责。 但在自己等人以前的苦劳和实力掩护下, 只要努力辩解争取, 也不至于受到卖身器的待遇。 拼了? 你们该死。 那边爱伯特的军阵狂暴气息刚刚出现, 凯瑞尔也就立刻明白了他们的打算。 不但将那贯穿天地的神圣光辉全部吸收, 便已急不可耐地发起了攻击。 想要制止两人的举动。 只是显然, 他的攻击终究还是慢了一分, 给他一种无论自己怎么努力, 都赶不上的错觉。 强大的剑芒最后已经近在咫尺, 但却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足够完全将整个星球撕裂的恐怖波动汹涌而出。 不! 哪怕自己比对方强, 还得到了三倍强化, 更是拥有提升天使类军阵威能的特殊属性。 但即便如此, 自己也不可能一口气限制两个同级别军阵自爆的威能, 甚至保住自己都得付出一定的代价。 旁边所有的一切, 整个星球所有的一切都将灰飞烟灭。 只是不知道是不是他那绝望呐喊起到了效果。 在他攻击的剑间即将与那引爆的能量团碰撞的刹那, 那已经完全无法制止, 喷涌而出的自爆能量便全部戛然而止, 凝结在了半空, 甚至能够仔细看清那些引爆能量的纹路。 太难了, 只能靠这个维持生活的样子。 似乎是有些唏嘘的声音也落入了轮回者们的耳中。 第1908章 硬骨头 怎么回事? 什么情况? 不管是凯瑞尔还是闭目等死的鲍贝尔他们, 此时也都感受到了一种无法言喻的怪异感。 时间停止? 不对啊, 如果是时间系的那种顶尖能力, 自己等人就算是思维也无法运转的。 感觉就是有一股蛮横的力量, 硬生生地拉扯住了所有, 凝固了一切。 四周那爆裂的能量雏形, 静止的余波, 都在诉说着一种寂静的恐惧。 特别是那似曾相识的声音, 更是让所有人都莫名感到了一阵皈依与膜败感。 咔嚓! 那刚刚变形完成的高级天使, 以及四周爆裂的能量, 此时都全部出现了蔓延的俊烈。 随后便是画作了星光点点消散一空, 没有掀起丝毫波澜。 只有脚下那画作一片焦土的大地。 碰碰! 静止的画面被打破, 失去了军阵依托的所有轮回者都坠落大地。 和变形金刚们待在了一起, 随后也都不自觉地看向了那贵不可言的存在。 不等抬头, 便都本能地低下了脑袋, 不敢直视。 这种感觉也同样似曾相识。 我们的记忆被处理过。 我们上一次的经历是假的。 还是凯瑞尔反应最快, 她虽然情商方面傲慢无比, 但通过当初她在胡佛大坝时的举动就能明白, 她对于空间的诸多潜规则摸索得相当地透彻。 上一次也是她反应最快, 察觉到了不同。 这一次, 同样也是最先明白了过来。 听到了她的话, 鲍贝尔等人也同样感到了一阵头皮发炸。 这是什么鬼? 连我们的经历, 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都分不清吗? 怎么能这样? 有些事情只是不敢去想, 也想不到, 但当发生之后再回去逆推。 大多数还是都能够明白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惨绝人寰的事件的。 他们是亲身经历者, 又还没失去记忆, 和外界一样缺乏情报。 不少明白人, 脸上也都逐渐露出了惊惧的表情。 不是吧? 再结合凯瑞尔的话, 让不少人都莫名明白了自身的作用。 用来刷分的工具人, 还能有这种操作。 一次不够还来一次, 连高级军阵都惦记上了。 你是魔鬼吗? 不过想到几方使用高级军阵的原因。 一瞬间, 双方明白过来的所有人, 便都不自觉地看向了那已经归来跪拜在眼前的中山子院和爱伯特。 没想到啊, 没想到, 枉我们这么信任你们。 前段时间, 日国新皇上位, 又有大量轮回者进入米联邦, 这时, 再逐渐反应过来, 明白过来, 排除了一切不可能后, 摆在眼前的也唯独只有真相。 哪怕不知道对方为何能这么强, 不知道原理, 也不知道是否是某种特殊军阵。 但有事实摆在这里后, 知道结果的逆推, 很快就让他们感受到了那种无可匹敌的大事。 日国几乎没有掀起什么波澜和反抗的情况下, 就玩无声无息的全沦陷了。 现在以其为跳板, 还直接将魔爪伸入了联邦。 虽然不知道你利用的什么手段, 也不知道用的什么军阵, 但就想靠着这样让我们联邦屈服, 那也是做梦。 我们这里崇尚的是自由。 你们的野心一旦暴露, 就必然会遭受我们战争潜力最强国度的狙击。 不怕告诉你们, 最顶尖的降临军阵, 我们也已经有眉目了。 鲍贝尔强压着心头的惊惧, 声色俱力地吼道。 活了这么久了, 自己时, 虽然没见过眼前这种大风大浪, 但毫无疑问, 能够制造出眼前这种战力级别的唯独只可能是军阵, 一定是某种能够显化神权的特殊军阵。 有着鲍贝尔的开口, 丹格奇力等人也同样露出了一种视死如归的表情。 没错, 这一次你们虽然击溃了我们, 算计了我们, 但你们的野心迟早是会暴露的。 我们和那种心态扭曲的国度不一样, 我们是不会轻易地屈服的。 一时间, 似乎是激发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某种情绪, 原本安纯一般的三大集团轮回者们, 大多数都开始视死如归地叫嚣了起来。 似乎他们就是为了理想而奋斗的勇士, 哪怕是死都是荣耀的, 光荣的。 就算是有不少怕死的甚至想要投降的, 在这种声浪下也不敢发声, 甚至随同一起附和。 这种情况, 让中山子苑都不由有些惊讶, 一边恭敬地站在徐悦身边, 一边也有些嘖嘖称奇地说道, 这种场面还真的是很少见呢。 随后, 她又回头看向了那正在沉思什么的凯瑞, 笑着对她说道, 姐妹一场, 姐姐应该没有他们这么肤浅吧? 无主光辉不朽。 凯瑞尔冷冰冰地看着中山子苑, 并没有破口大骂, 也并没有被信任之人背叛的愤恨。 作为至高神庭的战斗天使, 她的忠诚度与信仰是毫无疑问的。 这种不畏强权的姿态, 加上战败后的虚弱, 竟然带出了一种圣洁感, 让中山子苑都忍不住走到了她的面前, 伸手从拉了拉她胸前那露出了一片 深邃与白腻的破损战衣。 带着些许羡慕的表情说道, 姐姐还真的是神圣不可侵犯呢, 不过看到姐姐这种圣洁的样子, 还真的有一种想要将你弄脏的感觉。 嗯,说错话了, 不是弄脏哦, 嘻嘻, 做妹妹的来引导你一下吧。 在中山子苑的协同帮助下, 凯瑞尔的拷问与劝说工作也艰难地进行了很久, 哪怕徐悦能够肆意地拉伸时光, 也未能完全攻破其防线。 就算是触感千百倍提升到极致, 一次又一次地让他胡言乱语, 嘴角流闲, 双目茫然。 但每次等到他逐渐恢复焦距后, 依然还能够坚守底线, 坚守信仰。 魔,魔鬼, 修想引诱天使堕落, 你们不会得逞的。 香汉淋漓的凯瑞尔, 带着些许喘息的段序说道, 眼中的焦距不断地涣散。 真的是无情哎, 明明开始不是这么说的, 不过, 如果你真的还是这么忠贞坚持的话, 那也不需要靠这种言语来为自己打气了吧。 同样累得不行的中山子怨, 带着些许坏笑地说道, 无妨, 信仰已经出现裂痕, 先留下种子就是了, 下一次见面, 我相信他会改变主意的。 徐悦看着地上的凯瑞尔笑了笑, 嗯, 那位挑选未来仆人的眼光的确很不错, 经过全面仔细的评判, 各方面来说都是。 那么, 下次见。 徐悦一边说完, 便是随手一挥, 将那灵魂都枯竭的战斗天使打成了粉碎。 解除了局部封锁和时空拉伸后, 他才是转头看向了其他轮回者。 则, 这些是懒得费这么多功夫了, 那就惩罚任务见吧。 第1909章, 回归, 看着凯瑞尔眨眼间就戴上了一些, 不可描述的感觉, 然后化作飞灰魂飞魄散, 鲍贝尔和当格奇利也已经停下了那宁死不屈的表态和话语, 有一种吐死狐悲的感触, 虽然不知道为何就变成了眼前这样子, 但, 这一次的确无法善罢了。 两边的最顶尖决策层都有对面的人, 对面实力还占据碾压级别的优势。 这还怎么玩? 只是也就在此时, 一直自己鼓刀了许久的遇天敌, 却是这时候跳了出来, 不知道激活了一个什么东西, 一道刺目的光辉冲上了天空。 这种变化让鲍贝尔和当格奇利两人都心中一动, 同时也带上了些许期盼。 如果有可能, 只要这个剧情土著能够稍微拖延一下对方的时间, 哪怕只是分神一刹那, 都足够让自己两人找到机会使用回归道具。 哪怕损失什么的依然无法弥补, 但好歹能将现在的情况带回去。 如果能有这一次的情报, 让联邦各大军团都有所防备, 那这一波依然不亏。 来了, 这就是我要构建的太空桥。 我将要将塞伯坦星球传送过来, 让我们重建塞伯坦。 玉天敌也是为了目的可以豁出去的人。 之前双方的大战, 的确是超出了他的认识, 甚至超越了堕落金刚和晴天柱的实力。 不过即便如此, 他也一直在闷头准备着太空桥计划, 不断地将空间柱锚定在虚空之中。 因为后续的高级军阵引爆, 直接被徐悦掐灭了。 所以, 玉天敌岛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依然还是当作了终极军阵交锋时的现状, 只当是情况逆转了。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在他看来, 这种混乱条件下依然有浑水摸鱼的机会。 因为每一方看上去都是有自己独自的立场。 操控得当的话, 晴天柱暂时协助自己一方也很有可能。 毕竟塞伯坦也是他的母星。 哪怕真的依然无力回天, 那, 大不了就用塞伯坦将地球撞毁, 将宇宙大地的封印解除。 虽然玉天敌不认可宇宙大地的看法, 理念和道路不同。 再怎么, 那位宇宙大地也是变形金刚系列的两大神奇之一。 反正不会变得更糟糕了, 那就不如孤注一掷。 而当所有的空间柱都激活之后, 玉天敌也不由松了口气, 呢喃地开口道。 终于, 还是走到这一步了, 我将会将塞伯坦星传送而来。 如果你们不想发生什么世界末日的景象, 就最好给我老实一点。 虽然, 凯瑞尔已经化作了飞灰, 但鲍贝尔和丹格, 其力却也还在, 抬头看着空中撕裂的巨大裂痕。 两人的神情也显得很是振奋。 竟然是召唤一颗星球过来。 很好, 就算你再强, 也得分神去应对一下吧。 而那时候你的阵里又还能留下多少? 再不济, 你也会短暂失去全局的掌控, 为我们赢得时间。 咦? 这些空间柱是直接和塞伯坦星的星魂共鸣吗? 难怪了。 只是, 就在天空的裂口被撕裂得越来越大, 隐约看到了内部出现了影像后。 徐悦却是带着些许暂许口吻的开口了。 随着天空的画面越来越清晰, 所有人都有点猛逼地发现, 那不断放大的画面, 不就是眼前这一位的身影吗? 就好似天边撕裂的裂口, 就是一个由近到远的摄像机镜头一般。 在将你们请离塞伯坦星后, 我暂时应你们创世神的要求, 将星球收走了。 终究还是拿了他们的东西, 徐悦好心解释了一下。 塞伯坦终究也是神明所化, 无论是星体还是星魂都异常地坚韧。 徐悦吸收进入神国, 消化吸收到现在, 都还没有吃完的。 几乎在徐悦化音落下, 整个地球似乎也都瑟瑟发抖了起来, 连续超出常规的战斗波及, 以及那能量圆阵地源源不断地瓦解封印。 宇宙大帝虽然还没有出来, 但也已经有能力对外部产生部分影响, 并进行观察了。 只是一直以来, 它都在等待封印逐步瓦解, 不想引起其他人的警惕, 没有出过手而已。 可就在刚刚, 它却是发现, 自己的老搭档, 老对手, 自己的兄弟, 竟然被别人抓走, 吃掉了。 有没有搞错啊, 蔑视魔神那是自己的职责啊? 这又是哪里冒出来的狠角色? 到底是谁想要解开我的封印? 是谁想要害我? 观察者勉下可是和至尊太君同时期的远古神灵, 神灵的威能, 启示尔等凡俗所能揣测。 堕落金刚倒是不知道徐悦吃掉了赛博坦, 但现在就算知道了, 也没感觉到有什么打不了的。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正常水平吗? 而直到此事, 鲍贝尔, 丹格奇利以及其他已经失去了行动力的轮回者们, 脸色才是逐渐扭曲了起来。 不少人都已经从当前透露的资料当中隐约明白了什么。 远古神灵的初始是什么情况? 这是什么玩笑级别的差距啊? 难道? 开始对方的举动并不是某种特殊军阵的力量。 军阵达到高级层次后, 或者部分特殊终极军阵, 那都是可以将尾力归于一身方便操控的。 可结果, 对方并不是利用的这个, 是实实在在靠着自己的实力。 完了, 联邦真的撑不住了。 在明白了这一点后, 开始口口声声叫为了自由, 宁死不屈的轮回者们, 也开始有人出现了变化。 等等, 这位勉下, 我想通了。 我愿臣服于您。 答案只有一个。 只是面对着满地的言语, 徐悦却是撇了撇嘴。 对你们来说, 机会只有一次。 凯瑞尔是自己亲口说过会给他奖励的, 你们还是尊重一下自己自由的选择吧。 将轮回者们处理完, 徐悦也开始进行了收尾的工作。 宇宙大地什么的, 直接把他从地盒当中抽出来, 也丢入了神国慢慢消化。 单纯纯粹的力量来说, 赛博坦星和宇宙大地消化后的积累, 也就是中规中矩的提升, 并不比其他世界的吸收要强多少。 但, 因为变形金刚诞生的特殊性, 在同时吃掉了火种源, 赛博坦与宇宙大地后, 徐悦对造物的水准, 却是提高了许多。 虽然可能都是非血肉侧的, 但那也依然是创造生命。 再加上上次获得世界解析的权重, 如果徐悦愿意的话, 甚至可以直接在这个世界进行设置与调试, 创造出一颗又一颗的生命星球。 还行, 反正是他们带来的触发任务出的钱, 相当于白减了。 虽然宇宙大地和赛博坦都还未消化完全, 但他们消化掉后能够为自己带来什么, 徐悦却也已经是清楚了的。 差不多已经挖空了, 就这样吧。 回归。 第三十卷, 被寄生的吃货亚人大战铁血战士, 第1910章, 波兰。 洛杉矶郊外的一处小镇, 充满了西部荒野的气息。 而就在这小镇当中, 有着一座休憩的并不奢华, 但却显得很精美的小教堂。 小镇当中的居民隔三差五的, 就会来到这小教堂当中祈祷。 教堂唯一的一位神父, 在小镇中也有着相当的威望。 不过就在今天, 这座小教堂便以需要休憩的理由闭门谢客人, 那位唯一的神父, 正搬着梯子, 在外面爬上了教堂的屋顶修补着什么。 只是此时在教堂之内, 却是有着数位身穿神圣战甲的女骑士, 正守护在一处房间之外。 战斗天使凯瑞尔大人刚刚进去准备完成这次任务了,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很快大人便会再次出来。 至高神廷在这片新大陆有着相当的威望和影响力。 但同时, 至高神廷与新大陆的一些家族, 财阀却也有着一种无法调节的矛盾。 既有合作, 也有竞争。 几乎在新大陆没有可靠盟友的情况下, 作为新大陆举足轻重的负责人之一, 战斗天使凯瑞尔大人的安危, 自然也至关重要。 每一次任务都会换一个地点, 绝不会让别人把握到他的所在, 也不让别人找到规律。 同样的, 靠着他在新大陆的军团高权限, 他的重生之地也会被允许一同更改。 而这一次, 凯瑞尔却并没有和往常一样很快出来, 反倒是隔壁的重生之间亮灯了。 这让外面拱卫的那些女骑士都感到了难以置信。 凯瑞尔大人陨落了一次, 这怎么可能? 哗啦! 重生之池当中, 光解马赛克的凯瑞尔从水中扬起, 不断喘息着缓解之前的那种窒息感。 略带迷茫地看了下四周后, 他便是很快反应了过来。 自己陨落了。 没有多少犹豫, 他直接付费解除了部分虚弱状态, 让自己获得最起码的自保能力。 随后迅速地开始计算损失。 只是这种杀伐果断的行动, 换来的却是他那如遭雷击难以置信的表情。 初级军阵一次, 中级军阵两次, 高级军阵一次。 这是什么情况? 虽然失去了任务当中的记忆, 但他还是知道之前, 自己是为了异教徒和伟神的事, 准备去敲山震虎的。 对方的人手自己已经调查清楚了, 理论上自己实力占据了优势, 不可能会主动使用军阵的。 也就是说, 是对方率先用军阵骑袭了自己, 还不止一枚。 在自己计算过得失与等价情况后, 开启军阵予以反击。 但关键是, 以自己的实力和军阵的加成状态, 初级军阵还可能半斤八两, 可中级军阵之后, 自己应该是一对三都能获得明显优势才对。 为何自己连高级军阵都用了, 最后还输了? 土著? 难道那个奇怪的世界上线真的强大到了这等地步吗? 还是对方真的已经请到了伪神协助了? 因为对情报的缺乏与记忆的缺失, 凯瑞尔的表情显得很是凝重。 然而也就在此时, 嗯哼, 不自觉的呻吟从嘴里发出, 让凯瑞尔感到了浑身都有些不自在。 因为思考着问题, 自己刚刚不经意坚触碰到了什么, 然后就出现一阵电流, 一般流淌全身的感觉。 让他不由一阵莫名其妙。 自己这是怎么了? 不信邪的他, 再次伸手去触碰了一下。 大概半小时后, 满脸冷若冰霜的凯瑞尔打开了重生之间的门, 看着外面。 给我用最快的速度调查那三家军团的情报, 我要知道发生了什么。 领命。 门外的几位女骑士恭敬地半跪在了地上, 脸上全是愤恨与狂热之色。 随后便开始利用至高神廷那无处不在的信徒, 开始调查事情的真相与经过。 本以为这应该是需要花费很大代价才能打听到的消息, 可当他们开始搜集后, 却是愕然地发现, 事情似乎和想象当中的有些触入。 亚当斯家族的鲍贝尔以及洛克菲勒集团的丹格奇利所率的轮回者队伍全军覆没。 而且每一方似乎都动用了大量军阵, 导致了他们的军团权限被剥夺冻结, 从决策层批了出来戴罪立功。 虽然因为摩根财阀那边那位唯一幸存的艾伯特拿出了理由进行劝说, 那两位并没有被强制签订卖身契级别的契约, 但也加大了原本契约的约束力, 这放在这种顶尖强者身上是很少见的。 因为艾伯特为了让自己脱罪, 加上为鲍贝尔他们开脱, 所以他诉说地经过算不上高度保密的事件。 虽然没有传得沸沸扬扬人尽皆知, 但应该知道的人都会知道。 这次失误与失算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指高神廷与三大集团擦枪走火没有控制住场面。 摩擦从小到大, 到后面甚至打出了高级军阵级别的战斗。 唯独只有艾伯特小心谨慎, 到了中级军阵就打指到头了, 所以也只有艾伯特没有受到处罚。 除此之外, 艾伯特作为唯一将情报带回来的成员, 还将那个超级玄幻世界的许多重要情报 带回给了军团, 并分享给了另外两个军团, 让他们明白了这个世界的水深程度, 以及失败的原因。 这种稀有的重要情报, 多少算是对损失的一种弥补了。 毕竟亚当斯家族和洛克菲勒都动用了高级军阵, 摩根财阀不可能一直扣着这一份情报不给的, 不然就真的是往死里得罪了。 而艾伯特也因为这次任务的出色表现, 非但没有受到责罚, 反倒是地位得到了一定提升。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另外几边, 甚至包括至高神廷都将高级军阵用出来了。 艾伯特只靠着中级军阵周旋, 靠着与土著强者的友好关系, 能够完成到这种完成度。 自然是大大的有功, 哪怕他最后借用了部分军团资源, 完成了一次自己的三倍实力提升蜕变, 也没有受到军团的责怪。 呃,当然, 他的实力提升也是他能获得这种宽容的原因。 这几乎是以最快速度进入到集团决策层的典型。 启禀老板, 其他的几组行动也较为顺利, 在我们表现出想要拉拢盟友的姿态后, 不少军团都对此表示了兴趣, 现在已经完成了初步的接洽。 藤原家助恭敬地对正在享受 一左一右两位美女按摩的徐悦禀报道。 嗯, 闭着眼睛的徐悦轻哼了一声, 藤原家助这种老油条, 对于事物的处理方面, 经验还是很丰富的, 知道怎么去提炼出自己感兴趣的情报。 还有就是, 马上就要到中期选举的时候了, 加州的州长选举也是这个时期。 现任州长小约翰, 比格勒想要寻求连任, 最近又将大厦劳工问题翻出来炒作。 米联邦总统选举四年一次, 但议会是两年一次, 参议员可以连续连任, 众议员不行。 所以, 参议员的地位通常来说远高于众议员。 而不少州的州长选举, 也同样是在一任总统任期中的中期选举时间当中选出, 加州便是其中之一。 藤原家主揣摩圣意, 捉摸着自家主子应该对这个消息还是会关心一下的。 第1911章, 邀请。 人群狂热地围绕着一辆改装过的演讲车, 不少人都拉出了横幅写着支持的话语。 而此时, 这一辆演讲车的车厢当中, 一位管家模样的中年男子站在一位西装笔挺, 正在最后打理着头发的金发青年身后, 很是恭敬地说道, 少爷, 您的演讲马上就要开始了, 最近您提出的问题受到了大量选民的支持, 这一次已经胜券在握。 呵, 祖父当年提出的建议可是相当成功的, 最近因为局势动荡出现的问题, 也完全可以轻易地转嫁矛盾, 只要给那群愚蠢的侏罗一个发泄的目标, 他们自然都会心满意足。 在外人面前, 犹如好好先生一般绅士的小约翰, 比格勒, 在评价支持自己的选民时, 也依然显得满是讥讽。 但论个人而言, 就算是他开办工厂, 也当然更加喜欢使用那些工资低廉吃苦耐劳的工具。 轮回空间当中, 那些劳工轮回者也很好用, 经济实惠性价比高。 不过也正因为他们的存在, 让那群要求又高, 又喜欢偷懒的侏罗, 成功地吸引到了目光。 毕竟, 没有人愿意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 只要这一点把握好, 那就能轻易地击溃一切对手。 当年, 自己的祖父就是靠着这一招, 获得了大量的政治资本, 成就了现在家族的辉煌。 那群渔民只需要稍微关注一下就行了, 虽然现在的竞争对手没有一个能打的, 但也要注意不要阴沟里翻船了, 重点, 还是拉拢轮回者的支持。 小约翰, 比格勒岛也没有因此小乔任何对手, 他需要立于不败之地, 借助周长的权限, 为自己家族摄取到足够的资源。 自己的祖父, 当年就是靠着周长任期期间, 成功突破到了精锐巨拨, 将家族拉高到了一流的水准, 虽说比不了那些顶尖财法, 但却也是谁都不可轻视的势力。 不过就算成为了周长, 当然也不可能独吞整个周的利益, 必须要拿出足够的份额来分给其他强大军团, 也唯独商量好了利益分配, 自己才能坐稳这个位置。 否则哪怕选上了, 周一会都足够让自己翻车。 加州拥有精锐级巨拨的军团, 也不止自己家族一家, 甚至还有势力更在家族之上的军团, 只是那些个商业军团凝聚力 没有自己家族来得强, 失了先手。 加上如果真的是实力太强的军团, 把控了这关键位置, 会让其他军团不放心, 所以才有着自己的机会。 米联邦各州的自治程度很高, 除了内布拉斯加州的一院之外, 其他的州均为两院制, 作用和联邦意愿也差不多。 在有着轮回空间和轮回者们的情况下, 高层自然是牢牢把控在轮回者们手中, 出现了优秀的普通个体, 也会类似于当初徐悦被吸收那样, 想办法引导他们进入轮回世界。 这种情况下, 小约翰、 比格勒除了需要那些普通选民手上的选票外, 根本就不需要在在乎他们的什么利益, 面子上过得去, 给点剩菜残羹就足够让他们感恩戴德, 就当是养猪了。 除了选自己还能选谁? 更差的吗? 对于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争斗和扯后腿当中的选举, 根本不是比谁更优秀, 只是纯粹比烂而已, 用点能够吸引眼球的短期利益吸引目光就行了。 现在在他拿出了大杀器, 确保了连任资格后, 只要和几大军团谈妥就万事无忧。 就今天, 举行一个晚宴, 将该邀请的人都邀过来, 是时候谈谈接下来几年的利益分配了。 整理了一下领结后, 小约翰比格勒脸上便是露出了一种商用的亲切笑容, 随后便准备转身出去进行这次的演讲。 通常来说, 这种高层晚宴, 要提前很多天进行邀请和通知才符合流程。 不过他特地临时通知, 就是为了要先摆明自己的主动权。 事关利益分配的重要决定, 别说通知晚上, 就算是说半小时后要开始, 也必然会全部入席。 哦,对了, 没记错的话, 我们加州也来了一个财力强大的日国商团, 给他们也发一个邀请函, 如果能够谈成与那边的贸易协定, 也能带来一块额外的资源。 在即将登上车顶的时候, 他又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回头对自己管家下领导, 后者也领命点头。 当初, 家人安排自己的一兄弟一人亲王来到米联邦大肆采购, 可是引来了众多商家和财团的追捧。 也正因为那一次的大量采购, 也让米联邦了解到了那新进列强的底蕴与财力。 只要能够为自己带来利益, 那就能成为朋友。 他不需要马上就能和这日国商队达成什么贸易协定, 只需要将人带去了表个态度, 就足够让自己再多增加一些砝码与主动权。 少爷, 我们被邀请了。 藤原家主有点猛逼地看到手中的邀请函来到了徐月面前。 加州属于强州的行列, 本土势力很强, 比如摩根集团虽然属于联邦顶尖财法, 在加州也有自己的产业, 但一旦摩根集团想要表现出竞选州长的姿态, 那必然会受到本土的强烈抵制。 摩根的主要根基还是在纽约州与德州, 就像洛克菲勒统治俄亥俄州, 亚当斯家族统治马萨诸瑟州一样。 这次摩根集团在加州的代表, 也会作为参与者得到邀请去协商分配利益, 但也仅仅只是邀请去协商。 所以, 藤原家主最先是想要通过艾布特那边的关系, 搞到邀请函和摩根的人一起过去的。 但有些意外的是, 自己只是为了方便安排老板衣食住行的商团, 竟然也得到了邀请。 自己一方进来, 这里是光明正大的商业途径, 也在加州报备过的, 以商团的名义, 也算是这次日国伪军们分散进入小组当中规模最大的一支商团队伍。 嗯, 有单独邀请, 自然是更合适了, 接下来吧。 徐悦对于这种渠道也并没有什么在意, 能够进去就行。 所需要在意的, 也就是会场的防御权限到底有多重而已。 不知道带过来的东西, 能不能成功完成降临。 就算把日国家底都掏干了, 那种足够在他人防御权限下, 强行开辟降临权限的道具也终究没多少。 每一枚都得用在刀刃上啊。 恰巧, 这一次因为加州大选没有悬念, 那位州长大人分配利益的晚宴, 几乎会来整个加州的精英层, 完全值得用上一次了。 嗯, 当然, 前提是要能够破得了才行。 如果是一周核心之地的防御权重, 的确是没有道具可破。 可只是一个晚宴而已, 不至于小心翼翼地防备得这么严的吧。 第1912章 矛盾 一处郊外山庄当中, 汇聚了大量名流。 一个个看上去都是风度翩翩的绅士与矜持名爱, 但如果仔细观察便能感受到 这一位位衣冠楚楚的宾客们身上的血腥气息。 轮回者 这是一次专门针对轮回者的晚宴, 用来商讨本次的利益分配。 小约翰、彼格勒是这次的利益分配者, 但却并不代表着他所能够得到的利益最大, 只能尽可能地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进行调节。 带着中山子院、 原赖雪和藤原家主的徐悦, 也同样来到了这山庄之外。 虽然轮回者当中俊男妾女很多, 只要愿意花费点费用, 就不会有水准之下的。 可即便如此, 达到原来雪还有中山子院这样, 各方面都趋近于完美的通杀类型, 还是相当少见的。 任何方面, 花钱都是越接近顶端越贵。 就算想花钱达到这样, 也已经是相当高昂的一笔价格了, 没有人愿意这样做。 两人一出现, 就吸引到了大量的视线, 同时旁边明显作为C位的徐悦, 也受到了许多打量的目光。 敌意和嫉妒, 或许或多或少会有点, 但最主要的还是沈氏。 这种场合, 带着这种排场出现, 定然不是一语之辈。 还有那亚裔的面孔, 是这次进入洛杉矶的那个日国商团吗? 的确, 上次那个代表着日国皇室前来采购的商队, 都依然还让人记忆犹新, 如果也是一个类似的商团话, 那, 都将来者的身份揣摩出来后, 那一位位衣冠楚楚的身世名爱, 便都是对着徐悦一行人露出了和善的笑容。 不是过来分配利益, 反倒是能够带来利益的存在, 自然是多多益善。 好了, 差不多人来齐了, 关门吧。 已经到场的小约翰、 比格勒, 见到徐悦一行抵达后, 便也对门口点了点头。 两位魁梧的保安, 便是拉上了山庄的大门, 将这里与外界隔绝。 当大门关闭之后, 很明显地能够感觉到外面的任何声音, 都戛然而止。 同样的, 宴会当中的声响, 也都被限制在了山庄之内。 呼, 累死个人, 以前倒还对这些有点兴趣, 现在的话只是感觉麻烦。 一位原本文质彬彬的绅士, 伸手扯开了自己的领带, 毫无影响地拉开了领口, 带着些许桀骜地直接坐在了摆放食物的长桌上, 一只脚踏在旁边。 除了他之外, 不少人也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类似的变化。 眼前的场面与氛围一下就变得有些诡异了起来, 但在轮回者们眼中又显得很正常。 多年的无尽任务洗礼, 需要装的时候都能变成大家闺秀, 名门绅士, 但不需要装的时候, 很多人也都懒得维持什么表面功夫了。 特别是不少实力高强的轮回者都喜欢特立独行。 那些表现得与众不同的轮回者, 毫无疑问, 每一位最少都是乱入者级别。 其他普通轮回者, 哪怕同样不喜欢这种场景的, 为了表示尊重也必须要憋着。 排排座, 分裹裹, 大家都直接点啊, 时间宝贵, 别和上次一样吵到凌晨四五点了。 一位甩掉了高跟鞋, 丢掉手中女士香烟, 换成了一根雪茄的美貌女子, 一边将自己的头发盘好, 一边也很是随意地说道, 都是当地的地头蛇, 几乎每次分配都是这些熟面孔, 或许有分配份额的变化, 但视力的变化还是比较少的。 少爷, 这里的权重很高, 我试过几个道具了, 只有解析条码, 花点时间的话还有机会。 拿着道具不断测试的藤原家主, 对徐悦汇报着情况。 能够在县市达到降临效果的道具很多, 但最常用也是相对经济最实惠的, 其实大多都是一些固定场所, 或者某些载具上携带的大型降临立场。 可及这些大型装置相对较为便宜, 那也只是相对而言, 就费用来说还是相当高昂的, 只是对比于原本直接的扣费情况要便宜的多罢了。 因此相对的, 在现实当中爆发的争斗都要少得多。 至于那些便携式的权重道具, 就显得更为稀少了, 特别是能够突破一些防御权重的便携道具, 当真是寥寥无几。 当初在德川家的时候, 就使用过一次原室保存许久, 古老如原室也只有一枚的道具。 而眼前这一场会议的重要性, 也让小约翰、 比格勒加大了这一份防御权重, 比德川家当时随意开启的那个要高许多。 呃, 他的本意倒不是为了防止有人攻进来, 这里强者如云还真的不怎么怕别人强攻。 他怕的是分配利益的时候里面自己打起来。 在加大了权重封锁后, 那打架也都只能用普通人的方式进行, 相对要好处理得多。 有机会那就试试吧, 失败了也没什么, 不要有什么压力。 徐悦很是随意地说道, 现实的道具太少了, 用一次少一次, 这次机会虽然不错, 但如果真的无法成功的话, 也没什么。 左右没啥损失。 哈哈, 这次我们在分配之前, 还是先向大家介绍几位尊贵的客人, 这是。 小约翰, 比格勒面对现场的氛围, 也毫不在意, 他知道这群人想要的是什么, 所以开局就准备先将日国的那一支商队介绍出来。 只是他的话都还没说完, 原本紧闭的大门却是被再次打开, 嘎吱地开门声打断了小约翰, 比格勒的话, 让他的脸色一下就阴沉了下来。 该到的人都到了, 现在已经过了时间, 竟然还被放进来了, 那几个家伙到底是干什么吃的? 只是他心中念头都还没闪完, 便是见到了那位率先进入山庄, 身披天使战衣, 显得风姿绰约的欠里人影, 至高神庭, 战斗天使凯瑞,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想到了什么的小约翰, 比格勒不由脸色一变, 随后便是看向了在场当中好几位脸色难看的面孔。 摩根、洛克菲勒、亚当斯, 这三家势力放眼整个联邦都属于顶尖, 在加州也都有着自己的产业, 虽然本土势力不会让他们主导, 但他们的实力的确也有资格过来分蛋糕了。 三家在加州的负责人, 此时都在场内。 根据隐秘的小道消息, 在上一次任务当中, 至高神庭几乎与这三大军团撕破了脸, 甚至可能还动用了军阵, 结果双方都没讨到什么好。 从来不会干预这种分配的至高神庭, 这次一反常态地出现在这里, 唯独只可能是针对他们而来的。 我最近在加州休假, 听说这里有个晚宴, 过来看一看, 不会不欢迎吧。 凯瑞尔冷冰冰地开口道, 但目光也是锁定在了三大集团的代言人身上。 能够作为超级势力的一周代言人, 那几位的实力也都是资深级的强者, 放眼全场都是上游人物, 精锐级那种压箱底的大佬显然不会直接过来参与这种分配, 免得没有回旋于地。 可即便如此, 即便他们在滋生当中都不算弱者, 但在面对凯瑞尔的时候, 却依然是感受到了一股莫大的压力。 这还是现场有着防御权重, 禁止降临道具的限制在。 否则, 他们连站在对方面前的勇气都没有。 来的只有凯瑞尔以及身后两位轻卫, 可现哪怕只有他一人, 也足够压制现场所有的强者。 没有类似于艾伯特和鲍贝尔他们那种触摸到精锐门槛的存在, 寻常滋身, 甚至顶尖滋身, 在凯瑞尔的面前都没有丝毫反抗于地。 一人足够镇压全场。 凯瑞尔小姐能够到来, 真的是让彼人感到了蓬毙生辉, 实在是凯瑞尔小姐太过高贵, 彼人不敢贸然送上情帖以免唐突了小姐。 小约翰, 彼格勒也是很会随机应变, 当即就是各种高帽子给对方戴上。 他知道不少顶尖势力不满制高神庭, 可这和他又有什么关系? 他们比格勒家族还没有资格去和制高神庭博弈, 争夺利益。 你们上面神仙打架就是咯, 别影响我们就行。 反正现场有着高权重保护, 就当是又认识一位大佬了。 多个朋友总比多个敌人要好。 至于他们三家和制高神庭的矛盾, 就他们事后自己去解决吧。 第一九一三章, 效果拔群。 是凯瑞儿姐姐呢? 真的是缘分啊。 在凯瑞儿进来后, 站在徐悦旁边的中山子院, 无嘴娇笑地说道, 让旁边的原赖雪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而藤原家主演中也闪过了一丝名物, 不由尽可能地让自己显得愈发的谦卑。 至高神庭的好东西还是有不少的。 徐悦对于凯瑞儿的出现也有些意外, 不过想想他的性格, 如果他是在加州附近进入的上次任务, 那出现在这里似乎也是理所当然。 的确是过来找那三大集团的麻烦的。 至高神庭作为一个古老势力, 迄今屹立不到,私货肯定有不少。 凯瑞儿作为其新大陆的最高负责人之一, 手中的好东西同样也有很多才对。 就是要让他用出来的话还比较麻烦, 得加把劲才行。 凯瑞儿小姐, 军团矛盾随随便便带入现实也是不妥, 我们都是这里的客人, 总得给主人们一些面子。 一位穿着燕尾服, 并没有类似于一些大佬一样放浪行孩, 留着八字湖的中年男子, 端着酒杯来到了凯瑞儿面前缓缓地说道。 他是洛克菲勒集团的加州代表, 虽然比不上当初鲍贝尔他们, 也算不上顶尖资深, 但也是较为出色的一流资深乱入者了。 不过这等实力和地位, 放在凯瑞儿面前终究还是相差太大, 因此他不得不开口先服个软, 想要先借本土势力的是暂时将事件压下。 摩根和亚当斯家族的两位代表, 也同样默默地站在了他的身后表示支持。 上一次任务当中, 三大集团是合作的, 这虽然不代表三大集团未来就结盟了, 但起码面对至高神庭的态度上, 他们还是能够轻易统一战线。 哼, 我有说我过来做什么吗? 既然今天是分配这里的利益, 那我觉得我们至高神庭应该也有这一份资格, 我也不需要你们额外拿出什么, 只要在他们三家的蛋糕里分就行了。 凯瑞儿虽然表现得冲动傲慢, 情商暴低, 但却并不是真的完全不知轻重, 哪怕在场她是地位最高的存在, 却也没有表现出那种要压制全场的姿态。 反倒是直接说明了, 你们本土的利益我不在乎, 我就是过来抢他们三家利益的。 直接避免了与加州实力强大的本土军团进行抗衡, 将事件定义为他和三家之间的私人矛盾。 这话很明显, 在他开口说完之后, 隐约现场, 不少人对他的敌意和戒备都不由放松了下来。 本来这些本土势力对于那种过江强龙就有些排斥, 只是他们的确是势力够大, 没办法不给面子。 现在既然是你们自己惹来的麻烦, 那就劳烦你们自己解决吧。 另外还有几个类似于三大集团这样, 属于过江强龙的也同样在一边观望。 或许他们对于至高神廷也有不满, 但既然没撕破脸, 那也没有兴趣滩浑水。 让现场的压力, 一下就压到了原本的三大集团之上。 哎呀, 为什么现场要搞得这么严肃吗? 这位美丽的女士, 不知是否有荣幸认识你。 只是, 就在眼前火药味十足, 如果不是现场保护权限, 很可能都要被凯瑞尔开降临权限强行, PK的时候。 一声温和的声音便是从一边传了过来。 随后, 众人便见到了那位日国商团的大少爷, 正端着酒杯朝着凯瑞尔走了过去。 那盯着凯瑞尔不可描述之处的直勾勾眼神, 当真让其他人感到了一阵无语。 这到底是哪一家出来的风流大少爷呀? 这么分不清形式。 你旁边那两个不香吗? 这还惦记着外面的。 虽然, 凯瑞尔刚来新大陆旅职不久, 过来前可能没有特地打听到她的消息。 前不久那被压下来的消息, 你这外来人可能也没来得及找到渠道了解。 但她进来时的姿态和表现, 也足够说明了她地位的不平凡了呀。 能够在眼前这种场景中, 表现得这么强势, 你竟然还敢上前撩妹? 凯瑞尔的确相貌出色, 各方面都符合至高神廷所选择的完美。 可在场所有人, 或许敢去打员赖雪和中山子院的注意, 却绝对没有人敢对凯瑞尔有什么想法。 嗯,找死。 因为徐悦的话, 回头看着徐悦那直勾勾的眼神, 凯瑞尔脸上不由闪过了一丝异样的红韵, 随后怒气勃发的利色呵斥道。 带着骑士站凯的手掌, 也握住了腰间佩剑, 发出了金属碰撞的声音。 卫卫, 漂亮女士可不要动不动就生气啊, 我只是想要认识你一下, 好好交流交流, 为何要如此暴躁? 徐悦脸上似乎是浮现了一丝奇怪的表情, 显得有些冤枉的样子。 但落在其他人眼中, 却都变成了看勇士的敬佩目光。 就连小约翰, 比格勒都感觉快要hold不住场面了, 连忙快步来到徐悦旁边, 想要低声提示他一下对面身份的尊贵。 免得这二世祖一样的家伙乱来, 可才快步走到一半, 那悬浮的左脚便是悬在了半空停了下来, 满脸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画面。 只见来到了凯瑞儿面前的徐悦, 一边在那里好心劝说, 一边直接伸出了手, 在凯瑞儿的胸甲前捏了捏。 你这里脏了, 我帮你擦一下。 卧槽, 你在做什么? 完了, 没救了, 告辞。 本来小约翰, 比格勒还想要将这日国商团当作自己的筹码和资本, 现在看来能甩多远就甩多远, 麻烦不要连累我啊。 这是那边失心疯了吗? 怎么安排了这么个家伙过来? 上次过来的是一人亲王, 稳重礼貌彬彬有礼, 这一次就变成了哪个二世祖亲王吗? 正在徐悦身边不远处的三大集团代表, 此时也同样感到了有些猛逼。 本以为这次会议会很头疼很麻烦, 但现在看来, 好像是有人要为我们吸引火力了。 就算是凯瑞尔本人, 此时都是瞪大了眼睛看着徐悦, 半天没反应过来。 直到那触感加重, 透过胸甲传递过来后, 才是忽然一个机灵。 我要宰了你。 咔嚓。 直接拔剑出鞘, 抓狂地朝着徐悦乱砍而去。 只是在眼前的环境下, 表现和普通人也没什么差别, 被徐悦轻松地躲开了。 一边伸出的手放在鼻尖陶醉地嗅了嗅, 一边调侃道。 就算是生气, 也是这么动人。 小约翰, 比格勒。 一下没砍到徐悦, 胡乱将眼前摆满了食物的长桌砍烂。 凯瑞尔用一种杀人一般的眼神, 反过来盯上了宴会的主人。 让小约翰, 比格勒不由一阵头皮发麻。 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啊? 我不管了, 你们自辩。 一个是至高神廷, 在新大陆的最高负责人之一, 一个只是看上去有潜力的商团代表。 顶了天, 在日国有个不错的身份。 如何取舍他当然也知道。 况且这本来就是你自己惹来的麻烦, 你自己解决咯。 三位, 抱歉啊, 只能先委屈你们一下了。 等到他们之间解决完, 我肯定第一时间恢复防御。 小约翰, 比格勒能够走到如今的地位, 自然还是能面面俱到的, 哪怕是到了眼前的时刻, 也不忘记安慰一下 那已经躲得远远的三大集团代表。 三位代表 也同样是连连点头, 这嘲讽能力简直爆表啊, 仇恨全拉过去了。 只要小约翰, 比格勒操控得及时, 等到那边解决问题, 自己三人安危好歹是有保障的。 随后, 小约翰, 比格勒便是利用自己的周掌权限, 直接暂时解除了眼前的防御状态。 虽然他甚至还有能力直接自己动用权限, 让山庄获得临时空间权, 不过做到这一步也是他的极限了, 不可能因为至高神廷就自己主动出手去得罪狠那日国商团。 表面上表现出两不相帮即可, 他相信那位高贵的战斗天使大人, 还是会自己舍得使用一份临时权限降临道具的。 毕竟现场这么多人, 已经是观至高神廷颜面了。 果然, 在感受到那防御权重暂时消失后, 凯瑞尔手中配件剑柄上的宝石便已经绽放出了浓郁的光辉。 圣洁刺目的光辉直接笼罩了全场, 让所有轮回者都得到了临时权限开启的各类限制条款通知。 旁边的藤原家主此时也默默地收起了手上的解析条码, 抬头望天, 满是敬佩地叹了口气。 第1914章 何方神圣 这样就受不了了, 还真的是不惊疗。 飘然而退的徐悦耸了耸肩, 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本来还以为可能要再施加点压力的。 哪里想得到残谋两下就这样了。 而此时的凯瑞尔, 看着眼前的徐悦, 整个人也已经冷静了下来。 冷冰冰地用一种看死人的目光看着徐悦, 缓缓地抬起了自己手中的佩剑。 现在还能保持嘴硬, 很好, 不至于让我感到无趣。 希望你能一直保持, 让我好好发泄发泄。 既然现在自己已经将道具用出来了, 那自然要利益最大化。 有机会的话, 将那三个家伙也干掉。 同时, 眼前这个可恶的混蛋, 也不能轻易地让他就这么痛快地死亡。 必然要让他感受到针对异教徒的刑法。 凯瑞尔那肆无忌惮爆发而出的气息, 当真是让现场的其他轮回者感到了莫大的压力。 特别是小约翰, 比格勒以及三大集团的代表, 都在全神贯注地盯着。 三大集团的代表是担心对方突然发难导致几方被秒。 小约翰, 比格勒也同样是担心凯瑞尔突然调转目标, 好及时开启权限压过对方的道具进行阻止。 小约翰, 比格勒甚至感觉到了对方身上的气息, 比自己祖父还要强大而厚重, 这也让他心中一阵暗自叫苦, 希望他早点解决目标早点完事。 其他轮回者也同样担心殃及驰鱼, 躲得远远的, 并大多都用出了防御能力。 反倒是凯瑞尔正对面的徐悦满脸笑盈盈, 似乎毫不在意的样子。 我一直保持倒是没问题的, 关键是你能不能保持清醒才是关键呢。 哼, 已经害怕到胡言乱语了吗? 不过已经太迟了。 凯瑞尔面对徐悦娜若有所指的话, 并没有去细想, 只当对方在装疯卖傻。 先断你四肢。 话音落下, 手中配件神圣剑芒闪耀, 配合他嘴中的眼灵, 似乎强行加持了一个倒闭中的状态。 仅仅就是这简单的露一手, 就已经让旁边的其他轮回者们暗自心惊。 哪怕藤原家主都感到了有些意外, 他的资格定然是比凯瑞尔要老的, 但就凭刚刚的那一招, 他却是发现自己的实力还真的不见得比对方强。 四道剑芒划破虚空, 以双十字交叉的形态, 直接在虚空都留下了一道烙印。 尽数没入了徐悦身上, 命中他的四肢, 随后消散无形。 这落入小约翰, 比格勒眼中也不由让他叹了口气, 他知道这是凯瑞尔的攻击太过凌厉。 在斩断了对方四肢生机之后, 还能短时间保留鲜活的姿态。 等到他归翘的时候, 对方就会变成人棍落地。 这是对自身技巧操控达到相当高度, 配合绝对的实力才能达到的碾压画面。 秒杀,毫无悬念的秒杀。 甚至对方连丝毫反抗都未能提起, 甚至都不知道对方是寻常轮回者还是乱入者。 似乎在这位实力恐怖的战斗天使面前都毫无意义。 哎,真的是烦, 看来那位并不想这么快结束, 没有一击是要害的, 害得自己还得多盯着点。 你看,或从口出吧。 小约翰,比格勒看着徐悦, 眼中也不由有一些遗憾。 这种二愣子来大采购, 是很好忽悠的, 保不定就能大赚一笔呢。 可惜了,傻过头了。 然而很快, 小约翰,比格勒便发现了哪里有些不对劲。 咦,凯瑞尔的表情有些不对劲, 明显凝重了很多, 怎么回事? 我说怎么有这样的胆子, 原来是有恃无恐。 这, 就是你胆敢冒犯至高神廷的原因吗? 凯瑞尔作为攻击者, 自然明白之前的变化, 之前自己四道臂中之机消散得无影无踪, 没有掀起半分波澜。 哪怕自己不是权力而为, 却也代表着对方绝不是简单角色。 能够这么轻描淡写地化解, 这也是一位精锐极的存在。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对方那些轻浮的举动, 也变得有原因了。 和自己一样, 对方对自身实力有着充分自信。 凯瑞尔的话, 显然也让附近轮回者们反映了过来, 明白了现状。 这次日国竟然来了一位精锐巨拨, 和联邦资源与积累丰富, 各州都涌现出了大量强者不同, 日国虽然是新进列强, 但精锐级的巨拨数目远远比不上联邦。 恐怕和加州这种强州的精锐巨拨数目也就差不多而已。 没想到, 竟然这么有魄力, 直接派出了一位这种定海神针级别的强者过来。 不愧是皇权国度, 将力量集中得很彻底, 不像自家这边一样, 分配利益都得这么麻烦。 随后, 一位位也都有些恍然地明白了对方派出精锐巨拨的意义, 恐怕就是为了展示对方的合作潜力。 不得不说, 这很成功, 如果没有至高神停参的这一手外, 恐怕很多军团都会愿意与他们取得合作关系。 这一下, 也让小约翰, 比格勒开始再次权衡, 考虑是不是要终止眼前的战斗了。 两位精锐巨拨打起来, 万一收不住手, 自己这边其他人就麻烦了。 趁着眼前还能控制住局面, 不如做个和事老。 两位且听我一言。 想通了后, 小约翰, 比格勒便是清了清嗓子, 双手抬起, 准备利用自家州长权力, 再次重新开启防御权限。 小子, 不要贸然影响缅下的情趣, 还不快退下。 只是小约翰, 比格勒才刚刚开口, 一直犹如老仆, 一般低调站在一旁的藤原家主, 便是忽然抬头, 阴影中的左眼闪过了一丝鸿芒。 一股暴虐的杀意直冲小约翰, 比格勒而去, 瞬间让他浑身僵硬, 无法动弹。 那只针对他一人的灵力杀意, 似乎在他四周, 实质化地凝聚了出来。 就算是普通的呼吸, 都能感受到脖子处的风锐切割感, 心脏的跳动也犹如针刺一般。 强? 好强? 毫无反抗之力? 比曾祖父都还要更强? 怎么可能? 竟然又是一位精锐巨拨。 不过生死危机之下, 小约翰比格勒也来不及顾虑 怎么突然连续冒出这等强者了, 一面一动, 便准备利用周掌权限 再次覆盖眼前的区域。 阻止降临道具的发挥。 至于会不会得罪人什么的, 已经不在他的考虑范围。 嗯, 只是随后, 他便是张大嘴巴, 骇然地发现自己 竟然无法动用自己的周掌权限。 好似现在自己根本就不在这一处庄园里, 甚至不在加州, 自己的所有权限都完全感应不到了。 怎么回事? 怎么可能? 只是因为藤原家族锁定他的灵力杀意, 让小约翰, 比格勒根本无法开口。 此时的遭遇, 他都无法说出, 其他人都还未明白事情的真正严重性。 还在惊叹藤原家族的表现, 甚至反射弧慢点的, 都还没从徐悦这边, 接下了凯瑞尔攻击的冲击中, 回过神来。 不得了啊, 这里竟然以下就冒出了三位精锐巨拨, 日国竟然派出了两位定海神针来到联邦。 他们所图绝对不小, 难怪胆敢顶撞凯瑞尔小姐。 免下? 只是相比于其他人的各种反应, 凯瑞尔则更加在意藤原家族之前的称呼。 作为至高神庭的高层, 在他眼里除了至高无上的无主外, 唯独只有无主代言人的教皇可以用上这个称呼。 异教徒 第1915章 掌控 凯瑞尔双目喷火地看着眼前的徐悦, 但即便冲动如他, 此时也依然强行按住了斩杀过去的冲动。 刚刚藤原家族那一闪而逝的展示, 也让他明白了那个看上去管家一样的家伙, 实力恐怕不在自己之下。 这种精锐级的巨拨, 竟然在对方面前表现得如此谦卑, 对方的实力和地位必然还在那个管家之上, 恐怕比自己也要更强。 日国什么时候多出了这么一位强者? 新即位的那个新皇吗? 徽人因为以前名声不鲜, 完全被家人的光辉掩盖, 所以外界对其了解的资料相当少。 能够被称为免下, 恐怕也只有那坚韧神道交教手的新皇可以承担。 如此,倒也能解释那位管家的实力和态度了。 就和上次任务当中, 凯瑞尔能够轻易接受异教徒中山子院的盟约一样, 对于至高神庭还编长莫及未曾覆盖的日国, 他能够接受这种异教徒的存在。 所以,哪怕现在吃亏了,甚至被调戏了, 但碍于对方的身份和实力, 凯瑞尔还是强行压下了心中的愤恨, 保持着理智的开口道。 原来是徽人陛下当年, 看来外界都低估了陛下的魄力和野心了。 随着凯瑞尔的话说出, 除了不能动弹和表达的小约翰, 彼格勒外, 其他所有轮回者也都露出了一丝恍然大悟的表情。 原来如此,的确也只有这样才说得通了。 徽人登基后,亲自来到联邦拉拢盟友, 身边跟上精锐巨拨级的隐藏高手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 甚至那两位美女也有可能是同级别的高手, 还可能是他的妃子。 唯独只有完全动弹不得的小约翰, 彼格勒,内心充满了绝望。 不是的,绝对不是这样的。 自己的周掌权限以及对这山庄的掌控权限, 都被屏蔽掉了。 对方绝对不是过来拉拢盟友这么简单。 从现在回头去看, 很明显是这个姑且成为灰人的恐怖存在故意激怒凯瑞。 随后借用凯瑞儿对自己施压, 让自己认为只是私下矛盾暂时解除防御权限, 随后被趁虚而入。 毫无疑问, 对方最开始的目标就是这里, 甚至封锁了自己的权能。 凯瑞儿你要什么时候才能明白, 然后将你的道具收回啊? 她恐怕是想要将这里一网打尽, 以达到自己所不知道的目的。 不过随后, 她便又感觉到浑身一怂。 那位用杀意锁定自己的管家, 收回了那实质化的气息, 转头看向了凯瑞儿的方向。 有些感慨地说道, 碾下可并不是灰人那小鬼, 或许可以看作灰人的野爹, 义父。 嗯。 凯瑞儿微微皱眉, 但马上就听到了小约翰, 比格勒那有些歇斯底里的声音。 凯瑞儿小姐, 赶紧终止您的道具。 我的州长权限被屏蔽掉了, 无法降临防御权限覆盖这里。 他们有问题, 他们想要将我们一网打尽。 小约翰, 比格勒那歇斯底里的话, 顿时就让凯瑞儿闪过了一丝毛骨悚然的感觉。 没有犹豫, 也没有怀疑小约翰, 比格勒是否在胡扯。 当即就用手掌覆盖住了剑柄的宝石。 只是无论他如何操控, 却都发现并没有丝毫用处。 好似这里已经不是原本所处的世界。 这是。 实力达到凯瑞儿这等层次, 而且还是下界最为接近主的虔诚信徒, 他的感知与见识都要多出很多。 在察觉到不对后, 似乎也隐约感受到了什么。 嗯, 差不多, 也完成了。 徐悦笑盈盈地站在原地, 但伴随着他话音的落下, 四周的画面便是怦然碎裂, 就犹如进入任务空间的场景一般。 无尽的圣歌洗涤着灵魂, 回荡在耳边, 充满秩序感的伟岸国度将众人所笼罩, 肆无银星语, 广阔无际。 神, 国。 凯瑞儿是见过世面的, 但他现在宁愿自己没见过世面。 下界的存在, 怎么可能拥有这种威能? 不可能的。 难怪就算自己想要回收权限都做不到, 因为这里已经不属于原本的世界, 也不属于自己等人之前所在的世界。 随后, 他便又想到了徐悦之前所说的, 听上去有些无厘头的话, 不由有些尖色地开口道, 上次任务我们的失利是因为你吗? 当然, 那我身体的变化。 你很棒, 各方面都是。 徐悦之所以和他们还随便聊了几句, 就是为了用最便宜的代价, 将他们拉入自己的神国。 没办法, 就算是使用了降临道具, 也就是大幅度削减使用费用, 多少还是要支付一点的。 直接蛮横的降临, 万一用多了点, 那就不划算了。 下界的现世意志, 对自己的抵触还是蛮大的。 可惜, 这是轮回空间最欠的宠物, 又不能吃, 只能稍微花点功夫绕开他了。 在完成了神国降临之后, 显然也就没什么悬念了。 凯瑞尔的信仰很虔诚, 哪怕已经出现了裂痕, 这次也并没有完全攻破, 徐悦也不得不得写一个证字。 不过这一次, 徐悦倒也没有杀他, 只是利用现世的特殊性, 在他所有防御都瓦解的情况下, 强行扭曲了他的部分近期记忆, 确保哪怕他死亡后重置, 或者付费治疗的情况下, 也大概率无法恢复, 让现场大体上变了另外一个画面。 凯瑞尔高调冲入宴会, 逼小约翰, 比格勒解除了现场防御, 用来解决私人恩怨, 然后便对三大集团的代表大打出手, 而且丝毫没有控制好余波, 连锁反应下, 就变成了山庄混战。 在意外打死了小约翰, 比格勒后, 没有了可以终止战斗的权限, 导致一下就失控了。 哪怕现场人数众多, 乱入与资深乱入都比比皆是, 可面对强大的凯瑞尔碾压全场, 依然还是损失惨重。 出现了接近三分之一的减员, 也就是凯瑞尔不想数敌数, 那三大集团的代表又太过滑头, 不断找其他代表掩护。 所以, 在击毙了亚当斯家族的代表后, 他也便收手不再强行打下去, 扬长而去。 哼, 这就是和至高神廷作对的下场。 脸色有些不正常红韵, 显得有些亢奋的凯瑞尔冷哼了一声后, 便是率领两名亲未直接离开, 留下了一片狼藉的宴会现场。 凯瑞尔自己也没想到, 这一次本以为能控制住局面的情况, 竟然让自己打上头了。 那种杀戮当中的快感, 让他有些欲罢不能, 哪怕现在都还有着一阵颤力感。 不过虽然和开始计划有些出入, 但既惩罚了三大集团, 也树立了至高神廷的威严。 这种教训, 才能够体现出至高神廷的手笔。 那些加州的本土军团, 死亡的那些代表, 或许也会责怪怨恨至高神廷, 但只要至高神廷保持着强势, 他们就不敢多说什么。 至于没死的那些, 自然更是不会愿意滩浑水了。 反倒是会有不少人会去责怪, 将麻烦引来的三大集团代表。 哼, 这次的立威也勉强达到目标了。 只是在凯瑞儿骄傲地离开了山庄后, 山庄内幸存的代表们, 表情却显得有些古怪。 随后敬畏的躬身站在了一边瑟瑟发抖。 之前小约翰, 比格勒口口声声说要带路要效忠, 但还是被捏死的下场, 当真是让他们其他人, 对这位喜怒无常的新主人感到了一阵心里没底。 好了, 别摆出这种样子, 免得引起怀疑, 现在州长重生虚弱了, 随便换另外一个上去吧。 你们自己好好把控, 我就懒得管了。 藤原, 在, 他们就交给你来调教了。 徐悦打了打哈欠后, 便是摆了白手, 带着中山子院和原赖雪离开了山庄。 现场的都是过来分配利益的代表, 在加州本土军团中都是举足轻重的存在, 完全可以代表军团利益的高层。 除了那些有精锐压底的强团外, 普通点的军团不少都是直接军团长过来的。 这些人统一了立场和目的后, 最起码在加州这块地上, 应该是算差不多要把握在手中了。 第1916章, 惩罚任务。 因为上次艾伯特与史密斯两人得到的全重被曝光, 不少强者都对惩罚任务有兴趣, 所以上一次除了和您一起的那一些外, 使用制定权限的强者有很多, 这一次的惩罚任务恐怕会分割成好几个。 藤原家主终究经历过的任务要比徐悦多得多, 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 在极端对抗的时候, 大量制定权限的使用很容易就造成后续惩罚任务的急报, 愤出好几种惩罚任务出来。 嗯,无妨, 看缘分吧, 也没必要强求, 不是吗? 徐悦很是自然地说道。 另外, 整合加州那些代言人的时候稍微注意, 暂时还是不要太明显了。 明白。 虽然一次性整合到了大量加州军团的高层, 甚至军团长也不少, 但单独就靠上次山庄当中留下的那些代表, 一口气全部吃掉还是不可行的。 只能先利用他们的影响力, 大致上控制加州全局, 朝着有力的一方面进行引导。 这一点, 徐悦也只是需要一个提醒。 作为老油条, 执掌家族多年的藤原家主, 自然也能够安排妥当。 在将藤原家主打发走后, 这一次惩罚任务的时间也已经到了。 伴随着熟悉的凝固与破碎, 徐悦也进入了这次的任务当中。 平凡的世界之下, 隐藏着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需要深入地开发, 探索。 惩罚任务, 最少接触一个隐藏世界, 并获得隐藏世界足够的名望或影响。 住, 接触得越多, 权重就越多。 能力限定, 初始最高可达到人体极限两倍的身体素质。 住, 可通过付费永久达到普通身体素质, 或临时付费额外增加身体素质。 认识混淆。 一连串的提示出现, 徐悦也略微感觉到了一丝意外。 这次惩罚任务, 有点东西啊。 或许是因为在米联邦进入任务的关系, 这次的初始位置依然是在米联邦。 没有繁华大厦, 没有无尽资产, 只有一间不算宽敞, 但显得很精致的办公室。 徐悦, 米联邦联邦调查局局长, 地位甚至超越了当年任期最长的胡福局长。 已经经历过三位总统, 但没有任何一位总统胆敢动徐悦。 手中掌握着每一任总统的秘密, 无论商界还是政界对他都谈之色变, 闻风丧胆。 连一项不对付的CIA也在他面前乖乖低头。 相比于徐悦以前经历过的一些身份, 眼前这个身份原本只是凑合的, 毕竟资本的力量可以做得更多。 但在徐悦整理接收的一些基本信息和资料后, 却是脸色变得有点古怪了起来。 呃, 之前腾原家主信誓旦旦地说, 这次惩罚任务的人太多了, 肯定是分成了好几个独立世界。 可根据记忆当中的一些情报而言, 眼前这个世界似乎就已经包括好几个世界了。 多年前一位大富豪从一只蚊子琥珀中提取到了恐龙基因, 将恐龙克隆了出来。 不过当年出现了一些意外, 导致公园关停, 甚至暴龙肆虐城市。 不过近期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了, 那布拉尔岛恐龙主题公园已经营业, 生意火爆。 多年前, 某营救小队在丛林发现了被包皮的飞行员尸体, 遭遇了外星生物的袭击。 这种外星生物还在一次城市中制造过骚乱, 初步判定, 极具攻击性, 但不会主动攻击没有武器的人。 有一种不会死亡的人类, 被称之为亚人, 对外公布只是提供了举报奖励和线索, 但FBI内部却有着专门的应对部门以及极为详细的情报, 甚至还关押了几位亚人试验品。 在城市的暗处, 有着被称之为孙种的个体, 以人体为食, 拥有一种名为贺子的古怪能力协助进食, 重灾区是东京, 虽然联邦方面相对要好一些, 但也有着专门针对孙种的孙种对策处, 简称CCG, 嗯, 也属于FBI的管辖之下。 甚至拥有一支由独眼扮孙种组成的特别小队。 不过初始人体极限两倍, 相对来说还是欠缺了一些。 虽然单手穿墙壁什么的用得很溜, 加上魔改版打破虚空剑神不坏的境界与技巧, 倒不怕一般的情况。 可的确是没有亚人以及孙种的那种特殊能力。 好吧, 也不能太贪心, 不是吗? 最起码自己的起点要比那些家伙要好太多了。 而就在徐悦想到这里的时候, 气流的变化便是让他神色一鸣, 有杀气。 智诚之道可以先制。 因为解析陈真的技巧, 靠着双倍人体极限的状态, 徐悦自然而然就能轻易达到这等层次。 平时没什么, 但惩罚任务当中效果拔群, 头脑清晰, 思维殉敏, 自然而然地拿起了手边的金属烟灰缸, 朝着旁边依挡。 当, 一声响, 整个金属烟灰缸都明显地出现了剧烈的凹陷, 一只古怪的虫子, 卡在那凹陷当中不断地挣扎着。 这是, 寄生兽, 嘖嘖, 还真的是阴险啊, 之前那种速度, 如果没有提前察觉到危机, 就算是两倍的身体素质也可能翻车吧, 那个弹射方向可是自己的脑袋。 刚刚才消化完信息就来这一处。 看着那激烈挣扎的虫子, 徐悦也闭目沉思了片刻。 自己两倍人体极限的体魄, 加上足够控制身体任意部位的掌控力, 如果只是单纯让某部位被寄生的话, 其实整体实力不见得会加强, 还需要配合和寄生兽的默契。 不是每一只个体都是原著当中那一只一样, 理论上还是一种实力的衰减了。 但, 不得不说的是, 寄生兽对于人体的掌控与操作, 的确也是有着其可取之处, 仅仅只是一成的细胞融入心脏, 然后流淌全身, 就让男主获得了类似于突破人体极限的力量。 加上那种远超人脑的计算能力, 甚至能算出分析子弹弹道。 在眼前这复杂的世界, 的确也是让人眼馋。 伸手抓着那一只寄生兽右体, 直接捏断起顶部用来在人体内钻洞的尖角。 徐悦也掏出了靴子上的匕首, 用打火机烧了一下后, 就缓缓地切开了自己的胸口。 避开血管和骨骼, 加上超强的身体掌控力, 没有流淌出一丝血迹, 便能看到那澎湃有力地跳动心脏。 要是一开始能得到亚人那类似于不死的能力, 倒是能省好多事。 有些遗憾地叹了口气, 徐悦便是一股暗进, 将那满脸猛逼的寄生兽右体振成了肉末, 随后塞入了心脏当中。 或许这样会失去寄生兽那种变形利刃的能力, 但相比来说, 徐悦还是更喜欢能够完全掌握在手里的力量。 多出一个意识共用身体什么的, 还是算了吧, 吸收掉右体的尸体就是了。 哪怕提升没有原本的大, 但对于自己那说也足够了。 丁, 完成第一个隐藏世界的初步接触。 得到了提示后, 徐悦也泛起了一丝笑容, 没有意外的话, 如果能将全部的隐藏要素都开启, 或许能够窥视到这种未面融合的秘密。 第1917章 现状 打破虚空见神不坏, 本就是极高的舞蹈境界。 加上徐悦本身达到人体极限两倍的各项参数, 对自身肉体的控制能力本就也达到了极致。 甚至能控制内脏的蠕动, 调控激素的平衡, 但再将震碎的寄生兽幼体塞入心脏, 让那些揉碎的细胞融入心脏并随着血液流变全身后。 徐悦便又多出了一种另类的操控感。 好似浑身每一个细胞都在计算于掌控之下, 人体极限两倍的大脑本也无法处理这么多信息, 但同样在这些细胞完成融合强化后, 这一切似乎也是变得理所当然。 因为本就达到了人体极限两倍的层次, 加上寄生兽幼体的细胞也就只有那么多一点。 握了握拳让四周空气一阵扭曲明报后, 徐悦也大体上地感受到了身体素质方面的增幅, 大体上增加了五成。 哪怕只是这点右体细胞进入体内, 也让徐悦有自信可以硬刚被寄生的成熟体了。 它们的武器变形, 以及那种犹如计算机一般的精准计算, 还有超强的肌肉运动能力, 自己应该都能靠着优秀的基础来进行化解, 而后想办法击溃它们相对雷弱地承载身体。 但身体素质的增幅只能算是负赠品, 这消化吸收的最主要优势还是那种身体的操控感。 哪怕无法达到寄生兽成熟体那样已经能够随意变化兵器的地步, 但靠着消耗食物和能量, 就算是断肢重生, 重塑内脏什么的都已经能够做到。 某种程度上, 算得上是弱化版的亚人不死能力了。 这毫无疑问, 在眼前这世界当中算是一份不错的助力和底牌。 没办法, 虽然都是属于正常打斗的低破坏范畴, 但眼前这个世界, 不管是那些孙种还是亚人, 都是有威胁自己生命的资格。 特别是双方中的那些尖端存在, 孙种当中的喝者和亚人佐藤那样的玩意儿。 除了这些带有超能力范畴的已知存在外, 侏罗纪世界的恐龙以及神出鬼没的铁血战士, 同样也拥有足够的威胁。 恐龙不用说了, 吨位不一样, 特别是那种特殊合成基因的玩意儿更是麻烦。 想要完成这个世界, 肯定是要自己亲自过去接触的, 诈评公园什么的并不可取。 铁血战士如果是进入了摔跤模式的话, 倒也还好。 虽然他们的身体素质应该也是人体极限的1.5到2之间, 但那种直来直去的攻击方式, 对比徐悦陈珍那编魔改来的国术境界还是差距太大了, 可他们有着尖抗炮这种科技武器, 以及动不动就自爆的小型核弹装置。 而且, 虽然自己的情报记录当中没有, 但既然铁血战士出现了, 那南极下面出现异形的可能性也蛮大的。 甚至保不定还有一些未知的怪兽也说不定。 唯一稍显幸运一点的是, 哪怕是自己手中掌握的情报, 暂时都没有幽灵, 鬼魂这种神秘策的东西, 不然还真的头疼。 呃, 就连徐悦都感到头疼的话, SU病房的轮回者们, 自然是更加的猛逼了。 反正在徐悦消化吸收完那寄生兽幼体的细胞, 并逐步适应完的这段时间里, 他就已经连续接到了多次B级剧情点入账的提醒。 大概是因为他的缘故导致了轮回者们初始无法行动。 再加上之前艾伯特和史密斯特工的展示, 让不少轮回者哪怕刚刚进入惩罚任务, 也果断地让自己恢复了普通人身体素质。 从连续提醒的数目来看, 这次任务进来的人还真的蛮多的, 这还是愿意付费的。 赶开局就直接投入B级剧情点, 最少都得是精锐轮回者。 应该还有不少是直接放弃了, 又或者有实力足够高, 拄着拐杖先观察情况的。 这种有别于正常情况的惩罚任务, 显然不少人都会带上一些期盼和小心思, 开局就收费, 只能证明这次任务的产出够大。 局长,您叫我。 一位欧亚混血的英气女子, 在办公室中恭敬地站在徐悦面前, 表现得很是尊敬。 她就是米国CCG的特别搜查班班长, 米国CCG最强的独演孙种, 半人半孙种的存在, 名叫卡米尔。 徐悦获得眼前这初始身份, 要能够霸占位置这么久, 还稳如泰山, 自然是手上有着足够可靠的可用人才。 这位FBI最高战力, 就是徐悦最得力的手下。 卡米尔是徐悦以前一次行动中, 亲手救下来的, 那个时候还是个孩子, 然后送他读书, 养他长大。 从小就立志要成为徐悦最重要的帮手, 并且拥有着极为强大的贺子。 虽然比不上东京那边有马那样的怪物, 但也属于SS级的战力了。 相对来说, 米联邦被孙种霍霍的并没有东京那边, 那么严重, 数目虽然不少, 但平均实力要低得多。 最近孙种和亚人的情况怎么样了? 卡米尔是徐悦手下的最高战力, 当然也不会让他就固定在 CCG追捕孙种这一条路上。 亚人的追踪工作也同样负责, 只是手下人手势两批罢了。 而且以前徐悦对这种事件, 都是属于甩手掌柜的放手政策, 所以并没有出现在接受的信息中, 需要靠他来确认更加详细的一些情报。 虽然有些疑惑尊敬的局长 为什么突然对这些感兴趣了, 但卡米尔还是点头说道, 在我们的强压下, 除了少数州还有流窜 捕食人类的孙种, 大多数孙种都还算老实, 靠血库的血浆为生。 我最近正准备将最后那些顽固分子 全部清除掉。 还是那句话, 米联邦的孙种实力普遍较弱, 相对于实力强大的卡米尔, 并没有什么抵抗能力。 而如果孙种捕食又很容易露出马脚, 被追着线索找到。 所以这些年下来, 不妥协的就大多被猎杀了, 只有少数高智商犯罪的没有被察觉。 还有不少逃向了孙种的天堂, 东京。 东京会变成那么乱, 孙种大佬云集也是有原因的。 至于亚人, 他们的踪迹比孙种难搜寻得多, 毕竟正常情况和人类没有区别, 也不需要捕食, 除了提高悬赏价格外, 并没有合适的办法。 对于亚人, 卡米尔也感到了有些头疼。 无论是找到他们, 还是捕捉他们, 都相对比孙种难许多。 并不是亚人战斗力都比孙种要强, 恰恰相反, 其实很多亚人根本就没有一点战斗技巧。 可不死这种特性本身就是个bug, 普通孙种和普通亚人对拼, 前期孙种压制亚人, 甚至啃食, 但如果吃饱了不跑的话, 肯定最后得被亚人耗死。 特别是那些能够操控黑色幽灵, IBM的亚人, 就算没啥战斗经验与技巧, 也很容易完成反杀。 不过话说回来, 生活在米联邦的孙种们, 恐怕做梦都是想能够长期跟踪一位亚人了。 被关押在FBI当中的几位亚人中, 就有一位是自己过来, 自首换取相对更好待遇的。 因为他被一只孙种盯上了, 天天一有机会就冲入他房间吃它, 吃饱了就跑。 似乎那只孙种的鹤子是追踪类别的, 战斗力又偏偏比他强那么一点, 无论他怎么跑都跑不掉。 搬家, 住旅馆, 环游世界, 乘坐游轮, 横穿沙漠, 各种手段都用过了, 就是没卵用。 偏偏他自己又是亚人, 不敢报警。 经历了三年的绝望后, 才是自己举报自己, 换了一大笔赏金给家里, 过来配合研究。 嗯, 围剿孙种的事可以缓一缓, 现在有一项突发事件需要注意, 我接到了线报, 似乎又有一种神秘外星生物入侵了, 能够寄生在人体, 直接取而代之, 甚至能够控制人体变形, 利用高速切割抵抗子弹, 极其危险。 最近, 多盯着点。 第1918章, 磨刀不误砍柴弓。 目前来说, 单凭徐悦现在的能力, 可以算是不错, 但显然还是不够用的。 虽然可以利用孙种的器官, 来成为独眼扮孙种, 以徐悦目前的身体素质 完全可以确保足够成功率, 对赫子的操控 也不会有多少问题。 但和寄生兽带来的变化差不多, 寻常的孙种能力对于徐悦而言, 说不定负面效果还要更大一些, 加上对情绪的影响 还有味觉的影响。 如果没有绝对合适的机会, 目前徐悦是没有考虑 伴孙种化的意思。 但, 寄生兽方面, 却是完全可以再次入手。 寻找其他寄生兽, 杀死揉碎, 吸收进入体内, 应该还有获得提升的机会。 毕竟自己目前只使用了一只幼体而已, 哪怕不能达到那种多寄生体合一的强化状态, 好歹完成一次成熟个体的吸收 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也正因如此, 徐悦才会安排卡米尔先多关注关注寄生兽的问题。 不过他倒也知道, 起码短期要将寄生兽找出来还是蛮麻烦的。 那种寄生生物的智慧很高, 而且学习能力特别快, 知道如何隐藏自己。 更何况, 本来这个世界就有着孙种这种被锅狂魔, 想要精准地锁定寄生体的存在, 还是需要时间的。 在完成了一些基本安排, 比如收集一些日国作家高规权资料的事之后, 徐悦也暂时清闲了下来。 随后主动来到了卡米尔的CCG训练场。 在这里, 卡米尔是最高负责人, 同时还有着一对专门由独演孙种组成的特勤办。 不过除此之外, 在CCG接受训练的, 更多还是普通人。 猎杀孙种后, 靠着收集来的贺子 可以专门制作一种对付孙种的武器, 被称之为酷因客。 这是普通人用来对付孙种的最佳兵器。 相比起来, 比起愿意归顺的独演孙种来说, 能够通过训练普通人而量产的搜查官们, 毫无疑问肩负了大部分的调查和搜寻工作。 普通的孙种就是交给他们对付, 特勤班的独演们专门对付棘手的孙种。 局长, 卡米尔本来正在训练这一批的搜查官, 以准备足够的人手来应对徐悦这里得到的情报。 没想到徐悦却是自己过来了。 在外面, 卡米尔一向都是称呼徐悦的职位。 没什么, 只是听说研发出了一种新的酷因客, 过来了解一下, 现在的局面下, 说不定我也要配置一份呢。 徐悦满脸都是柔和的笑容, 看上去没有一点架子。 怎么会, 我会保护好您的。 听到徐悦的话, 卡米尔连忙说道, 酷因客是利用孙种的赫子制作出来的, 本身的使用也需要消耗体内的RC细胞。 普通人体内的RC细胞浓度虽然比不上孙种, 但也是足够激活赫子使用的。 但同样因为RC细胞浓度不够, 所以搜查官们使用酷因客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减少寿命什么的是正常操作, 极端点的甚至可能被酷因客吞噬, 是一件有风险的事。 大多数搜查官能坚持下来, 都是和孙种之间有着血海深仇的关系。 呵呵, 我可还没退休, 不要忘记当初是谁在孙种面前就吓的你。 徐悦欣慰地拍了拍卡米尔的肩膀, 很随意地说道, 我可是局长, 如果我都不愿意努力, 那我如何让我的手下们卖命? 卡米尔张了张嘴, 却不知道应该如何劝说。 旁边那些正在训练的新兵们, 则都是满脸感动之色, 给我上和跟我上能够起到的士气振奋作 用完全是两种层次。 卡米尔健壮也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 兄长说得不错, 他在获得如今位置之前, 可是执行力第一的王牌。 拿一份库英克防身也不是不行, 只要自己保护好它, 让它少使用就是了。 你们自由练习, 局长跟我来吧。 卡米尔有点小情绪, 但却还是带着徐悦前往了存放库英克的武器库, 同时一边介绍道, 与德国还有日国的联合研究, 最近研发出了一种混合库英克, 可以结合多种赫子的特长, 不过目前无法普及开, 成功率还不高。 一边说着, 他就带着徐悦走到了武器库尽头, 来到了几处箱子面前。 赫子根据属性不同被分为了几大类。 与赫、假赫、灵赫与伪赫互相之间有一定克制作用, 库英克也是根据这些属性来分类的。 而混合库英克便是同时拥有多种赫子特点的武器。 因为人类无法长期使用库英克, 所以平时都是用箱子封存提在手里, 搜查官们的别称就是提箱人。 而C细胞浓度是使用库英克与赫子的关键。 普通人的RC细胞浓度大概是200-500, 经过特殊训练加上RC细胞分泌症等情况。 搜查官们培训毕业的时候大多都能达到500的程度。 一些杰出的存在最高可能达到900。 虽然RC细胞不是检测搜查官站立的标准, 但却代表着续航能力与副作用情况。 而孙种的RC细胞浓度范围大体上是1000-8000, 也正是因为如此, 哪怕是最杰出的搜查官, 或许可以利用手中的库英克干掉 而C细胞浓度比自己高得多的孙种, 但却依然无法长期地佩戴库英克, 不用的时候需要封存在箱子当中。 只是这一点对徐悦并没有什么限制。 所谓人体极限, 本来就是各方面都达到顶尖的层次。 顶尖搜查官们可以达到900, 那人体极限最少便是1000以上。 再加上既生瘦又体的加成。 徐悦已经利用探测器对自己测试过了, 自己目前的RC细胞浓度为4500。 如果去那些拥有RC探测门的重要场所, 是会被监测出当作孙种的。 当然, 他身份摆在这里, 随便新型实验之类的借口也就行了, 也不会真的有人当他是孙种。 或者说, 哪怕徐悦真的是孙种, 他如今的地位也能确保万无一失。 这种浓度的RC细胞, 随身携带库英克也不会有丝毫问题。 所以对于徐悦而言, 所希望的便是容易携带的特性。 这些, 就是最新制作成的混合库英克, 库存也只有这几把。 卡米尔向徐悦介绍道, 随后开始一一为他介绍这些库英克的功能。 等到他全部介绍完了后, 徐悦便是选到了第三个库英克的箱子, 并将其打了开来。 被封存的库英克感受到了RC细胞的气息后, 主动地就开始了变化形态。 一把单手剑, 就这么被徐悦握在了手中。 这是贾赫与伟赫的混合库英克。 不但有贾赫特性可以化作这一把无坚不摧的利刃, 还能够拥有很高的变形伸缩的能力。 握住这把剑后, 徐悦就感觉到了一种奇妙的触感。 在吸收消耗着自己的RC细胞同时, 这把剑便好似与自己融为一体了一样, 完完全全地掌控在了手上。 不错, 就这把了。 伴随着徐悦手腕一抖, 那化作利刃的长剑, 便好似面条一样收了下来。 在徐悦手腕处画做了一道手镯。 第1919章 侏罗纪世界 22年前, 大富豪约翰·哈蒙德利用远古的文字 琥珀克隆出了第一只恐龙, 并雄心壮志地开启了侏罗纪公园。 只是很显然, 当时无论是技术还是财力, 都无法让它拥有 控制那些远古巨兽的能力。 连续造成了多次灾难, 甚至让暴龙横行成事。 但在22年后, 收购了国际基因科技公司的马斯拉尼国际集团, 靠着如今更加可靠的科技 以及更加雄厚的资金, 做到了当年约翰·哈蒙德所未能做到的事。 侏罗纪世界, 风靡全球的恐龙主题公园。 超顶尖的安保体系, 加上如今的科技技术, 为游客们带来了顶尖的享受, 甚至可以开观光滚轮车 在恐龙群中穿梭。 每天往来人群络绎不绝, 甚至不得不让公园采取了限流措施。 一票难求。 不过显然, 这个门票对于徐悦来说, 却没有丝毫问题。 他只是对卡米尔随口暗示了一句, 我们很久都没正正经经地出去 开展一些亲子活动了。 卡米尔一小时候就根据徐悦的暗示 带来了两张本周周末的 侏罗纪世界门票。 还是一票到底的高级VIP门票。 根据记忆当中, 徐悦几乎是将卡米尔当女儿养的。 不过, 他对徐悦的私下称呼 还是喜欢叫兄长, 在外的话叫局长。 很纯洁的亲情关系。 因为双方工作的繁忙, 的确是很久很久都没有放过假了。 对于这一次的度假, 卡米尔可谓是相当的期待。 工作日的时候, 就不断抽出一切可以挤出的空闲时间 查看攻略、制定计划, 并大包小包地买来了大量可能用得着, 但实际上没什么卵用的道具。 时不时还会下意识地询问徐悦一句, 寻求意见, 但不等徐悦回复就又自顾自自言自语地 劳到半天。 结果等到出发当天, 却只是两个人轻装上阵。 呃, 在那个已经高度开发的旅游景点, 其实只要带上信用卡就一切OK了。 哇哦, 早就想要过来一次了, 可惜一直都没有时间。 乘船来到了纳布拉尔岛, 在密集的人流中驻足, 抬头看着码头上那辉煌的大字, 卡米尔一改工作时刻版的冷冰冰样子, 多少出现了一丝跳脱。 他小时候的时候, 侏罗纪世界还没开启, 等到开启了, 他就已经开始工作并成为徐悦的左膀右臂了。 所以, 这不是带你来了, 好好玩吧, 我们的票甚至可以在这里过夜的, 完全可以周一回去。 徐悦拍了拍卡米尔的脑袋, 有些宠溺地说道, 很显然, 现在剧情还没开始, 不过没关系, 完全按照剧情开始的进度呢, 保不定自己会错过什么。 所以, 这些能够掌控的就按照自己的控制来好了。 丁, 初步接触第二个新世界, 当两个世界解析程度达到中等后, 可获得时空抗性出击。 得到空间的任务提示后, 徐悦对自己原本的猜测也愈发地肯定了, 所谓时空抗性, 便是那种对时光河流冲刷时的抵抗能力。 理论上来说, 除了原是假那样的顶尖精锐乱入者, 寻常精锐都摸不到这种能力的变, 不过这对自己而言并没有什么吸引力。 而空间提示既然特地表明了这是解析程度中等后才能获得的能力, 那显然将这些隐藏世界完全吃透后又会有另类的奖励了。 按照难易程度的推测, 时空抗性想要升级, 需要依靠的乃是不断增加解析的世界数目才是, 而解析程度提高则是增加新的权重。 按照以往惩罚任务的特点, 时空融合、 未面融合、 世界融合之类方向的可能性极高。 这等权重对于寻常轮回者来说, 可能就是开启他们时空方面的天赋, 获得这种极少轮回者能够掌握的技能前置条件, 并对相应能力进行加成。 而对于徐悦而言, 可以操控的余地就要大许多了, 比如利用数字世界虚构一个甚至多个完整世界出来, 而后强行嵌入替代某位轮回者的任务世界, 都不是不可能。 苍龙是海洋霸主, 任何生物都无法在他面前逃脱。 徐悦和卡米尔来岛上的时间很早, 正好也赶上了苍龙早餐的时间, 悬挂在内海上的母牛不断地发出悲鸣, 鲜血滴落海面。 一道巨大的阴影正在海面之下不断放大, 仅仅只是从看台上看去, 都能让所有人感到一阵莫大的压力, 一种食物链顶端霸主的窒息感。 哗啦! 巨大的龙手窜出了海面, 一口将那奶牛吞下, 仅仅只是出现小半身体, 就已经超过了三层楼的大小。 落水后也掀起了大量浪花, 洒向了观众席。 被冰冷的海水浇下后, 被震慑住的观众们才是发出了惊呼声。 徐悦也在含笑鼓掌, 对这次的表演很满意。 很好, 确认过了。 打不过? 欧文, 今天岛上来了一位大人物, 说不定等下会过来观看你的成果, 一定要打起精神来。 一位主管模样, 看上去社会精英的男子, 来到了一处看着好似马鹏的建筑中, 对正在利用口哨吹出不同声音的男子开口道。 情绪上既紧张又兴奋, 不会又是军方的人吧? 我和你说了, 我绝不会允许让他们成为兵器的。 欧文看着这位主管, 表情显得有些难看。 欧文是一位退伍兵王, 是专门来到这里训练训猛龙的, 而且成果斐然。 只是既然是训练训猛龙, 那很显然公司也要找到新的盈利点。 虽然开始对欧文说的名义是靠着迅猛龙的智慧与嗅觉进行搜救, 人道主义援助, 但这些又能值几个钱? 和军方合作才是变现的最佳办法。 财大气粗, 这就是米联邦军方展现出来的霸道。 就算是通用、波音等等大集团, 都喜欢朝着军工这方面来钻, 民用方面只需要用点衍生出来的技术就能赚得满嘴流油了。 欧文, 你要知道, 你只是被过来打工的, 你做不了任何决定。 那位主管低声对欧文吼道, 这家伙真的是油言不尽, 和谁合作与你这打工仔有毛线关系。 好吧, 但现在能够控制迅猛龙的人只有这么一个, 所以他也不得不安抚两句。 不过这次来的不是军方的人, 是FBI的人, 或许就是有了解到军方有和我们合作的意向, 过来考察评判的也说不定。 听到这位主管这么说, 欧文反倒是松了口气, 作为退役兵王, 他可是知道现在FBI的能量有多大, 如果他们不认可, 那军方的打算就黄了。 自己必须要说服这位过来查看的代表。 嗯, 当然了, 徐悦的行踪肯定是他自己泄露的了, 有这么好的身份, 不用白不用。 至于剧情时间没到什么的, 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关系。 关键人物欧文在岛上就行了, 那个基因合成的狂暴龙还没逃出来, 自己不会帮他逃出来吗? 相比于徐悦那边, 悠闲的带妹子逛公园, 一直由三四人组成的轮回者小团队, 也完成了碰头, 出现在了一处咖啡厅内。 从他们正常的行动来看, 显然都是付过钱的。 此时几人的表情也都显得有些振奋, 终于抢到了两周后的门票了。 这个恐龙公园绝对就是需要探查的隐藏世界之一。 这种复杂的世界, 奖励的权重绝对不弱, 我不求能得到史密斯那样的权能, 只要能给我爱博特大人那样的权能, 甚至更差一点, 我都心满意足了。 对于徐悦来说, 随手可以搞到的门票, 对于绝大多数轮回者而言, 可都要绞尽脑汁才能弄到手。 当然, 除了这些想要走正规渠道过去的轮回者外, 部分尼哥轮回者打劫几个黑帮和运钞车, 嗷嗷叫地撸上一艘皮筏艇, 就多多多地举着AK, 朝着那布拉尔岛冲去了, 甚至抵达得比徐悦还要早。 然后, 就成了苍龙的夜宵, 变成了徐悦前天桌子上的一份简要情报, 让他当时都感到有点可惜。 第1920章, 训养。 这可真酷。 一辆透明的球形滚车, 在一群石草恐龙当中不断地穿梭着, 作为米联邦最强搜查官间CCG负责人的卡米尔, 好似小孩子一样不断地念叨着。 毕竟是一个石器的霸主, 虽然都是石草恐龙, 但如果激怒了他们的话也是很麻烦的。 徐悦笑着回应着, 这个球形车用的钢化玻璃都是特质的。 虽然援助当中在狂暴龙的攻击下和普通玻璃没啥区别, 但被这些普通恐龙撞击到了, 最多也就是皮球翻滚一样, 不至于破碎。 放心吧, 兄长, 如果有危险, 我会保护你的, 到时候把他们都杀掉。 卡米尔有些振奋地说道, 只是说出来的话一点都不少你, 不小心就暴露了 这是一位能够手撕恐龙的存在。 绝对力量上, 就算卡米尔也不可能与那些恐龙抗衡, 甚至小型恐龙的力量都能超过他。 赫子的作用主要是为了方便补食用的, 针对的主要是人体与其他同类。 普通孙种的赫子甚至无法对皮糙肉厚的恐龙造成什么威胁。 但很显然, 卡米尔不是普通孙种, 就算他的赫子不是专门对付恐龙的, 也足够对恐龙造成致命威胁了。 靠着灵巧走位和他没什么短板的违吓攻击。 整个侏罗纪世界当中, 除了水底下占尽地力的苍龙外, 也就智慧、力量、灵巧都极为强大的狂暴龙能与之单挑。 小爪子暴龙都会被逐步磨死。 差不多了, 我们去看一看这岛上的研究吧, 这可是不对外开放的。 徐悦看了看守上的时间, 随后对卡米尔说道, 卡米尔文言也改变了观光球车的方向, 朝着出口行驶而去。 他也从徐悦这里知道了, 这岛上有着和军方的合作意向, 过来了解一下也无所谓了。 徐悦时期的FBI权限极大, 就算是对军方也有着干预的能力。 而且对于这些恐龙的合作, 卡米尔本身也同样有些兴趣。 虽然他在观光车当中惊叹连连, 但在他眼中, 恐龙也就只是特殊一点的野兽而已, 就和人们看着可爱的滚滚也会尖叫一样。 不说卡米尔自己这种特殊的存在, 就说普通人拿着常规火药武器, 也是足够威胁到恐龙的。 在科技力量的面前, 并没有这种大块头的生存空间。 除了公园外, 他们哪里都去不了。 恐龙当中也是有特殊个体的, 我对于这个项目, 倒是蛮看好, 说不定我们局里也能配置一些。 徐悦终究是身份特殊, 在他们下车表示准备去看看成果后, 立刻就有人驾车, 带他们前往了迅猛龙培育基地。 徐先生, 您的突然造访, 让我们没有做好准备, 老板已经呈专机过来了, 等到您开始前往第二个项目的时候, 他就应该能够抵达。 霍斯金斯是全力推崇迅猛龙军事化, 以及恐龙基因改造的公司成员。 对这个计划有着自己的野心, 甚至买通了一位重要研究人员。 同时他手上也掌握着整个岛上的安保力量。 这次对于徐悦的造访, 他是全力赞成的。 作为一位类似于雇佣兵头目的存在, 他对于FBI在这位局长大人掌控下的力量也是有所耳闻。 一旦这位局长对于那些迅猛龙满意的话, 那这次订单可谓就成了。 让马斯拉尼先生亲自过来一趟, 那还真是过意不去啊。 徐悦虽然嘴上说着礼貌的话, 但却丝毫看不出过意不去的意思。 他的影响力, 对于这些大商人也有着十足的威慑, 甚至超过了IRS的影响。 资本家哪里有绝对干净的, 以现在徐悦的掌控力, 只要想查就必然能查出问题。 所以听到徐悦这位煞星竟然来了自家地盘。 西蒙直接吓得放下了手上的所有工作跑来了, 准备亲自接待。 在聊天过程中, 霍斯金斯还谈到了前几天偷偷摸摸想要上岛的一群人, 佩服他们的潜入能力, 竟然躲过了自己的搜捕。 可惜运气差了点, 直接碰到了苍龙觅食。 同时还说以前岛上出现过一次食人事件, 那个发狂的孙种直接被他率人击毙了。 虽然可能不是什么强大的孙种, 但靠着私人队伍的力量, 自身无损地击毙孙种, 还是体现出了他们优秀的战斗素质。 这件事我知道, 还发给了你们一枚贡献奖章。 徐悦点头说道, CCG就是他属下的部门, 关于孙种的事当然也会了解。 哈哈哈哈, 这可是我毕生的荣耀。 霍斯金斯略显浮夸地说道, 讨好的意味相当明显。 就在这样的闲聊当中, 他们便是抵达了迅猛龙所在的场所。 而早已得到消息的欧文, 已经有些拘谨地站在门口等了。 虽然他是退役兵王, 但也同样知道那位传奇局长。 如果是其他人过来, 他真敢对过去, 可来的这一位却是格位太高了。 快看啊, 多漂亮的宝贝们。 隔着护栏, 霍斯金斯向徐悦指了指那些正在嬉戏的迅猛龙。 迅猛龙是高智商的群居恐龙, 懂得服从也有着优秀的嗅觉。 如果真的能和警犬一样训练成人类的帮手化, 那的确很多场所都能起到巨大的作用。 靠着负重披上战甲, 以他们的速度绝对可以变成人间杀器。 无论是基督, 扫黑还是反恐, 又或是人道主义救援, 他们都能取得相当优秀的作用。 霍斯金斯不断地向徐悦推销着。 如果真的有你说得这么好的话, 那我肯定会推动一批采购与训练服务的。 徐悦看着那些已经将注意力放过来的迅猛龙, 脸上也露出了赞叹的表情。 迅猛龙虽然不属于大型恐龙, 但对比人类的体型来说还是要大上许多的。 而且,野兽终究是野兽, 各种爆发力, 力爪与尖牙的杀伤力都摆在这里。 就算是这种体型的恐龙, 单凭力量来说恐怕也略高于徐悦, 那只明显大一圈的迅猛龙女王也会更甚。 加上灵巧与团体, 单论威胁而言比暴龙还高。 一起上的话, 卡米尔用出他的贺子都会吃不消, 当然不会让您失望。 霍斯金斯听到徐悦的承诺, 兴奋地说道, 随后便是示意欧文开始他的表演。 换作其他人的话, 欧文不一定会卖面子, 可换作了徐悦后, 欧文还是果断地点了点头。 先自己独自进入了隔离栏内, 开始用口哨发出了迅猛龙类似的声音, 展现出他头领的地位。 虽然迅猛龙们表现得很暴躁, 但随着欧文的接近, 还是逐渐都安抚了下来。 好了, 现在你们可以进来了, 但要注意不要激怒他们, 还好这位女士没有用香水, 不然可能会有些麻烦。 欧文一只手抬手表现阻止的动作, 一边背对着徐悦他们让他们进来。 只是随着徐悦和卡米尔踏入隔离栏后, 本来变得安抚下去的迅猛龙们, 却又开始显得狂躁了起来。 不安地用爪子刨着地面, 锋利的爪子划出了一道道的划痕, 让欧文都感到了有些吃惊。 本来开始, 他就发现这群伙鸡的脾气今天有点冲, 但没想到已经安抚下来了后, 他们竟然又出现了这种表现。 欧文对迅猛龙的习性很了解, 他知道他们的这种反应是因为不安。 为什么? 难道他们认为进来的人当中, 有人能够威胁到他们不成? 第1921章 女王 真是敏感的小东西。 徐悦满脸赞叹地来到了欧文身边, 看着前方的那些迅猛龙, 眼中充满了欣赏的神色。 可以驯养, 又有灵性, 帮助又大, 他的确是想要弄几只当作宠物了, 无聊的时候可以斗弄, 必要时还能协助战斗。 关键是这肯定能够加深自己对这一世界的影响。 只是随着徐悦的靠近, 那几只迅猛龙却是愈发地狂躁了起来。 互相之间开始逐步拉开了捕猎的阵型, 隐约有成包围的趋势, 确保可以从任意方向发动攻击, 随时可以抓住死角。 这种变化着实让欧文更加惊讶了。 迅猛龙捕食明显压制的猎物, 但一一只直接上就行了, 现在, 他们摆出的这种姿态, 是对付大型恐龙才会摆出的阵仗。 而且, 无论自己怎么安抚, 他们都不为所动, 只是没有发动攻击罢了。 你管这叫小东西。 后面跟着进来的岛屿安保投资, 霍斯金斯满连匪夷所思地看向了徐悦。 好吧, 虽然迅猛龙算是小型恐龙了, 可那也比人类要大一圈好不好。 很迷人, 不是吗? 对, 的确很迷人。 不过, 霍斯金斯的反应还是很快的, 这位爸爸的意思, 还是必须要顺应着才行。 但是徐先生, 我觉得他们用来人道主义救援是没问题, 但如果用于战争的话, 哪怕欧文对徐悦很尊敬, 但要坚持立场的时候他还是坚持着自己的话。 战争? 我只是负责国内事务, 对于对外, 我可没有权限, 我也认可你的话, 他们不应该被用于战争。 徐悦一脸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那么, 不知道欧文先生有什么训练他们的特别技巧吗? 我看他们还是都很尊敬你的。 徐悦已经开始和欧文并排了, 笑着对他询问道, 首先, 必须要先了解训猛龙的习性, 这需要花大量的时间, 想要训练他们必须要从他们破壳时就开始, 否则的话会很困难的, 因为我们人类无法战胜他们, 让他们承认我们做老大。 欧文也没有藏私, 将自己的一些小诀窍和技巧都说了出来。 这些话他也说过很多次, 但能够做到的人却也只有他。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其实和这一批已经进行训话的迅猛龙打交道, 要让他们单纯只是不攻击你并不是很难, 难的是要对他们下达指令, 并让他们听从。 就像某只狗子认为自己才是老大一样, 这种时候虽然他不会攻击你, 但想要命令他也是不现实。 大体上, 我明白了, 其实你的主要技巧是掌控好了那只叫做布鲁的迅猛龙女王, 然后通过他进行发号施令对吧。 欧文在布鲁刚刚破壳的时候, 就开始与他接触, 然后陆陆续续有加上了不少其他迅猛龙, 最后才是形成了眼前这一只小队的规格。 那, 我只要告诉他, 我是他们的新老大, 并且让他们认可就OK了。 如果是野生迅猛龙, 显然没这么简单, 因为野生迅猛龙不会承认人类是同类, 只会当作是强大的敌人, 或逃跑或对抗。 但这一批半训话的迅猛龙, 确实有这个契机。 都是欧文的努力。 嗯, 理论上的确是这样的, 但。 可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听到了徐悦嘴里发出了迅猛龙咕咕咕的叫声。 迅猛龙的一些特定叫声, 欧文之叫了一遍, 没想到竟然就直接被学会了。 而且, 对方竟然能够直接控制声带发出这样的声音, 不像自己经常都要利用工具。 这, 这就是为何这位传奇局长能够纵横联邦这么多年的原因吗? 但目前没有多少时间能够让欧文思考这么多, 因为他已经听出来了对方叫声当中的含义。 挑战, 族群中新王像老王的挑战。 完蛋, 完蛋了。 如果是其他的激怒, 欧文完全有信心能够摆平, 但这种涉及到领袖地位交替的事, 他就完全没办法了。 哪怕他急切地也发出了咕咕咕的声音进行安抚。 但迅猛龙群却已经互相咕咕咕地开始交流了起来。 原本隐约包围他们的几只迅猛龙都咕咕地开始后退, 流出了更大的场地。 而几人正前方的迅猛龙女王布鲁, 则是反过来向前走了几步, 并且攻下了脊椎, 露出了獠牙, 喉咙当中发出了攻击前的呜呜声。 我想, 我们最好先离开这里。 欧文有些慌了, 准备带人离开, 虽然他自己可以确保自己不被攻击, 但其他人可就保不准了。 欧文先生, 看来你还并没有明白他们的态度变化。 徐悦拍了拍欧文的肩膀安慰地说道, 随后, 一边解开了自己的西装挂在了旁边卡米尔的手上。 开始他们之所以会对我们露出这样的态度。 是因为我。 话音落下, 伴随着原地一阵气浪掀起, 徐悦整个人便犹如皎洁黑豹, 直接正面扑向了前方明显比其他迅猛龙要大一圈的布鲁。 而布鲁这迅猛龙女王也丝毫没有犹豫地露出了尖牙, 朝着徐悦撕咬了过来。 撕扯力, 撕咬速度, 还有前找弹出锋利爪子的封锁。 一扑之下隐约有一种要何为将徐悦绞成粉碎的趋势。 刻印在基因当中的捕猎本能与猎杀经验技巧互相配合, 仅仅只是一击就露出了恐怖的杀伤。 要知道诸多国术的鹿子本身, 就是在模仿野兽捕食。 力量、灵巧、杀伤甚至招式都是远远超过人类范畴, 寻常人、甚至国术大事, 又或者一般的孙种面对着看似简单的一击绞杀, 恐怕都得隐恨当场, 直接被秒。 野兽捕食本身, 每多一次攻击就是多一份风险。 这种绝杀是通过大自然千锤百链筛选出的成果, 更何况原本迅猛龙所需要面对的猎物 就要比如今地球上的生物要强得多。 就算是正面面对着攻击的徐悦, 也不得不承认无论是力量还是速度, 迅猛龙的确都在自己之上。 但野兽,终究只是野兽, 靠的也仅仅只是本能。 大! 左手后发现至打向那扫过来封锁的前掌内侧, 徐悦一个矮身贴近迅猛龙怀中, 靠着肩膀与另外一只手臂, 一边躲过了那一次撕咬, 一边卡向了迅猛龙女王的下巴。 人类本身的身体劣势, 反倒是被徐悦充分地利用了起来。 两机得手, 将其重心打散后, 便是直接借助迅猛龙前冲的惯性, 一个拱起, 将近蹲重的女王直接甩飞了出去。 重重地撞到了后面的防护栏, 甚至将金属防护栏都撞得凹陷了下去。 卧槽! 哦! 不管是霍斯金斯还是欧文, 都是目瞪口呆地看着前方那电光火石的战斗。 太特莫悔三观了。 一进门就看到一个人类按着恐龙暴打, 这是什么世道啊? 不要这么惊讶, 我一个人是无法把他丢这么远的, 是他自己冲锋的速度和力量太大了, 取巧而已。 徐悦揉了揉发酸的肩膀, 在吸收了寄生兽又体细胞后, 自己操控之下, 一点轻微的挫伤揉两下也就恢复了。 无论吨位还是体型都摆在这里, 这种野兽的突然爆发力的确还在徐悦之上的。 战斗本能是很强的一种描述, 是攻击速度甚至超过了大脑反应。 但, 这也的确说明了对方的攻击未能经过大脑, 是纯粹的神经反射, 是对方大脑的运算速度不够。 而本来就是人体极限两倍的徐悦, 又加上了寄生兽又体细胞那种活化与操控后, 迅猛龙那千锤百炼的本能攻击, 落在他眼中也同样可以因地质疑地找出特定的破绽了。 在那电光火石之间, 采取了最佳的应对手段。 甚至, 如果他愿意的话, 不将迅猛龙女王丢出去, 而是借助对方的冲刺配合自身攻击的暗尽, 将所有力道融为一股爆发, 可以直接一下就震碎对方的心脏, 达到击杀效果。 那股强大的冲击力哪怕不能完全化解, 也能尽可能地传导到大地, 再通过移动的方式来逐步宣泄, 最多也就是会有点轻微拉伤而已。 不过显然, 这位迅猛龙女王的战力, 徐悦还是很认可的, 能够收服的话, 算是一个不错的帮手, 忠诚度方面也比普通人要高得多。 咕咕咕, 看着那摇晃着脑袋, 想要爬起来的迅猛龙女王, 徐悦又再次发出了古怪的声音。 虽然皮操肉厚, 加上被徐悦甩了出去, 卸掉了力道, 但那一下撞击还是让布鲁满脸猛逼,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是身上的疼痛感, 还有那种失重坐飞机的感觉, 还是让他本能地感到了一阵恐惧。 都不用经过大脑的狩猎, 本能攻击打出去, 莫名其妙自己就飞起来了。 现在都还回不过神来好不好。 打不过, 惹不起, 告辞, 咕咕咕咕。 爬起来的布鲁, 也没有尝试第二次挑战, 而是低下了自己的头颅, 表示了沉浮。 在布鲁做出了这种表现后, 其他的迅猛龙, 也都同样连续发出了咕咕咕的沉浮声, 同时围着低下了头颅。 迅猛龙是高智慧恐龙, 知道什么叫做不可抗力, 也知道什么叫做实时务者为俊杰。 第1922章 狂暴龙 感觉做梦一样。 好巧, 我也是。 看着那边好似迅狗一样 指挥着迅猛龙的徐悦, 霍斯金斯掐了自己一把呢喃地说道。 而旁边的欧文也是点了点头。 不过这个世界终究还是有着孙种和亚人 这种被公众知晓的超凡力量, 所以相对接受的速度, 他们也还算比较快了。 没有一直处于怀疑人生当中, 能够镇压孙种和亚人的FBI最高负责人 能有这种实力, 想一想好像也正常。 那么, 我以我们局里的名义, 购买下这一批恐龙, 你们应该没意见吧? 对了, 顺便我还想要雇佣欧文。 徐悦挠了挠布鲁的下巴, 很随意地说道。 亲自下场将布鲁打扶之后, 除了有同类再次以正面的形式击败自己, 否则迅猛龙便没有叛变一说。 忠诚度比起欧文这种取巧的模式, 当真是要强得多。 欧文全靠布鲁这位迅猛龙女王的压制, 才能够统帅龙群。 可当基因合成的狂暴龙出现后, 因为狂暴龙也带有迅猛龙基因, 在布鲁表示无法抗拒后, 迅猛龙小队便是瞬间倒戈。 直到后面狂暴龙要杀欧文这同类, 并且还撕咬了其他迅猛龙才再次跳返。 徐悦亲自以蛮力获取了领袖位置后, 除非狂暴龙也正面以蛮力击败他, 否则迅猛龙不可能临阵倒戈。 至于雇佣欧文, 这也是必须的, 迅猛龙终究要有个专业饲养员。 如果不是这一群迅猛龙是欧文一直养大的, 已经半训化了, 徐悦也不可能以这样轻易的方式获得统治权, 欧文的作用还是不可抹除的。 雇佣他继续为自己训练更多的迅猛龙, 显然是个不错的助益。 虽然霍斯金斯没有做出这个决定的权利, 但在徐悦开口后, 他便是哈哈大笑地说道, 虽然我没办法最后拍板, 但我相信西蒙总裁肯定会答应的。 希望如此。 而也就在此时, 霍斯金斯便接到了电话, 是西蒙那边的助理打过来的, 说西蒙总裁已经到岛上了, 现在想要问一下是直接赶过来, 还是去下一个实验室等待, 怕过来的时候刚巧错开。 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去看看你们的宝贝研究吧。 欧文也一起过来, 这些小东西就让他们自由活动好了。 徐悦挠了挠布鲁的下巴后, 便是拍了拍他的脸, 嘴里发出咕咕咕声, 让他带着小伙伴们去自由活动。 听到徐悦做出决定后, 霍斯金斯才是小声对电话当中做出了说明。 西蒙作为一位顶尖财团的富豪, 不单单是急冲冲地过来了, 甚至连见面的地点都如此小心翼翼的, 自然也体现出了他的忐忑与谨慎。 在霍斯金斯, 欧文, 徐悦, 卡米尔一行, 乘车抵达了狂暴龙的饲养圈外时, 西蒙早就带着所有岛上的所有高层恭敬地站在门口迎接了。 一点都没有米联邦大资本家的底气。 徐先生, 你应该提前和我说一声的, 未能全程陪同, 真的是失礼了。 西蒙是一位印度裔, 看上去还不到40岁, 正值壮年, 前途远大。 可在徐悦面前的时候, 姿态却是放得相当低。 之前您的想法, 霍斯金斯已经和我说了, 对此, 我当然是完全赞同。 欧文现在就是您的雇员了, 在交接手续办完前, 他就可以为你做事, 工资我们这边会继续支付。 至于那一批迅猛龙, 我愿意以捐赠的刑事送给FBI, 以尽到我们的义务。 西蒙一开口也表现得很懂事。 和军方, 他敢讨价还价, 甚至漫天要价, 因为本来米联邦的军方军费 就是各大财阀手中的蛋糕。 可面对徐悦, 就算是倒贴送过去, 他也是愿意的。 这些年里, 有太多血淋淋的例子摆在眼前了, 得罪了局长还想走。 查出问题来了算你幸运, 该怎么罚就怎么罚。 要是没查出来, 保不定就会遇到疯狂的孙种姬, 死无葬身之地。 有人抵抗过, 反击过, 但奈何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这个世界终究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西蒙先生如此客气, 那我也代表我们联邦调查局全体职员 对你的捐赠表示感谢了。 人家姿态放这么低, 见面还送大礼, 徐悦当然也是给出了和善的态度。 随后, 一行人便有说有笑, 氛围轻松地进入了实验室当中。 而侏罗纪世界主题公园的主管, 克莱尔女士, 便开始在一边充当导游, 为一行人介绍起实验室来。 西蒙本身也是只负责大局的, 所以对于眼前实验室的具体细节 也同样不是很清楚。 同样在一边听得津津有味。 你们合成了恐龙, 怎么能这样, 这违背了大自然的规律。 也就是欧文的耿直性子 有些听不下去了。 在克莱尔自豪地通过投影成像 介绍这里杰作的时候, 便是出声反驳。 这位先生, 您要知道的是, 恐龙的本身, 就是基因科技的产物, 按照大自然规律来说, 它们就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这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如果不是知道 现在欧文已经是为徐悦做事的话, 克莱尔的语气还会更加糟糕。 不过对于欧文, 他也只会做出一个解释, 在发现徐悦没有表示什么不满后, 就带着众人来到了一处 巨大的钢化玻璃墙面前。 通过玻璃墙看去, 可以看到外面一处 被围墙圈起来的小片森林。 这, 就是克莱尔嘴里的杰作, 基因融合恐龙, 狂暴龙的起居室。 只是现在并没有看到 狂暴龙的踪影, 应该是躲在树林里了。 而刚化玻璃墙的一角, 还有着一片裂纹, 似乎是被爪子抓的。 不用担心, 有三层防护, 它只是破坏了第一处, 很快就会更换新的。 现在它应该睡觉去了, 等下我们喂食它就会出来了。 克莱尔解释了一下墙上的裂痕, 满脸轻松。 你们就一直将它关在这里, 就只有它孤独的一个。 天呐, 这可真是一个糟糕的消息。 还是欧文, 看着那爪痕, 满脸的难以置信。 任何自然生物出生后, 都需要慢慢认识世界, 有一些需要父母带着认识, 有一些会自己摸索。 通过学习, 本能来完成自己的定位。 而出生一直孤僻的这样生活, 这只恐龙的个性 恐怕会相当地扭曲。 它是合成出来的, 有没有对自己定位的 本能还真不好说。 以前我们是两只一起养的, 不过那一只 它的姐妹被它吃掉了。 本来, 我们也没打算把它放出来, 只是想要让游客们 看到更加凶残, 更加狂暴的恐龙。 克莱尔会支持这一项研究, 完全是为了自己的业绩, 想要让游客们 一直保持着新鲜感。 经过调查, 绝大多数游客 对于暴龙的捕食环节 是最喜欢的。 那, 自己就制作出一只 比暴龙还要更加凶残的恐龙。 一边说着, 它便一边笑着 按下了旁边的投石按钮, 一只活牛便被巨大的掉臂掉着, 朝着森林外的 投放点一去。 很快它就会出来了, 它知道现在是午餐时间, 它很聪明的。 克莱尔信誓旦旦地说道, 让旁边的徐悦 看着玻璃墙上自己的倒影, 不由露出了一丝玩味的笑容。 原著当中 已经将这一只 特殊恐龙的智慧 完全体现出来了, 只要找到了合适的机会, 它必然会选择越狱。 当然, 有自己和卡米尔在这里, 如果一同出手的话 应该能阻止它, 但为了世界的解析度, 自然还是要将它放出来的好。 嗯, 徐悦特地告诉西蒙, 让他在这边等自己, 就是知道他肯定要摆出迎接自己的姿态。 而这段时间, 对于那只狂暴龙来说, 就是监控的真空期, 足够他完成自己的越狱准备工作。 第1923章 越狱 奇怪了, 他现在应该已经饿了呀。 克莱尔很重视这个狂暴龙, 认为成功后能够为自己的业绩带来提升, 所以对他的习惯也算是自认为很了解了。 之前因为得到通知有大佬过来, 特地都晚一点喂食他。 现在他应该是处于饥饿状态了才对。 喂, 不会出什么问题了吧? 欧文一直对于这种实验都很排斥, 而且前面听闻了这狂暴龙一直孤独地生长, 甚至还吃掉了自己的姐妹后, 也感到了很是无法接受。 这是不应该存在于世间的恐龙。 放心, 这里有最高级别的安保设施, 还有红外线成像系统, 能够清楚地捕捉到它的存在。 克莱尔虽然没有成功将狂暴龙引出来, 但还是对这里充满了自信。 随后按动了一个按钮, 一个专门的显示器 便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并出现了红外成像的画面。 只是无论摄像头怎么转动, 那一片丛林当中都没有生物成像的样子。 怎么可能? 它怎么会不在里面? 克莱尔这个时候, 脸上才是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满脸难以置信。 你们看, 那是什么? 好像墙壁上有划痕, 以前就有的吗? 到了这时候, 徐悦也指着透明玻璃墙外的一个地点, 疑惑地对他们问道。 旁边的卡米尔想要说什么, 但被徐悦拍了拍手背, 似乎是明白了徐悦的意思, 立刻就安静下来了。 作为顶尖的伴孙种, 他能够感应到, 其实, 那个能够给自己带来威胁感的生物, 依然还在这原地之内。 只是其他人被徐悦所指的地方吸引了目光看过去后, 便发现了隔离墙的一个墙角处, 出现了大量的划痕, 好像是有什么生物在这里尝试过攀爬一样。 不好, 他逃出去了, 克莱尔顿时就感到了一股凉气冲顶。 就和这个被破坏的玻璃外墙一样, 这园林里的一切损坏, 都会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修复的。 该死的, 他竟然爬出去了。 总台立刻动用追踪器, 搜索实验品的踪迹, 完成定位。 克莱尔也当机立断地开始联络总台, 想要利用植入到了每一只恐龙当中的定位芯片, 来确定狂暴龙的位置。 因为要统计的数据足够大, 所以只有总台那边才能够操作, 需要一定的时间。 我觉得那个划痕有点问题, 也有些奇怪。 还是对恐龙最为了解的欧文, 发现了哪里有些不对劲。 或许, 你可以进去近距离观察下, 反正他已经逃出去了, 不是吗? 徐悦笑着提醒道, 对恐龙的习性, 你才是专家。 被徐悦这不着痕迹地点到了自己最引以为傲的地方, 欧文也感到了有些得意。 加上想要在新老板面前卖弄一下, 当即就自告奋勇地进去了。 由这里的安保人员, 带着他从小门走入了场内。 这个墙的高度, 来到了墙内, 开始近距离观察那些抓痕后, 欧文也越来越感觉到不对劲了。 只有墙壁下半段拥有抓痕, 而以这个墙壁的高度来看, 就算是跳跃能力最强的恐龙, 也不可能达到这个高度才是。 这里在设计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考虑了各种问题。 可如果不是这里的话, 那它又是如何出去的呢? 什么? 信号还在原理? 这怎么可能? 克莱尔接到了总台的回话后, 满脸的难以置信。 的确就是的, 而且显示中它正在移动。 那边有些无奈的声音传来, 顿时就让克莱尔倒吸了一个口凉气。 恐怕, 这是一个陷阱, 他亲自设计安排的陷阱。 徐悦隔着玻璃墙, 看着那无声无息从丛林角落当中出来, 直接堵住了欧文和保安回小门退路的大家伙后, 也发出了一声轻叹。 哦,该死。 不能回去, 他的速度和反应远远超过了我们, 我们回去只是送入他嘴里的甜点。 这里没有武器吗? 有麻醉枪吗? 欧文满脸绝望地看着那突然出现的大家伙。 暴龙一般的体型, 浑身充满了力量的流线感。 拥有者比暴龙小短手明显要强劲有力的多的爪子, 各方面的数据都堪称完美。 开始能够躲避热成像, 显然拥有调节体温的能力。 而且, 以前一直都没有让这里的研究员发现, 是特地隐藏了能力, 一直当作了底牌憋在了现在才使用。 同时, 欧文还明白了设计这种局面, 一开始就是他刻意为之的。 你们更换器材的时候都是当着他的面进行的吗? 他知道我们会从哪里进出。 欧文明白, 哪怕现在有强效麻醉枪, 能够救下自己两人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这么大的大块头, 等到麻醉枪生效后, 自己两人早就要被吞下肚了。 随后, 那名保安便是头都不回地朝着反方向的, 跑去, 同时按动了开启闸门的按钮。 在运送他的伙食之时, 是会开启这大门的, 只是那时候, 通常会将他隔离在森林当中, 可现在他已经出来了, 却也毫无办法。 在生死危机面前, 这保安完全没有管什么操作手册和条例, 他只想快点离开这里。 而后, 在隔离玻璃墙后的其他所有人, 就亲眼目的了这狂暴龙的月雨全经过。 吃掉了那跑得快的胖保安后, 欧文靠着车底扒开油管, 萨满汽油才逃过一劫。 真的是万分抱歉, 徐先生, 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事, 对于您经历的糟糕体验, 我深表歉意。 这时候最慌的反倒并不是正在安排追捕和补救措施的克莱尔, 而是西蒙这位公司总裁。 这位大人物道场, 却亲自经历了这么个事故, 他不得不重视起来。 你不需要道歉, 这是一件很优秀的产品, 不是吗? 他向我们展现了他的价值, 几乎是亲手将狂暴龙放出来的徐悦, 很适合善地说道。 况且, 如果不是我来这里参观的话, 他恐怕也找不到这么好的机会。 这件商品, 我们局里也买了。 恐龙平原, 公园里一处专门让游客们驾驶着球形观光车和恐龙们共舞的平原。 这里生活着大量的各种恐龙, 食肉的食草的都有, 形成了一个简单的生态循环。 而此时, 一辆球形观光车便是撞击到了一颗锯木上出现了故障, 一位明显身上有着枪伤的尸体, 正倒在这观光车的门口。 另外, 一位一身狼狈的黑人, 一只手抓着一把AK, 一边笨拙地拿着刚刚抢到手的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接通后便是激动地对里面咆哮道。 你敢相信? 那么大的一张嘴, 一口就把我们连人带船一起吞下去了。 要不是我之前因为颠簸提前落水了, 我也同样要葬身龙腹, 好不容易才骗到一个游客停车烧我一程, 抢到了手机, 不然现在都联系不到你们。 这里的确就是一个需要探索新世界, 我已经得到了提示, 但这里极度危险, 再说明一遍, 这里极度危险, 枪械对于这些皮糙肉厚的家伙都没什么用。 下次麻烦你们花点钱买门票进来。 只是就在他在这边, 用黑人特有的快节奏, 犹如说唱一样诉说着自己苦难的时候, 却是发现大地出现了一些不自然的震动。 嗯, 这附近没有大型恐龙经过啊, 怎么会? 站在丛林边缘, 看着前方的平原, 最近的一只梁龙都离自己好远的。 只是他背后的丛林阴影当中, 一只巨大的恐龙, 却是无声无息地走出了阴影的范围。 不过, 毕竟本身太过巨大, 哪怕已经小心翼翼地前行, 在接近的时候, 也依然被发现了不妥。 咽了口口水的这位尼哥, 僵硬地转过了脑袋, 随后便是看到了一张不断变大的血盆大口。 这里, 真的好危险地说。 啪击。 第1924章, 追捕行动。 丁, 第二世界介入解析度达到终极, 两个世界同时达到终极可获得时空抗性, 初级, 权重。 两世界同时达到高级可获得时空融合, 初级, 权重。 在徐悦亲手将狂暴龙放出龙后, 这个今天才刚刚开始接触的侏罗纪世界, 便已经达到了终极的层次。 虽然既生受世界还没达到终极, 但空间提示也已经给出了深入介入世界可以获得的新权重。 时空融合。 虽然徐悦不确定是否还有更深入一层的权限, 但单凭时空融合这个权重, 也就直回成票了。 优先度甚至要高过搜刮轮回者。 对于其他轮回者而言, 时空抗性与时空融合这两个权重能力, 最主要的作用是满足他们获得时空类技能的潜质, 并强化这方面的相关天赋与技能效果。 但对于本来就拥有足够时空影响力的徐悦来说, 效果就要更加明显了。 在进入这个混合世界后, 他就隐约有些感觉与推测, 现在也已经完全确认。 不过, 亲手放出了狂暴龙才是达到终极的话, 那想要侏罗纪世界达到高级程度。 或许单纯在这岛上很难办到, 应该需要给予开辟第二步的契机与机会。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已经可以开始协助猎捕狂暴龙了。 这, 可也是自己需要购买的商品。 还请徐先生放心, 我们对于抓捕恐龙有着充分的经验, 就算是抓捕暴龙也能轻而易举, 虽然狂暴龙的确很优秀, 但却不可能逃脱我们的掌控。 在徐悦这边考虑如何一边得到狂暴龙, 一边给出狂暴龙的研究资料, 确保后续进展按自己意愿进行的情况下。 霍斯金斯这位保安头子便是信誓旦旦地打起了包票。 甚至对于狂暴龙的逃离, 他还有些窃喜, 因为这样自己才能有表现的机会啊。 用其他高管的无能来承托自己, 岂不美哉? 有着定位芯片确定位置, 有着训练有素的抓捕队, 有着专门针对恐龙的抓捕工具, 我们拿什么书? 就算是孙种, 我们都无损地猎杀过。 目标停下来了, 立刻包围。 和徐悦还有新盟总裁一起来到了总台后, 霍斯金斯便是接过了指挥权, 根据定位系统的地图, 不断地远程指挥着抓捕队。 通过地图上显示的红点和绿点, 就像是什么即时战略游戏一般。 一对已就位, over。 三对已就位, over。 二对已就位, 请指示。 随着三个抓捕队完成了包围后, 霍斯金斯便是果断地下达了抓捕命令。 就是现在, 让它好看。 只是随着抓捕队默契地借助树林的掩护, 冲向了目的地, 弹射网, 电击枪, 麻醉枪都各自就位后, 却是有些愕然地发现目的地根本就没有什么恐龙。 虽然还有植物隐约的遮挡, 但狂暴龙那种体型的恐龙不可能瞒过它们的眼睛。 报告指挥官, 没有发现目标, 重复一遍, 没有发现目标。 一队的负责人连忙进行了询问。 不可能, 定位显示它就在那里的, 就在那里没动。 随着跟着定位的精准前进, 完全与定位位置重合后, 一队的队长便是用电击枪挑起了一块血肉, 从那块血肉当中翻出了定位器。 哦, 上帝, 他记住了我们给他植入的位置。 队长呢喃自语, 随后便是看到了从第三队后方阴影中缓缓出现的狂暴龙。 啊, 救我, 嘎吱, 噗吱, 救命, 滋滋, 魔鬼。 随着一位为小队队员生命监控设施的清零以及耳机当中传来的惨叫声, 总台的所有人都感到了一阵心头冰冷。 这是一个陷阱, 一个专门诱补捕捉队的陷阱。 这个地形根本就不适合那些捕捉器材的发挥, 掩体太多了。 猎物和猎人已经完全掉转了。 我想, 或许可以用那些刚驯服的小东西去抓捕它。 在生命检测仪以及对讲机当中都沉没了下去后, 徐悦便是开口打破了这一份沉没。 怎么能让您涉险, 我一定会搞定的。 西蒙伸手擦了擦汗水开口道, 不,这是我准备购买的货物, 我需要确定一下它的价值。 徐悦大有深意地看了西蒙一眼。 这点时间里, 他已经准备好了后续的安排, 原本剧情当中西蒙是直升机坠毁死了, 然后, 侏罗纪世界出现着严重的安全事件倒闭了, 被第二部的大富豪买了下来, 开始了新的循环。 但徐悦判断, 要深入解析这个世界, 理论上应该只需要和第二部结尾一样, 将大量恐龙放归大自然就行, 可以大体上按照相同的步骤来安排。 事件和人物完全可以自己把控。 既然西蒙还听话, 那让他活着执行第二部后续计划, 当然也很适合。 有霍斯金斯这种野心家, 有着专门的基因研究实验室和研究人员, 没有破坏资料的话, 得出成果达到第二部那样的进度, 显然能快不少。 既然如此, 那先帮他减少一些损失, 也是可行的。 西蒙显然无法对徐悦造成什么影响, 在徐悦做出了决定后, 他除了配合外, 也就只能进行祈祷了。 放心, 不要忘了, 我们可是连亚人和孙种都能够抓捕的, 这位可是我手下的头号大将。 徐悦夸上了一辆哈雷摩托, 带着身后的卡米尔以及被放出来 和徐悦一同行动的迅猛龙们, 便是跟着他们的气味追踪, 直接扬长而去。 收服迅猛龙的时候, 已经确认了自己老大的地位, 为了避免自己和狂暴龙硬刚翻车损失微信, 这一次还是让卡米尔做主力的方便。 现在, 卡米尔在迅猛龙群当中的地位, 就是老大新收的打手小弟, 只要卡米尔自己不反, 那他的所有战国自然而然也会落到徐悦头上。 狂暴龙智商很高, 战斗力强大, 看似没有短板。 简直是天生为杀戮而生的完美生物。 而且因为是新诞生的物种, 根本就没有确定自己在食物链当中的地位, 也没有融入到生态平衡当中。 所以根本就无法停下自身的杀戮, 不断地捕杀一头又一头的恐龙。 不管是高大的梁龙, 还是成群的三角龙, 根本就没有什么恐龙能在这杀戮机器面前挣扎。 灵巧、力量、尖牙利爪, 各方面的配合都是为战斗而生。 如果这种东西在自然界出现, 不需要多久就会自己灭亡。 因为他把自己的食物都杀死了, 根本就不知道节制, 不是单纯为了饱腹的杀戮。 吼, 一爪子踩在一头三角龙的尸体上, 狂暴龙发出了兴奋的吼叫声, 似乎在为杀戮而愉悦。 成群能够威慑暴龙的三角龙群, 此时尸体也躺下了一片。 对比主要杀伤只有嘴的暴龙, 多出了两只灵活前找的狂暴龙, 对付现存的恐龙, 真的是太过简单了。 不过吼叫了片刻后, 他便是鼻子嗅了嗅, 察觉到了危险的靠近。 回头便是看到了数条黑线, 从茂密的草丛中出现在了自己的四周, 并以包围的姿态不断围绕自己旋转, 似乎在寻找着破绽与机会。 紧随其后, 便是机械的轰鸣。 一辆霸气的机车停在了他的前方, 徐悦和卡米尔也从车上翻身而下。 第1925章 新线索 交给你了, 有把握吗? 徐悦摸了摸手腕上的手环, 对卡米尔说道, 有他们配合足以。 见到前方那拥有暴龙体型, 各方面都堪称完美的杀戮机器, 卡米尔虽然表情凝重, 但依然还是硬了下来。 单论身体素质, 他是不如徐悦的, 可他本身是顶尖的半孙种, 拥有着自由操控的赫子, 体内的RC细胞浓度也要高过徐悦。 在火力全开的情况下, 徐悦就算手持酷英克, 恐怕也是落入下风的概率更大。 由他出马, 已经算得上是对狂暴龙的重视了。 好, 和迅猛龙那野兽直觉察觉到徐悦和卡米尔的威胁一样, 狂暴龙死死地盯着两人, 浑身也摆出了警戒的姿态。 哪怕前面屠戮梁龙, 屠戮三角龙, 他都从没有露出这种样子。 随后, 没有丝毫先兆和犹豫, 狂暴龙瞬间将自身速度提升到最大, 冲锋了起来。 嗯, 朝着旁边冲锋, 迅速冲开了一只迅猛龙的阻拦, 朝着远处狂奔而去。 他能够感受到那两个小型生物身上的威胁, 相比来说, 那些比自己小一圈有点类似于同类的东西, 反倒是无所谓了。 他绝不会同时和他们开战。 这种果决的反应, 让徐悦都愣了一下, 而后笑着拍了拍卡米尔的肩膀。 交给你了。 明白。 不用徐悦多说, 卡米尔直接翻身上了摩托, 朝着狂暴龙直接追去。 有徐悦和他两人在, 狂暴龙不会接战, 但只有他一人的话, 被逼到绝境后, 狂暴龙也不会管这么多了。 迅猛龙群也尾随其后, 紧跟而去。 追逃过程并没有持续多久, 在发现只有卡米尔一个人追上来后, 狂暴龙也果断采取了主动进攻的策略, 以免徐悦后续还会跟上, 以及后面迅猛龙配合的围攻。 如此庞大的身体, 靠着前爪同时接触地面, 轻易地就完成了犹如飘逸一般的转向, 朝着卡米尔撕咬而去。 而卡米尔也直接松开了摩托, 尾部忽然出现了九根犹如虎尾一般的强大鹤子, 长枪式地朝着狂暴龙击射。 尖端破空声甚至突破了阴障, 在空中撞出了一道道连衣, 尖锐的鸣报扩散而出。 狂暴龙虽然感觉到了卡米尔身上的威胁, 但却也没有料到对方竟然还能够变形。 不过她的战斗本能还是利用前爪和嘴部, 不断地对着那攻来的鹤子进行爪击和撕咬。 虽然身上爆出了数道血花, 也没有阻止她的疯狂攻击。 这让卡米尔也脸色一变。 毕竟她的鹤子针对的主要都是孙种和人类, 对付这种大体型的生物的确并不是专长。 在有几根尾巴被对方撕咬拉扯后, 她自己本身却没有这么强地抓地力, 被拉扯着抛了起来。 不得不临时收回两三根鹤子尾巴 深深地插入大地当中进行固定, 其他的完成进攻。 随着厮杀的进行, 大片大地被卡米尔的鹤子掀起, 草坪消失,露出了深褐色的泥土。 狂暴龙身上的血痕也越来越多, 动作与速度也慢了下来。 只是卡米尔虽然没有受伤, 可这种高强度的攻击下对她的消耗也是极大。 同样挂在半空中气喘吁吁。 好在此时, 因为速度落后了半拍的迅猛龙们也抵达了战场。 没有犹豫便分工明确地开始跳到了狂暴龙的身上, 让后者只能发出无能狂怒。 全盛时期的狂暴龙足够单杀迅猛龙群, 可现在这个状态下, 迅猛龙就是压在她身上的最后稻草。 最终被迅猛龙的重量以及卡米尔的贺子死死地压在了地面, 失去了动弹能力, 嘴里不断地发出了哀嚎。 其实算起来, 这狂暴龙也就是个没教好的熊孩子, 没有人告诉他应该做什么, 应该怎么做。 一出来, 都是随意跟着自己的本性走, 还莫名其妙地挨了一顿毒打。 叫声听上去都委屈巴巴的, 像一只两百斤的狗子。 而布鲁这迅猛龙女王, 正好也就用爪子按在了他脑袋上, 不断地发出咕咕咕的叫声, 进行着训斥。 很显然因为狂暴龙加入了迅猛龙基因的关系, 被布鲁当作了叛逆的同类, 正在对他进行教育。 咕咕咕。 等到小弟们收拾干净了后, 徐悦便好似懒惰的雄狮一般, 慢慢走到了自己的猎物面前, 高傲宣布着主权。 狂暴龙不服, 然后卡米尔和迅猛龙群便又打了他一顿。 这迅服过程从白天迅到了黑夜, 直到他老老实实地发出了沉浮的声音后, 才得到解脱。 这么长的时间, 西蒙总裁和其他人也都已经成功来到了旁边, 目睹了徐悦迅龙的全过程。 全程都是处于目瞪狗呆的状态当中, 这只恐龙好惨啊。 原来那位美丽的小姐是一位独眼, 难怪了。 西蒙这种资本家, 自然也很清楚孙种的情报, 对于人类驯化狂暴龙什么的是无法接受, 但换作孙种的话却也能够理解。 这, 毕竟是一个有着各种非人类存在的世界, 人们的普遍接受力都要强一些。 在目睹了驯服过程后, 她也勉强接受了这种结果, 世界观不至于完全崩塌。 那么, 我们的货物我就直接带走了, 西蒙总裁做得不错, 你们的研发我觉得很有前途。 其在新收的小弟身上, 徐悦对西蒙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让后者脸上也露出了掩饰不住的喜色。 既然决定让西蒙成为后续的开发者, 那自然也是要给他一些好处的。 另外提醒你一个消息, 根据我所了解到的情报, 这个岛上的火山是火火山, 而且三年内有高概率爆发, 在你一边赚钱的时候, 差不多也可以考虑恐龙的转移工作了。 徐悦的话让西蒙总裁心头一鸣, 随后点了点头。 谢谢徐先生提醒, 我会处理好的, 那么, 我就送先生上传。 有了徐悦的背书, 他自然会加大基因合成恐龙的研究力度, 而提前告知了火山爆发的情况, 运送恐龙的速度也同样会增加。 原本援助当中三年后的事, 短短几个月内应该就能够搞定了。 其他人无缘无故运送恐龙, 肯定过不了检查。 就算是新蒙的公司, 恐怕都要办理大量的手续, 甚至直接偷运。 不过很显然, 这对于徐悦来说却并不是什么问题。 这魔改的FBI已经够强了, 有俘虏的亚人, 有伴孙种的队伍, 有提香人, 现在又多了一批恐龙小队, 显然也已经麻木了。 徐悦先上车再补票, 再将恐龙安顿好后, 也成功得到了恐龙特种小队组建的批文。 嗯, 批文上说明是用来反恐, 击毒, 人道主义救援的。 甚至还给每只恐龙, 发了一只代表身份的狗牌。 带着狗牌只要拴好牵引绳, 就能拿出去溜了。 人家都已经将恐龙带回家了, 不批能怎么办? 当然也只有同意了。 局作, 您上次安排我们监控的事件有些眉目了, 在纽约发现了极其奇怪的孙种捕食事件, 和以往我们接触的有些区别, 而且前去调查的两位提香者失踪了。 在徐悦带着卡米尔度假回来后, 另外一则可以算是好消息的情报便摆在了徐悦面前。 在米联邦, 野生孙种的地位很低, 也很小心谨慎, 哪怕捕食被发现了, 面对提香者的追捕也很少赶下杀手的。 在提香者的追捕下, 他们逃脱的概率不低, 但如果真的将提香者杀掉了, 那马上就要遇到卡米尔这SS及孙种带队的独眼小队追杀。 除了愣头青外, 恐怕也只有徐悦嘴里所说的那种 还不知道联邦情况的寄生型外星圣物了。 第1926章 贫民哭 扑斥 一处一暗小巷当中, 一位中年西装男子, 突然脑袋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化作了一张巨嘴, 就将眼前一位浓妆艳抹满脸惊恐的妇人吞下了肚中, 血浆建设到四周墙壁不断滴落。 随后又迅速地化为了原本的形态, 满脸都是面无表情的木然之色, 似乎刚刚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寄生兽寄生到宿主之后, 同样会有捕食寄生对象同类的行动, 而且一旦身体出现了巨大损坏, 也会更换身体。 这种情况下, 就造成了他们类似于孙种的行动模式。 没有感情, 暴虐尸杀, 同时大多数还拥有着足够的智慧与学习能力, 思维与反应速度远远超过人类。 目前刚刚降临到地球不久的寄生兽们, 更多地还在观察着人类, 模仿着人类, 学习着新的知识, 暂时隐藏在他们之中。 诶, 真是奇怪的赫子啊, 竟然脑袋都能变化。 太夸张了吧。 只是, 就在这支寄生兽捕食完成后, 上面传来的声音便是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随后抬头看了过去。 只见一处阳台上, 一位看上去有些嘻哈装扮的金发青年, 正冷冷地看着他的捕食现场。 所以说, 最近杀掉那两个提香者的人就是你这个外来者吧, 这里是我的地盘, 难道你没打听清楚吗? 一边说完, 这位金发青年便是一跃堵在了寄生兽的前方, 挡住了他走出巷子的去路。 联邦当中的孙众在高压环境下都很低调, 大多都是靠着人造血浆以及自然死亡的尸体生存。 米联邦每天意外死亡的人数, 足够养活一大批孙众了, 有野心的都已经逃去东京, 这里留下来的大多都是遵守那潜规则的。 不遵守的人不单单要遭受CCG的追杀, 甚至孙众内部也会对他们进行攻击与排斥。 眼前这位青年就是这片区域的孙众头目。 在听到有两位提香者死在了自己地盘上的消息后, 他当真是吓尿了。 最近这里出现了几次恶性的孙众捕食事件, 他就知道要糟, 表现得很低调, 尽可能将自己隐藏起来。 两个提香者他是能够干掉, 但他也知道干掉提香者会引来多大的麻烦。 正因如此, 他才想要先躲着, 等到他们调查结束再冒头, 或者他们主动找上自己这混混头子 来了解情况再进行解释, 必要的时候再给予配合。 然而, 两个自己避之不及的提香者就这么死了。 这天杀的蠢货知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这块贫民窟区域是每天下水道都会多出几具尸体的好地盘, 就要被这个蠢货给毁了。 不可原谅, 你不害怕我。 寄生兽木然地看着眼前的金发青年, 眼珠子都没转动一下, 那僵尸一样的表情让人看着有点瘆人。 就他目前对人类这个群体的了解, 在发现了自己的本体后, 都会惊吓到说不出话来, 大多数甚至直接就失去了反抗勇气。 见证了自己捕食, 还敢指责自己出现在自己面前, 眼前这个人类到底在想什么? 提香者, 就是前几天杀掉的那两个拥有奇怪兵器的人类吗? 根据现在的学习, 人类喜欢用的兵器应该是那种叫做枪械的东西, 那两个人类很奇怪, 也很强大。 是他们的同类吗? 但也并没有看到他所携带的箱子。 寄生兽的思维速度是很快的, 其实思维方式更多的还像是的机器。 但思维速度快, 却也并不代表着聪明。 寄生兽当中的二棱子也是数不胜数, 有类似于人工智能的, 也有类似于人工智障的。 害怕? 哈哈哈哈, 是什么让你产生了错觉? 我会害怕你。 作为这片片驱头目的金发青年, 作为知道对方击杀了两名提香者都还敢出现的金发青年。 对自己的实力自然也有着足够的自信。 双目出现了红光的他, 脸上的表情也变得残暴了起来。 很久, 没捕食过同类了, 相信解决你这种破坏平衡的分子, CCG会给我一块奖章的。 一边说完, 他背后便出现了大量的飞鱼, 犹如箭矢一般封锁了对手的全部退路, 似乎就想要直接将他切割成碎片一样。 这种羽赫的使用, 虽然对比起萧来说差距很大, 但放眼普通孙种当中却绝对也是属于一流的强者了。 能够占据这种优秀的地盘, 绝不是侥幸。 对于孙种来说, 越是混乱, 越是贫穷, 越是充满暴力的贫民窟, 才是越是优秀的地盘。 只是他那羽赫攻击的必杀连击, 在即将贯穿对手的时候, 却是突然被漫天的刀刃一一击飞。 只见那中年西装男子的头部, 直接化作了一个扭曲的触手怪物, 触须的尖端有着一柄柄锋利的骨刃, 哪怕与贺子对抗也没有留下丝毫划痕。 那精准的攻击就好似一台精密计算机一样。 任何对身体有危害的攻击都会被他拦下, 那些会擦肩而过的攻势, 哪怕是贴着皮肤过去也没有丝毫格挡与闪避的意思。 下半身甚至动都没动, 没有走动一步。 除了他所站之处, 四周的墙壁与地面都出现了一道道光滑的切口, 看上去甚是争鸣。 金发青年看着眼前这种现象, 也是满脸的难以置信。 你是个什么东西? 他一开始以为对方的那种变化是贺子, 但现在才发现似乎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谁家的贺子是头上这样变形的呀? 而且这种抵挡攻击的方式让他不由有些心中发毛。 嗯。 发现了对方踏前一步后, 金发青年也敏锐地迅速抽身而退。 结果他才刚刚离开, 原地便被利刃划过。 对方开始主动攻击了。 感觉开始对方之所以不动, 那是在适应自己的攻击。 有意思, 很久没有人挑战我了。 用手擦了擦鼻子, 金发青年的脸色愈发的嗜血。 特殊人类个体, 没想到人类当中还有这样的奇怪个体, 我对你的身体很感兴趣。 寄生兽变成这样, 都依然还能发出那冷冰冰没有感情的声音。 作为成熟的寄生兽, 在付出一定代价的条件下是可以更换身体的, 如果在他们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 而眼前这个奇怪的个体, 就引起了他的探寻兴趣, 一旦能够寄生到这个个体身上, 自己应该也会变得更加完美而强大。 不过, 这个个体的实力的确是很强, 自己不见得可以拿下。 金大哥, 我们来帮你了。 只是, 就在他考虑这件问题的时候, 这小巷当中便是有多出了几道人影。 为了快点调查出凶手的踪迹, 好早点摆脱调查, 让这里回归正常。 金发青年还安排了他的几位小弟也同样散开蹲点。 这边发出了打斗动静后, 也将他们吸引了过来。 在发现了后面出现了其他孙种, 看到了他们变化而出的贺子与星红的双眼后。 这只寄生兽也明白了这几个都是同样的特殊个体。 既然又来了特殊个体, 而且说明了特殊个体并不只有眼前一只, 这只寄生兽便是毫不犹豫地开始撤退了。 眼前这种局面强取的话, 自己可能会死, 既然如此, 那不如找到机会先占据一个相对弱小的个体。 寄生兽其实大多都不怕死, 许多个体面对死亡也依然能保持那种冷漠与冰冷, 但他们也没有兴趣去送死。 第1927章 寄生 可恶啊! 这到底是什么个东西? 被小弟们称之为金老大的金发青年, 看着眼前还残留着涟漪的河水, 脸上也布满了懊恼的神色。 敌人强吗? 的确蛮强的, 但从表现来看应该还是自己更强一些。 可这个敌人的攻击实在是太精准了。 精准得过分。 自己用十分力, 对方只需要三四分就能够解决, 反倒是打得自己束手束脚的。 最夸张的是, 在自己的小弟们过来开始围攻后, 自己终于找到了机会破防, 贯穿了他的身体, 但他却好似没事人一样, 依然还是轻松跳下了桥, 就这么落入了水里。 因为自身贺子的特性不擅长水战, 所以他不敢贸贸然追击下去。 来到一滩血迹面前, 金敦夏伸手搅动了一下, 随后放入了嘴里, 瞳孔一阵收缩。 纯种人类。 怎么可能? 对方的奇怪贺子以及强大战力, 应该都代表着对方孙种的身份才对。 或者是半孙种的独眼。 金老大,CCG的人找来了。 就在他心中沉重的时候, 又一位小弟气喘吁吁地跑到了他的面前, 似乎很是着急一样。 你们先躲起来, 我去见见他们。 金满脸沉重地说道, 米联邦孙种地位很低, 相对的也较为稳定, 最起码孙种捕食事件比起枪击事件是要少太多太多了。 甚至偶尔还会出现惨死在持枪暴徒手上的孙种新闻。 而他们这种遵纪手法, 靠着血库血浆以及尸体过活的孙种, 在CCG的监控下也是默许存在的, 甚至有时候会召集他们协助办案。 加上金队自己的实力自信, 哪怕是CCG那特勤小队的成员出动, 他都有自信逃跑。 所以这种时候还是有必要去见一见, 做出解释的。 不过当金来到照见他的那一家咖啡厅, 看到了正在喝茶的徐悦和卡米尔之后, 却是一下便步伐僵硬了起来。 想要掉头, 却又不敢, 最后只能硬着头皮来到两人面前。 没想到橘座和卡米尔大姐头亲自来了。 坐吧! 徐悦看着这位年轻人露出了友善的笑容, 让金僵硬地坐了下去。 我们这次过来, 是为了你这片区的案子而来。 徐悦用很是平淡的口吻开口说道。 刚刚说完, 金便是就急切地开口解释道。 不是我, 也不是我的人干的。 我们在这里生存了这么久, 我们比谁都渴望这片地区的平衡。 这里能够为我们提供足够的食物, 我们没必要铤而走险。 而且就在前不久, 我就抓到了凶手的尾巴, 只是他的能力太过奇怪, 被他跑掉了。 本来徐悦就知道, 这并不是这群已经达成了平衡和默契的孙种干的, 但他还真没想到这个片区孙种投资竟然自己就找到了目标。 而且还交过手, 这倒是真的蛮巧了。 我知道不是你们做的, 所以不用紧张, 现在能和我们谈一谈你对手的情况吗? 相信在抓捕他这一点上, 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听到了徐悦这么说后, 金才是松了口气。 本以为这件事很难解释的, 因为一看就很像是孙种捕食的案子, 甚至提香者都死了两个, 可能会遭到迁怒都说不准。 但没想到对方这么轻易地就接受了自己的解释。 现在不是多想的时候, 整理了一下思路回忆那对手的特点后, 金便开始将寻找、抓捕、交手的细节都一一列举了出来。 寄生兽那么独特的攻击方式, 当然也让徐悦完全确定了其身份。 我明白了, 对于这个特殊个体, 我们会进行处理的, 如果你有相关线索, 还请务必联系我们, 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都会待在你的地盘。 徐悦笑盈盈地抬手和僵硬地筋握了一下后, 便开始送客了。 同时迅速地开始对行动组做出了安排。 除了CCG的战斗人员外, 徐悦本身就调动了大量FBI的探员, 并且在自己刚刚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 就开始整合X光检测装置。 而CC细胞检测装置的制作难度相当大, 所以使用频率不高。 但X光检测装置的技术难度就要低许多了, 虽然针对人体的装置以前很少特地开发, 也多少有些副作用, 但利用现有的机器进行改装, 这段时间也已经获得了足够的数目了。 寄生兽通常都伪装得不错, 很难确定寄生兽的位置。 但将寄生兽的存在区域缩小到了一定范围后, 却也能和寻找孙种一样, 利用装置检测出来。 区别只是孙种需要RC细胞检测装置, 并且部分孙种拥有隐藏的能力能够躲过检测。 而寄生兽因为头部区域被取代的关系, 一旦通过X光照射, 却能发现头部的中空区, 从而锁定目标。 唯一的阻力, 只是大范围布置这种仪器会引起普通人的反感, 需要将范围缩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方便使用。 一位体型虚胖的眼镜肥宅在一处自动贩卖机上投入了硬币, 随后通过贩卖机上玻璃的反光看着自己背后不远处的魁梧人影说道, 你跟了我一路了, 不知有何贵感。 一边说完, 他还一边淡定地按下了一瓶饮料选项, 哗啦一声, 一瓶黑咖啡坠落在了取物口。 作为一名孙种, 他当然不怕任何打劫, 哪怕来者身强体壮, 看上去很是高大。 但在自己的面前也就是食物而已。 不过作为金老大侠区混的孙种, 他也不敢主动攻击人类, 他也在等这似乎把自己当作软柿子的别角劫匪动手。 说不定今天能够吃一顿新鲜的。 自为反击而已, 就算金老大也不会为难自己的, CCG的人也不会为这种人渣出头。 不过当然, 对方先动手的证据还是要留下来的, 免得引来麻烦。 一边开口说完, 他一边便是不动声色地打开了手机摄像头, 放在了胸前口袋。 他倒是知道, 最近区域内来了个杀了提香者的狠角色, 不过刚巧, 在金老大追击敌人的时候, 自己也去辅助帮忙了。 所以知道那个家伙是个瘦弱的中年汉子, 和眼前这肌肉胸贵体型差太多了, 眼前这个, 仅仅就是一个普通的猎物而已, 自己已经嗅到了他身上纯种人类的鲜血味道。 嗯, 不过他为啥身上会有血? 就在这胖子抿着咖啡, 扶了扶眼镜准备等到对方动手的时候。 随着那壮汉的靠近, 忽然间的脑袋变形, 却是让他脸色骤然一变。 卧槽, 又是这种东西。 竟然还有两个。 怎么是两个完全一样的贺子啊? 只是很显然, 对比与金的实力来说, 这胖子还是差了不少, 体型也影响了他的灵活。 本来, 如果他一开始就将贺子用出来, 全力以赴的话, 或许还能走上几招。 可被寄生兽近身了, 并计算出了他所有的躲避点后。 却是连嘴里这一口咖啡都没能喝下。 哐啦。 一拉罐坠地, 咖啡建设了一地。 伴随着一起的, 还有那失去了脑袋的尸体喷出的血液, 而那肌肉胸贵的变形脑袋, 则是一下便完成了跃迁, 替换变成了这胖子的形象。 就好似这胖子复活了一样。 握了握手, 感觉了一下心的身体后, 脸上也咧嘴露出了一丝僵硬的圣人笑容。 我喜欢这具身体。 随后, 一道半身甲一样的贺子, 便是将她的身体覆盖了起来, 甚至能覆盖到她头部变形的本体之上。 第1928章, 搜查。 他们就这么没着落了。 一位脖子上挂着一双耐克球鞋的黑人, 对着旁边另外一位同伴说道, 没有, 我接到了他的电话, 听到他在那边说到了一半, 就啪击一声霉了, 估计被吃掉了, 那个岛上的事恐怕真的只能买票进去, 我们普通人的身体能够发挥出的优势不大。 接到了之前最后电话的这位尼哥, 满脸唏嘘的表情。 只可惜, 虽然米联邦的风气, 崇尚花点小钱, 学习一些任务空间的基础知识, 但尼哥显然不在此列。 在现实当中, 如今的尼哥可并不是黑大爷, 种族歧视才是政治正确。 只是因为他们崇尚暴力的恶习半身, 单论社会地位来说, 比大厦劳工还是要高尚不少。 对比起闷头做事, 勤劳节俭的劳工来说, 好意务劳的尼哥对大军团来说, 其实没有一丁点的竞争优势, 不过他们嗓门够大。 这次他们进入惩罚任务, 倒并不是特地进来的, 特地谋划惩罚任务特殊权重什么的, 并不是他们玩得起的。 而是上一次跟随大军团接单子, 这次顺带进来的。 在惩罚任务里, 可没人带他们玩。 结果, 他们的试探手法, 就是抢劫, 然后直接忙过去冲倒。 靠着一传人的牺牲, 终于算是运气好的得到了最好买票上岛的消息。 我们不知道网上预约, 很麻烦的, 昨天阿代拿枪指着一个白皮的头帮他买票, 今天就被抓进去了, 你看现在这个平民区突然多出了这么多探员, 不是为了抓我们的吧。 因为不知道一些设备和软件的操作, 昨天一位新级的伙伴逼别人用自己的身份信息买票, 票都还在预约排队呢, 人就已经进去了。 今天这边看到一大群人出现, 让已经在这平民区生活了几天的两人, 也感到了有些不安。 不是那小子进去后出卖了我们吧? 这地方下水道的尸体, 可有好几具都是他们丢下去的。 就为了获得钱和武器。 应该不是吧, 昨天不是都有传闻说这里有出现孙种捕食的事件吗? 说不定是为了抓捕孙种。 也是哦, 来这个世界这些天, 虽然还没能接触到一个隐藏世界, 但根据已知的信息情报大体上也能确认三个了。 那个恐龙岛, 孙种, 以及亚人。 虽然他们两人憨了点, 但孙种的新闻和亚人的新闻并不缺少, 甚至还有相关的悬赏。 侏罗纪世界更是广告铺天盖地, 所以哪怕是尼哥们也好歹能够知道大体信息。 只是具体恐龙有多强, 亚人和孙种的特性, 他们就有些茫然了。 总归用枪应该能打死的吧? 喂, 你看那个机器, 不会是飞机场那种检查随身携带武器的吧? 外表有点像哎, 怎么办? 上次阿土就是这么被打死的。 两人一边闲聊着, 本来一边想要尽快离开这个区域避避风头的, 结果就发现了这平民区前方的一处出口处, 多出了警车哨港, 以及好几台似曾相识的机器。 这一下就让两人心头打鼓了起来, 他们大一下面可全是枪, 手雷也有几个, 过去准露线。 有心想要转头, 却发现了后面还有不少探员正拦在了各个岔口。 掉头这种反常举动肯定会被怀疑的。 不说掉头了, 就说两人磨蹭的这一下, 都让前方一位配合行动穿着制服的本地白人警员将眼光盯了过来。 联邦本地警员都是各州, 各市, 各小镇自己花钱组建的, 和FBI没有同属关系。 不过以徐悦的威望, 要他们协助, 配合他们也只能乖乖进行配合。 所以, 才能轻易将这片区域完全封锁, 确保每个出入口进出的每个人都要通过机器的检查。 你们, 对, 就是你们两个, 别磨蹭了, 快点通过这个检测。 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警员, 那位白人警员已经将手摸向了枪套。 他认为, 眼前的两个黑人, 八成有问题。 九分通过自己的经验判断, 剩下七十一分就是通过他们的肤色判断了。 罪犯, 还是这种平民区很可能有枪的罪犯。 一旦他们有什么不好的举动, 自己就要用最快的速度开枪打死他们, 如此才能保住自己和同事们的安全。 自己已经开口呵斥了, 他们必须要配合, 只要不配合, 不按照要求做, 自己也同样可以开枪打死他们。 这是什么东西? 只是就在那两位轮回者考虑掀开大一开无双杀出去的时候, 旁边却是忽然传来了一声尖叫声。 只见一位一直盯着检测屏幕, 看得女警员突然好似受到了惊吓一般地跳了起来。 随后满脸惊恐地看着一位刚刚走过了检测门的眼镜死肥窄。 而旁边训练有素的警员们和FBI探员也同时都拔出了手枪瞄准了那个胖子, 立刻双手抱头蹲在地上。 先发出警告后, 一位探员便是对那名尖叫的女人问道, 怎么回事? 她, 她没有头。 砰! 听到了她的话, 那位探员便是果断地扣下了扳机, 他们已经得到了指令, 这次的目标就是通过X检测, 照不到头的人。 那是和孙种差不多的怪物。 就算是孙种, 面对突然的射击很可能也会猝不及防。 但显然, 这对于拥有计算机一般大脑的寄生兽来说, 却算不得什么。 叮! 叮! 的声音响起, 一枚枚子弹都被那突然变化的脑袋弹, 根本没伤到分毫。 已经有了能探查我们的仪器了吗? 是有哪一位同伴暴露了吗? 时间有点快啊。 那只寄生兽一边将子弹全部抵挡, 一般也观察到了那两台走过的机器, 情绪很是平静。 如果是普通寄生兽, 面对这种无死角的高强度扫射, 特别是还有仅用散弹枪这些火力配合, 都很可能会扛不住导致寄生的身体被摧毁, 从而死亡。 但, 这一只寄生兽寄生的却是一名孙种, 还是一名拥有假鹤的孙种。 当鹤子开始覆盖他全身, 并且协助强化他的斩机后, 好几辆警车便被瞬间切割成了碎片, 阵地寝客间被摧毁, 还造成了大量的死伤, 让眼前变成了地狱一般的血腥场景。 惨叫声和惊恐声连成了一片。 不过本来这种普通人哨岗的作用就是发出警告用的, 很快最近的应急小队便已经赶到。 恰巧又是金和他的小弟们。 看着眼前的血腥场面, 他们也感到了很是镇静。 虽然他们合力也能造成这种杀伤, 但不可否认的是, 当这种树木的人类利用热武器进行攻击后, 对于他们也拥有着足够的威胁。 那个特殊个体怎么会这么强? 这么快就清理完了? 这里的配置本意安排是能够拖延时间, 运气好甚至能打死孙种的。 卫卫,金老大, 那个贺子不是小胖的吗? 这是什么情况? 还有啊, 那个熟悉的肥胖身体难道不是小胖吗? 怎么变成了这样? 到达的孙种小队, 看着修罗地狱最中间的那道人影, 满脸都充满了震惊之色。 那个人, 原本是自己等人的同伴。 第1929章, 该出手时就出手。 是麻烦的人, 已经变成死肥宅的寄生兽, 察觉到了上次那些特殊个体后, 也同样感到了麻烦。 根据计算和判断, 现在自己的实力已经凌驾于上次那个最强的特殊个体之上。 甚至就算他们联手也奈何不了自己。 但, 能够调动出眼前这种手笔的场面, 并不是这群特殊个体能够拿得出的。 敌人还有其他人, 很可能就是上次击杀的那两个拥有奇怪武器的家伙。 根据目前所新了解的情报, 那种个体应该被称之为孙种, 他们应该是将自己的捕食与身体更换当作了同样的孙种行为。 虽然情报当中并没有相关部门的名字, 可已经在人类社会带到了现在的他也已经明白, 能够维持如今的稳定环境肯定会有专门针对孙种的部门。 能够对付得了那种棘手的孙种, 那就也同样能对自己构成威胁。 所以在看到了金他们出现之后, 这寄生兽没有丝毫报仇的意思, 反倒是直接朝着远处撤离而去。 以前只有一具凡人的躯体, 移动速度不快, 他都能够且战且退地跳河逃走。 现在换来这一具强化得多的躯体, 更是没有丝毫难度。 只是在他已经消灭了陆卡所有探员, 准备就此撤离的时候。 旁边再次出现的子弹射击, 便是又稍微拖延了一下他的脚步。 子弹射击并不算密集, 虽然是自动武器, 可比起之前那么多人的骑射密度要差太多太多了。 但面对这不断三发三发点射的攻击, 这寄生兽却是感到了一种比之前遭遇还要更加难受的压抑感。 感觉那些子弹每一次都会出现在自己不想出现的位置。 嗨,小可爱,你怎么就能这么离开? 哦,我已经迫不及待要聆听你的惨叫了。 两位尼哥,每个人都从大一下抽出了自动步枪, 分攻站位,不断地对着寄生兽进行三连发点射。 因为只有两人,就算使用自动武器弹幕密度也远远不如之前对方被围攻的时候。 可他们毕竟是轮回者,还是实力不错的轮回者, 专业的战斗素质,让他们的子弹没有一发是无用的。 每一发都需要寄生兽进行阻挡击飞。 伴随着两人的出手, 他们耳边也传来了提示,接触到了第一个新世界。 果然有效,不过这种敌人也太麻烦了吧, 有没有搞错啊,我们这身体素质怎么对? 这还是付费得到的普通身体, 想一想ICU里还躺着的那些不愿意付钱的朋友吧。 两人不断默契地交替掩护, 还略微错开了身形, 尽可能地让弹幕覆盖范围以及方向多元化。 身体素质的糟糕, 让他们要确保精准度只能进行点射, 不然火力还能更猛。 之所以面对这血洗了在场所有探员的怪物, 他们也敢依仗着普通人的身体进行拦截。 除了他们本身的高强度战斗能力外, 那几个同样伸手不凡, 明显是来捕捉这孙种的小队, 就是他们的底牌。 作为社会地位较低的尼哥, 肯开局啥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就赌一发剧情点进行恢复。 除了他们本身的枪械与射击能力, 很贴近眼前这种世界外, 最主要的也是他们有着足够的冒险与赌博精神。 完全没一点枪械能力, 或者没有冒险精神与野心的人, 这次要么就在ICU继续赖着, 想要等同伴们的消息和情报再确认出不出来。 要么就是实力够强, 能勉强动动手指, 直接扒氧气管, 主动回家了。 既然有着冒险精神, 那他们在这种机会下自然是要搏一把。 你看, 果然就得到了好处回馈。 而且还能借机攀上大腿, 看之前的阵仗来看, 很可能能获得官方背景的好感, 甚至借机加入他们。 这对之后的行动与开局恐怕能够提升许多帮助。 两位尼哥的突然插手, 的确是阻挡了一下寄生兽的逃脱机会。 而今此时也没有时间惊叹那两个混混一样家伙的枪法, 当即又是大量与赫赫子击射而出, 切割着眼前的一切。 在他已经出手进行牵制的情况下, 其他实力层次不齐的孙种也开始进行辅助攻击了。 只是明明上一次自己一行人联手势打的对法抱头鼠窜, 不得不跳和逃命的。 但这一次, 所有的攻击竟然都被接了下来。 对方得到了自己同伴的赫子和能力。 这到底是什么古怪的力量, 感觉就好像对方完全得到了自己同伴的身体一样。 这种交手莫名地让几位孙种感到心底发毛。 被拖住了, 只能速战速决。 开始继生兽想跑, 是计算权衡下的最佳选择, 可并不是因为他打不过。 现在既然被拖住了, 那最佳选择便是变成在敌人心的援军出现前, 先将眼前这些食物全部解决掉。 哪怕寄生到普通人身体, 寄生兽那种攻击计算能力以及变形后的攻击精准能力, 就已经相当强了。 甚至能压过大多数的孙种。 而如今, 这一只寄生兽更是已经得到了一位孙种的身体与鹤子。 哪怕这孙种实力相对不强, 这寄生兽也同样不是什么强大个体。 可两者结合之后, 却是爆发出了恐怖的威能, 攻击, 速度, 力量甚至攻击范围, 都大幅度地暴增。 火力全开不到两分钟, 围攻的孙种们便已经人人带伤, 甚至如果不是金老大够强, 出手拉了几把外, 早就有人要凉了。 这看得原本用枪械进行拦截和支援的两位尼哥, 也不由一阵目瞪口呆。 不是吧, 怎么感觉我们站错边了? 你能够打赢的话, 跑你麻辣个兔头啊。 你们这些追兵也是, 看上去好像是追捕, 好像是气势汹汹的, 结果反过来要成为猎物的盘中餐。 你们这是过来搞笑的吗? 然而也就在此时, 他们便有些无语地发现, 莫名其妙地, 我们还多出了第二个新世界的发现。 怎么, 前面双方不是一个世界的吗? 那现在怎么办? 现在临时反悔战队还来得及吗? 看眼前的样子, 那群追捕队伍扑街只是时间问题了。 我们是先撤还是? 一位黑人小哥一边继续开火, 一边询问道。 趁着那群追捕小队还挡着, 自己两人平安抽身而退, 肯定还是没问题的才是。 不! 之前我们打错了, 现在我们换一个。 另外一位尼哥表情一鸣, 手中枪械火力一转, 哒哒哒, 就将一位实力偏弱的孙种小弟打成了筛子。 原本全部心思都放在寄生兽身上的那孙种小哥, 哪里想得到原本的友军会突然攻击自己, 根本就没有防备地领了便当。 结果他这边才刚刚死不明目地扑街倒地。 下一刻, 好几道破空的赫子便从天而降, 将那寄生兽抽飞了出去。 强大的赫子展示, 与之前的那些孙种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就算比金老大都要明显地超出许多。 哪怕同时拥有寄生兽和赫子的那特殊个体, 也被一击就打飞了出去。 让那位刚刚打死了一只孙种的老哥, 满脸沉默地看向了眼前的变化。 随后又默默地将枪口调转, 锁定在了那寄生兽身上。 刚刚是我打偏了, 你过去把那位不幸遇难的兄弟合上眼睛。 第1930章, 运气不错。 什么东西? 从坑洞中爬出来的寄生兽, 看着那从天而降的卡米尔, 也感到了这绝对不是之前那些孙种可以比拟的。 卡米尔大解头。 这一次金看到了卡米尔后, 是少有的没出现恐惧, 反倒是出现了庆幸与放松。 卡米尔作为米联邦孙种的梦魇, 代号地狱之狐, 死在他手上的孙种不计其数, 在孙种中是可以让小儿液体的恐怖存在。 然而现在在成为了队友后, 却又发现是如此的可靠。 面对金的话语, 卡米尔没有给出回应, 而是皱眉看向了前方的那个独特寄生兽。 很强大的能力, 仅仅只是寄生了一只普通孙种就达到了这种威胁。 一旦让他寄生到了贺者, 那后果不堪设想, 务必要除掉。 不说卡米尔了, 就算是现在还待在屋顶静静看着下方战场的徐悦, 对于寄生兽的强大能力也感到了有些意外。 在寄生了孙种后, 这东西的实力提升真不是一星半点, 利用寄生兽那种强大的计算能力, 再配合孙种的贺子, 就犹如杠杆原理一般地进行了加成。 不过这却也并不代表着是坏事。 说不定, 这是一个刷解吸度的好渠道。 利用亚人的不死特性制造出亚人伴孙种, 而后再将寄生兽进行寄生。 如果再利用寄生兽本身的融合功能 与其他特殊个体的寄生兽进行融合的话, 不知道能够得出什么样的怪物。 如果说那伴孙种的实力 最后还达到了后期金木这样的实力, 那想一想, 画面都很美。 根据寄生兽的特性延伸, 同样以寄生作为进化手段, 并且能够吸收宿主优良基因的异形, 也不知道能变出个什么东西来。 异形寄生个铁穴战士, 都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变异个体, 还是能够进行繁殖的母体。 这要是寄生了这些玩意儿, 天知道会出来个什么。 还有铁穴战士的潜力, 也很可能被寄生兽开发出来。 铁穴战士单一个体 对徐悦目前来说真的不算什么, 但它们最强的地方并不是个体, 而是科技。 一旦有寄生兽寄生到铁穴战士, 利用铁穴战士的武器、 飞船再配合那种计算机一样的计算能力, 当真也是无法估算上线的威胁。 这, 或许就是后期提高解析度的捷径。 抓活的, 它对我有些用处。 心中快速地闪过诸多念头后, 徐悦便利用对讲机对卡米尔说道。 扶了福尔边耳机的卡米尔, 文言也点了点头。 眼前的对手是很强, 但抱歉, 还是我更强一些。 哼, 在卡米尔那强大的赫子火力全开的情况下, 哪怕那寄生兽进行了精准的预判、 拦截、 抵抗, 但却也毫无意义地被完全压制住了。 他的努力最多也只能缓解败北的时间。 是我输了, 按照这种公式最多还能抵挡70秒, 如果能够寄生到那个金发个体, 倒能够对抗这个存在, 太心急了, 真的很可惜。 已经岌岌可危的寄生兽, 对于自己即将面临的败北甚至死亡, 都依然显得很是冷漠。 似乎就是一个判断题一样, 哦, 打不过, 等一下要死了。 就好似一件寻常的不好事情发生一般。 砰, 砰。 果然, 大概就是一分钟的时间后, 这寄生兽便被卡米尔的贺子完全摁在了地上, 定穿了身体, 动弹不得。 等到战斗结束后, 徐悦才是一跃而下, 进入了场内。 随后缓缓来到了那被盯住的寄生兽面前。 不杀我, 是想要对我进行研究吗? 哪怕被定穿了, 脸部也发生了扭曲的变形, 显得很恶心。 但那只寄生兽, 依然还是变出了一张嘴, 发出了冷漠的声音。 并没有, 我对研究你们没什么兴趣。 徐悦一边说着, 一边便是抬手朝着寄生兽脸部的本体抓去。 面对徐悦的动作, 寄生兽稍微还能够动弹的脸部再度出现了一些扭曲, 一把小型刀刃便朝着徐悦的手切割而去。 但被徐悦伸出手指轻易地夹住了。 随后向前一震, 直接将这只寄生兽震成了烂泥一般的胶体。 那冷漠的寄生兽脸部表情, 也直接僵死了过去, 被徐悦一大驼地扯了出来。 嗯, 这位大人, 之前真的是抱歉, 我们本来想要帮忙的, 但没想到失手误伤了友军, 我们向您, 也向死者表示最崇高的歉意。 而在徐悦将寄生兽残骸捏在了手里扯出来后, 那两位尼戈轮回者便是一脸忐忑地走了过来。 眼前这一位应该是大老板了吧, 不知道能不能蒙混过去。 而金老大虽然狠狠地瞪了这两人一眼, 但这时候倒也没有落井下石。 因为开始的确是他们成功拖延住了那个怪物, 而在和寄生兽交手的时候, 一直处于绝对下风的金他们, 显然是没办法注意到两人是否是故意的。 只是通过最开始他们攻击寄生兽的立场, 下意识还是当作了他们的确是失手造成的。 刚刚拿到了寄生兽残骸的徐悦, 心情也很是不错, 瞥了两人一眼后便是开口说道, 先不说误伤不误伤, 你们身上的武器显然是已经违法了, 我要带你们回去调查一下。 不要这样的啦, 我们真的是无心的。 是啊, 我们生活在这种地方, 总要有些自保的手段。 两位尼哥接到了空间付费解除眼前小麻烦的提示, 费用不贵, 不过他们两人依然还想要利用自己的手段抢救一下。 反正在他们看来也不是什么大事, 最糟糕的结果也就是进去几天罢了, 到时候想办法越狱就是了。 只是听到了他们两人的话, 徐悦却是遗憾地叹了口气。 真是穷鬼啊, 这么吝啬的吗? 本来吧, 开局就选择使用B级剧情点恢复普通人身体, 哪怕价格不算贵, 也说明恢复的轮回者是舍得花钱, 是有赌徒心态的。 手冲都已经给了。 可从这两个家伙磨蹭的表现, 以及自己这一次相当便宜费用的试探后, 徐悦大体上也可以确定了。 虽然两个人有赌徒心态, 可口袋真的是穷得可以, 本身实力也应该高不到哪里去。 精锐轮回者的可能性偏大, 很可能单纯就是手冲白嫖档。 既然如此, 那真的也就没啥价值了。 听到徐悦这么说, 两位轮回者明显是表情愣了愣, 咋感觉对方说的话跳跃性好大呀? 你们还有其他同伴吗? 大佬级别的没有吗? 掂量了一下手中的寄生兽残骸, 徐悦便是直接发问了。 逐渐明白发生了什么的两人, 不由一下就张大了嘴巴。 卧槽! 哦下话线哦! 这个大腿竟然还是轮回者。 这是什么差距啊? 有没有搞错啊? 还是个亚裔? 对方的问题到底是几个意思啊? 认为我们没有合作的价值, 想要我们找老大出面? 嗯, 这位大人, 我们这次进来的大佬还是有一些的, 不过因为都不是科技侧的, 枪械水平都一般, 普通人身体下的能力比我们还有所不如, 所以他们还在爱丽丝医院的ICU里等待我们的消息。 一位尼哥有些尴尬地说道, 似乎还没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在他看来, 对方是轮回者好啊, 对方的地位这么高, 只要随便留下点汤水都很美味了。 本来目前来说, 他们就喜欢跟着大军团蹭, 接受大军团进行那些危险的试探。 这完全是互补没有冲突的吗? 那你们还有其他收集情报的探子吗? 你们能把你们大佬叫醒吗? 费用对他们无所谓吧? 徐悦或许是因为刚刚得到寄生兽心情不错的关系, 依然还显得很是和善。 嗯, 我们分了蛮多小队的, 有个小队去那个恐龙岛上全军覆没, 还有小队正在准备前往东京, 根据新闻报道来说, 那里好像是孙种重灾区, 他们希望能去碰碰运气。 至于叫醒大佬们, 不给他们带去一些利好消息恐怕是很难的。 听到两人这么说, 徐悦也不由摇了摇头。 真的是穷啊, 就算是他们的大佬恐怕也是穷得可以, 而且还是科技侧的, 不擅长枪械, 那不给点好处让他们直接出来的可能性就很低了。 至于这两个, 杀了吧, 没什么价值了, 你们运气可真不错。 徐悦嫌弃地挥了挥手, 卡米尔便是点头, 直接瞬间将两人冻穿。 低头看着腹部的贯穿伤口, 两位黑哥嘴里一边一写, 一边都是难以置信。 不是吧? 明明说得好好的, 这是发生了什么? 运气不错。 我们这是运气不错的样子吗? 你是不是对运气不错有什么误解? 你这叫心情好。 第1931章, 又是东京。 虽然分量更多, 但效果比起第一次来说并没有多出多少。 在得到了寄生兽成熟体的残骸后, 徐悦也再次将这一份灭活的寄生细胞完成了吸收, 强化着全身各处。 不过带来的提升虽然比第一次寄生兽幼体要大一些, 可对比成熟体的分量来说, 又相对是少了许多。 也算正常吧, 毕竟都是先一后难的。 活动了一下身体, 适应了一下心的力量, 因为有着魔改版的舞蹈境界, 徐悦对力量的适应能力很快。 而且这一次也确认了, 寄生兽在寄生过孙种后, 在吸收寄生兽也依然无法获得孙种的特性。 寄生兽寄生的原理是替代宿主的中枢控制系统, 而后利用自己那计算机一般的思维速度取而代之。 寄生了孙种后, 能够灵活地利用孙种身体的赫子, 甚至可以清出于蓝。 但在将寄生体击杀并取下来后, 其身上却并不会拥有孙种的特性。 这一点和异形倒是有明显的区别。 适应完了新的力量后, 徐悦也走出了房间, 随后下领导, 继续关注这种寄生体, 它们可能引起的麻烦恐怕比孙种还大。 明白。 门口的卡米尔领命, 并准备做出相应的安排。 另外, 我准备去日国东京一趟, 帮我安排一下。 东京? 你要出国吗? 卡米尔对于徐悦的选择, 也感到了有些惊讶, FBI本身主要针对的是国内的事件。 嗯, 有些事需要处理一下, 你就当作我是去休假的吧, 到时候联邦这边就交给你照看了。 有着卡米尔这最高站立坐镇, 加上徐悦本身的微信, 就算他长期离开都不会对他有什么影响。 虽然不知道徐悦想要做什么, 但卡米尔依然还是答应了下来。 对了, 把研究科的负责人叫过来, 我有事安排他去做。 在卡米尔前去处理徐悦的一些安排不久后, 一位看上去装扮乱糟糟, 穿着白大褂, 戴着眼镜的小老头, 便是来到了徐悦的办公室。 菊座, 那种新的小宝贝你也不留下给我来研究。 一进门, 这位小老头就开始不自觉地抱怨了。 这个小老头是徐悦手下研究科的负责人, 本身是一位纯孙种, 最喜欢研究的方式, 就是解剖。 酷因克的设计, 以及一切其他针对药剂, 还有RCE制因子什么的, 他都有钻研, 算得上是一位全能角色了。 你之前申请的实验项目我答应了, 没有理会对方提出的抱怨, 徐悦坐在办公桌后, 双手手指交叉撑在桌上, 平静地说道。 这一下, 就让这名小老头眼中一亮。 哈哈, 你终于同意了。 我都跟你说了, 利用亚人练手, 我的手法已经相当地成熟, 成功率虽然不高, 但也已经到练习能达到的极限了, 现在必须要进入人体实验阶段。 那么, 素材呢? 这小老头很早就向徐悦申请, 想要完成人造独演的步骤。 因为有着被俘虏的亚人存在, 这小老头更换器官的手段早已炉火纯清。 练习已经足够多次, 现在所缺少的唯独只有正式实验而已。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 你之前提出的囚犯并不好操作, 但这里有着更好操作的一些对象, 你对他们进行改造, 活下来的就吸收进入局里并交给卡米尔训练, 成为我们的新力量。 嗯, 顺便在他们脑子里植入个上次研发的那种遥控炸弹, 免得不听话。 嗯, 不是囚犯, 那是什么? 我稍微了解了一下, 在联邦境内, 有不少ICU当中, 都有着一些无依无靠, 靠着机器续命的患者, 他们没有亲人, 没有依靠, 仅仅只是靠着事故责任人缴纳的费用续命, 这些人就是最好的对象。 徐悦笑了笑, 从桌上推出了一份资料, 根据之前从那两个姓月儿这里得到的消息, 根据他们家大佬们住院的特点, 利用自己手上无孔不入的情报部门, 徐悦也大体上锁定了那些还没有付费出来的家伙。 命运这样摊在床上还不出来的, 其实大多都是类似于之前那两个家伙的头头们那种现象。 他们不是科技侧, 对于枪械的使用较为一般, 而后又有探查情报的同伴或小弟, 真的找到了合适的机会和渠道就会回来唤醒他们。 既然如此, 那徐悦就先送他们一个渠道吗? 还能通过他们反过来将这好处传回给他们的同伴, 改造成功了的话, 还能拿他们来打白弓? 而那种重伤身体能够撑下来完成改造的, 毫无疑问肯定都是付钱撑过来的, 也能筛选出消费观念符合的有用人才。 东京国际机场, 一架来自于米联邦的客机缓缓降落。 密集的人群中, 徐悦拖着行李箱走出了出口, 再次吸收了一只成熟的寄生体后, 就算在这水深火热的东京, 自保的能力也算是足够了。 既然如此, 孙种、亚人、 还有寄生兽这三大主要世界的关键剧情点, 徐悦当然也必须要亲自过来才行。 其实这也看出了初始身份对徐悦的另外一大限制。 看上去权力滔天, 在这特殊的世界中, 手握力量比大资本家都还管用。 但安排上FBI的身份, 也就代表了他绝大部分的掌控力都摆在了米联邦, 对外的话就要逊色太多了。 而且他的身份的确也不太方便公然在日国出现, 不然可能会释放出什么造成误解和误判的信号。 算一算, 时间应该也差不多了, 先去采采点吧。 虽然不方便公开来到日国, 但徐悦却也不会浪费手上的权力, 因为日国本身的特殊性。 在联邦的时候, 徐悦就已经调查出了大量自己想要的资料。 比如上井大学某位叫做金木炎的文学青年, 还有那位叫做高规权的文学少女作者。 某位日国模拟考第一名的天才学生永景贵, 某位高二学生全新一。 从调查到的情报来说, 金木炎还是那位文学青年, 还没有见到那个送给他三科制的人。 永景贵也还没出车祸, 被察觉到亚人的身份, 不过因为寄生兽出现的方式, 全新一已经被寄生了, 倒是可以确认的。 而有一个细节也代表着金木的人生轨迹 马上就要出现变化了。 东京十一区的大田区, 出现了被号称为最强心人的孙种。 而且, 这只孙种还是那种会超出需求捕食的大孙, 这导致了原本还算是稳定的大田区变得混乱了起来。 没有意外的话, 造成这种混乱起因的人, 就是逃离了和休格离去的神代历史。 也是即将影响金木炎这气韵之子的关键人物。 从时间上来看, 他应该已经和二十区的安定区咖啡厅取得联系了, 剧情随时都可能展开。 嗯, 由和休旧多二福所设计的袭击, 恐怕随时都可能出现。 第1932章, 安定区, 欢迎光临。 伴随着风铃的声音响起, 徐悦也推开了一间名为古董的咖啡厅大门。 而一进来, 就有一位相貌娇好留着单边刘海, 遮住了一只眼睛的少女, 平静地对徐悦攻了攻身。 误导董香, 一位拥有着雨贺的孙种, 代号白兔, 同时她也能算孙种世界的女主了。 只是除了开局那霸气的出场后, 到后面的董香就有点归于平凡了, 完全被高规全格位压制。 诶, 这么冷淡的服务生竟然还没关门大吉啊, 你们的咖啡厅可真是稀奇呢。 扶了扶眼镜的徐悦, 用温和的声音说着有点毒蛇的话, 让董香也不由瞪了她一眼, 随后直接冷哼一声, 转头走掉了。 而此时, 咖啡厅当中的许多客人, 也都转头看向了徐悦, 不少人脸上还露出了一种诡异的笑容。 安定区, 这家名为古董的咖啡厅别称, 这是由SSS及孙种大老方村店长组织的一个孙种互助会, 主旨在于让孙种们互相帮助, 渡过难关, 一些不愿意去捕食人类的孙种还能在这里得到必要的食物。 不过, 虽然方村店长的代号是不杀之销, 如非必要, 他不喜欢主动攻击人类, 但同样的, 他们也并不会阻止其他孙种攻击人类。 很多误入店里的人类, 都会成为这里真正客人的捕食目标。 你们的眼神可真是糟糕, 不过也是了, 会选这么一个有着冷淡服务生的店, 的确是很不咋地。 徐悦扫视了一眼现场的这些孙种, 不以为意地耸了耸肩。 虽然这里有着方村这一位SSS级的顶尖存在, 但方村等闲情况都不会出手, 而只要他不出手, 其他的孙种徐悦便都可以去撩拨一下。 很显然, 虽然徐悦的话让不少孙种都很惹火, 但在安定区他们还是不敢直接动手的, 只是其中有好几位都对视了一眼, 觉得等到他出去后可以过去一起共用一次晚餐。 美丽的小姐,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坐。 徐悦来到一位容貌艳丽的紫发美女面前, 笑盈盈地坐在了她的对面。 原来你嘴里还会说出赞扬的话, 我都还以为你要骂我了。 那位紫发美女放下了手中的书籍, 含笑地瞥了徐悦一眼。 虽然只是简单的一眼, 却也带出了一种风情万种的风字。 将发烧驴到耳后, 这位紫发美女便是再次说道, 而且,我似乎没有同意你坐在这里。 我已经问过了, 而且这里没有空位, 我也只能拼桌了, 那个谁,过来一下,点个单。 徐悦对着远处要气炸的董香挥了挥手, 一副呼来喝去的样子。 而董香满脸怒容过来的同时, 也隐秘地对那紫发美女使了个颜色, 换来了后者灿烂的笑脸。 一杯雀巢咖啡, 呃,算了, 还是一杯矿泉水吧。 徐悦没有去接董香的菜单, 很是娴熟地点到, 同时又看着前方的紫发女子说道。 在下徐悦还未请教方明, 神代力士, 你名字真好听。 虽然徐悦从静殿开始就表现得很糟糕, 但神代力士却依然还是很礼貌, 很温柔地和她交谈着, 没有一丝不满的意思。 那温柔如水的性格, 加上本身美艳的身姿, 的确是足够俘虏绝大多数男性。 似乎无论如何聊天, 她都能够接得上, 而且能让你听起来很舒服。 难怪原本的金木被迷得神魂颠倒的。 嗯, 这也算是神代力士的恶趣味了吧, 她就喜欢吃掉那些被自己吸引过来的人类。 是真的吃掉。 甚至原本对徐悦不怀好意的几位孙种客人, 此时也都全都沉默了下去, 神代力士的猎物, 他们可不敢抢。 就在徐悦觉得时间也差不多, 准备约神代力士去酒店坐一坐的时候, 咖啡厅的大门便又被推开了, 伴随着一阵风铃声, 一位满脸笑咪咪的和蔼老伯便走进了咖啡厅。 单从样子来说, 一点都不像是会喜欢来咖啡厅的人。 方村店长, 我又来了, 这次带了新货过来, 你们应该会喜欢的。 来者似乎是和方村店长很熟, 一进来就笑呵呵地打起了招呼。 而徐悦却敏锐地发现, 店里的气氛变了, 那些孙种客人看着进店的老伯, 眼中都充满了贪婪以及畏惧。 嗯, 孙种们的这种反应, 让徐悦也不由感到了一丝兴趣。 贪婪, 也就是说, 他们其实是将这家伙当作食物的, 而畏惧恐怕也是代表着对方的实力。 这, 应该不是孙种, 没有猜错的话, 可能是一位实力强大的亚人。 作为一位孙种眼中的香馍馍, 竟然胆敢来到这种孙种聚集地, 除了说明对方对自己实力的自信外, 也证明着对方的疯狂。 而且一位亚人竟然还敢直接和孙种做生意。 很快, 一个人名就浮现在了徐悦心头。 佐藤先生, 你提供的货的确不错, 下次还有的话可以直接过来, 如果我没在董香你也可以和佐藤先生直接交易。 佐藤, 亚人当中扛把子级别的顶尖强者, 对于自己重生的特性以及IBM运用已经达到了极致。 同时还精通各种武器装备, 是可以单人成军的超级战术高手。 亚人的不死特性, IBM无影无形地协助攻击, 再加上他自己的超强单兵能力。 敢直接过来做交易, 的确也是情理之中。 亚人原本的世界当中, 佐藤就经常靠卖器官来获取资金购买自己想要的军活。 在这个有着孙种的世界, 他将自己亚人的特性发挥出来, 直接卖肉来拉拢孙种, 似乎也是理所当然了。 对比其他那些孙种组织, 对方会来安定区进行交易, 也是情理之中, 这次意外地见面, 看似偶然, 实则必然。 也不是第一次交易了, 车窝已经开来了, 你安排人去卸货吧。 没问题, 我自己来, 董香, 店里先交给你照看了。 关系着口粮, 而且还是比尸体什么的口感好得多的新鲜安全口粮, 方村店长也同样很重视, 随后便同左藤出了门。 看双方的娴熟程度, 已经进行过很多次交易了, 没有多少客道, 交接得相当快。 我想出去走走, 愿意陪我一起去吗? 就在这个时候, 神代力士也对徐悦露出了甜甜的笑容, 发出了自己的邀请。 当然, 我定下的宾馆也就在附近, 走累了还能上去坐一坐。 没有左藤打岔的话, 徐悦都想要自己发出邀请了, 神代力士主动开口, 他当然也没有拒绝的道理。 第1933章, 尹佑。 和神代力士一起走出咖啡厅大门, 徐悦也正好看到了满脸笑咪咪的左藤老伯正在对下货的方村店长道别。 他没有带走任何交易物品, 看上去就好似一次普通转账的交易一般。 不过显然, 这其中肯定还会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无论是孙种还是亚人, 生存处境其实都不算好, 哪怕都有着远超人类个体的强大, 但都受到了主流社会的排斥。 而左藤, 就是一位想要改变现状的极端分子。 在单纯亚人的援助当中, 他都靠着联系其他亚人一起, 组建了一个组织, 甚至直接击溃了日国最精锐的抵抗力量, 甚至驻日米军, 逼迫各方宣布认可他的提议。 这个混合世界当中, 孙种和亚人算得上是天然对立面, 但同样的只要左藤狠地下心, 也能让双方变成天然盟友。 最起码和安定区合作, 还是能够有保障的, 无论是安定区还是左藤, 互相协助配合下都将会拥有比原本各自更加强大的势力和影响。 你好像对左藤老伯和店长很感兴趣。 沈黛丽氏的感觉很明锐, 徐悦只是多看了那边两样, 她就多嘴抱怨了起来。 似乎是在说自己这里一个大美女不看, 反过来去看两个老头子。 哪里, 只是奇怪她们交易的是什么, 捂得严严实实的, 但气味又像是肉制品, 没必要这样的吧? 徐悦一脸好奇的表情。 嘻嘻, 想要了解的话, 要不我们就过去看看。 神戴丽氏也是属于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 在离开了安定区后, 她随时都可能开始捕食行动。 现在只是猎物临死之前的玩弄环节罢了。 算了吧, 生肉的味道太难闻了, 也不知道这咖啡店进这么多肉制品干什么。 徐悦嫌弃地在鼻尖摆了摆手, 而后又随意地朝着街道另外一边看了过去。 你又在看什么? 神戴丽氏语气有些称怪地摆了徐悦一眼, 同样也顺着徐悦的视线看了过去。 不过, 除了一位青春靓丽的超短少女外, 并没有其他值得关注的地方。 让她直接伸手掐了徐悦一下。 这种看上去有些出格的态度, 反倒是容易让人激素飙升。 不得不说, 神戴丽氏的本钱真的很雄厚。 没什么, 走吧。 徐悦莫名地笑了笑, 而后便主动搂主了神戴丽氏的肩膀, 手指也毫不客气地不断蹭着她短袖外的滑嫩肌肤。 这种大胆的举动, 除了换来了神戴丽氏的又一几百眼外, 却也并没有遭到反对。 对于神戴丽氏而言, 这就好像是马上就要下锅的狗子舔一舔你的手心罢了。 现在逗得有多开心, 等下下锅就吃得就有多香。 寻常孙种, 一次捕食可以支持很久, 但对于神戴丽氏而言, 捕食已经是她的一种爱好了。 哪怕没有饥饿的支配, 她也依然会挑选合适的目标动手。 特别是喜欢挑选那些被自己吸引过来的目标下手, 既然喜欢, 那自然是融为一体最好, 相信也都不会后悔吗? 就比如, 现在主动送上门来的徐悦。 随着两人不断一边散步一边的交流, 不知不觉间, 也来到了一处人烟稀少的工地上。 啊啦, 真的是一次愉悦的交谈呢? 徐悦先生, 你懂得可真多。 神戴丽是满脸赞叹和愉悦的表情。 脸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丝不正常的红韵, 似乎显得有些亢奋。 真的是可惜, 让我都有点舍不得, 想要有下一次的交流了。 神戴丽氏的声音开始变得有些病态, 双目之中隐约出现了一丝星红。 怎么会, 我定下的宾馆就在前面, 再走几步就到了。 真是遗憾, 宾馆里监控太多, 太麻烦了。 神戴丽氏停下了脚步, 有些惋惜地说道, 监控? 为什么要担心监控? 你有男朋友? 还是脾气暴躁的青梅竹马? 不过, 其实这也没什么吧。 徐悦开口句句不离下三路, 让神戴丽氏都感到了脸色一僵。 他捕捉的猎物很多, 但这种类型的, 还真的是没见过。 再蠢的蠢货, 也多少能察觉到不对劲了吧? 是我眼睛没变红吗? 欣赏猎物由愉悦到绝望的转变, 这可是进食前的一大乐趣啊, 就好似餐前的甜点。 哼, 看来, 需要给徐悦先生一点刺激的了。 神戴丽氏扭捏地伸手抓住了裙摆, 只是, 就在那几条强大的贺子就要刺出的时候, 他却是被徐悦忽然搂进了怀里, 直接朝着一个方向扑了出去。 强横的蛮力, 让神戴丽氏几乎没有丝毫抵抗的力量。 孙种的贺子很强, 身体也比普通人要强大, 但对比本来就有人体极限两倍。 又先后进行了两次寄生强化的徐悦来说, 单纯的身体力量还是要差太多了。 轰隆, 匡郎, 就在徐悦将神戴丽氏扑倒后没多久, 建筑工地上的大量钢筋便是从天而降, 砸落到了两人之前所在的位置之上。 抬头看去, 便可以看到是那种工地上独有的高空起重机抓来的钢筋, 出现的位置也是异常的微妙。 本来很是恼怒的神戴丽氏, 见到两人之前所在的地点, 以及那大量的钢筋也是脸色微变。 之前进入了要禁食的亢奋状态, 对于四周的威胁感都明显地少了很多, 竟然没发现这种潜在危机。 你认为会是巧合吗? 笑盈盈的徐悦抬头看向了上空的起重机。 文言同样看过去的神戴丽氏, 也见到了起重机控制室那, 一位戴着小丑面具的人影一闪而逝。 该死? 到底是谁? 你那么小心监控还是真的没错, 你这男朋友可真暴躁啊。 徐悦见到那正利用起重机构造, 迅速撤离的小丑, 不由调侃地说道。 砰! 没有丝毫犹豫, 神戴丽氏直接火力全开, 在赫子的配合下, 利用那种起重机铁塔一般的机身, 迅速地朝着上面攀爬而去。 对比与捕猎来说, 这个想要暗算自己的人才是更加的该死。 小丑和神戴丽氏一追一逃, 虽然小丑靠着屋檐不断地跳跃, 犹如跑酷一般地不断腾转, 但并没有拉开双方的距离。 在发现这个问题后, 那小丑也突然一下就不跑了, 停在了一处大楼的屋顶上。 在高空静风吹拂着衣物沙沙作响的状态下, 静静地等待着神戴丽氏的接近。 何修就多二福, 简称就多, 现任CCG总议长的儿子, 原本孙种世界当中策划一切的反派boss。 神戴丽氏的青梅竹马, 也是偷偷将神戴丽氏放出去的人。 对神戴丽氏有着一种疯狂的占有欲, 他无法接受神戴丽氏与他人的亲近, 就算是捕食都不行, 哪怕为此亲手毁了, 他都在所不惜。 而且, 就多的本身实力也异常强大, 单纯靠着体术, 刀术配合B级的太刀库英克, 就能够压制住主角金木。 但, 那是他利用神戴丽氏的器官, 得到了改造体力, 得到了大幅强化之后的战绩。 现在的就多, 虽然也很强, 靠着库英克足够对抗孙种, 甚至对抗神戴丽氏这种强大的孙种。 可比起原本那种媲美SSS级的强大实力来说, 还是要逊色太多了。 甚至为了保险起见, 对付神戴丽氏都还是采用钢筋坠落的算计。 可没想到, 捕食放低了警惕性的神戴丽氏, 是按照预计的那样没来得及做出反应。 但那个路人甲竟然带着他躲开了? 真的是失态啊, 错估了那个影响因子。 还没有吸收神戴丽氏特点的就多, 体力还是无法与神戴丽氏相比的, 脱久了对自己不利。 这种情况下, 让他选择了原地等待。 第1934章 西面 你是谁? 神戴丽氏看着前面的小丑, 脸色显得有些凝重。 这家伙, 莫名的有一种熟悉感, 是自己认识的人。 扫了一眼对方腰间的太刀, 神戴丽氏也皱眉了起来。 库英克, 你是白鸽? 库英克上赫子的气息还是相当的明显, 神戴丽氏这一点还是不会认错的。 而且, 对方竟然一直保持着持有状态。 对于普通人的搜查官来说, 体内的RC细胞浓度是远逊色于孙种的, 不过即便如此, 搜查官的战斗力也不可小看。 而此时的就多, 虽然实力比起成为独眼后的巅峰时期差距较大, 但依然可以看作提香者的天花板, 甚至是破格天花板的存在。 因为它和拥有不败的孙种搜查官之称的 有马贵将一样是半人类, 即人类与孙种所生, 并没有获得赫子的存在。 比起全解来说是要低上一个级别, 但体内的RC细胞浓度, 体力和行动力都会获得相应的增幅, 以减少寿命为代价换来的力量。 所以在原著中得到了神代力士的贺子后, 他才会突然一跃变得这么强。 真是聪明啊! 就多看着眼前的神代力士, 也显得有些迷醉, 还是这么地漂亮可爱, 还是自己所心爱的力士, 是自己要厮守一生的人。 不过, 就算是力士你, 也不能脱离我的掌控。 既然让你躲过了那钢筋, 那我也就只好亲自动手了。 就多叹了口气, 缓缓地抽出了太刀。 哪怕神代力士号称最强心人, 在孙种当中也有赫赫威名, 但就多依然有足够的自信击败他。 只是没有把握活捉他。 他不喜欢脱离自己掌控的感觉, 没把握就要变得有把握。 现在这一场意外, 就由自己来终结吧。 哼, 面对就多的态度, 神代力士也不由冷哼了一声, 白哥自己又不是没杀过。 诚然, 里面有一些棘手的角色, 但一对一的情况下, 自己也不怕任何人。 当, 手中的酷英克太刀, 与神代力士的一条尾巴发生碰撞, 出现了一种金属交击声, 随后他整个人便擦着其他尾巴的缝隙, 迅速朝着神代力士逼近。 只要拉近了距离, 就成功了一半。 神代力士是林赫, 但整体表现来说和卡米尔的尾赫差不多, 只是他只有四条尾巴。 强大的攻击和广阔的范围, 让他拥有不惧群攻的特性。 无论是金木还是就多两人, 未来继承了他的赫子后, 实力都强得可怕, 潜力无穷。 只是现在他还没将自己的赫子, 开发到极限罢了。 可惜的是, 这种功能全面的赫子, 在面对就多这种顶尖体术好手, 配合手中的酷音客, 却也隐约有些被克制。 察觉到了就多的企图后, 他便开始拼命地进行拦截, 四条尖锐的尾巴不断地朝着前方轰击着。 这大楼屋顶都被砸出了一块块塌陷, 如果不是钢筋混凝土的结构, 整个顶层恐怕都已然倒塌。 好在因为已经下班的缘故, 里面没人, 并没有造成什么误伤。 可即便如此, 他的灵力反击却也依然只能减缓就多的速度, 无法阻止他拉近双方的距离。 咔! 再次退了一步的神代力士, 便发现自己已经处于了大楼的边沿护栏。 呵呵, 过程虽然有些意外, 但依然。 眼看就要达到目的, 就多面具下的表情也变得有些癫狂。 可话都还没说完, 便骤然感到了一种寒毛树立的惊悚感。 似乎有一双眼睛在静静地看着自己。 会死! 那种凝炼的杀意, 似乎冻结了他的所有思维, 让他毫不犹豫地伸手按向了贺子的侧面。 直接向后, 一个纵身后跳拉开了与神代力士的距离。 这突然的变故, 让神代力士都不由有些发愣。 对方大好的局面, 自己很快就拦不住了, 为何突然又退走了? 拉开距离后, 可就是自己的主场。 哪怕对方有那种远超正常人类的体术表现, 也不至于冒这样的风险吧。 你是在羞辱我吗? 神代力士的声音都变得低沉了下去, 银牙暗咬。 应该不是吧? 回答他的是站在他身后的一道耳熟的声音。 侧头看去, 已经顶上了孙种特有黑眼圈, 瞳孔已经化为星红鹤眼的神代力士, 便是看到了原本今晚预定的猎物, 正站在自己身后的护栏上。 什么时候? 自己竟然没能察觉到。 不过这个时候, 神代力士也想到了对方扑倒自己时的表现, 当时太过愤怒, 一心追杀凶手来了。 现在回想起来, 他能比自己更早一步察觉到危险, 还能用强过自己的力量铺开自己, 怎么可能是简单角色? 你是谁? 你今晚的炮台啊? 徐悦侧头对神代力士眨了眨眼睛。 这种当着就多面的公然调戏, 让战友玉已经病态的就多立刻 就无视了之前的危机感, 死死地盯着徐悦, 握着刀柄的手也越来越紧。 哼, 果然, 要提前将你调出来, 就只有这个办法了。 看着就多的反应, 徐悦也不由笑了笑。 能够将所有人玩弄于鼓掌之中, 就多的能力不可否认, 特别是他的行动又经常会没有目的性,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和一个疯子一样。 很难掌握到他的下一步。 这种情况下, 加上眼前这世界的复杂性, 不可控的因素还是直接排除的好。 既然决定要提前排除, 那有什么能比他还没变成独眼, 又能确保成功引出来的时候更容易呢? 目前情况下, 利用神代力士将他引出来, 无疑是性价比最高的选项了。 你的目标是他? 你到底是谁? 想要做什么? 神代力士听到徐悦的话, 大概也明白了徐悦的意思, 但他为什么知道自己能够将对方引出来? 是自己最近的行动, 让人盯上了吗? 我说了, 你有一位暴躁的青梅竹马。 徐悦一边说着, 手腕上的手环便是一阵变化, 最后变成了一把充满了质感的长剑, 随后便朝着前面的小丑面具走了过去。 青梅竹马, 你是宗泰。 神代力士听到了徐悦的话之后, 也反映过来了什么, 难怪对方会给自己一种熟悉的感觉。 但为什么? 可他的疑惑都还没完, 眼前的徐悦就已经消失了踪迹。 不! 不! 不是消失, 而是速度太快。 这, 这怎么可能? 这还是人类吗? 原本宗泰之前的实力表现, 就已经让神代力士感到很惊讶了, 半人类的各方面加成, 再配合库英克的确是丝毫不虚纯种孙种, 甚至更强。 结果, 徐悦那突然的爆发, 更是完全超过了他的理解。 不好, 一直死死盯着徐悦的就多, 瞳孔也瞬间收缩, 对方也是半人类吗? 可即便如此, 这种速度, 这种增幅也过分了。 这是什么速度? 这是什么力量的掌控力? 这是什么水准的剑术? 正因为本身是半人类, 同时, 见到水平也达到了极致, 所以他才能愈发地感觉到那看似平常一击的可怕之处。 然而不等他抬刀格挡, 便是瞬间感到了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 此时的徐悦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并再次将常见化作了手环。 咔嚓! 脸上面具破碎, 露出了下方就多的俊朗面容。 面具下的就多用复杂的眼神看着前方的神戴力士, 张了张嘴却已无法发出声音。 放心, 我会好好照顾好他的。 转身回走, 路过就多的时候, 徐悦也顺手推了他一把, 让他睁大着眼睛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此时, 鲜血才从他身下流出, 让神戴力士眼中都充满了复杂的神色, 无法形容此时的心情。 但很快, 他便又抬头看向了徐悦, 满脸警惕。 你还想干什么? 第1935章 《气韵之子》 以后不准随便杀人了, 不然就没得吃了。 早上, 一边整理衣物的徐悦, 对着那边正抱着被子发呆的神戴力士, 开口道。 让后者不由撇了撇嘴。 谁稀罕? 作为孙种, 他近时只能通过人体来获得。 不过, 徐悦提供的食物, 毫无疑问也是营养丰富的人体细胞, 数量还管够。 特别是徐悦本身就超越了人体极限的两倍, 外加两次的寄生细胞全方位强化, 那种RC细胞浓度带来的量, 当真是神戴力士无法拒绝的。 除此之外, 一晚上神戴力士还第一次感受到了食欲之外的另外一种巅峰愉悦感。 再加上头时尚的锁定, 虽然嘴上表示着抗拒, 但神戴力士也在考虑之后的行动规范了。 哼, 这家伙太强了, 根本就打不过, 没办法, 只有暂且听一听他说的了。 不过随后, 他又想到了自己在宗泰尸体面前的失态, 想到这位就下了自己的幼时同伴遭遇, 让神戴力士也不由有些唏嘘。 这么熟练, 也不知道你要喂几个。 拿着枕头丢向了徐悦, 神戴力士也显得有些愤恨。 啊? 孙种的话, 暂时还真只有你一个, 不过以前有各类似于你们的种族有过头位经验罢了。 已经再次恢复到了绅士装束, 浑身一丝不苟的徐悦, 一边整理领带, 一边不以为意地说道。 这话倒是多少让神戴力士有点小开心。 没办法, 对方的实力太强了, 不想死的话就只有听从, 况且还包吃包睡, 自己只是关心一下今后的待遇而已。 还有, 到现在你都还没告诉我真正的身份, 就这么见不得人吗? 依然抱着被子, 头发有些凌乱的神戴力士又开始了新的询问。 我可并没有隐瞒我的名字, 现在我可没戴眼镜, 这都认不出吗? 系完领带的徐悦拿着眼镜布, 擦着那金丝眼镜, 笑着对神戴力士说道。 让力士一下也有些发愣了起来, 是啊, 怎么突然感觉对方眼熟了很多, 之前一直太刺激地没反应过来, 现在回过神来, 这不是米联邦的CCG最高负责人, FBI局长徐悦吗? 真的是失态啊, 听到了这名字竟然都没想起来, 还有, 戴个眼镜怎么差别会这么大? 徐悦的身份其实一直都显得很低调, 隐藏得还不错, 不过神戴力士以前是被和休家圈养, 准备用来培育下一代的, 相对来说知道的消息是要多一些。 现在反应过来了徐悦的身份后都一阵发懵, 看着徐悦再次戴上了眼镜, 好像又一下变得平平无奇了起来。 这, 大概就是这一位甚少流落出照片的原因吧。 诶, 还真不知道什么风, 把你这徐大菊作照来了, 就为了对付宗泰吗? 我只是剪除一些不可控因素, 另外, 有些好奇东京这边的局面, 将床下带着些许气味的贴身衣物 丢到神戴力士头上, 徐悦道也对她并没有隐瞒多少。 不过, 这话倒也没有引起神戴力士的过多怀疑, 之前就多的表现, 的确是让神戴力士感到很惊讶了, 实力超过想象, 而且似乎图谋很大的样子。 就是不知道她的最终目的是啥, 但这都没意义了, 似乎提前被这位局作察觉到, 然后终结在了萌芽中。 而东京的现状, 的确是各种乱象的高发去, 会引起关注和注意, 丝毫都不会让人意外。 叮咚! 古董咖啡厅的大门风铃再次响起, 打着哈欠显得有些慵懒和颓废的神戴力士 再次进入了咖啡厅。 让误导董香也不由愣了下, 随后有点头疼地来到了神戴力士面前。 力士, 昨天刚刚觅食完, 稍微休息一下也好吧。 神戴力士是完全不会控制的大孙, 走到哪里都能够引起混乱。 作为他朋友的误导董香正常情况 也不会过分干涉, 但在安定区, 他也算是比较赞同店长想法的人。 并不是他会同情人类, 昨天他就主动暗示了神戴力士 可以对讨厌的那个家伙动手, 他担心的是会影响到区域的稳定与平衡而已。 比如昨天力士进食了, 那多少可以休息两天吧, 与其让他胡乱选择目标, 那倒是不如挑一些讨厌的家伙给他。 只是没想到, 昨天才钓完鱼, 今天就又冒头过来了。 本来正常的话, 误导董香也不排斥力士来咖啡厅消遣, 可刚巧, 今天又来了一个已经被他盯上一阵子了的猎物。 他怕力士忍不住。 啊? 放心放心, 我已经戒掉了, 以后都不补食了。 打完哈欠揉了揉眼睛的神戴力士, 有些无奈地说道, 听得误导董香都满脸猛逼, 自己劝说过对方多次, 只是想要让他少补食一点, 他都不答应。 怎么感觉一夜之间就变成这样了? 不补食了? 我发现了很好的食物来源哦, 怎么样, 要不要分享给你试试啊? 比新鲜货都要好得多的。 神戴力士有些恶趣味地对误导董香眨了眨眼睛, 让后者满脸茫然。 孙种食用人体细胞以外的东西, 都是无法下口的, 力士这家伙到底找到了啥? 而就在这两位美女正在说悄悄话的时候, 咖啡厅的一桌上, 两个看上去学生装扮的人影, 则显得有些紧张。 金木, 不是我想要打击你, 放弃吧, 没戏的。 一位黄毛叹息地拍了拍金木的肩膀, 有些同情地说道, 肥松是金木的好友, 而最近金木显得有些魂不守舍的也引起了他的兴趣, 追问之下才知道金木有了暗恋的对象。 嗯, 甚至名字都不知道, 只知道对方经常会来这一家咖啡厅, 所以金木也会经常来, 只为了能够看看对方。 这在肥松眼里也显得太卑微了, 不断地想要缩使他主动点。 结果, 好吧, 在看到了目标之后, 肥松也大概明白为啥金木至今为止都只敢看不敢大话了。 这差距也太大了, 这种级别的美人会出现在这种普通咖啡厅当中都让他很是意外。 什么嘛, 我本来就说了我没那个意思。 金木有些脸红地说道, 在他看来, 只要能够看看对方就足够了, 其他什么有的没有的, 管这么多做什么。 还是这么漂亮啊, 而且感觉他今天没睡醒的慵懒样子更加的迷人了。 你看你看, 他手上的那本书也正好是我喜欢的, 是高规全老师写的《黑山羊之卵》。 又发现了什么新信息的金木, 脸上表情也一阵欣喜。 最开始关注这位梦中情人, 就是因为对方也喜欢高规全老师的书, 这一次换了一本, 果然又是自己正在看的。 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大上画啊。 第一九三六章, 安排一下。 真是遗憾啊。 神代力士扫了一眼金木, 和害羞的他对视了一眼, 也感到了有些可惜。 是自己喜欢的类型啊, 不过答应了局作哎, 没办法了。 不过对比起新的食物, 以前喜欢的类型也就没啥了。 只是就在神代力士想到这里的时候, 咖啡厅的大门便是又被推了开来。 欢迎光临, 怎么是你? 误导董香下意识地说了一句, 但看到了来者后, 却是不由瞪大了眼睛。 这不是昨天力士的猎物吗? 是双胞胎吗? 哎? 还是这么冷淡的招呼啊, 果然这家店没倒闭是很稀奇的。 许悦的到来, 也吸引了现场不少其他孙种的注意, 其中有几个也是昨天见过徐悦和神代力士出去的。 现在看到了徐悦再次出现, 当然也感到了很是吃惊。 神代力士可是胃口相当大的, 虽然喜欢戏耍猎物, 但约猎物出去的时候也就是他捕食的时候了。 也正因如此, 昨天根本就没人敢把徐悦当作目标。 可没想到这个有些毒蛇的家伙又出现了。 哎? 你不是说你有事吗? 来这里喝咖啡就是你要做的事。 神代力士倒是并没有什么避嫌, 直接上前抱住了徐悦的胳膊, 称怪道, 都挤压地凹了进去, 充分体现了胳膊的弹性。 在他看来, 徐大局做应该是有大事要做的, 在徐悦说要去办事后, 他连细节都不敢问。 可结果, 自己准备来咖啡厅放松一下的, 这就又撞上了。 的确如此。 徐悦扫了一眼已经被击碎的石化金木, 在神代力士脸上亲了一下, 引来了后者的一个白眼。 两人这散发着酸臭味的举动, 让现场不少孙种都直接将水喷了出来。 卧槽! 什么鬼情况? 我们的暴使者恋爱了? 恋爱对象还是个人类? 怎么可能? 孙种和人类的爱情故事有不少, 方村, 店长这里就有一个, 还生下了全解之强大的毒眼。 可对于神代力士这样的孙种来说, 和人类恋爱, 简直是感觉不可思议, 好比猫和老鼠结合一样。 就连悟导, 董香都是满联猛逼, 之前神代力士说他戒掉了, 他都以为是开玩笑, 结果现在看看, 不要是真的哦。 不过, 作为神代力士的好友, 如果他真的是爱上了这个有点毒蛇的人类, 甚至愿意为他改变自己的话, 那还是会祝福他的。 但同时悟导, 董香也有些担心徐悦对孙种的态度。 如果一个处理不好的话, 不要更加刺激的力士黑化了哦。 至于店内现在另外的两个人类, 或者单独纸巾木而言, 就是完完全全感觉到了自己心脏的破碎。 好吧, 我的恋情还没开始, 但看样子就要结束了。 还好没表白, 就这么默默地让他随风而去吧。 肥松此时也拍了拍筋木的肩膀, 表示安慰的同时也一脸的同情。 心目中的女神和别人当面亲热, 这真的是太糟心了。 不说筋木了, 就算是自己看到这么一位美女明花有主后, 都忍不住犯算, 为了偷偷看他一眼坚持来, 咖啡厅的筋木内心如何就真的不用言语了。 只是就在他准备结账, 然后带着筋木离开, 准备找个地方让他放松一下的时候。 徐悦却是搂着神代力士直接来到了两人的面前。 被徐悦搂着挤压得更加魅惑的神代力士挂着的项链, 更是完完全全吸引到了这两个清纯学生的视线, 把都拔不出。 嗨! 徐悦倾咳了一声将两人叫醒, 看着满脸骚红, 不知道眼睛哪里看得筋木, 徐悦也笑着伸出了手。 我知道你, 上景大学国文科一年的筋木炎。 突然见到徐悦伸手, 筋木也一阵不知所措的慌忙伸手过去和徐悦握住。 只是握手的时候, 他还不自觉地想到了, 这是摸过自己女神的手, 自己还要洗手吗? 这算不算是间接? 甩开那些糟糕的念头, 筋木有些局促地问道, 对, 对, 是我, 不知道先生有什么事吗? 不知道作为大学生的你接受实习吗? 我知道你比较喜欢高规权老师的作品, 所以觉得这一份编辑工作你应该会比较适合。 徐悦一边说着, 一边拿出了自己的名片。 响应社出版社的徐悦副总编, 作为FBI的大老板, 藩鼠国虽说不好进行直接掌控, 但肯定也会有自己的渠道。 这个身份肯定是真的, 实实在在地副总编, 而且还手握着相对应的权力。 傻小子, 还犹豫什么呀? 斐松狠狠地拍了发呆的筋木一下, 有些激动地对他说道, 国文科专业对外找工作最佳的地方, 就是各大出版社与政府部门了, 在一年级的时候就找到了合适的实习机会, 这是别人想都不敢想的。 实践与知识相互结合, 只要没有意外的话, 他最终都能够留下来。 留在这个一流的出版社当中, 岂不比那些毕业才参加工作的同行要高多了。 就算是跟在徐悦旁边的神代力士也感到了有些吃惊, 开始被徐悦拉过来, 还以为他是发现了自己之前的恶趣味, 还有点心虚的。 可现在他却发现, 恐怕这位徐大局作这次过来真的是为了这小子。 为啥? 他有什么奇怪的吗? 稍微丢点鱼耳就上钩, 本来没有意外的话, 今天就是食谱上的料理了。 而且那种糟糕的表现, 懦弱, 内向, 单纯, 怎么都看不出会和FBI头头这种黑到心底的家伙有关联。 不过, 神代力士也是懂得察言观色的, 以前嚣张那是自身实力带来的底气, 被全方面压服后, 也知道应该怎么办。 啊? 是吗? 原来你也喜欢高规权老师的作品啊。 神代力士故作惊讶地说道, 随后又拿起了自己手上的书籍。 好巧哦, 我也是呢, 不过搭领安排的这一份工作真的不错的, 对于一般的大学生来说的话。 我, 我愿意。 金木有点口齿不清地回答道, 很好, 拿着我的名片, 等你和学校报告完了, 随时可以去上班, 到时候我会安排工作给你的。 徐悦笑了笑, 好, 好的。 金木挺起胸膛, 有些急促地答应了下来, 随后便有点狼狈地和肥松一起离开了咖啡厅, 应该是去学校进行说明去了。 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如果不方便说, 就算了。 神代力士咬着徐悦的耳朵, 轻声问道, 显得很是好奇。 没什么不方便说的, 他的体质有些特殊, 很容易改造成独眼, 甚至, 有成为独眼之王的潜力。 徐悦并没有掩饰什么, 日国这边自己手下可不多, 神代力士可也需要用起来的。 至于体质特殊什么的, 或许真的有吧, 但最重要的还是金木气韵之子的身份。 在把舅多这不确定因素抹除后, 自己对这个孙种世界的隐藏要素探索就达到了终极, 而且进度应该还超出了不少。 剩下的部分, 应该就需要从金木这边入手了, 替代舅多对他进行相关的安排, 送上路。 除了探索度的增加外, 顺便也能完成一些触发任务, 这可是一份大礼包。 第1937章, 车祸。 现在通报悬赏信息, 在发现了亚人或孙种后, 可以通过紧急电话进行举报。 核查属实第一位举报者, 可以获得100万到1亿日元不等的奖励。 商场外的夜经屏上, 再次播报着这一则长期悬赏的通告。 也正是这种通告, 让孙种和亚人的生存空间变得相当的艰难。 不管怎么说, 当前世界当中, 普通人都是占据绝对主动的优势的, 不管是数量, 还是手中掌握着的兵器。 对于一些游走于黑暗侧, 内心本来就邪恶的孙种和亚人来说, 这种通筋没啥卵用。 可对于想要过平常生活的孙种和亚人来说, 却是逼得他们完全无法正常生存下去。 无聊。 勇景归一边拿着掌上词典背着医用英语单词, 一边抬头看着那新闻当中的消息, 满脸都是冷漠之色。 勇景归是全国同考第一的绝对学霸, 但目前他的为人却是相对较为冷漠与自私。 因为自己发小变成不良, 担心对自己的风评有影响, 他都会刻意地疏远他。 目前在他眼里只有对他有利的和对他不利的。 什么人是值得交往的, 什么人是不值得的, 表面上可以笑嘻嘻, 实际上却是相当地冷漠。 呃, 其实勇景归本身也是一位亚人, 只是目前他自己还并未发现而已。 他第一次死亡是他出生的时候, 随后复活成了亚人, 因为长期对自己的IBM没有掌控, 所以他的IBM并不听话, 但数量浓度来说却是冠绝所有的亚人。 此时的他, 还在立志成为一位优秀医生, 完成社会地位, 跃迁而做准备。 不单单已经获得了全国模拟考的第一名, 更是早就开始进行了医用专业知识的积累。 比如那复杂的, 犹如新开了一门语种的医用英语。 因为字母类文字的关系, 不认识就是不认识, 无法和方筷子那样联盟带猜的解读。 对于英语单词而言, 专业英语每一门都相当于新学了一个语种, 如今永景归就正在完成着这一份许多医科专业大学生都还未完成的积累。 金木, 你可真是个幸运儿啊, 才大一, 你才大一, 就已经得到了祥英社的实习资格了, 真的是让人羡慕呢。 而且你那位女神说不定也是祥英社的工作人员哦。 就在永景归过马路的时候, 耳边两位大学生走过所说的话也引起了他的注意, 多侧头看了一眼。 国文科的大学生, 大一就能获得那种顶尖出版社的实习资格, 的确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了。 如果不是真的本人相当优秀的话, 那恐怕就是有着过硬的关系。 如果自己也有着这种关系与助力, 未来的目标就不会选择医学, 而是选择法学或者同样的国文, 那样甚至还可能从政。 只是就在他心中稍微出现了一缕波澜的时候, 刺耳的鸣笛声却是从耳边响起。 随后他就惊悚地发现, 一辆失控的大卡车正冲过了十字路口, 朝着眼前这般马线横冲了过来。 趴机, 随着那司机的极限方向盘操作, 卡车的轮子直接将永锦龟和金木两人卷了进去。 永锦龟最惨, 直接被绞入了轮胎轴承当中, 变成了一片马赛克, 金木腰腹部被挂伤, 落地喷血, 很显然内脏受到了相当的伤害。 唯一幸运的也就是被卡车擦面扫过的肥松了。 亲眼目睹了, 甚至可以说亲身经历了这种惨剧, 肥松双腿都一直还在发抖, 直到金木的呼救才是将他叫醒。 金木, 金木, 你要坚持住啊。 嘀嘟, 嘀嘟。 可他都才来到金木旁边, 不远处就已经传来了救护车的声音。 不过这种情况下, 肥松也不可能会注意这种细节, 连忙地跑去拦截。 那个轮子下的马赛克肯定是没救了, 但还留有意识的金木肯定是能够抢救一下的。 快看, 那是什么? 只是, 就在救护车打开门之后, 马上又有路边的围观群众发出了新的尖叫。 有些茫然的侧眼看去, 肥松也有些惊恐地发现, 大片黑雾在那事故卡车的轮胎下再次成形, 形成了之前那个被搅拌成马赛克的学生样子。 四周都还有滴落的血迹和内脏, 但这个人却是凭空地活了过来。 亚人。 一个词汇从脑海中一闪而过, 虽然电视里经常出现相关报道, 还有着通缉令。 但现实当中, 能够遇到这种奇特物种的人还是少之又少。 竟然出现了一位亚人。 喂, 这不是永景归吗? 恰巧, 路口就站着一位永景归的同伴同学, 属于学渣范畴的那种, 平日里和永景归的关系也很一般。 现在看到永景归的变化后, 虽然先是显得很惊恐, 但随后似乎是又想到了什么, 脸上强行挤出了一丝笑容, 朝着事故现场走了过去。 哟, 永景, 你没事吧? 刚刚苏醒过来, 还有些茫然的永景归, 低头看着那黑色粒子正在修复的自己手臂, 脸上也出现了一阵惊恐。 怎么回事? 怎么会这样? 刚刚? 对了, 刚刚我被卡车卷进去了。 医生, 我需要医生。 永景归看着另外一边, 已经将金木送上了救护车, 并用戒备眼神看着自己的医护人员, 脸上也显得有些难以置信。 虽然他下意识地进行了求助, 但同样他也发现了哪里有点不对劲, 怎么回事? 救护人员来得这么快? 是我之前失去意识太久了吗? 不对, 根据旁边的反应并不是这样。 自己是亚人, 自己怎么会是亚人? 先送患者走, 不要节外生枝。 满脸戒备看着永景归的几位医护人员, 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而是先将金木送上了车, 同时也把肥松当作家属带了上去, 而后便直接扬长而去。 他们的任务并没有抓捕这亚人的工作, 先完成任务要紧。 那, 永景, 跟我走吧, 我带你去附近诊所检查一下, 刚刚救护车已经满了。 那位永景归的同学, 假笑着来到了永景归面前, 伸手抓住了他的手腕。 滚开。 看着对方的假笑, 就完全明白对方意思的永景归 直接伸手将他甩开, 随后掉头就跑。 刚刚才播报完一次通缉令, 自己可绝不能被他们抓住。 在永景归开始逃跑之后, 不少反应过来的路人也都明白了什么, 看着永景归的背影也充满了贪婪之色。 不得了啊, 虽然你们在这里安排的特工不多, 但技术都还不错啊, 那种卡车的操控, 要撞死谁, 要伤到谁都能把控得这么精准。 马路拐角商场的屋顶, 站在徐月旁, 俯视着下方变故的神戴力士, 有些赞叹地说道, 他并不知道徐月的具体安排是什么, 但同时伤到了被他拉拢的号称 可以改造成独眼之王的金木, 还有这一位亚人, 那显然绝不是巧合可以形容的, 那救护车也来得太快了。 不过, 神戴力士也知道这并不算破绽, 因为撞击程度能控制这样, 已经是极限, 如果不能第一时间让医护人员感到上一气的话, 万一金木死翘翘了, 那就抓瞎了。 只能说金木在这位局作严里的重要性, 比暴露的重要性还高。 没办法, 手下人手有限, 对外的特工安排, 主要是CIA负责的, 我安排的这些已经是违规了。 徐月在东京能够调动的暗中力量真的不多, 不过每一位都是精英。 金木的医用改造, 是直接拉到加纳综合病院去了, 那里有着一位孙种的研究狂人, 自己只要提供素材, 他定然会帮助金木进行改造。 以金木气韵之子的身份来说, 成功也是理所当然的。 而且这一次, 徐月还并不是使用的神戴力士身上的荷包, 而是直接从联邦仓库当中, 运了一份完整的SS及荷包过来, 确保金木初期就能获得更强的力量。 第1938章, 尾随。 加纳博士虽然技术超群, 还得到了徐月这边的共享信息, 但要完成金木的改造显然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这段时间徐月也只是让神戴力士稍微跟着注意一下。 而另外一边, 永景归则已经是在他的消息被扩散之前, 就通过出租车出了城, 朝着乡村郊外行去。 此时, 出租车内的广播都还在播报着他的消息。 下面播报一则通知, 今天新出现的亚人身份信息已经查明, 永景归, 高三学生, 全国模拟考第一名。 这世道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又是亚人又是实施鬼, 没想到全国模拟考第一的好学生竟然也是亚人啊。 开车的大叔听到了广播后, 不由叹气地说道, 作为一名经常听广播的出租车司机, 相关的新闻真的是听了太多了。 是啊, 不过大多都是在新闻里, 反正到现在我是没有见过一次。 永景归满脸平静, 带着笑容地说道, 谁说不是呢, 我拉了这么多客人也没遇见过, 不过还是希望永远都不要遇到的好。 司机大叔有些唏嘘地说道, 也就这样, 永景归便是顺利地抵达了小时候经常去的乡下老家, 赴完钱后便是迅速地进入了山林, 来到了一处林间木屋。 这里是自己小时候经常来的地方, 那时候经常和海斗在这里玩, 这里也算得上是两人的秘密基地了。 再出了事后, 他下意识第一时间就选择了这里, 因为这里足够地隐蔽。 只是麻烦的地方在于, 这里还有海斗之道。 如果探员找上门, 他把这里供出来了, 那就真的危险了。 如果排除那不稳定因素的话, 这里附近大多都是老人, 不怎么注意那些最新的通缉信息。 在我的信息被刷下去后, 甚至有机会在附近采购物品, 暂时落脚点是足够了。 永景归在过了最初的彷徨与慌张之后, 便是冷静了下来, 分析者自己下一步的行动。 可恶啊, 为什么自己会是亚人? 明明马上就要考试了, 以自己全国第一的成绩, 未来前途绝对是光明的。 为什么只是一场奇怪的车祸, 就要让自己的未来变得如此黑暗, 东躲西藏? 正因为现在永景归本身也是利益智商, 所以他明白, 自己亚人的身份一旦被别人知道了, 将不会有任何可以信任的人。 信任被抓了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不可能, 作为自学了医学专业的他知道, 如果自己不是亚人, 以后有亚人落在自己手上, 自己肯定也会进行研究的。 不死的实验素材, 用来代替大体老师, 这将能培育出多少优秀的医生。 更何况涉及到不死, 那些当权者, 恐怕也会千方百计地破解这其中的秘密。 在自己被打上亚人的标签, 并且身份已经被曝光后, 就已经没有机会了。 什么人?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永景归便是突然转头看向了邻间小鹿的方向, 只见一位一头黄褐色短发, 戴着眼镜的青年正顺着小鹿走了上来。 看上去应该也是大学生的样子, 满脸都是诡异的笑容。 初次见面, 永归同学, 我是上景大学医学科二年级生西伟锦, 在见面之前就已经听闻过你的事迹了, 本来未来说不定是同行的。 看着西伟锦的笑容, 永景归便是满脸难看之色。 这个刚刚定下来的秘密基地竟然就被人发现了, 而且还是从城内一路跟过来的。 很显然对方的目的就是自己, 现在恐怕已经报警了, 只是在拖延自己的时间。 一边想到这里, 永景归便是一边四处张望, 寻找着逃跑的路线。 抓捕自己的队伍随时都可能出现, 被对方拖在这里绝对是不明智的选择。 你在找什么? 其他人吗? 我可不会把这样的秘密告诉其他人的。 西伟锦见到永归的反应, 满脸都是一种诡异的笑容, 让永景归看得头皮发麻。 骗自己, 想要拖延时间, 不太像, 等等。 想到什么的永景归不由道吸了一口冷气。 作为一位未来的医学僧, 永景归对那两种特别个体也有所了解的, 当时他就有过判断, 一旦这两种个体合作的话, 能够互补会变得很麻烦。 当时作为人类的他, 完全是站着人类的角度去想的, 但现在, 他却发现自己恐怕遇到了更大的麻烦。 是的, 如果互相合作的话, 那的确是完美互补的配合, 可万一那些食尸鬼要来硬的, 那事情就真的麻烦了。 自己作为一个新生亚人, 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战斗, 而且自己的身份也注定了自己无法报警求助。 如果对方使用蛮力将自己掳走, 关押在地窖里, 那自己恐怕将经历暗无天日, 比被政府抓走都还要更加黑暗的日子。 你是食尸鬼? 诶? 反应真是快啊, 不过我可不喜欢这个称呼。 西伟锦脸上也露出了一种残酷的笑容, 真的是太幸运了。 没想到出门一趟, 就正好见到了一位西亚人的诞生。 这绝对是上天赐予自己的最好礼物。 西伟锦的姐姐被信任的店长举报而死, 所以她不信任也不喜欢人类。 可即便如此, 对于补食来说, 她也是感到了相当的麻烦。 特别是最近这里冒出来的那个暴食者, 让CCG也已经盯上了这里, 每一次觅食都变得危险重重。 加上嘴上说着嫌弃, 但实际上又舍不得的人类女朋友, 如果今后能够找到一个稳定的食材来源, 那自己将能完美地隐藏起来。 老牌的亚人战斗力不弱, 那难缠的IBM让人防不胜防, 保不定就会把自己搭进去。 毕竟亚人失败了还能再来, 但自己失败一次就完了。 所以能够正好碰到这种新生亚人, 才会让她如此的兴奋。 在发现她开始逃跑后, 稀微紧病没有阻止, 甚至还跟在后面进行协助, 甚至帮忙引开了几波巡警。 因为在大街上, 就算是她也不太好闹出大动静, 她知道亚人肯定也要朝着偏僻的地方逃, 只要一路尾随,必然能够找到机会。 果然,虽然对方果断出城的选择 让她感到了有些意外, 但跑来了这么偏僻的一个地方, 那还真是棒极了。 就算是叫破喉咙, 也没人救得了你。 第1939章, 我是不会被相同的招式击败的。 我还不习惯亚人的身份, 除了不会死外, 几乎没有任何优势, 对方既然会跟来, 那就算是最简单的实施鬼我, 恐怕也会被生情活捉。 永景归满脸平静, 心中却是不断地思考着对策。 现在她还不知道自己IBM的能力, 甚至就算知道了, 也无法短时间掌握。 对比起西维锦这一位目前 就已经拥有A级别评价的孙种来说, 的确和普通人面对孙种的捕食 没有区别。 等一下, 这位朋友, 如果你只是想要获取足够的食材, 那或许我们能够进行合作。 我可以保证每天提供足够的食物给你, 而你只需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保护我, 我们各需所求。 面对西维锦这一位捕食者, 永景归很明智地进行了妥协, 想要靠着言语来拉入谈判环节。 呵,本来就能够一直吃毒食, 我为何要平白添加这些麻烦? 西维锦的双眼已经逐渐化作了鹤眼, 看着前方的永景归激发出了自身的食欲。 但我全力配合, 不也能让你更加方便吗? 大家都是被追捕的对象, 何必互相为难呢? 前辈应该比我更有体会才是。 永景归一边不断地后退, 一边不动声色地说道, 想要通过煽情引来共鸣。 你配不配合, 对我而言都并没有什么区别。 警察先生, 我投降, 他是孙种。 忽然间, 不断后退的永景归便是突然神色激动地叫喊道, 我或许不是人, 但你是真的狗, 大家大哥不笑话二哥。 永景归突然地激动叫喊, 还是让西维锦吓了一跳, 虽然他是A级的孙种, 但如果被别人用枪械偷袭, 打到了要害也要死。 之前因为食欲的关系, 注意力都放到对方身上了, 还真的没注意四周。 不过, 等他先是下意识侧疑了一步, 随后开始回头张望的时候, 却发现压根没有对方嘴里所谓的警察。 很好, 简单但却实用的套路。 不过, 除了增加一点猫系老鼠的前夕外, 并不能有任何改变。 再回头, 发现永景归果然开始撒腿逃跑后, 西维锦便是斜笑着迅速跟了过去。 亚人站着不死身, 如果愿意不断锻炼, 练习各种技巧的话, 可以让身体达到很强横的程度。 比如, 担任成军的佐藤老伯, 随便自己剁手, 不行了就自杀。 各种技巧的配合, 已经达到了行云流水的地步。 佐藤老伯高光时刻的那些GIF图可是有不少的。 可永景归一个每天闷头背书的书呆子, 体力就真的一般般了。 起码对比起全方位都超越人类的孙种来说, 是差距太大了。 哪怕提前开始跑路, 也很快地被拉近的距离。 看石灰。 随着西维锦的不断接近, 永景归便再次地开口, 而后向后面撒出了一片酱紫色的东西, 让西维锦脸上也不由泛起了凝笑。 还来, 上过一次当你认为我, 啊, 眼睛, 我的眼睛, 那看上去好似捏碎果子的碎末, 不少枝叶都撒到了并没有躲闪的西维锦脸上。 一股极为刺鼻的气味涌入了鼻尖, 少数低落眼中的枝叶, 更是让它感到了火辣辣的痛楚。 这家伙, 一边强忍着眼泪, 擦拭着眼睛, 西维锦也完全地爆发了出来, 作为A级孙种。 他那蓝色的违赫攻防一体, 功能很是全面, 没有破绽, 但也没有一锤定音的杀招。 不过没有杀招是针对同级别的孙种而言, 对付比普通人还强不了多少的永锦龟来说, 可谓是次次都是杀招, 不断朝着永锦龟身上招呼而去。 亚人的死亡重构, 是需要利用死亡来重置触发的, 只要控制好力度和方位, 单纯活捉亚人并不是什么难事。 啊! 小腿突然被西维锦的尾鹤划过, 飙射出了大片鲜血后, 永锦龟便是惨叫着摔倒在了地上。 虽然他用尽了自己所有的努力, 尽可能地拖延时间和逃跑, 可绝对的实力差距, 还是让他的挣扎都变得如此的苍白。 呵呵, 小子, 根据你的表现, 我要。 你不要过来啊。 西维锦来到摔倒在地上, 正捂着伤口不断后退的永锦龟面前, 结果狠话都还没说完, 整个人便被一股无形的距离直接捶飞了。 锤飞了十几米远, 直接撞到了一颗树干之上, 喷出了一口老血。 也就是孙种的体魄惊人了, 换作普通人恐怕早就骨折无法动弹了。 该死的。 被莫名锤了这一下, 情绪激动中, 西维锦也看到了站在永锦龟身边的那一道 由黑色粒子组成的人影。 IBM, 也称为黑色幽灵, 是亚人能够构造出的类似于分身一样的特殊单位, 也是亚人的最佳战斗伙伴。 除了亚人以外, 只有在情绪激动的时候才能够看到。 只是通常来说, 新生亚人要掌握这东西进行战斗, 是需要大量时间练习的。 西维锦也没想到, 自己会遇到这么一个从小就将IBM放出来, 自己还不会控制的怪态。 寻常亚人的IBM在使用开始就在不断地消散, 大概一次只能持续五到十分钟, 不过很显然, 勇锦归的IBM不在这正常范围内。 虽然不听话, 但单论浓度来说当真冠绝所有亚人, 这一拳下去当真让西维锦不好受。 本以为是手到擒来的长期饭票, 但哪里想得到竟然三番两次在这小鬼手上吃瘪。 竟然还是敌以弱, 偷偷控制IBM攻击。 不过, 也到此为止了, 你的最后底牌已经掀开, 我是绝不会在同一个问题上摔倒两次的。 捂着胸口爬起来的西维锦, 满脸猙獰。 在发现了对方的IBM后, 自己也已经无所畏惧。 只要想办法绕开IBM将这个已经腿脚不变的家伙 再度不断重伤就行了。 对方的IBM很强, 可自己的违吓攻击距离也足够。 这位先生, 他是孙种, 快报警。 抱着伤口倒在地上的永锦龟突然又疯狂地叫了起来, 他能够看到眼前这个黑大哥。 看样子这好像也是自己的东西, 感觉哪里见过, 不过这玩意儿怎么不受自己控制啊? 还来? 当我是傻子吗? 西维锦感觉自己被小看了, 只是话音刚落, 背后就传出了一道有些叹息的声音。 的确有点傻, 堂堂一位A级孙种, 这么久的时间都没搞定一位新生亚人, 还频频吃瘪, 真急而丢人。 转头看去, 便看到了一位戴着金丝眼镜, 穿着休闲衬衫的年轻男子, 正顺着两人一直追逃的山路走了过来。 西维锦 第1940章 宋芬提 是你? 西维锦看到了徐悦后, 脸上表情也露出了一丝疑惑。 他没有见过徐悦, 但安定区那边传来消息, 那个惹麻烦的暴使者恋爱了, 他恋爱对象的相片还是在小范围内流传了出来。 没办法, 那位大佬太麻烦了, 万一不小心哪个不长眼睛地惹到了他的恋爱对象身上, 那就真的是麻烦了。 虽然没人对他有过具体的实力测试, 但大多数还是都将神戴力士默认为S家。 你来这里做什么? 举报亚人? 还是想要抓他回去送给你女朋友? 西维锦有些头疼地看着徐悦说道, 而永锦龟听到了西维锦的话后, 原本生出的一点希望, 却又再次被浇灭了。 有没有搞错啊? 又是一只过来想要求尽自己的食尸鬼吗? 我可不是孙忠, 这次过来是救你的。 徐悦似乎是读懂了永锦龟绝望的内心, 笑着对他说道, 哼, 说得好听, 你女朋友可是大孙, 等闲的饭量可满足不了他。 西维锦有些忌惮地朝着四周看了看, 担心神戴力士也在附近。 虽然他对自己的实力有自信, 但也知道自己和神戴力士之间有着明显的差距。 不用看了, 就我一个人过来, 其实对于你会跟过来, 反倒是一次意外之喜, 我本来只是过来找他的。 在西维锦一路跟踪永锦龟的时候, 徐悦也同样一直掉在后面, 就是他所说的, 西维锦去找永锦龟的麻烦, 反倒是白送了一次触发任务给自己。 因为永锦龟的车祸这次是自己安排的, 被西维锦发现还真的是一次意外。 气韵之子终究是气韵之子, 永锦龟被现在实力超过他不少的西维锦钉上, 也挣扎了这么久。 如果不是徐悦将搜山的警察引开, 恐怕不用自己干预, 还真的会让他找到逃出生天的机会的。 现在的话, 倒也没白费自己的等待。 哼, 虽然看在你家那一位的面子上, 我不会对你怎么样, 但如果你认为这样就能夺走我的猎物, 那也是太天真了。 没有任何一位孙种会放弃到手的亚人, 没有任何一位。 西维锦不断地宣布着永锦龟的主权, 但就算永锦龟也看出来了, 这个孙种应该是很忌惮对面那个自称人类家伙的女朋友, 有点外强中干的意思, 让她也在不断思考, 是否有可以利用的地方帮助自己。 不过, 一个亚人能够提供的食物足够, 如果你家那位没有找到合适的目标, 想要打点牙记的时候, 可以来找我, 但必须要为我保密。 西维锦强调了主权后, 还自觉地妥协了一步。 哪怕来的只是徐悦, 他也愿意给神戴力试面子。 杀又杀不掉, 那不如就拉入火, 否则一旦被其他孙种知道自己抓住了一只亚人, 那将引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亚人的吸引力, 哪怕是传说中的SSS及孙种恐怕也会亲自下场。 到时候自己不可能保得住这个战利品。 我对你的提议并不感兴趣, 所以我也有我的提议。 很简单的两个选择。 第一, 和他一样最近这段时间为我做事。 第二, 死在这里。 徐悦笑咪咪地伸出手, 先后摆出了一盒二。 直到这时候, 西维瑾才隐约感到了哪里有些不对劲。 对方表现得太淡定了。 自己的贺子已经用出来了, 孙种的身份很明显, 就算对方因为是神戴力士男友的关系, 对孙种世界已经有所了解。 作为一个普通人, 面对捕食自己的天敌也不应该是这种态度。 普通人类和孙种之间的确也可能出现结合, 诞生爱情, 所以他能够接受对方对孙种较为了解这一点, 但现在这种态度却完全不正常了。 只有对方对自己相当自信, 根本就没有将自己当作捕食者才可能这样。 你到底是谁? 西维瑾已经隐约感觉事情有些超出了自己的掌控。 你不是知道我的名字吗? 徐悦, 响应社副总编, 兼任FBI局长。 徐悦手中的酷英克再度显化, 让西维瑾脸色骤然变得很是难看。 对了, 自己听说过某个传闻, 传说大洋彼岸是孙种的目的, 那里的CCG统治力异常强大, 不妥协的孙种不是逃来东京就是死了。 靠着他们强大的特殊团队, 以及顶尖的单兵科技武器, 根本就没有孙种的生存空间。 听说, 管辖米联邦CCG的FBI局作, 就是一位亚裔。 这都是那些流亡到东京的孙种们所带来的传说。 咕噜, 咽了口口水的西维瑾, 盯着徐悦手上的酷英克, 也在不断权衡。 你很幸运, 在这个国度我的人手有些不足, 所以你有着被吸纳的资格, 就和神代力士一样。 原来, 神代力士的这位男友, 根本就不是神代力士良心发现放了一马, 而是被物理说服了。 如果真的神代力士也不是对手的话, 那自己定然也无法对抗。 不! 也可能是他虚张声势, 自己必须要使。 然而, 他的念头才刚刚闪过, 酷英克冰冷的刀锋就已经贴在了他的脖子上, 反手握剑贴在西维瑾侧面的徐悦, 一边让剑刃前进了一分, 一边笑盈盈地问道, 那么, 考虑好, 做出什么选择了吗? 能够为局做做事, 这是我的荣幸。 西维瑾挤出了僵硬的笑容, 硬邦邦地说道, 晚鸟, 我堂堂纯种孙种, 竟然沦落到为人类打工的地步了。 那么, 勇景归同学, 你考虑清楚了吗? 徐悦又转头看向了那边, 脸色已经变得平静的勇景归。 你能帮我消除通缉, 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吗? 如果是其他人, 勇景归这种问题提都不会提, 但毫无疑问, 如果对方的身份没有错的话, 那他还真的有这一份能力。 那, 你得体现出你的价值才行, 足够让我主动向这边施压的价值。 如你所见, 现在我在这里活动的身份只是一位副总编。 徐悦自然也知道勇景归最需求的是什么, 但显然, 这一份目标需要吊着他才行。 我答应。 很好。 满意地点了点头后, 徐悦便是一剑直接将勇景归砍死了。 他脚伤被西微锦的鹤子伤得还蛮重的, 都可以看到骨头了, 还是这样恢复得快点。 随着黑色粒子的汇聚, 完整的勇景归便是再次出现在了两人的面前, 让西微锦不由咽了口口水。 真的是浪费啊, 先把他脚砍断了再杀他啊, 反正也会长出来, 不如先让自己吃一顿。 只是用来恢复那个被自己划破的伤口, 真的是太浪费了。 第1941章 独眼 勇景归满脸木然地爬了起来, 看着自己已经恢复如初的伤口, 隐隐约约有一种不妙的感觉。 似乎是上了贼车了。 勇景君, 你的IBM不收起来吗? 擦了擦件上不存在的血迹, 再次将常见化作酷因克后, 徐悦指了指勇景归旁边的小黑说道, 对于徐悦远超人体极限的精神力来说, 随时随地看到IBM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 而此时, 勇景归便满脸茫然地看着旁边瑟瑟发抖的小黑, 不知道一个怎么操作法。 这种黑色的物质是IBM粒子, 一种亚人才能够制造出的奇异单位。 不过看你这IBM的浓度来说, 之前应该并不是你第一次死亡了, 你觉醒成为亚人的时间很早。 徐悦也蹲了下来, 伸出手指戳了戳瑟瑟发抖的小黑, 对勇景归科普道。 这家伙虽然是脑力侧重, 但其实他的战斗潜力也是相当大的。 身体素质通过练习, 凭借他那不死的特性完全可以速成, 但IBM这玩意儿就没办法了。 从出生就觉醒了, 并一直放人不管, 天知道这玩意儿的浓度有多高。 无影无形受人操控的攻击, 再配合热兵器的话, 效果绝对拔裙。 怎么可能? 勇景归刚想要反驳, 但脑海中便又浮现了似曾相识的画面, 自己小时候见过小黑。 你应该自己有点印象了, 你的潜力很大, 但只有用心为我做事, 证明你的价值, 我才会动用我手上的力量帮你。 在日国的这段时间, 就当作是我对你的考察期吧。 重新站了起来后, 徐悦回头又看向了有些拘谨的西微锦。 好吧, 给神代力士的食物代替品, 肯定是不能给他的, 不过还好自己顺带照了个亚人, 纯当作对勇景归的忍耐力测试了。 想要回归正常生活的他, 想必也愿意承受下来。 今后, 你们两人就是搭档, 在勇景归成长起来之前, 西微你要保护好他, 同样的, 西微的食材则是由勇景归提供, 你们互相配合, 西微取材的时候由易到难, 逐步锻炼勇景归的抗疼痛能力, 做到中枪都面不改色的程度后, 也就差不多了。 明白。 好吧。 听到徐悦的安排, 西微锦其实还有点小开心, 虽然与最初的预估不同, 但依然也是得到一份长期饭票了。 而且这是谁? 米联邦的巨头, 跟在他手下很有前途的。 说不定以后自己摇身一变, 也能成为官方力量。 不用再人人喊打了。 相对来说, 失去一点自由, 好像也不算什么了。 毕竟自己平日里, 也受制于食材的问题, 一直东躲西藏的, 很是劳累。 而勇景归, 就更不用说了, 他是那种定下了目标后, 就会执拗地不断朝着目标前进的人, 甚至可能有点不择手段。 在知道了徐悦能够为他解除通缉, 免除后顾之优后, 他必然也会拼命完成。 而且, 眼前已经是很好的结果了, 如果不是这位局做帮忙, 自己恐怕就被这个现在的搭档 带走关进地窖, 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 正因为西伟锦和勇景归两人性格上的特殊性, 所以只是一次短暂的见面, 就算是初步将两人安稳了下来。 这边, 徐悦花了一个白天的时间 尾随勇景归和西伟锦, 另外一边金木的手术也进行得很顺利。 和联邦那边运转素材 并需要进行多个实验不同, 金木这里由加纳博士服务台一人, 速度自然也很快。 加上气韵之子的运气加成, 等到徐悦带着两人回城的时候, 就已经接到了电话, 金木的手术已经成功了。 从加纳那兴奋的语气看来, 很显然金木的状态还超过了他的预计。 历史的贺子潜力是很大, 但比起完整的SS及贺包来说还是有差距的。 徐悦听到了加纳博士的回话, 并没有感到有什么意外, 随后便是带着两人 朝着自己在东京安排的安全屋而去。 西维锦倒是没什么, 但永锦龟显然还是被通缉状态, 被发现了多少也是麻烦。 手术很成功, 但, 哎, 为了救你, 我用了一些特殊手段, 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 加纳看着麻药过后, 已经直接自己做起来的金木, 对他安慰地说道, 看上去就好像一位好好先生。 我这是。 金木也察觉到了身体有什么不对劲, 不过还是逐渐回忆了起来。 对了, 我是被车撞了, 还是卡车。 想到清醒前的画面, 他心底也一阵发寒, 看来自己运气不错, 被抢就回来了。 不过, 这么重的伤势, 自己现在竟然没有感到有丝毫不适。 医疗水平已经发达到这等地步了吗? 金木握了握拳头, 也没有术后的虚弱感。 金木, 就在金木心中疑惑的时候, 外面已经从护士这里知道可以进来了的永静英良, 便是激动地冲了进来。 看着金木都已经坐起来了, 一副没事人的样子, 也不由松了口气。 你没事真的太好了, 之前差点没把我吓死。 不过在庆幸完后, 涌进英良心底也出现了一阵疑惑, 他相对来说比金木更喜欢动脑子, 原本未来还靠着自己的努力加入过CCG的。 金木的恢复的确到处都透着古怪。 肥松, 放心吧, 我没事。 金木看着自己的好友, 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将之前的些许不安抛之脑后, 他昏迷前的意识, 可还记得自己像自己这位好友求救的样子, 然后被他送上了救护车。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永静英良也没有再去多纠结金木的状态, 的确是如同他所说的那样, 遇到了那等车祸, 能够恢复过来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还要去奢求什么呢? 好不容易帮他改造成了毒眼, 你不现在去见见他吗? 在徐悦安顿玩了西围锦和永锦归后, 守护到金木完成手术的神代力士, 也悄然来到了他身边。 不用这么刻意, 被他察觉到全是我的安排的话, 反倒是会引起逆反心理。 既然已经成为了毒眼, 还是改造而成的毒眼, 摆在眼前的近视问题, 就会把他送到我面前。 类似于全解那样的天生毒眼, 是可以食用人类食物的, 但对于金木来说, 却不行。 听到徐悦这么说, 神代力士也就是耸了耸肩, 并没有再发表看法。 他本来对这些就不感兴趣, 纯粹是帮忙去看守的。 那么, 我的报酬呢? 走吧, 请你吃大餐。 第1942章 变化。 能不能别每天过来秀恩爱? 误导董香一副很恶劣的态度, 看着徐悦和神代力士两人。 这俩家伙简直和连体鹰一样, 天天过来刷存在感。 店长, 店长呢? 我要投诉这个服务员, 这服务态度太恶劣了。 徐悦没有接误导董香的话, 而是对着吧台后的店长开口道, 让方村店长满脸苦笑之色。 董香, 注意对客人的态度。 见徐悦竟然是直接同店长告状, 误导董香也感到了一阵抓狂, 不过随后还是强忍着不满敷衍地道歉道。 对不起。 嗯, 原谅你了, 谁叫作为绅士的我不喜欢为难女孩子呢? 虽然比起力士平了点。 徐悦很是大度地摆了摆手, 让董香都不由捏紧了拳头。 如果不是神代力士的关系, 自己吃了他的心都有。 岂可休。 店长, 我有点事, 想要请假。 误导董香有些赌气地说道, 他生怕自己继续待在店里的时候, 会忍不住打死那个讨厌的家伙。 可以, 早去早回。 方村很适合善地说道, 看上去就像是邻家大叔一样。 随后, 误导董香便是偷偷瞪了徐悦一眼, 换好衣服, 将连衣的东帽挂在头上后, 就低头出门了。 这种装扮落在徐悦眼中也明白, 这家伙应该是出去觅食了。 误导董香的父亲是实施者, 属于较为无害的那种孙种, 但却被CCG的蛇精病搜查官杀死了。 在这种刺激下, 误导董香虽不至于和神代力士那样无节制的捕食, 也不排斥佐藤交易过来的那些食物。 但同样的, 他也不排斥外出捕食。 在他眼里, 人类只是狩猎的猎物, 虽不会滥杀, 却也不会保护, 同样也不喜欢干涉他人的行为。 不过对于同伴, 他却是相当认可的。 在他看来, 自己少用那一份交易来的口粮, 那些没有捕食能力的孙种, 便也能多填饱肚子。 类似于金木初期那样没有捕食能力, 并排斥捕食的孙种, 并不在少数。 他们只想要躲在安定的环境下, 苟延残喘。 在安定区的庇护下, 或许经常无法吃饱, 但却能让他们稳定地活下去。 安定区所在的位置, 是东京划分的二十区, 除了神代力士过来的时候, 将这里搅乱了一下外, 这还是相对较为平衡的区域了。 强大的孙种, 通常都会为自己划分地盘, 将狩猎区域分开, 避免发生冲突的同时, 也是尽可能地将狩猎区域分散, 以免引起CCG的关注。 不过, 误导董香作为安定区的服务员, 香对人员关系还不错, 虽然因为外出捕食次数较少的关系, 他没有特地圈下自己的地盘, 但能够进行狩猎的区域还是蛮多的。 嗯, 味道就在前面, 是有其他人在捕食吗? 还是有哪个流浪汉冻死了? 误导董香秀了秀鼻子, 察觉到了食物的气味, 随后便朝着一处 大桥下方的桥洞走去。 如果是有同类在捕食, 那他会离开, 避免冲突, 但到现在都并没有出现浓郁的血腥气息, 他也断定似乎并没有谁在进食。 如果有孙仲在进食的话, 不可能没有血腥味。 果然, 是某个倒霉蛋的尸体。 随着他的靠近, 他便看到了一位似乎是从桥上跳下来摔死的人影, 这并不奇怪, 这座大桥时不时就有人跳桥自杀, 只是随着他在靠近的时候, 却是脚步微微一顿。 因为他还看到了另外一个, 眷缩在不远处的人影, 那眷缩的身影正在不断地颤抖, 似乎是在哭泣一样。 从装束上来看, 应该是某个大学生, 并不是流浪汉。 这是受到了什么打击, 躲在这里哭吗? 将自己的兔子面具戴上, 误导董香便准备将对方赶走。 已经有一具新鲜尸体, 都足够带回去了, 没必要再乱杀口粮。 只是误导董香的靠近, 似乎也引起了那眷缩人影的注意, 不由抬头朝着他这边看了过来。 误导董香在对方抬头, 看清了对方的相貌后, 面具下也露出了一丝惊讶之色。 这不是那个最近一段时间 被神代力士迷得团团转, 眼看就要被吃掉的家伙了吗? 这几天没有发现他过来, 还以为神代力士那家伙 只是在男友面前装一装而已, 还是偷偷地捕食了。 但现在看到这家伙后才知道, 原来力士真的是想要戒掉了呀。 不想死就滚。 冰冷的声音从面具下发出, 让眷缩在那的金木不断含着眼泪摇头, 委屈得不行。 金木车祸后, 大难不死, 而且还有着去祥英社这种顶尖出版社实习的机会, 很快也办理好了相关手续。 只要确保自己考试过关, 学分都修够, 上井大学也鼓励他们出去实习。 然而, 很快他就逐渐发现了那位加纳医生所谓的后遗症。 他发现他已经无法进食普通的食物了, 所有的东西到嘴里都会吐掉, 已经连续好几天没有正常的进食了, 哪怕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饥饿也依然如此。 而且几天没进食, 只是让自己精神不佳, 稍微感觉有点乏力, 实际上的影响远远比想象当中要低。 直到昨天, 他和肥松一起出门的时候, 莫名地感觉肥松好像很可口的样子, 才是让他心中大惊。 找了个借口, 摆脱了诱人的肥松, 连忙再次前往了加纳医院。 随后, 从救下了自己的加纳博士嘴里得知到了, 为了将性命垂微的自己救下来, 加纳博士用了一具食尸鬼尸体上的器官, 对自己完成了一次器官移植手术。 想要靠着食尸鬼顽强的生命力, 将自己救回来。 毫无疑问, 他成功了, 只是他也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无法判定。 但现在, 自己却已经发现了这要命的副作用。 在喝了点加纳博士好心提供的鞋带, 缓解了饥渴后, 金木便好似湿了魂一般地走出了医院。 漫无目的地游走着, 随后便莫名地跟随着一阵诱人的食物香味来到了这里。 只是当他看到那香味的来源是地上的那东西后, 却是直接崩溃了。 已经进入自闭状态的金木, 自然是误导董香很难沟通的。 而同样, 误导董香也隐约明白了金木的不对劲, 他身上的气味有些变了。 第1943章 祥英社 孙种, 怎么会? 因为饥饿, 金木的一只眼睛已经不自觉地变成了鹤眼, 显得很是猙獰。 而他身上的气味也因为移植了强大鹤包的关系发生了改变, 随即逐渐被董香所察觉。 只是发现之后, 董香却是满脸的难以置信。 对方原本是人类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多次来店里点餐, 并且还被神代历史盯上了。 怎么这么几天不见就变成孙仲了? 而且一只眼睛, 传说中的独眼, 不可思议。 哼, 既然想吃, 那就张嘴。 见到金木, 那肚子饿又矜持, 不吃的样子, 董香不由一阵来气, 随后直接冲了过去。 贺子开启完成切割后, 直接强行塞入了他嘴里。 啊啦, 我们家董香, 竟然也带男人回来了。 正在咖啡厅和许悦你浓我浓的神代历史, 见到前面满脸阴沉的董香和后面, 好像受气小媳妇一样的金木进来后, 也不由搅动着咖啡调笑地说道, 这样的暴力女, 也有人要吗? 徐悦则是在一边表示值得怀疑。 闭嘴, 你们这对狗男女。 董香将一袋密封好的垃圾袋丢给吧台后的店长后, 不由恶狠狠地瞪了徐悦一眼。 店长, 我要投诉你们的服务员。 被瞪了一眼的徐悦表示没有压力, 让方村不由又对董香叹了口气。 董香? 历史, 他到底知不知道? 董香已经有些抓狂了, 外出碰到个橡皮糖一样的小兽, 就让他心情很不好了。 不就是看你放不下身段, 强行投喂了一次吗? 怎么还粘上了? 简直心态爆炸。 早知道饿死你算了。 结果这边心情不好地回来后, 又碰到那一对狗男女不间断地调侃和聊拨。 知道什么? 神戴力是眨着无辜的大眼睛, 一副不明白董香话语的意思。 哼, 董香虽然很想直接明说出来, 不过好不容易神戴力是找到一个愿意为之改变的对象, 他也怕说出来后造成影响。 只有再咽了回去, 随后也不理会方村之前的叮嘱。 反过来指了指身后的金木, 对方村店长说道, 店长, 这家伙是个独眼, 你应该也见过他的, 前一段时间天天来。 听到了董香的话, 方村脸上也终于出现了一丝动容。 独眼。 对方显然不是天生的独眼, 那恐怕只可能是后天被什么人改造的了。 看着金木那扭捏的样子, 加上前一段时间的一点印象, 经验丰富的方村大概也知道这家伙是什么类型的了。 不过, 安定区本来就是互住的地方, 所以他不会歧视和排斥这样的存在。 如果暂时没地方去的话, 可以在我的咖啡厅里打工。 等等, 店长, 这家伙可已经是我的员工了, 你可不要乱挖人啊, 这么一个人才变成服务员, 这也太屈才了。 结果, 方村的话音刚落, 徐悦便开口打断了他, 让金木也张了张嘴, 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虽然遇到这种糟心事, 他情绪很是崩溃, 但通过霸气四射的误导董香, 他也已经明白了这个咖啡厅 应该是一个孙种聚集区, 莫不是神代历史小姐和徐悦先生 也都是孙种, 那个毒蛇的家伙是人类。 董香有点咬牙切齿的小声对他说道, 那就是说历史小姐他, 没错, 我, 我还是觉得我应该要去出版社实习, 谢谢店长了。 听到了董香的话后, 金木反过来眼中微微一亮, 随后紧张, 但却坚定地拒绝了方村的好意。 神代历史小姐和自己一样也是孙种, 这样的话, 那作为普通人类的徐悦先生, 说不定只是历史小姐的实物, 就算是真的谈恋爱也不会长久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自己紧跟徐悦总编, 也将会有更大的机会。 一时间, 就算是变成孙种的打击感, 都让金木消除了许多, 甚至多出了一丝坚定。 似乎变成这样,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店长, 有力是在那边盯着, 不会出问题的。 误导董香也巴不得给那毒蛇的家伙添毒, 见到店长有些皱眉后, 便是连连说道, 嗯, 这样也好。 方村店长看了三人一眼, 一阵若有所思。 好吧, 既然金木君已经过来了, 那今天就带你去熟悉一下办公的地点吧。 徐悦随后也带着神代力士起身, 朝着金木走去。 响应社是一家顶尖出版社, 出版了许多筷子人口的好书。 最近比较出名的作家, 便是高规全, 是金木和神代力士都喜欢的作者。 但高规全也是方村工善店长 和一位人类记者生下的女儿, 本名方村艾特, 十年前十四岁的时候就已经大杀四方成为了危险的SSS及孙种独眼之销。 同样也是那一年, 他开始自己写小说, 并在祥英社出版。 因为他继承自方村工善的血统, 所以可以无视RC检测门的检测, 轻松地混迹于人类世界这么多年。 但知道他作家身份就是独眼之销的人寥寥无几。 平日里哪怕以孙种的身份出现, 大多也都是青铜树干部艾特的身份出现。 而恰巧, 他的编辑《炎野顺二》就是知道他身份的人之一, 当初意外地发现了他冰箱当中的食物, 却被留下了一命, 并答应保密, 并一直持续了这么多年。 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他的助理一样的角色, 也因为垄断了这位名作家的资源, 炎野顺二在祥英社中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了。 只是通常来说, 他的任务是服务于全姐, 并没有来办公楼上班。 听说了吗? 那位副总编今天要来诶。 听名字好像是华裔, 真的是神秘诶。 那不是炎野顺二吗? 他怎么也来了? 听说是副总编叫他来的。 在徐悦带着神代力士和金木上楼后, 过人的听力也隐约能够听到一些讨论声。 不过当他们三人打开门进来后, 办公区便已经是进入一片繁忙之中, 每个人都在努力地做着自己的工作。 打印机运转声, 键盘敲击声以及电话声应接不暇。 随后, 一位文蜜小姐姐便是小跑到了徐悦面前, 恭敬地说道, 副总编, 我带您去您的办公室吧。 嗯, 这是我的秘书神代力士, 这是我招来的实习生, 把炎野顺二叫来, 我有一项工作给他安排一下。 第1944章, 高规全。 炎野顺二来到了徐悦办公室后, 也多看了站在徐悦旁边的神代力士一眼。 莫名的, 他感觉这家伙和全老师有点类似, 随后又将视线放在了金木身上。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自己的工作恐怕会和这个年轻人有关了。 因为当年自己对全老师的作品看走了眼, 所以他现在也不会小瞧年轻人, 特别是被这位神秘的副总编带来的。 不说他的能力, 单说他的人脉就是一份强大的资源, 只要本人没什么太大的毛病, 就足够在这一行混得很滋润。 顺二君, 这位金木同学是我新招募的实习编辑, 他在这一方面很有天赋, 而且酷爱全老师的作品, 所以我将他交给你来带。 徐悦用一种陈述的语调说道, 虽然没有命令, 也没有强迫, 但炎野顺二瞬间就感到了一种扑面而来的压力, 似乎不得不服从对方的命令, 让他几乎就下意识地嗨一下, 然而高规全的身影在他心底一闪而逝, 让他张口就咬到了自己的舌头, 硬生生地将这话憋了回去。 总编大人, 高规全老师不喜欢接触陌生人, 炎野顺二艰难地说道, 哦, 他不是经常举办和粉丝的见面会吗? 怎么可能会不喜欢接触陌生人? 金木君也算是他的死忠粉了。 还是说, 炎野你担心金木替代你的地位? 其实这一点不用担心, 我只是培养新人而已, 你的功劳我是不会忘记的, 等到金木带出来后, 我会提你为主编。 徐悦的话显得很平静, 但却让炎野顺二冷汗就下来了。 既然他能够提拔自己, 那自己再继续反驳的话, 很显然眼前的地位都会不保。 哪怕自己真的成功带着高规拳老师跳槽, 恐怕也要面对祥英社这庞大团体的风沙, 自己可无法代替其做出决定。 实在不行, 也只有有一步走一步了, 自己已经尽力了, 如果真的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恐怕高规拳老师会亲自将问题处理掉。 看着金木那年轻的学生脸庞, 炎野顺二也叹了口气, 随后低头领命。 嗨! 而在一边一直发愣的金木, 也没想到转眼间的时间, 自己竟然就成为了自己最喜欢作家的编辑, 哪怕只是实习编辑也足够让他开心了。 现在想想, 果然跟着徐悦先生过来的想法是对的。 随后他又满脸期盼地看向了神代力士。 力士小姐也很喜欢高规拳老师, 说不定会能够以这个为契机而出现互动。 金木在被放入蜈蚣黑化之前, 性格的确就是这么一个温吞的样子。 而神代力士的确也对高规拳很感兴趣。 当然, 他并不清楚高规拳的身份, 但对于高规拳的作品却很是喜欢。 那种黑暗面细节的描写, 能够勾起他的食欲。 如果不介意的话, 我能不能去见一见高规拳老师, 我也是他的粉丝呢。 神代力士笑眯眯地开口道, 好吧, 那我们一起去, 作为副总编, 对于我们合作的重要作家也不能缺乏关心啊。 徐悦轻笑地说道, 现在就高规拳的实力来说, 徐悦还真打不过, 不过就和方村店长那老好人乐呵呵的样子一样, 在高规拳以作家身份露面的时候, 他还是会很小心保护这个身份的。 这, 言也顺二面露难色, 但还是艰难地答应了下来, 只是说要先和高规拳老师联系一下, 免得他不在, 或者打扰到他的创作了。 在他拿着电话躲在一边, 不断解释现状, 然后不断点头, 嗨嗨地答应下来后, 最终还是松了口气, 随后一边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一边回头抢笑着说道, 高规拳老师正好有空, 我们现在过去吧。 啊啦, 这就是传闻中的神秘副总编吗? 的确是第一次见到呢。 身材娇小, 健康色有些凌乱的头发, 这就是高规拳给人的第一印象, 的确很符合艺术家的特点, 特别是配合他的出众相貌。 虽然有些不修蝙蝠, 但却异常地搭配, 看着给人相当束缚的感觉。 这的确是我的失礼了, 现在才来拜访全老师。 徐悦伸手和高规拳 有点冰凉但滑滑的小手握了一下, 随后便开始介绍了一下 旁边的神戴力士和金木, 并说明了过来的原因。 而高规拳扫了一眼 神戴力士和金木两人后, 脸上也露出了一丝微妙的古怪笑容。 哦, 没想到我还有两位这么有趣的粉丝呢。 高规拳自身的身份隐藏得相当好, 实力足够强的他能够充分地收敛自己的气息, 只要不将赫子使用出来, 就不会散发出孙种的味道。 甚至RC检测门都无法感应。 但他在见到了神戴力士和金木之后, 却能反过来分辨出他们的身份。 神戴力士不用说了, 虽然他也是V当中出来的, 可以避免RC门的检测, 但作为大孙, 虽然从良很久了, 可多少还是能被全姐给捕捉到这一份暴虐气息。 金木则是因为刚刚改造完没多久, 还没适应独眼的身份, 就和美食家能够闻到金木诱人的味道一样。 高规拳几乎是第一时间就确定了金木的独眼信息。 作为独眼的高规拳拥有着作为独眼之王的一切, 但却输给了尤玛贵将, 而尤玛拥有着王的力量, 却并不是独眼。 所以他们两人本身就有默契要培养出一位新的真正王者。 不过现在的金木虽然有独眼的身份, 但连黑化都还没黑化过, 所以暂且只能进入观察列表, 最多只能因为他粉丝的身份加一点分而已。 相对来说, 这一次的拜访突然冒出来一个孙种, 一个独眼孙种。 这种阵容还真的让高规拳感到了有些无奈。 没想到这个自己喜欢的身份也终究和孙种扯上了关系。 动手解决他们, 不至于还可能引来更大的麻烦和关注。 那就先交流试试看吧。 除非那个孙种把自己当作猎物, 不然他真不想动手。 相对的, 他还更好奇那神秘副总编的身份。 在这位副总编出现后, 总编就出差了, 全全交给了他负责一切事物, 以前又好像幽灵一样, 只闻其名不见其人。 现在一出面就和一个孙种一个独眼混在一起。 说他是普通人, 那恐怕鬼都不信。 证据, 他高规权从来不需要这种东西。 第1945章, 上钩。 招待不周的地方, 还请见谅呢。 哪里, 今天真的是打扰了。 在高规权家聊了一阵, 并将金木就这么交给了炎野顺二后。 徐悦和神代力士也表示了告辞, 既然金木君也是我的粉丝, 那一些粉丝来信就还麻烦你帮着顺二一起筛选下了。 我正好有点灵感, 先去工作了。 在徐悦和神代力士离开后, 高规权笑咪咪的对言也顺二与金木开口道, 让两人连连点头。 只是在高规权转身过后, 脸色变一下变得有些冷淡。 他能够看出徐悦有问题, 而且明显对方似乎是察觉到自己什么了, 言语当中不断地对自己进行着试探。 看来, 有必要过去深入地了解一下了。 虽然徐悦身边跟着神代力士, 但在高规权眼中, 丝毫没有在意这可有可无的保护。 已经开始准备将高规权调出来了, 徐悦自然也会在诱饵上下大量地了。 离开高规权家, 便是马不停蹄地带着神代力士去了最近的酒店布置着。 不断将精心调配, 比猫薄荷还强化数倍的强化版诱饵撒在神代力士身上。 泪的神代力士都好似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还不让他进食补充营养, 泪瘫倒了阳台上不断地喘息。 特别是明明身上全是猫薄和诱饵, 但却不能用, 更是对他忍耐力的一种折磨。 好好坚持一会儿, 时间到了就可以了。 徐悦系着玉袍的腰带, 丢下了神代力士, 前往了卫生间冲凉, 阳台上的窗口大开, 外面微风徐徐, 俯视下去还能够通过落地窗, 看到下方的车水马龙。 哗啦! 一雾吹拂的声音响起, 立刻引起了双目茫然的神代力士警觉。 自己没有衣服, 不可能是自己发出来的。 到底是谁, 竟然能够离自己这么近才被发现? 下意识伸出舌头舔了舔嘴边的神代力士, 便是看到了一位身材娇好, 被绷带缠绕的人影出现在了窗口上, 正用一种贪婪的眼神盯着自己。 一只眼睛被绷带遮住, 另外一只的鹤眼, 则是证明了对方的身份。 心中暗道不好的神代力士, 刚刚准备克服身体的酸软起身影, 下一刻便被瞬间制服反简按在了地上。 不可思议, 这到底是什么气味? 竟然如此的诱人。 利用青铜树干部艾特的身份出马的高规拳, 盯着神代力士满脸都是迷醉的神色, 随后低下头来在诱饵上, 清甜了一下。 那种味蕾爆炸的绝美体验, 让他瞬间就感觉自己以前都是白活了。 作为堂堂独眼之王, 竟然第一次品尝到了这样的美味。 你要干嘛? 不可以这样。 助手! 救命啊! 老板救我! 神代力士发现了来者的举动后, 心底也闪过了不妙的感觉。 他可是深深地明白这种诱饵的威力, 但绝对实力上的差距, 让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对方制服住后, 将幼儿舔得一干二净, 没留下一丝一毫, 甚至连神代力士嘴里的都抢出来了。 而被神代力士寄予厚望, 不断呼救的徐悦, 则是一边在卫生间当中冲洗着, 一边透过单侧玻璃墙看着外面的美景。 嘖嘖, 莫名感觉自己用的洗发水有点发率啊, 不过对象是高规权的话, 倒是并不排斥呢。 想想还有点小激动。 等到高规权将幼儿最后一滴都没留下的舔干净后, 他也精敏地查看了一下四周, 随后迅速抽身而去, 从窗口瞬间离开。 留下了原地不断抽气的神代力士。 直到此时, 徐悦才是一边擦着头发, 一边披着玉袍走了出来。 换来了神代力是委屈巴巴的眼神。 以老板的实力, 不可能没听到外面动静的, 加上之前他特地的安排, 不难猜到这是他故意的。 而且, 虽然对方掩盖得很好, 但从身段上来看也是个小姐姐。 所以, 这恐怕就是老板的下一个目标了。 当他沾上这东西后, 今后恐怕就无法再逃出老板的手心了。 本以为应该是董香那丫头会先犯到老板手上的。 现在看来, 老板一直都有着自己的计划啊。 该死? 什么东西? 高规拳咬着自己的大拇指, 脸色显得有些难看。 太失态了。 自己明明是想要去监控确认情况的, 但为何就变成了这样? 完全无法控制, 完全把持不住。 那种气味对孙种来说, 简直比猫薄荷对猫还要更加可怕。 特别是在品尝到了味道后, 更是欲罢不能, 完全被食欲所支配。 后面他也是发现不对劲了, 所以才迅速地撤离。 失败。 大失败。 如果这还没发现是一个针对自己的陷阱的话, 那他也就不是权解了。 特地光明正大的先来拜访自己, 随后利用言语引起自己的怀疑, 让自己出现。 对方应该是明白了自己那人类作家的身份。 不过, 从那个叫做神代力士的孙种身上, 自己倒没有察觉到什么。 他应该不知道真相, 甚至都还不认识自己。 全是那个徐悦副总编的阴谋吗? 呵呵, 有趣了, 虽然明明知道是诱饵, 但这种诱饵却也是无法拒绝啊。 高规全突然就笑了起来, 笑得有些妖媚邪意。 如果, 这种诱饵管够的话, 想要收买自己也并不是不行呢。 就让我看看,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顺手给高规全下了个套后, 徐悦也没准备, 马上再去撩拨他。 毕竟现在这家伙的实力摆在这里, 只要给他时间, 他自己会主动找过来的。 相对的, 寄生兽的猎捕又要提上一程了。 虽然越到后面强化得越不明显, 但猎捕寄生兽毫无疑问是目前提升能力的最佳途径。 而且, 根据自己安排的一位案子对全新一的关注, 这边应该很快就能有收获了。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 米联邦那边传来的一则消息, 临时改变了徐悦的行程。 根据一枚矿产探查卫星的反馈, 南极下方突然爆发出了高能反应, 再通过另外几枚卫星配合, 甚至隐约辐射出了南极下方一座金字塔一样的建筑图案。 这绝对是历史性的发现。 这边也要开始了吗? 嗯, 时间上要好好规划一下了。 稍微算了一下后, 徐悦也准备抽空去一趟南极。 没办法, 铁血战士的剧情持续时间相当短, 错过了可能就很难补回来了。 相对的, 其他几处都还在掌控当中, 这一点时间还是疼得出来的。 这样的话, 那个被寄生的女老师填工良子可以先留着, 先把A干掉好了。 干掉那家伙后, 差不多准备工作也能完成了。 南极那边出现了状况, 徐悦也没准备直接动用FBI的力量过去, 到时候直接跟着考察船就可以了, 利用这个时间正好将A捕获完成。 而且刚巧米联邦那边也已经有几位幸存的实验体 完成了炸弹的植入和初期的训练, 一起带过去给爆脸重爆一下吧。 嗯, 勇景归也可以带过去, 反正他又不会死, 看看一行能不能吸收亚人的这种特点吧。 第1946章 狗子 东京除了孙种树木多得可怕, 寄生兽的树木也比灯塔国多得多, 可能也就是亚人的树木相对要少一些。 全新一、高二的学生, 在暑假的时候被寄生兽的孢子寄生, 不过他当时反应快, 自己是清醒的, 所以抓紧了时间用带子勒住了自己被寄生的手臂, 阻止了寄生兽幼体攻入头部。 而因为寄生兽幼体必须要在一定时间内完成寄生, 所以这只寄生兽便无奈地寄生到了他的右手之上, 因为需要借助心一的内脏来提供营养生存下去, 所以无法杀死心一。 就在这样的交流与学习下, 被命名为小幼的寄生兽便也和心一达成的一定共识, 并不断利用这个时间学习人类的知识。 只是目前来说, 他们虽然不会再互相伤害, 可关系也比较僵硬, 远没有后期那种搭档般的默契和感情。 也就是说, 你的同类数目有不少吗? 心意有些担忧地说道, 小幼的能力如何, 她还是见识到了的, 虽然很排斥, 但却也不得不承认她现在根本拿对方没办法。 甚至如果不是对方需要寄生自己的身体, 自己已经被杀掉了。 根据对方的话来说, 其他寄生体恐怕寄生的会是头部, 根本防不胜防。 对我来说, 同类并不算安全, 另外, 我们同类之间一定范围内能够出现感应, 所以你的安全暂时不用担心, 你死了我也会很困扰的。 小幼一边在电脑上噼里啪啦地查阅着资料, 一边很是冷淡地说道, 寄生体的思维速度很可怕, 犹如计算机一样。 如果这一份运算能力被完美地开发出来, 用到正路上的话, 那会相当恐怖。 不过庆幸的是, 类似于小幼还有田工梁子这样喜欢研究的个体不多, 其他个体大多都是将这一份计算与操控能力单纯用在战斗当中。 只是就在此时, 小幼却是忽然电波一闪, 出现了一种奇妙的触感, 是同类的信号。 信号的出现, 让小幼立刻放弃了电脑, 回到了心仪身上, 同时在手心当中变出一张嘴巴说道, 我察觉到了同类的气息, 而且在我察觉到他的时候, 因为我自己也处于变形状态, 他应该也察觉到了我, 你是准备过去看看, 还是在这里等。 心意听到了小幼的话, 也不由一个机灵, 这里可是自己家, 可不能连累到父母了, 我们去找他, 不管对方是否带有恶意, 心意都准备过去见一面, 确定一下。 自己先被发现了老巢, 这绝对是处于不利的一面。 如果不能确定对方的情况, 那自己随时随地都可能处于被攻击的状态当中。 而一处小巷当中的徐悦, 也同样感应到了那一闪而逝的微妙感觉, 随后转头看向了几具血淋淋狗狮旁边站立的寄生犬, 笑着说道, 看来你的同伴要来了, 你现在应该已经学会了人类语言吧? 你是谁? 脑袋变成犹如巴掌鱼一样口气的寄生犬, 死死盯着前面的徐悦, 发出了一种沙哑的声音。 寄生兽饿了后, 一般只会食用寄生对象的同类, 所以这一只寄生在狗上的寄生兽, 一直捕食的也都是流浪狗。 只是靠着寄生兽那种强大的运算能力和平时的观察, 人类的语言掌握对其来说自然是简简单单。 看着徐悦, 这寄生犬也有着深深的忌惮, 对方能够捕捉自己以及自己同类发出的信号, 理论上这应该也是同类才对, 可对方的表现来说却一点都不像。 寄生兽行动时发出的信号, 敏锐点的人类都能隐约感应到, 只是范围很小罢了。 已经吸收了一条幼体和一条成熟体的徐悦, 配合原本的恐怖身体素质, 感应能力自然也不会弱于普通寄生兽多少了。 而偏偏徐悦是完全消化吸收, 将寄生兽细胞同化全身的运用。 所以他自己行动却又反过来不会发出这种信号。 再过来找新衣, 而后准备靠着新衣顺藤摸瓜安排一下的徐悦, 还没到新衣家呢, 就已经发现了这么一只狗子。 不过可惜是一只狗子啊, 寄生过后也已经狗化了, 想要换身体都只能在狗子之间切换。 这种情况下, 徐悦就算再忙也不至于把它吸收了, 所以才没有开局就把它剁了, 而是笑眯眯地交流着。 寄生兽的选择很多时候也很机械化, 非一寄灵, 这种情况下, 其实是有可能对其完成驯服的。 每次都只给你一个选择, 不就相当于听命行动了吗? 一直不给他反叛的选项, 他不就是忠诚度满直吗? 我不想与你为敌, 你走开, 不要影响我进食。 狗子看着徐悦, 直白地表达出了自己的意思, 这家伙在这里的时候, 他吃都不敢吃。 那可不行, 我很早就想要收养一条狗子了, 然后它们被你咬死了, 你得用自己赔偿我。 徐悦心平气和地说道, 你想要我做你的宠物狗? 寄生犬那张鱼口气脸上, 都出现了一阵扭曲, 变得愈发地猙獰了。 已经混迹了这么久, 他当然知道宠物犬是什么。 寄生兽永不为奴, 好激烈地波动, 他在战斗。 目前, 新衣的身体还是普通人的程度, 虽然有着小悠的指路, 移动速度也就那样。 不过中途的时候, 小悠还是变出了一张嘴, 凝重地说出了那边的情况。 虽然他没有看到画面, 但这种激烈的信号, 必然是战斗的时候才拥有的。 停下来了, 应该是他击杀了目标。 小悠冷静地说道, 为什么不是他输了呢? 因为我还能感应到他, 他并没有死亡, 我有了解你们的这个星球信息, 除了那些报道当中的石狮鬼, 和那种亚人可能对我们造成威胁外, 也就只能依靠你们的热兵器了, 而现在我们也没有听到枪声, 应该只是他在捕食。 捕食? 听到小悠的话, 新衣的脸色也有些发白, 他已经从小悠这了解到了。 如果是成功寄生的成熟体, 捕食的对象通常是被寄生的同类。 这和孙种一样可怕。 不, 甚至因为他们的冷漠, 他们的外星身份与不计后果, 可能比孙种都还要更加可怕。 而且, 他们的行动还能隐藏在孙种的行动之下, 完美的潜伏者, 让孙种背上他们杀戮的黑锅。 绝不能, 绝不能让这种危险的东西盯上自己家里。 一时间新衣的速度都不由快上了几分, 随后便是迅速地冲到了一处小巷当中, 看到了一个被寄生的人类, 以及一只正摇着尾巴满地打滚撒欢的狗子。 看着巷子当中另外流浪狗的尸体, 新衣也不由稍微松了口气。 还好, 他只是在给自己的宠物捕食, 并没有杀人, 不过这家伙可真是个笨蛋, 狗子吃的是狗粮, 不是和你们一样吃同类的。 第1947章 善意 打个滚 徐悦对地上的狗子指挥道, 随后便见到了 他很是灵活地翻滚了起来, 脸上表情似乎是固定成了柴犬笑容。 满意地看了看自己的驯化成果后, 徐悦便是回头看向了心意和小佑的方向。 诶, 真的是有趣的组合, 是没有寄生到头部吗? 平淡而陈述的语气, 的确是很类似于寄生体的样子, 让心意也莫名感到了一阵压力。 而这时候, 小佑也从心意手上变化出了自己肉肉的形态, 看了一眼地上的狗子, 又看了一眼徐悦, 眼中显得有些疑惑。 现在, 自己的这位同伴已经将变化收敛了起来, 虽然还有淡淡的残留感应波动, 但却也已经无法分辨精确的位置, 只知道就在前方。 自己的同伴到底是那一条狗还是那个人类, 小佑无法确定。 他是寄生体, 他的思维当中并不会和心意一样容易被表面事物所影响。 所以, 并没有一开始就下定结论, 而是冷淡地说道, 刚刚你在战斗, 是和谁? 听到小佑的话, 徐悦也就知道这家伙没法忽悠了, 所以便也没有隐瞒地吹了口口哨。 地上温顺的狗子脑袋, 便是立刻变成了章鱼口气的恐怖形象, 直接吓了心意一跳。 果然, 你才是同类, 是寄生到了狗的身上吗? 小佑依然没有什么情绪的变化, 或者说寄生体本身就没有什么情绪变化, 也就是后期受到的心衣的影响, 小佑才多了一些人性。 原来还有比我更惨的, 好歹我还有个自己的身体, 结果你却直接变成了一个器官。 寄生犬看着小佑, 也同样冷淡地开口了。 对于寄生犬能说话这一点, 心意倒是没有丝毫感到意外, 连自己的手都能说话了, 一只会说话的寄生狗有什么好稀奇的。 而此时, 心意最为感到好奇的, 还是那站在寄生犬旁, 好似寄生犬主人的徐悦。 之前小佑说了, 这里只有她的一个同类, 而且开始还爆发了战斗。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很可能爆发的战斗, 就是这寄生犬和这个神秘的人类之间进行的。 小佑的能力, 心意虽然不完全清楚, 但也知道战斗力恐怕是相当可怕的了。 这一条狗被寄生后, 战斗力比起寄生在自己手上的小佑也不会弱多少吧。 结果这是什么情况? 在半路的时候感应到了战斗, 刚刚到这里的时候就结束了。 而那一只寄生犬还出现了一种被驯服的姿态。 你是亚人, 还是孙种? 亚人的数目太少, 而且应该没有这么快结束战斗的能力。 所以说你应该是孙种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在心意疑惑的时候, 小佑便已经左右两边变成了两把骨刃, 警惕地看着徐悦。 普通人要杀死寄生体, 使用枪械的火力弹幕少点都无法办到。 能够这么快完成镇压, 打负一位寄生体的话, 那显然是孙种的可能性更大。 看来你学习地球的知识还是只停留于表面, 这个世界有着孙种和亚人这种危险的东西, 但现在还能保持稳定, 让实力强大的孙种不得不低调隐于社会阴暗当中。 你认为会没有相应的对抗力量吗? 听到徐悦的话, 小佑也沉思了片刻。 的确如此, 自己从网络上表面搜寻到的东西的确有限。 这么说, 对方就是专门对付孙种机构的成员了。 而且很可能还是官方成员。 如果是这样的话, 自己就真的麻烦了。 必须要灭口。 现在的小佑可没有丝毫仁慈之心, 如果不是心意关系着自己的性命, 她连心意都会杀。 眼前有一个官方成员已经了解到了自己的存在, 那的确就是天大的麻烦了。 她有了解人类的武器, 如果不是拥有着隐蔽性这一点, 自己和自己的族人绝对无法抗衡这个世界的力量, 只会被逐步找出, 然后捕杀, 甚至拿去解剖和研究。 就和孙种和亚人一样, 明明有着更加强大更加优秀的个体, 却偏偏只能生存在阴暗当中。 既身体之间互相的情绪感应是相当敏锐的, 小佑才刚刚出现杀意。 新入障的狗腿子便也同样察觉到了, 立刻就将脑袋画出了两把骨刃, 扑上前去和小佑的骨刃迅速地撞击在了一起。 眼花缭乱, 一秒百机。 可就算是这种高频率的攻击之下, 双方的骨刃都能精准地完成碰撞, 互相抵消。 简直和演练过的一样。 单一寄生体之间的战斗, 很容易就会演变成这种场景。 而下一刻, 满脸茫然完全看不清眼前刀光剑影的新衣, 便是突然拱起了身体, 嘴里吐出了一片血雾。 却是在两只寄生兽战斗的时候, 被徐悦直接给了一拳。 虽然一拳打在新衣身上, 短期内看上去对小佑的影响还不大, 但她也已经果断地回转了回来, 并拦在了新衣面前, 如临大敌。 你说这么短的时间内, 我就能让她变成狗子了, 是什么给你的错觉, 你会比我强? 徐悦将新衣打到跪在地上干呕后, 便是淡淡地看了小佑一眼, 让小佑也完全沉默了下去。 那你有什么目的和打算? 之前没有杀, 我们肯定是我们有能用的地方吧? 聪明, 我之所以选你, 是因为你也是特殊个体, 不会和孙种还有你其他寄生到人体的同伴一样以人为实, 加上你的宿主还保留了意识并掌控了身体的主动, 所以才有着戴罪立功的机会。 徐悦对小佑的果断和实实物也较为满意。 戴罪立功? 我可不记得我们有过犯罪。 非我族类其心必毅, 你不是人类就是最大的原罪, 要懂得感恩。 主人, 你让他去找我的同族, 是想要一网打尽吗? 他有能力完成这种任务吗? 不安排我去帮忙吗? 寄生犬跟在徐悦身后, 有些疑惑地说道, 狗子虽然自己寄生的对象不好, 但对比起小佑他还是有优越感的。 我相信他有着一份能力。 徐悦对心意和小佑的组合自然还是有信心的, 毕竟也是气韵之子嘛。 原本剧情他和其他寄生体之间是有对抗姿态的, 哪怕那样, 都有不少寄生体围绕在他四周转。 比如, 自己在米联邦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只, 这里过来找他的时候顺路就能见到一只。 一旦他充分地向寄生体释放善意, 再加上小佑的不断周旋, 类似于田弓梁子这样的寄生兽, 恐怕也会接受并认可他。 徐悦对他的要求也只要做到这一步就行了, 尽可能地多标记一些寄生体的坐标, 等到回来后进行收割。 第1948章 摄影师 鲍威尔, 消息已经传给他们了吗? 东京机场, 一位金发碧眼的白人汉子, 对旁边一位比他瘦小了一圈的黑人男子说道, 已经传过去了, 不过我手下有一队人马去那个恐龙岛探路被恐龙干掉了, 现在人手也不多。 鲍威尔有些遗憾地说道, 这次任务自己是幸运的, 虽然因为各种限制关系, 导致自己在这个世界原本的战力还不如手下的精锐轮回者, 但没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 自己竟然运气好的触发了隐藏事件。 在花费一个A级剧情点的情况下, 成为了这个平凡世界当中的超能力者, 被称为独眼孙种的存在。 这个价格花费简直是超值的, 因为除了获得了远超常人的力量外, 自己还加入了全球最为强大的特殊机构, 米联邦的FBI。 而且几乎是在刚刚加入训练的时候, 自己就被上一次任务的金主爸爸找到。 这位同样加入了这个计划的一名大财阀高层雷克萨经理, 并再次提出了雇佣计划。 上次任务, 自己的团队就是受雇于对方, 帮忙探路和成为炮灰的任务, 所以才会因为使用指定权限而进入当前这次惩罚任务。 本来的话, 自己在任务间隙期都还主动找过他们, 想要让他们在惩罚任务当中也雇佣自己的团队, 直接赚两份钱。 但当时被无情地拒绝了, 他们似乎因为最近流传出的两份超级权重, 而准备有什么大动作, 并不信任自己的团队在惩罚任务当中的能力。 而现在, 因为自己也成为了这特殊计划的幸运, 却是被他主动找上门来再雇佣, 价格还比自己之前提出的还要更高。 呵呵, 昨天你对我爱搭不理, 今天我让你出双倍价钱。 嗯, 将你们对那个恐龙岛的情报也都传过来, 然后我们这次的行动务必要保密。 雷克斯低声对着鲍威尔说道, 但这次计划当中, 还有不少人正在接受训练, 虽然因为认知误导, 我们不主动交换信息不知道他们是谁, 但很显然里面大多数都不是我们的人。 鲍威尔有些为难地说道, 认为这次任务计划保密很难。 我当然知道, 关于成为独眼孙种的方式和方法显然是无法隐瞒的, 但我们这次特殊任务只有我们两人是完全可以遮掩过去, 知道的人越少, 我们可能获得的好处就越多, 不然你以为我为何还要雇佣你们? 雷克斯冷哼了一声, 让鲍威尔连忙点头称是, 喂, 你们磨磨蹭蹭干什么? 赶紧的, 难道还想要让大人等我们吗? 就在两人交头接耳的时候, 前面一位封衣墨镜男子便是不满地催了他们一句, 让他们两个连忙点头哈腰地跟了上去。 没办法, 这次派出的三人队伍, 那个土著才是队长, 掌握着自己两人的生杀大权。 在接受培训的时候, 桀骜不驯的轮回者们就已经知道了自己脑袋里 已经安装了特制的额外附赠品, 不听话随时都能够让人脑袋爆炸。 不过对于这一点, 他们却也并不担心, 只要我们展现出了我们的价值和作用, 那他们就会舍不得按下这爆炸。 相当于这炸弹就不存在。 毕竟是惩罚任务, 得到了这么完美的开局, 加上一点限制也是理所当然, 比起那些只获得普通人身体的先驱来说, 自己等人已经是够幸运了。 局作, 我只是一名大学生, 你要求的那些战斗训练我也还没完成, 就只带我出马不太妥当吧。 永景归随着徐悦抵达东京港口后, 有些忍不住地询问了一句, 我选择你, 自然有选择你的原因, 这一次任务的未知因素太多, 很可能涉及地外文明, 你的不死特性用来探查才是最为方便的。 下车后, 徐悦满脸淡然地说道, 而且这次除了你, 战斗单位我也选了三个, 只是日国这边的人手紧缺, 选的是本土的人手。 听到这么说后, 永景归也算是松了口气, 这样的确就行得通了。 虽然知道自己肯定到时候要去探查一些危险的地方, 甚至有可能会凉凉, 但最近被石井那家伙锻炼, 时不时喂他一顿, 对于死亡和疼痛的忍耐力已经提升很多, 什么场面自己还会扛不住? 总编大人, 我们来晚了, 真是万分抱歉。 就在徐悦和永景归抵达码头没多久的时候, 那位封衣墨镜男子, 便是带着雷克斯和鲍威尔两人来到了徐悦身边。 不晚, 船都还没到的, 后面的行动就辛苦你们了。 徐悦笑盈盈地对三人说道, 封衣墨镜男, 是特别行动班中一位S级的独演孙种, 名叫约翰逊, 至于另外两位, 当然就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幸运了。 现在已经完全通过了孙种改造手术的轮回者, 已经有十几位了, 但训练完成的也就三四位而已, 这次行动挑两位过来试一试就够了。 这次徐悦毕竟只是以一位出版社副总编的身份登船的, 名义上是想要拍个纪录片, 只是拐弯抹角找到了FBI的关系出面, 让这次科研调查团答应了下来, 带的人手自然也不能过多。 就在几人闲聊的时候, 约翰逊便是接到了科研调查团打来的电话, 科考船已经入港, 可以登船了。 显然, 对于这种中途蹭船的人, 那科考船还不至于派人下来接他们上船。 不过在登船之后, 还是见到了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也是这艘科考船的主人, 亿万富翁查尔斯·维兰德。 哦, 欢迎各位, 接下来我们将见证一次奇迹之旅。 查尔斯满脸笑咪咪的表情说道, 作为一位亿万富翁, 他当然知道FBI的能量, 所以那边打招呼过来说, 有一位日国总编想要录制一个相关的纪录片, 自然也没有拒绝的底气。 其实, 这次南极的情况, 最先发现问题的就是查尔斯自己的私人卫星, 所以他才能以最快的速度 组织出这一支科考船队。 身为亿万富翁, 这一次之所以会亲自出马过来, 主要的原因也是他已经身患绝症, 想要看看这种很明显地外文明的地方 是否能够得到延长寿命的技术。 为此, 他专门邀请了最顶尖的探险加莱克斯·伍德 作为这次行动的导游, 还有对阿兹台克文明有相当了解和研究的考古学家 作为随队成员。 阵容可谓是无比的强大。 自然, 我将会用我的摄像机, 记录下我们的所有探险经历, 这绝对会是一次美妙的旅行。 徐悦将永景归背着的箱子拆了出来, 组装成了一架肩抗摄像机背在了肩膀上, 镜头已经开始对象了查尔斯这位大富豪。 第1949章 南极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那个成为摄影师的总编, 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局座大人。 船舱当中, 雷克斯满脸自信地对鲍威尔说道, 我也相信这一点, 大厦风格的名字, 并且特地安排了我们这样的特殊成员过来保驾护航, 这种规格的确前所未有。 只要我们能够成功讨好它, 那能获得的好处也不可估量。 鲍威尔也满是心动的样子。 被改造成功的同行可不少, 我们要一直确保优势, 就要充分发挥出我们最先通过训练的长处, 眼前就是这么一点机会。 雷克斯看了鲍威尔一眼, 也算是较为满意了, 这群黑鬼当中难得出现一个可以用的家伙。 鲍威尔这家伙的实力和能力都算是不错了, 虽然要价不便宜, 但如果能够达成目标的话, 还是完全值这个价。 时空能力, 迄今为止都是轮回空间最为优秀的能力之一, 如果真的能将那份初级能力开发到极致, 效果比起之前流传出的那两份权重也毫不逊色。 没错, 雷克斯大人, 如果不是我们跟着局做出来了, 那恐怕没人能够知道这个隐藏要素, 也没人能够开启。 不说两位轮回者对徐悦的身份有所怀疑, 就算是查尔斯对于这一位摄影师都感到了很重视。 作为亿万富翁对于FBI的名头, 对于那位传说中局做的名头, 他还是自然知道的, 虽然没有相关的对应资料, 但却并不妨碍进行猜测。 顶着的是一位总编的名义, 但应该就是FBI的高层, 那后面上传的三位可能也是保镖之类的身份, 大概是想要调查一下那个遗迹有没有价值吧。 对于这一点, 查尔斯心知肚明也并没有太在意, 自己身患绝症, 生命无多了, 这一次只是为了看还有没有机会而已。 如果真的有好东西, 他巴不得有大量研发力量来进行协助, 用最快手段得出结果, 自己哪怕不获得所有权, 只要能有使用权就行。 也正因如此, 一路上他都充分地表现出了自己的绅士风度。 船上的大厨可是我从米其林星级餐厅挖来的, 各位好好品尝一下。 原本枯燥的船上生活, 在这位富豪的投资下, 也显得并没有不能接受的。 不过单纯食物来说, 对于徐悦也只能给予一般的评价, 更多的还是拿着摄像机, 在这边将这些美食也录入了进去。 同时, 似乎是用采访的语气照着查尔斯说道, 听说查尔斯先生请了最优秀的挖掘队, 已经抵达了地点进行挖掘工作, 我们一到那里就能够进入市吗? 没错, 那是世界一流的队伍, 我花了大价钱了, 就像是莱克斯女士, 是世界一流的探险家一样, 还有这里世界一流的考古学家。 为了自己的小命, 查尔斯自然是下足了血本的。 不过, 除了挖掘队外, 安保人员的数目稍微多了点吧, 也是世界一流吗? 徐悦拿着摄像机四处照了照, 一起餐厅用餐的, 除了他们这边的外, 还有着另外二十多人的安保队伍。 虽然名义上只是安保人员, 但每一位成员都是三角洲退役下来的资深士兵, 而且火力还相当地强大。 原本剧情中虽然也带了点保镖什么的, 可显然阵容完全无法与这次相比。 哪里, 出门在外还是安全第一吧, 毕竟也要担心有海盗什么的。 查尔斯干笑了两下, 其实他开始真没准备这么多武装人员的, 但在接到了通知后, 多少还要担心真的有重大发现被灭口什么的, 纯粹是下意识地自保举动。 反正对他而言, 也不会多花几个钱。 当然, 这么重的火力, 他纯粹只是不想自己被灭口和谐, 对于这几位明显是FBI的人, 他还是不敢有什么不好想法的。 他们灭口了自己, 完全可以回去随便解释, 但别说自己灭口了他们, 就算他们是自己掉海里淹死了, 自己都得回去陪葬。 那个恐怖的机构就是这么吓人。 嗨, 小记者, 多拍一拍我们啊。 是啊, 你难道是对我们来保护你过去有什么不满吗? 那些正在另外一边大声说笑的佣兵们, 似乎也注意到了这边的交谈。 许悦那种没必要带这么多安保人员的说法, 无疑是在砸他们的饭碗, 以他们这群家伙的暴脾气, 自然也不可能对一个小记者有什么容忍。 虽说没有破口大骂, 但各种调侃的话语也都说了出来。 说着说着就互相打趣了起来。 对于这些话, 徐悦自然也是含笑面对, 只是转移了摄像头拍向了他们。 几乎在徐悦转移摄像头的瞬间, 雷克斯和鲍威尔两人便已经对视了一眼, 一同跳了出来。 不得对总编大人无礼。 放肆。 这种难得刷好感的机会, 怎么能够放弃? 我们要抓紧一切可以证明的机会来证明自己, 来告诉局座自己两人就是您做前最忠实最有能力的两条中拳。 任何要为难局座大人您的人, 都得从自己两人的身上汤过。 不要暴露自己。 只是就在两人摩拳擦掌准备证明一下的时候, 徐悦轻飘飘的一句话就让他们如坠冰窖。 不要暴露是几个意思? 只是不暴露我们独眼孙种的身份, 还是连我们的体力都不能暴露啊。 徐悦说完话后, 就不再理会他们两人了, 已经转头过来和查尔斯谈笑风生, 而查尔斯也显然懒得去理会这一群精力旺盛的佣兵, 只是轻飘飘地说了一句注意分寸, 就不再理会了。 随后, 束手束脚的雷克斯和鲍威尔两人, 便被那舔着舌头露出鬼畜笑容的二十多位大汉 按在地上不断地摩擦, 随后拖着脚拖出了餐厅。 枯燥无聊的航程上, 总归也得找点乐子嘛。 也就在这样的日常航行中, 科考船便是成功地抵达了目的地海域。 在一处天然港附近落脚, 船上的人也陆续来到了冰面上。 靴子踩在雪面上, 发出了嘎吱的声音, 这一片被人类影响最小的大陆上, 也依然避免不了人类活动的痕迹。 在零下几十度的冰冷寒风中, 科考队的灯光也照亮了不远处, 被遗弃了多年的补精营地。 提前抵达的挖掘队, 已经利用那废弃的补精营地, 重新搭建起了一个新的营地, 此时一片灯火通明。 在挖掘队的人发现他们的动静后, 正有人开着雪地摩托朝着这边赶来, 提前就用卫星电话通知到了的, 他们也知道科研队今天会到。 在这寒风中, 互相搀扶着走下船的雷克斯和鲍威尔两人, 也坚强地对视了一眼, 长长地出了口气。 终于熬出头了, 想一想, 那黑暗的航程, 简直往日不堪回首。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我们的人辱负重是不会白费的。 很明显, 现在局座对我们的笑容都多了几分。 第1950章, 一艘造型充满了钢铁狂野风格的飞船, 静静地漂浮在地球轨道之上。 这是铁穴战士们的飞船。 这一次, 带来了三位需要经过试炼, 通过成人里的战士, 过来启动这颗星球上安排的试炼场。 作为已经能够星际航行的铁穴一族来说, 虽然他们满脑袋都想着和强大的怪物战斗单挑, 来证明自己的英勇, 可自身的科技术却也让他们被动地 在许多星球都布置了闯关的试炼场。 眼前的地球, 便是他们布置关卡的星球之一, 只是相对来说已经废弃了很多年了。 近期因为其他试炼场的繁忙或损毁, 才是再次启动了这颗星球的试炼。 异形母皇室铁穴一族, 好不容易才捕捉到的好东西, 一直也都冰封在南极。 而且为了让异形孵化, 还需要有足够的工具人, 所以他们才会早早地激活基地的能源系统, 已吸引这颗已经具备初级科技力量星球的人类文明发现, 让他们自己送上门。 在等待了足够的时间后, 他们也已经利用自身的成像系统, 探查到了足够祭品的靠近。 三位需要进行试炼的战士, 互相点了点头后, 便按下了发射按钮。 一道炙热的激光精准地轰向了目的地, 一瞬间就贯穿了整个厚重的冰层, 形成了一条通道直连那金字塔一样的遗迹之处。 通道贯穿后, 三位铁血战士也乘坐登陆舰, 隐形朝着目的地飞去。 嗯, 你不是说冰层超过了你们的预料, 还没打通吗? 查尔斯看着那光滑的洞口, 满脸都是疑惑之色。 哦, 我敢发誓, 昨天都还没有这个。 提前一周就抵达了这里的挖掘队负责人, 看着那被贯穿的开口, 脸上也都是难以置信。 而徐悦则是背着摄影机对着这洞口一阵猛拍。 看来, 是下面这个遗迹又出现了什么变故, 从旁边凝固的融化痕迹来看, 这应该是瞬间产生的高温造成的, 和之前卫星探查到的热源也对应上了。 恭喜你们, 这必然是一座还具备一定功能的地外文明遗迹, 徐悦平静的话, 引来了查尔斯的一阵兴奋, 他为的就是这个。 就算是挖掘队和拥兵们, 对此也感到了很是振奋和开心, 科考队的大多数人都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没办法, 外国人少是有原因的, 在发现了这种问题后, 第一反应并不是恐惧, 反倒是好奇和兴奋。 唯独只有那位女探险家导游莱克斯正在想办法劝说大家冷静。 可这种场面怎么可能冷静得下来吗? 就算是两位轮回者, 此时都是满脸兴奋, 感觉发现了大新闻。 这种一记探索完成, 这个隐藏要素肯定能开发到终极以上吧。 这样, 就只需要再开发一个终极, 就能获得第一份出击权重了。 至于永景归, 其他人都不怕, 他一个不会死的亚人有什么好怕的。 甚至还回头看了徐悦一眼询问道, 需要我先下去吗? 作为亚人, 他还是有着这一份自觉的。 不然这位局座没必要特地带上自己啊。 嗯, 你先下吧。 徐悦满脸平静, 而后永景归甚至不等挖掘队将电动滑车安装好, 就直接跳进了这带着坡度的洞里, 犹如坐滑梯一样的朝着下面滑了下去, 让旁边原本的欢声笑语都一阵静音。 拿着探照灯向着洞口下照过去, 一照看不到头的场景, 也让不少人都咽了口口水。 那二十几个佣兵的佣兵头子都露出了满脸敬佩的表情。 卧槽! 看上去文质彬彬的, 结果是个狼面。 还好他们有分寸, 在船上也就只找那两个主动挑衅过自己等人的麻烦。 不然, 真碰到这种狠角色, 你和人家闹着玩呢, 人家突然给你两刀就搞笑了。 毕竟他们也只是受雇的佣兵, 不可能真的做出太过激的举动。 好了, 赶紧搭花轮吧, 到时候留两个警卫人员和挖掘队一起在这里保护出口, 其他人都一起下去。 查尔斯也冷静了下来, 做出了安排, 随后还对徐悦有些担忧地询问道, 总编先生, 您的那位助手。 别担心, 他是亚人。 徐悦并没有掩饰永景归的身份, 反正下去后迟早要暴露的, 没必要。 这话说出来还真的是震慑到了其他所有人。 亚人的新闻出过不少, 但实际上数目比起孙种要少太多太多了。 明面上永景归甚至是日国第三位报到的亚人, 就算算上暗地里的亚人, 实际上也就二十位左右的样子。 这还第一次见到活着的了。 听到了徐悦的话, 雷克斯和鲍威尔两人更是神情振奋。 除了这个遗迹, 竟然还附送一个亚人世界。 完成独演孙种改造后, 自己等人在孙种这隐藏要素上, 就已经有不错的进度了。 再努力一下, 应该很快就能到终极, 眼前遗迹探索完又是终极, 然后又找到亚人线索。 这位局座还真的是我们的福星啊。 有了县城的通道, 对于那专业的挖掘队来说, 布置滑轮和电力滑车简直不要太简单。 三下五除二就完成了布置, 随后科考队的人便是一批一批地滑了下去, 和下面的永景归会合。 我已经在四周探查过了, 目前没有危险, 也没发现毒气, 这里有一条路直通一计, 看上去就好像是金字塔。 永景归下来后, 当然也不是干等着, 他自己本来也喜欢动脑子, 为了体现自己的价值, 好让那位局座出面取消自己的通缉, 当然也会努力。 在安装滑轮的时候, 他就已经在附近完成了探查工作。 这是奇迹。 查尔斯看着眼前宏伟的遗迹, 满脸都是兴奋的神色。 虽然看上去好像是金字塔, 但和其他金字塔不同, 这个遗迹充满了一种金属质感, 看上去犹如青铜打造的一般。 入口处有许多壁画, 看上去应该是记录它们的历史, 以及遗迹建造的原因。 不过我对这方面不太擅长, 有些读不懂, 只知道大概上应该是和什么野兽搏斗。 永景归冷静地说道, 随后带着一行人朝着入口的方向走去, 用探照灯罩着墙壁上的壁画, 指着对其他人说道。 虽然他同考全国第一, 妥妥的学霸, 知识面也很丰富, 但毕竟考古这一块还是太杂了, 能够做到眼前已经不错了。 剩下的就需要专业人员来解读, 查尔斯高薪聘请的专业团队, 为的就是做这个的。 第1951章, 兵分两路。 不可思议, 这是阿兹台克人的神庙, 上面记载的也是和他们神明有关的信息。 多年前, 地外生命乘飞船抵达地球, 传授阿兹台克人知识, 被他们奉为神明。 队伍当中的考古学家, 阿兹台克文明的专家, 不断地在壁画上观摩着, 解读这壁画的内容。 虽然阿兹台克人的壁画很抽象, 但在这位专家用手指笔画的飞船图案轮廓下, 逐渐所有人都读懂了这壁画表达的意思。 地外生命高度发达, 对统治地区这种落后的对方没有一丁点兴趣。 他们来到这里的原因仅仅只是为了试炼。 一种会破腹而出的怪物, 树木好似无穷无尽的怪物, 就是他们的试炼目标。 一旦成功就会用怪物的写在自己额头上画上符号, 而一旦失败, 他们就会动用引爆装置彻底摧毁一切。 文明的衰落和断层, 与他们连续好几次试炼失败有着莫大的关系。 也就是说, 那些地外生命又开始失恋了。 不一定, 或许是因为这一季在这里太久, 里面的设施出现了问题, 自主激活了能源系统。 现在这个一季已经运转起来了。 几位专家在那边激烈地讨论着, 而他们讨论的内容也被徐悦原原本本地都录入了摄像机。 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这种怪物和试炼的外星人肯定会出现的。 雷克斯和鲍威尔两位轮回者很是冷静地说道, 在自己两人抵达这里的时候, 就已经得到了新隐藏要素的发现提示。 既然是隐藏要素, 那就不可能简简单单让我们探明这里, 平白增加探索程度。 危险和机遇一向都是并存的。 自己两人作为独眼, 实力强大, 远超人类个体, 如果就按照壁画上外星人和那些怪物的层次表现来看, 并不是无法应付。 不过那种看上去好像肩抗炮一样的东西, 和最后失败时的炸弹, 还是让两人感到了很大的压力。 如果他们真的出现的话, 最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两个。 想到这里, 两人的脸色也逐渐露出了嗜血的笑容, 随后不着痕迹地扫视了一眼那些佣兵们。 为了不影响在局座眼前的评价, 自己两人一路忍辱负重, 犹如奴隶一般地被这群该死的东西使唤。 如果真的那些怪物或者外星人来袭, 死个把人不是很平常吗? 在保护好局座之余, 如果能够干掉它们, 那绝对不会手软。 看什么看? 又欠揍了是不是? 叼着牙签的拥兵头子, 狠狠地瞪了两人一眼。 真是唯恐天下不乱, 如果真的有外星人和怪物出现, 你们两个以为自己能够活得下去吗? 一边说完, 它还一边拍了拍手上的自动步枪, 如果真的有危险, 也唯独只有这个能够给自己安全感。 作为三角洲退役下来的老兵, 它们的战斗素质是毋庸置疑的。 哪怕听到了可能会面对未知的怪物和地外生命, 也并没有出现恐惧。 如果是外星飞船过来, 它知道自己肯定毫无办法, 但只是一些轻装上阵过来试炼的未成年外星人, 自己还有什么好怕的。 我觉得, 我们应该先出去, 将这里的消息传回国内, 让联邦出面进行挖掘。 女导游莱克斯有些犹豫地说道, 眼前的情况显然已经超过了它的预计。 不管是什么外星人还是什么怪物, 显然都不是这些私人团队应该面对的东西。 不行, 既然都已经来到这里了, 那我们就要成为奇迹的见证者。 查尔斯满脸狂热之色, 本来就已经身患绝症, 眼前是他发现的唯一机会, 无论如何他都不可能退让的, 一定要亲自去里面一趟, 看看有没有奇迹出现。 这里绝大多数人都受雇于查尔斯, 虽然莱克斯提出了反对, 但却并没有什么卵用。 就算查尔斯不让那些傭兵威逼他强迫前进, 他现在回去也无法上船。 在南极这种恶劣天气下, 没有补给品的落单就代表着死亡。 进去吧, 我不是特地带来了一位亚人朋友吗? 他能为我们免除许多后顾之忧。 扛着摄像机的徐悦, 犹如幽灵一样出现在了正在争吵的几人身后, 将他们争吵的画面都拍了进去。 有危险的地方, 我会先过去的。 永景归对于徐悦的话并没有表现出反感, 他是聪明人, 知道自己的定位, 也知道自己需要怎么做。 也就这样, 一行人便是踩着那花钢岩一样的地板, 伴随着一阵阵回声朝着遗迹内部走了进去。 根据铁血战士们的情况, 在自己等人踏入一阵内的时候, 他们应该就已经出发了。 不过, 等他们真正进入一阵, 应该要等到爆脸虫完成寄生, 一行开始出现才代表着试炼开始。 嗯, 他们的武器相对还是太过危险了, 所以按照原本的路线将他们的肩抗炮拿掉好了。 在一行人正式踏入一阵, 顺着通道向内深入的时候, 一记本身也似乎触发了什么机关, 到处都传来了机关轰隆轰隆的声音。 甚至一行人的前方道路, 很明显地出现了移动和折叠, 后路也出现了变化, 引起了所有人的些许慌张。 大家不用惊慌, 这种变化是有规律的, 根据阿兹台客人留下的日历计算方式, 我们能够计算到回去的路。 还是科研队当中的考古学家发声安抚了众人, 随后还站出来按照四周的图案, 犹如风水罗盘一样的念念有词, 指向了前方的两个入口。 这里两条路代表的意义, 这一条应该是通往宝藏之地, 而这一条应该是通往献祭之地。 而根据规律来说, 这种变化应该13分钟就会变化一次, 所以或许我们无法将两处地点都探查完, 只能探查一处。 能够被高薪聘请过来的专家, 自然还是有两把刷子, 很轻易地就将规律与路线全部找了出来。 既然来了, 那自然要全部都弄清楚, 兵分两路就是了。 查尔斯显然是有些急不可耐, 现在人手这么多, 完全有能力兵分两路。 为了安全起见, 安保员进行评分, 刚好一边十位。 徐悦也在这时候点了点头, 同时拍了拍旁边永景归的肩膀说道, 而且从名字上看, 献祭之地遇到危险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永景归和我跟随进入这一对, 以防万一。 那行, 总编大人带着你的人去这一边, 而我带着其他人走这条路, 13分钟变化一次的话, 我让他将你们下一次变化应该如何走, 怎么会合的方法告诉你。 查尔斯也回应得很爽快, 这位神秘的家伙不和自己一起走自然是更好, 不然碍于他的身份, 真的发现到了什么多少, 还是有些麻烦。 徐悦都决定去献祭之地了, 已经决定要做他忠实狗腿的雷克斯和鲍威尔, 自然也要紧随其后。 不过, 徐悦似乎是为了对主队保持一定监控和影响的关系, 并没有答应查尔斯的提议, 而是将拥有S级实力的独演约翰逊, 安排进入到了查尔斯那一方的队伍。 对于这种要求, 查尔斯自然也无法多说什么。 好吧, 那祝各位一路顺风。 祝诸君五蕴昌龙。 一记最底层, 被冰封多年的一行皇后随着解冻缓缓苏醒, 并开始了新一期的产卵。 根据进入的人数, 产卵的数目显然也明显多了点。 第1952章 有毒 嘎吱嘎吱 机械齿轮声响起, 前方的道路随着众人的前进, 慢慢地向外分开。 金字塔类型的建筑风格, 让这里充满了机械感的同时, 又有着一种原始的神秘感。 看上去好似和科学搭步上便一样。 外星人的风格从一开始就充斥着一种神秘。 总编大人, 其实面对这种未知的状态, 让约翰逊大人跟着才更加保险点吧。 毕竟您的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雷克斯对于徐悦将约翰逊安排去监视另外一对, 自己是百分百点赞的。 因为这样才有着自己的表现机会啊。 不得不承认约翰逊那土著的实力是真的强, 如果有他一路跟着, 根本就没自己的表现机会。 但为了表示自己对老板安危的担忧, 自然而然地还是要说出这种正确的话。 鲍威尔在一边也是连连点头, 惊叹地说道, 不愧是金克斯先生, 一心都将总编的安危放在了第一位。 鲍威尔可是被雷克斯雇佣的, 这种时候当然要尽可能地将雇主层拖出来。 反正自己跟着也能喝点汤的。 扑吃, 你们两个废物可真的是有趣。 一位跟着众人的佣兵, 当即就忍不住笑出了声。 为了安全起见, 两边可都跟了十名全副武装的佣兵, 而雷克斯和鲍威尔两人之前在航程中, 可是被这群佣兵当牛当马的骑在身上。 没办法, 老板可是特地叮嘱了他们一句路上不能暴露的, 就算是喂食也得吃下去啊。 轮回者就是要能屈能伸, 但到了现在却是完全没必要再忍了。 忍无可忍, 无须再忍。 你们, 是想要找死吗? 鲍威尔一改之前的软弱响, 满脸冷酷, 整个人的精气神似乎都发生了剧烈变化。 一股冰冷的沙翼扑面而来。 咔嚓! 十名佣兵拉动枪栓的声音, 加上他们的包围姿态, 顿时就让鲍威尔的表情有些僵硬了起来。 等等, 好像稍微有点玩脱了。 虽然成为了毒眼很强, 但在这种没有躲避施展空间的地方, 被十位全副武装的家伙包围, 好像也很难办啊。 自己如果能先下杀手, 其实都还好说。 手握武器的特种兵虽然火力强大, 但本身来说还是很脆弱的, 自己的鹤子一桶就得死几个。 可很显然, 没得到老板的命令, 自己可没有资格来做出这种决定啊。 况且, 橘座还在这里, 他可是这儿八经的人类, 万一被榴弹伤到, 那绝对是要完蛋。 刚刚培训完, 第一个任务就让橘座受伤, 直接引爆炸弹销毁都很有可能吧。 现在, 他只期盼老板对这群人也反感了, 能允许自己下狠手。 不过, 在他满脸期盼的表情, 看向徐悦的时候, 只是换来了一双平静的眼神。 好了, 不用多说了, 我懂, 真的是万分抱歉。 五体投地趴在地上, 抱威尔满脸谦卑之色。 这种反应让那十位大兵都感到了有些茫然。 他们之所以反应这么激动, 主要也是因为他们的确都是精锐, 能够感觉到那个家伙的变化。 这都是下意识的反应。 抱威尔再怎么也是一方大佬, 加上现在的独眼改造, 释放的杀意还是能很强的。 让他们都有一种被野兽盯上的感觉, 犹如在中东面对炸弹卡车一样。 但前后的反差对比现在, 反倒是莫名让他们几人出现了一种愧疚感。 这家伙, 看上去好像怪可怜的。 这边的变化, 也一直都落入了永锦龟的眼中, 让他也陷入了沉思。 他已经知道了这几位是那边本土过来的独眼。 理论上也都是精英人才, 以平日理局做对自己的态度来说, 不应该这样对他们才是。 说句实话, 现在既然已经分开了, 这边都是自己人, 哪怕把这些人都干掉, 也就那么回事。 永锦龟没亲手杀过人, 但他的理智却也知道 在自己进入了橘座的队伍后, 对于生死就需要容易看淡了。 当初被食锦吃的那些天, 他可是咬牙才坚持下来的。 如果要说见证死亡, 把自己也算上的话, 没杀过人的永锦龟 已经是杀人如麻了。 橘座想要将剩下人 都带去那个献祭之地。 从这一次的目的性来看, 很可能橘座明白些什么才对, 所以哪怕是手下受辱, 他也不愿意让队伍减员。 不过对于永锦龟而言, 这些推测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 作为亚人, 自己现在唯一的目的就是服务于他, 确保有希望可以重回平凡生活。 至于其他的, 反正自己是连死都不怕, 还有什么好怕的。 也就是带着这样的心绪, 一行人便成功地抵达了 通道尽头的一处密室。 没路了。 你们看, 是黄金。 这些, 应该也是古董吧, 应该很值钱吧。 几位大兵进入了这房间后, 也是先警戒地散开来, 查看是否有威胁。 但随后, 他们就发现了这里的一些桃冠当中 储存的大量黄金与珠宝。 哪怕过了这么多年, 看上去没有那么光泽了, 但这其中的价值, 想一想, 也足够让人疯狂。 对比他们那疯狂的样子, 徐悦, 雷克斯, 鲍威尔和永景归几位, 却显得冷静得多了。 当看到有佣兵, 为了朝衣服里塞宝物, 连枪都丢了, 将防弹衣也脱下来, 当作容器后, 雷克斯和鲍威尔便是皱眉地对视了一眼。 不是他们想要趁机进行报复, 而是他们发现了这地方似乎有些问题, 好像这里能够莫名地放大内心的贪欲。 他们是本来就对这种任务空间的凡间财物没兴趣才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作为老挖掘户了, 经常会碰到一些什么场景, 他们也都大概心里有数。 是磁场? 还是毒气? 看不出来。 举座, 这里有问题。 雷克斯凝重地对徐悦说道, 嗯,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这里有一种无色无味高度置换毒气。 徐悦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诶, 确定是毒气吗? 确定, 你们不觉得有些头晕吗? 徐悦老神在在地说道, 被他这么一说, 几人还发现真是这样。 不好, 结果这话都没说完, 包括勇景归在内, 就都感觉到了一阵头晕目眩, 头重脚轻, 随后便是一头栽倒到了地上。 连作为毒眼的两人都直接栽根头了, 勇景归和其他大兵显然也无法例外。 勇景归还想最后清醒的时候靠自杀来解除麻痹, 但无力地手掌, 让他已经无法完成这个动作。 如果一开始察觉到了还有机会, 现在真的是迟了。 不过, 在倒地的迷糊间, 他还是有些诧异地发现局做, 好像还没晕过去的样子。 他的身体素质比毒眼还高吗? 见到所有人都已经倒地之后, 徐悦也将自己丢出去的药剂罐收了起来, 毁灭证据。 嗯, 这里有没有什么安排徐悦不知道, 但他知道的是如果毒眼能保持清醒的话, 爆脸虫不偷袭很难寄生到他们。 与其如此, 那就不如自己来加一把劲了。 作为掌管FBI的局作, 弄到这些尖端的药剂问题还是不大的。 毕竟这个世界有亚人这玩意儿, 对付亚人, 最好的办法可就是麻醉了。 第1953章, 异形亚种。 效果还不错。 看着祭坛已经缓缓凹陷了下去, 一枚又一枚的异形卵出现后, 徐悦对于这种新研发出来的毒气也很满意。 表面布满了经络, 隐约能够看到内部虫体蠕动的卵, 给人一种相当恶心的感觉。 而虫卵当中那蠕动的阴影, 也代表着爆脸虫即将成熟。 为了第一时间确认异形的情报, 徐悦还是决定留在这里守一下。 这两个带过来的轮回者, 只是随机挑选的试验品, 死了倒也不浪费, 但毕竟也是富过首冲, 有一定充值潜力。 如果有救命机会的话, 他们应该也会选择续一波吧。 普通人被开膛剖腹肯定是没救了, 但作为独眼, 他们的生命力比普通人是要强大太多了, 加上付费续命的能力。 只要自己给他们一点可能, 他们还是有机会抓住的。 作为全市最高的局作, 手上有几针虎狼要不过分吧。 新研发出的超级肾上腺溶剂, 掉命的同时, 能以牺牲寿命和身体为代价的情况下, 加速伤口愈合, 配合凝固止血剂有其效。 当然, 本身的效果肯定也不会太夸张, 开膛剖腹是就不回来的。 但加上独眼的体质和他们愿意付费的情况下, 总是, 还是先观望一下吧。 如果万一新出来的异形表现出的潜力 超过自己能够接收的上线化, 那就永久地将它们封存在这里。 扑斥。 一只暴脸虫突然从角落中窜出, 直扑徐悦脸上而去。 这只暴脸虫并不是祭坛上虫卵孵化出来的, 而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偷偷摸到了附近。 在前面摆出虫卵吸引注意力的时候, 突然从阴暗当中窜出来, 加上暴脸虫的超强麻醉能力, 其实徐悦觉得就算自己不放毒气, 可能都会被它们得手。 异形的狩猎智慧和本能, 的确是已经进化到了极致。 人类走的方向是研发和科学, 那异形走的方向就是自己的本身。 趴击。 伸手将那暴脸虫捏住, 其实徐悦也好奇自己被寄生后能出来个什么东西。 以自己目前的体质来说, 不付费硬抗寄生应该也能活下来的。 不过显然这里不是合适的地点。 小乖乖, 你的猎物在这里。 徐悦拎着暴脸虫就来到了永锦龟面前, 随后将暴脸虫按在了永锦龟脸上。 发现暴脸虫竟然还在发呆, 没有抱住永锦龟, 不由又轻轻地捏了它一下, 让它发出了滋滋的尖锐叫声, 随后在徐悦满意的目光下, 一把将永锦龟抱住。 随着徐悦身后传来的嘎吱声, 那表面出现的虫卵也一个个孵化, 上面犹如花瓣开花一样露出了开口, 让里面的暴脸虫爬了出来。 除此之外, 阴影当中还爬出了许多暗处的暴脸虫。 再看了看徐悦按住的那只同伴, 大概零点五秒后, 他们就各自选好了目标, 漫天飞舞, 一个个的都扑向了目标的脸上。 唯独没有一只过来找徐悦的麻烦。 虫卵的树木是根据进入一记总人数来安排的, 暴脸虫树木够多, 所以在每个目标都抱上了一只后还有十几只多鱼。 多鱼没人抱的这一些, 都竖起来扫了徐悦一眼, 气氛大概凝固了五秒, 便是又各自退回了阴影当中。 让徐悦也不由笑着摇了摇头, 还真是一群小鸡灵鬼。 异形的孵化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而且孵化出来后还需要进食才能够长大, 虽然时间很快, 在剧情中半小时内就完成了这些变化, 但还是需要等待一下的。 现在另一边的队伍, 应该已经成功拿到铁血战士的肩抗炮了才对。 铁血战士虽然忙, 但能够发展出这样的文明, 自然不可能真的蠢。 试炼归试炼, 可不是让他们来送死的。 纯粹带着近战装备对抗异形, 一对一单挑到十半斤八两, 可异形一旦开始围攻, 那就真的无可奈何了。 援助当中三位铁血战士, 只有最后幸存的一名才成功单杀了异形, 其他的两个都是各种花式死法来证明异形的强大。 肩抗炮本来就是为了确保铁血战士成人里 安全性的一大保障。 嘎吱嘎吱。 一记的旋转再次启动, 而且启动的规模比他们刚刚踏入一记的那一次还要更大。 毫无疑问, 这已经是肩抗炮被取走, 试炼正式开始的信号。 眼前这一处献祭之地, 四周立刻多出了八条通道的大门, 四通八达, 代表着这里的异形孵化之后可以最快的速度进入这个极为适合他们捕猎暗杀的遗迹当中。 与此同时, 三位铁血战士才刚刚从飞船上下来, 开着隐形装置进入了外面的捕金战营地中。 本来, 他们还准备悄悄狩猎一波开开婚的, 突然手腕上生物电脑接收到试炼开始的信号都是满脸猛逼。 他们倒也没想到, 这群人对于遗迹竟然如此了解, 轻易地就进入到了他们放置武器的开始位置。 如果没有那些考古专家指路的话, 通过那迷宫一样的通道不断地转, 九成以上的概率最后都是通向献祭之地。 什么人? 既然已经试炼开始了, 那三位铁血战士自然也就没有狩猎的兴趣了, 一个个火速朝着入口处跑去。 那掀起的雪花, 哪怕是开着隐形装置也被两位镇守在门口的大兵发现, 那些挖掘工人也同样惊恐地看向那被雪花隐约勾勒出轮廓的隐形怪物。 哒哒哒, 自动步枪没有丝毫犹豫地进行了开火, 但面对铁血战士的外甲, 却并没有起到多少有效的杀伤。 甚至配合他们远超人体的规避机动力, 最终打中了多少发都是一个问号。 一发回力标, 就直接连人带枪将一名佣兵一刀两断。 几乎不分先后的一把标枪, 也贯穿了另外一名佣兵的胸膛, 将它定在了身后的建筑上。 各种近战高科技冷兵器狩猎装备出现, 外面剩下的挖掘队员简直是砍瓜切菜一样被屠戮倒在了血泊当中, 甚至几乎没有影响多少他们的前进速度。 将标枪从贯穿的佣兵胸口拔出, 再将回力标收好后, 三人便是先后跳入了通道当中, 根据电脑上对兵器的追踪, 开始追捕而去。 他们是喜欢挑战强大的生物来证明自己, 但, 还是先捡到保命装备再说吧。 嘎吱。 一声清脆的鼓掠声响起, 徐悦看着地上被自己用罐子砸死的一型幼体, 看着那剑射血浆在地面的腐蚀滋滋声, 以及逐渐涌现出的黑色粒子, 也不由嘖嘖称奇。 的确是神奇的生物啊, 连亚人的特性都能够吸收, 这种杀戮兵器在配合亚人的特性, 还真的是无解呢。 右伸手将复活的小一型捏在手上, 看他刚刚出生就凶残地想要撕咬自己, 口气乱射, 尾巴乱甩, 徐悦也不由有些惊叹。 随后掀起了他的尾巴, 仔细地检查了一下小一型的下半身。 嗯, 很好, 不是皇后和其他小一型是一样的。 那这样的话, 还算是可控的。 也是了, 现在的皇后还没死, 按照传统规律在迅速地压制下。 孵化的一型应该都是寻常个体了。 既然亚人这种无法通过DNA研究的特性都能得到手, 那毒眼的贺子想必也能够继承了吧。 扫了一眼开膛扑度的两位轮回者, 虽然在毒气的麻醉下很安详, 但生命气息也在不断流失了。 将他们肋骨掰回去, 稍微缝合了一下, 然后又喷上了止血胶后, 徐悦也对两人一人打了一针虎狼药。 随后, 便是拎着已经开始黑雾化的勇紧归尸体, 和两位半死不活的轮回者, 朝着一处通道口躲了进去, 让这里变成一型幼体的育儿室。 第1954章 怪物 谁 标准的苏醒台词响起, 伴随着徐悦的收入到账, 两位轮回者还是先后醒了过来, 让徐悦也露出了老农一般的慈祥笑容, 将水壶递了过去。 你们重伤未愈, 悠着点。 结果, 徐悦的话刚刚说完, 就又听到了新的付费提醒。 想来是他们也发现了自己糟糕的状态, 付点前进行了修复, 靠着止血胶那争鸣束缚的伤口, 现在也就是看着可怕, 估计在第二次付费下, 两人最少恢复了八成战力。 举座, 让您失望了, 不过还好我们继承的贺子都偏向恢复力, 所以就算这样的伤也并没有影响我们多少发挥。 鲍威尔挣扎地说道, 他被毒气迷晕刚刚醒过来, 完全不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 但自己两人昏迷之后, 快凉凉的事是毫无疑问的, 总之先吹一波是没错的。 那边醒过来已经有一会儿的勇紧龟也是吓了一跳。 他可是准备学医的, 之前醒过来后, 自然也知道这两个进气多出气少的是个什么情况。 结果现在你告诉我说恢复了? 毒眼真的就这么强? 你们其实是亚人的变种吧? 你们被这里的那种怪物寄生了, 他们寄生出来后, 我把你们拖了出来。 想必这些就是那些外星人试炼的对象, 如果这个遗迹是他们主动开启, 那这些外星人应该也已经进来了。 徐悦很是平静地说道, 让鲍威尔和雷克斯两人都露出了果然如此的表情。 他们一开始就知道空间不可能让他们白白减便宜, 要付出才可能有收获。 也正因如此, 哪怕失手折在了这里, 他们也咬牙支付了恢复的费用。 食食鬼要素, 我们马上就能终极了, 如果这次一记探索顺利达到终极, 就能获得初级的时空抵抗权重。 单纯能够抵抗那种强横能力的本身就不弱了, 最关键的是有了这初级权重, 自己两人便能获得学习这种权重能力的前置条件。 绝对是物超所值的。 所以, 别说是前面拦路的怪兽和外星人, 就算是有神在面前, 我们也杀给你看。 局座, 我们一定会拼死保护您的安全的。 雷克斯立刻便又开始表忠心, 看得旁边的勇紧归满脸微妙之色。 根据自己之前的推断, 局座恐怕是对这一记有所了解和计划才是。 自己三人被救出来了, 那十位佣兵应该便是都被寄生了。 局座可是一开始就在这两只独眼面前保住了他们的狗命, 甚至不惜让这珍贵的两大战力寒心的。 这么想想, 自己恐怕也是在局座的安排之下。 只是想到这里的时候, 勇紧归便是看到了徐悦那淡淡看向自己的眼神, 不由让他心跳都漏了半拍。 勇紧君也是很幸运的, 如果我没把你就出来的话, 你这能够无限孵化的机器, 恐怕就要被那些怪物拖走真藏起来了, 每天24小时不断地为孵化工作。 徐悦的语气很平淡, 一副恭喜的样子, 但听到勇紧归而离, 却是一阵头皮发麻。 自己的伤势没确定, 醒来就完全恢复了, 但那两个家伙的状态, 哪怕用止血胶粘上了, 也能够看出那伤口的争鸣, 绝对地破凶而出的。 虽然他已经重生过很多次, 自认为已经看淡了死亡, 但如果真的每天RBQ一样 不间断地被寄生, 被孵化, 那真的是生不如死的地狱生活了。 我这个人最懂得知恩图报了, 真的是对菊座的元首万分感谢。 额头上出现了冷汗的勇紧归, 连忙低头说道, 或许, 从开始菊座也没想过要瞒过自己, 毕竟自己是亚人, 死亡是会重生解除状态的。 如果自己先醒过来, 很可能会发现菊座的秘密。 刚刚菊座应该是不痛不痒地警告了自己一句, 还是自己最为惧怕的警告。 如此看来, 那迷之毒气, 很可能都是菊座自己放的。 太可怕了。 将整个进入的团队都玩弄于鼓掌之中, 甚至外星人和那些怪物 也都在菊座的安排之内。 之所以让自己和两位独眼被寄生, 难道是还有什么其他讲究吗? 难道那种生物根据寄生个体的不同表现的能力也不同? 想到这里, 勇紧归也不由一阵心底发寒。 如果菊座真的是想要做出测试的话, 眼前的确是最好的地点了。 这里是南极, 如果一旦发现事情可能失控, 直接将一切都冰封就够了。 不愧是高材生啊, 脑袋就是灵光。 徐悦笑眯眯地拍了拍勇紧归的肩膀, 已经很不错了。 就是可惜, 虽然他在尽可能地控制表情和情绪, 但眼睛和微表情依然还把控得不到位。 大概, 这家伙应该是明白过来了, 不过如果是勇紧归的话, 他当然知道应该做出什么选择。 这种目的性强的聪明人, 某种程度上其实更容易把控, 相对来说, 徐悦还是比较头疼那些不按常理出牌的铁憨憨。 等一下, 约翰逊突然抬手, 制止了奔跑中队伍的前进, 已经有些喘息的查尔斯也松了口气地停了下来。 他们根据几位考古专家的建议和路线, 最终还是找到了那宝藏之地。 然后得到了三把一看就相当科幻的武器, 被他们收到了包里。 也正是这个动作, 似乎是激活了这一剂的某个开关, 一下就又将一剂启动了。 规律也发生了改变, 虽然几位专家正在根据规律全力解密, 但想要找到另外的队伍也不是一时半刻的了, 只能一边解密一边行动。 原本, 催促一行人赶路最积极的就是这位约翰逊特工了, 此时他似乎已经完全不在意隐藏身份, 将那种冷冽的特工气质完全表露了出来, 甚至压制住了那位拥兵队长, 暂时地获得了队伍的指挥权。 一直急切地想要找到那位总编大人, 看对方急切的态度, 查尔斯也隐约明白, 那位总编的身份恐怕还在之前预估的之上, 甚至很可能就是那位局座本人。 也因此, 他完全不反对约翰逊的态度和指挥, 否则的话, 哪怕自己真的找到了续命的技术, 回去后也是一个死字。 那位局座的狂热手下绝对会撕碎自己, 甚至连累家人。 这些, 可是都有写淋淋例子的。 只是现在对方叫自己等人停下, 必然是有原因的才是。 附近有什么东西? 约翰逊一只眼睛隐约变成了鹤眼的形态, 开始抬头四处打量。 独眼孙种的各种感官能力也是远超人类的, 他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血腥气, 以及一种从未闻到过的淡淡酸臭感。 有点类似于强酸, 但又似是而非。 刷刷。 什么东西从天花板上爬过, 但速度很快, 他用探照灯照过去的时候, 只是隐约看到了一条修长的尾巴。 不过这也够了, 那十位训练有素的大兵立刻也紧张了起来, 摆出了防御队形, 互相掩护, 抬起手中枪械, 利用枪械上固定的照明装置, 不断地四处寻找。 这一找之下, 便又立刻发现了好几个类似的鬼祟踪迹。 什么鬼东西? 拥兵头子嘴里念叨着F开头的屏蔽单词, 额头上也出现了些许汗水。 速度太快了, 十个大兵的灯光扫射竟然只能摸到一点踪迹。 这种速度, 在这种复杂的地形下, 将枪械的威慑里降到了冰点。 原本进来前的那种自信, 一下就被打乱了。 应该是壁画当中那种试炼的怪物, 这些怪物放出来了, 恐怕还真的有可能是外星人, 重启了这个遗迹。 一位考古学家也勉强看到了尾巴, 随后联想到了壁画当中画出的那种怪物。 看到画是一回事, 本以为只是凶猛的野兽, 但现在看来, 并不是野兽这么简单。 能够攀爬墙壁, 懂得潜伏, 如果不是约翰逊先生发现不妥, 等到队伍再前进到前面那狭小口子的时候, 面对突然而来的袭击, 恐怕立刻就会损失惨重。 约翰逊先生, 要枪吗? 拥兵头子一边抬着手中的自动步枪配合队友照射四周, 一边也缓缓向着约翰逊靠近, 准备军出一把给对方, 再不计也要给他手枪。 他能够感受到约翰逊那种杀人如麻的铁血气息, 这绝对是狠角色, 否则也不会让出指挥权了。 我不用这东西。 约翰逊一边冷冷地说道, 一边也不再隐瞒什么, 直接突然出现的鹤子犹如角质层一般地覆盖了他的半个身体, 两只手臂更是完全覆盖。 在手腕的部位, 突然弹出了利刃一般的鹤子, 被他瞬间甩手甩了出去。 尖锐的破空声响起, 下一刻便出现了一种野兽的惨叫嘶吼声。 拿着灯光照射过去, 便是看到了原本阴暗处的一只怪物, 被那甩出的鹤子利刃贯穿了身体, 钉在了墙壁上。 孙种。 不过, 这不是重点, 这孙种明显是和那个亚人一样, 是特殊机构出来的自己人。 重点是, 那贯穿怪物的利刃, 正在被那怪物绿色的粘稠血液腐蚀, 冒出了大量白烟, 并肉眼可见的缩小。 除此之外, 那标射的绿色血液, 还将四周的地板和墙壁都腐蚀得面目全非。 这是什么东西? 开火。 约翰逊看着自己甩出的鹤子腐蚀速度, 脸上也露出了一片凝重, 随后毫不犹豫地便下令开火。 哒哒哒。 伴随着一半自动步枪的火力, 那只被定住的异形还是很快地被杀死了。 步枪子弹的穿透力, 足够将汽车打对穿, 穿透异形的外壳还是能勉强做到的。 但看着几乎吃了五把自动步枪半缩子子弹才停止了挣扎的异形, 所有人脸色都很不好看。 这还是被控制住的怪物, 需要两缩半的子弹才能搞定, 高速移动中的这种怪物要怎么打。 那种光滑充满了弧度的外壳, 加上本身的坚固程度, 只要速度起来了, 哪怕被子弹擦中也很容易弹开。 击杀难度绝对超乎想象。 第1955章 棘手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查尔斯和科研队的人都是满脸惊恐地看着那被击毙的异形, 完全难以置信。 而那十位佣兵和约翰逊则都是满脸凝重。 约翰逊不用说了, 死在他手上的S级、孙种都有两个, A级的更多。 就算是那十位佣兵, 也都是三角洲部队最精锐的大兵, 战斗素质相当高, 哪怕是之前那种紧张场面, 都能确保留下半数人警戒其他区域, 一半进行设计。 也正是因为他们都是出色的战士, 所以才越能明白异形这种杀戮机器的恐怖。 力量、速度、灵巧、潜伏、防御各方面都趋近于完美, 再加上那已经将地板都腐蚀出一道巨大坑洞的酸性血液, 简直是无解的存在。 单独一只还好说, 类似于这样由约翰逊出手定住, 然后扫射击杀。 可数目一上来的话, 看着前方那狭小的通道口, 一行人也不由愁愁不前。 眼前这个位置相对还更加宽敞点, 如果继续前进的话, 那真的是无法抵挡住他们的突袭。 我们要快点想办法了, 大概还有三分钟, 就会进行下一次的变化了。 很可能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会被切分开, 到时候如果我们被动地分开了, 那恐怕会更加地麻烦。 一位考古专家还是相当冷静地开口提醒道, 如果只是坚守倒还好, 靠着己方这边的火力, 对方似乎也不想轻易冒险, 那是一种相当狡猾的捕猎者。 可关键是这个遗迹是会动的。 知道这里等下会拆分成什么样的结构吗? 约翰逊迅速冷静地说道, 我们所在的这块区域, 大概会向上提升十米, 然后前方的两侧墙壁应该会合拢, 没有足够的空间能让我们所有人聚在一起。 那位考古学家根据自己推算出的规律和公式, 简单地为约翰逊笔花地说道, 让约翰逊也大体上明白 等下这里会变成什么场景? 直接冒险继续向前, 显然是不可取的。 那个位置被那些怪物用他们的尾巴 可以直接不断地发动攻击, 他们躲在夹缝中甚至无法伤害到他们。 如此, 被迫地根据一记的变化分开, 也是无可奈何。 与其到时候被一记变化强行分开, 那不如我们都各自做好准备, 分成两批占据两个高台, 毕竟只是形态变化, 并没有将我们之间的联系完全隔断。 约翰逊提议地说道, 他的确是很想马上找到局座, 不过眼前这种环境下, 还是要先保命要紧。 就算是自己的实力, 面对那些怪物的围攻也是生死两难。 约翰逊的建议也得到了佣兵们的认可。 到了这种时候, 自然要相信他们这些专业战斗人员。 随后, 七名佣兵带着探险家导游莱克斯 站在了一个即将升起的平台上, 而约翰逊与另外三名佣兵 带着查尔斯和考古学家站在另外的平台上, 安静地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变化。 双方也互相都在各自枪械的掩护范围内, 对于四周神出鬼没的异形严防死守。 也好在约翰逊之前定住了一只并杀掉了, 让异形们也感受到了威胁和忌惮。 毕竟异形虽然狡猾, 智慧也很高, 但他们却也分辨不出 约翰逊和普通人的差距。 没有全部试探出来之前, 他们对于这一批的猎物 还是感到很棘手的, 轻易不会发动攻击。 然而就在此时, 忽然间约翰逊便是高声喊道, 小心! 话音刚刚落下, 一柄镖枪便破空而来, 将空气都吹散出了一道扭曲气道, 直接一口气将两名拥兵都串在了镖枪上, 定向了一记墙壁。 镖枪的暴力与震荡, 近乎于直接将被串上的两人内脏 搅拌成了碎末, 瞬间暴毙。 很显然, 这完全不同风格的攻击, 这利用兵器的攻击, 还有那种看上去充满了科技气息的兵器, 都代表着来者并不是之前那种怪物。 而出现在这里, 带着这种高科技狩猎装备的, 很显然就是原本过来试炼的那些外星人。 这是未成年人。 佣兵头子嘴里的牙签都掉了, 看着那被一串二厚还深深插入了墙壁的镖枪, 完全无法将这种玩具和未成年人联系起来。 他们的未成年人和我们的未成年人不太一样。 别说未成年人搞出这种血腥的场面了, 就算是看这种血腥电影都不让看的呀。 我们可能对他们的未成年人有什么误解。 最开始,佣兵头子是对自己充满了自信, 大有一枪在守天下无有的感觉。 但到了现在, 无论是那种怪物, 还是狩猎的外星人, 都是让他感到了头皮炸裂。 哒哒哒, 朝着镖枪射来的方向不断地扫射, 佣兵头子也嘴里咆哮地说道, 不是说他们的试炼对象是那些怪物吗? 为什么要攻击我们? 我想, 可能和我们拿走了他们的武器有关。 有一位考古学家颤抖地说道, 如果一开始知道交出武器可能换来和平甚至合作的话, 那二话不说, 这武器就会交出去。 但现在双方打起来了, 还把武器交出去, 他们真的不会利用这个武器来反过来对付我们。 而且, 根本就没看到对方在哪里, 是什么隐形装备吗? 这边几人的交流的话语, 也全落入了那三名铁血战士的耳中, 靠着生物电脑的模拟翻译, 他们大体上也了解到了对面说话的意思, 同样也察觉到了四周那阴暗当中的异形。 只是对于心高气傲的铁血战士来说, 雷若的人类不值得和他们合作, 只是他们完成试炼的一道小关卡而已, 打死就能捡回装备的。 相对来说那些异形才更加棘手一些。 滋滋, 犹如金刚狼一样将手臂弹出利爪, 三位铁甲战士也准备和开始外面一样, 直接开悟双江这群人杀掉了。 但也就在此时, 新一轮的变形如约而至。 整个大地和四周墙壁都开始发生了旋转, 高台开始上升。 也就在此时, 一直在附近游走的异形, 也突然向双方发动了攻击。 有枪声, 好密集, 他们是遭遇到了敌人吗? 同样正在那变化通道中不断前进的徐悦四人, 也隐约听到了前方传来的枪声。 毫无疑问, 这代表着同伴的方向, 但也同样代表着同伴们遇到了麻烦。 但正朝着枪声方向赶去的鲍威尔, 却没有发现, 就在自己几人经过的一处拐角, 一颗看上去好像一记的岩石出现了一阵翻滚, 眷缩成实快样的一只异形, 无声无息地舒展了开来。 没有发出半点声响, 除了徐悦微微瞥了一眼外, 其他三人均未发现。 直到他不断接近到可以扑杀的距离起跳之后, 才是让雷克斯和鲍威尔两人惊醒了过来。 随后不分先后没有丝毫犹豫地启动了赫子。 一个与赫一个临赫, 同时向异形发动了攻击。 反击之果断, 反应之迅速, 的确是对得起他们轮回者的身份。 两名孙种, 赫子全开以二对一的围攻一只异形, 这只失去了偷袭先机的异形也很显然翻不起多少浪化。 除了利用尾巴最开始的出其不意, 在鲍威尔身上捅了个被赫子打偏的伤口外, 就没有对两人造成多少实质性伤害了。 利爪与口气都被两人利用赫子严防死守地压制住了。 但下一刻, 凄厉的惨叫声便同时从他们嘴里发出。 不知道异形特性的两人, 在察觉到异形铠甲的坚固程度后, 成功配合将其压制住后便是瞬间的爆发, 突然的爆发几乎直接将这一只异形完成了肢结。 林鹤撞击, 鱼鹤的斩击几乎将其斩成了两结。 那大片的浓酸血液便已溅落了不少到两人身上。 那种滋滋的腐蚀声和凄厉的惨叫声, 让旁边幸免于难的勇景龟都感到了一阵毛骨悚然。 虽然作为亚人的他不怕死, 可这种折磨也是一万个不愿意的。 而徐悦这个时候, 也只是默默地放下了自己的摄像机, 随后又掏出了两根急救针, 朝着两人扎了进去。 忍住, 看来他们的血液有大问题, 下次切记注意, 我相信你们, 以你们之前伤势都能够恢复的潜力来说, 这点伤也没问题的。 倒在地上不断抽搐的两人, 被徐悦打了一针后也稍微缓了口气, 随后也都各自点了点头, 用那被腐蚀过的丑陋脸庞 强行挤出笑容地说道, 菊, 做不用担心, 我们会好起来的。 毕竟两人也不是被一型血浇灌全身, 在建设到身上的血液凝固之后, 加上徐悦的急救和他们的付费, 还是将生命特征稳定了下来。 只是浑身上下都是坑坑洼洼的, 特别是脸上, 看上去简直让人作呕。 配合胸口, 那用纸血胶固定的争鸣伤口, 简直就是地狱当中冒出的魔物一般面目可憎。 这应该就是之前那种寄生的怪物了, 没想到竟然如此的可怕, 潜伏能力, 速度, 力量各方面都超标了, 加上那种可怕的血液, 这次真的是麻烦了。 与此同时, 另外一边的约翰逊他们, 也隐约听到了这边克雷尔和鲍威尔的七粒惨叫, 知道大概另外一支小队, 就在附近遇到了袭击。 只是此时已经减员进半的队伍, 却是分不出精力去支援那支友军。 而是和两名铁血战士一起, 如临大敌地盯着前面, 一支正在由黑色雾气逐渐凝聚的异形。 原本计划地形改变, 需要分两批站位的, 但现在, 加上铁血战士都一个高台可以站完了。 这支打不死的异形成功利用自己的特性, 杀死了一位铁血战士, 强势的特点, 逼得双方不自觉地都联合了起来。 再加上除了这一支好几次都没打死吸引火力的外, 四周依然还在游走的其他异形。 这里人类科考队和铁血战士试炼小队合力, 都似乎是落入了下风。 将武器还给他们吧。 查尔斯对抱着武器瑟瑟发抖的那位考古学家说道, 在见证了那犹如亚人一样不死的怪物后, 整个团队的士气几乎都处于了崩溃的边缘。 太可怕啊。 原本就是杀戮机器, 再加上不死特性, 这要怎么打? 那个特性不是亚人的吗? 难道,这些东西还能够吸收其他人的特点? 毕竟这一次也有一位亚人进入。 希望不要如此啊。 约翰逊满脸担忧之色, 如果亚人的特性能够吸收, 那孙种特性也同样能够了。 那两个训练出来的新兵独眼, 本身的能力也是很不错的。 一只不死的怪物在这里就已经够头疼了, 但靠着自己实力上的优势压制, 一直让他重生后在击沙托炎柱还是勉强办得到的。 可如果带有贺子的怪物出现, 自己真的就没有半分把握了。 刚刚的惨叫声就有点像是那两个家伙的, 也不知道现在局作的情况怎么样了。 第1956章 男伴 和平 合作 对付他们 导游莱克斯作为一名探险家, 加上原本的剧情女主身份, 自身胆量和魄力还是足够的。 在查尔斯做出决定后, 他便立刻提着那个装着武器的背包, 来到铁血战士们面前, 并不断地重复这几个单词。 因为他发现了, 对方似乎隐约能够听明白自己等人交流的意思。 见到莱克斯给出的装备, 两名剩下的铁血战士对视了一眼后, 也都先后点了点头。 开始他们的确完全没有考虑过合作, 甚至哪怕发现异形强大的超乎想象, 也不会选择和弱者合作。 援助当中是女主杀死了一只异形获得了认可, 而这一次, 则是约翰逊表现出的强大统治力得到了他们的尊敬。 铁血战士崇尚强者为尊, 他们喜欢挑战强者, 也认可强者。 这些人类不弱, 是能够合作的对象。 而且, 异形的变化也的确超过了他们的想象, 那一只竟然不会死。 虽然有着S级的约翰逊在这里镇压, 可异形一旦汗不为死, 靠着他的那酸性血液, 约翰逊的赫子恢复速度隐约也有些跟不上了, 已经连续喝了好几口自带的浓缩血浆来恢复体力了。 这种时候如果有肩抗炮帮忙, 只要一直锁定那一行, 复活了给一炮就够了, 能量管够, 弹药也管够, 不像那些自动步枪一样, 要花费大量弹药才能击杀一次。 然而就在两名铁血战士开始将能量炮安装到肩膀上的时候, 突然阴影中便是飙射出了一条长的夸张的尾巴, 瞬间贯穿了一名铁血战士的胸腔, 将其直接拉入了暗处。 血肉撕裂的声音和咀嚼声传出, 很明显那刚刚得到了武器的铁血战士当即就凉了。 剩下的最后一位便开始不断地朝着阴影当中发射了肩抗能量炮, 炸出了一片尘埃, 尘埃下也传来了一行的惨叫声。 这边的变故显然也吸引到了约翰逊的注意, 让他不由心中一鸣。 果然, 自己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那个怪物得到了赫子。 现在这个不会死的玩意儿在正面吸引火力, 得到了赫子的怪物隐藏在其他怪物之中, 在四周四肌而动。 一出手就瞬间解决掉了一个强大战力。 不然的话, 有两个带着重火力的外星人, 对于眼前的局面将会有致的帮助。 不能再拖下去了, 我们要想办法突围, 想办法找到局座然后离开这里。 约翰逊冷着脸说道, 还找他们? 刚刚的惨叫声就是他们的吧, 没有合适的地形, 他们不可能挡得住这种怪物的袭击的。 就算我们离开这里, 恐怕也立刻有人检员。 那位拥兵队长脸上难看地说道, 现在自己手下已经只剩下五人, 加上奋兵的另外一对损失, 这一次真的是损失惨重了, 这些可都是一同退役的队友。 你们不去, 我就自己去。 约翰逊冰冷地说道, 他可是现在的主要战力, 虽然单独一人前进, 没有人配合, 很难顾全四周, 容易被异形偷袭, 但相比于团队对他的依赖来说, 还是不成比例的。 这一句话就让幸存的所有人都感到了一阵愤怒, 但却又不敢表露出来。 有这位外星朋友的火力开刀, 我们现在还有突围的机会, 否则等到我体力跟不上后, 就没有意义了。 约翰逊继续平静地说道, 好, 我们答应你, 走吧。 还是查尔斯这位身患绝症的富豪有魄力, 当即便开口了。 只是就在此时, 正在四周墙壁上游走, 一直在火力边缘试探, 迫使众人一直保持着警惕, 持续消耗着精力和体力的异形们, 却是似乎突然收到了一个什么信号一般, 都停下来倾听了起来。 随后便是都开始警惕地看向了一个方向, 一时间现场都不由平静了下来。 没有了枪声和异形的嘶吼掩盖后, 他们也听到了从那个入口处出现的脚步声, 不疾不徐地平缓, 但却莫名给人安定的厚重感。 随后, 徐悦异形四人的身影, 便是从中出现在了所有人的眼前。 橘座 见到了徐悦后, 约翰逊也显得很激动, 而其他成员也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庆幸感。 或许, 他们对徐悦没啥感情, 但这一位出现后, 他们最强的战力就不会老想着要去找他了, 无疑后面的行动能够安全很多。 思思 突然间, 原本停下的异形们, 伴随着一阵阵嘶吼声, 便好似重新锁定了方向, 放弃了占据地力优势的高台上众人, 反过来朝着徐悦异形四人包抄而去, 看得所有人都是脸色一边, 牵制住他们。 约翰逊开口命令道, 几位疲惫不堪的佣兵虽然心底有些负费, 但还是再次抬起了枪械, 不断地点射牵制。 只是在异形们拉开了距离不管他们的情况下, 再加上高速移动和那流线假翘, 却是并没有起到多少有效杀伤。 少数几个受伤出现了枪眼飙血的异形, 甚至说是强化了他们一波都说不定。 唯独只有铁血战士成功锁定命中的一炮, 解决了一只异形。 而就在此时, 阴影处的一条长尾贺子, 也再次朝着仅存的那一位铁血战士袭来, 而且这一次出现的长尾多达三条。 其中有两条形状和最初那一条有些不一样, 更加扁平好似羽毛一样, 看上去更加锋利, 但速度也更慢一些, 是另外一只拥有贺子的异形。 小心! 约翰逊这时候也知道, 仅存的外星有君不能就这么凉了, 他那个肩抗炮可是对付那不死怪物的力气。 直接贴近铁血战士, 用自己的假鹤强行将两道刁钻的攻击硬拦了下来, 甚至身上都因此出现了几条深深的血痕, 好不容易才保住了那最后铁甲战士的性命。 可也正因为两大主力都应对其那暗中攻击了, 让那刚刚黑雾再次复活的异形, 找到了突围的时机, 或者说那攻击本来就是为了给他制造机会的。 瞬间头都不回地朝着徐悦的方向扑杀了过去。 一只不死异形, 外加六七只普通异形, 还有暗中两只拥有贺子的特种异形。 徐悦他们四人突然间就面对了铺天盖地的攻击, 让拥有不死能力的勇景龟都脸色大变。 他可没有忘记之前徐悦的描述, 如果自己被他们抓住的话, 那死亡都是一种奢侈品。 举作小心, 雷克斯和鲍威尔两人连忙开启贺子, 拦在了徐悦面前, 可面对着密集的攻击, 两人心底也一阵打鼓。 之前二人合力干掉了一只, 差点都被拖得同归于尽了。 现在树木上占据这么明显的劣势, 要怎么打? 打轻了, 不疼不痒, 打中了那该死的血液又会要人小命。 特别最夸张的是, 才刚刚进来呢, 他们就看到了一只由黑雾重组复活的异形, 和暗中两个拥有自己两人类似赫子的怪物。 天纳撸, 我们这是面对的什么敌人? 真的是太难了。 第1957章, 没问题, 你们尽可能地进行拖延旁边那几只普通的, 靠你们的赫子牵制即可, 没必要强攻击伤他们。 徐悦面对那蛇皮走位, 不断形成包夹之势的异形, 语气也显得很平静。 两人的赫子, 一个羽赫一个零赫, 配合好用来进行短期牵制, 还是绰绰有余了。 先解决那一只亚人一行吧。 看他四周的黑色粒子情况, 完整的IBM应该还没掌控住, 毕竟才刚刚诞生。 但毫无疑问的是, 他拥有着诞生并掌控IBM的潜力。 泽泽, 本来不死就已经够麻烦了, 再加上IBM, 自己这是制造出了一个上上千啊。 他们完了, 那个地形, 绝对是这些怪物的主场了, 我们占据武器射程优势和高台地力, 这么短时间都损失了这么多人, 他们没戏了。 这样也好, 几位在战斗中还能保持战力和理智的佣兵, 见到那些怪物开始朝着徐悦他们奋勇而去的时候, 有些遗憾的同时也感到了有些庆幸, 他们的出现的确是缓解了一波压力。 而且, 如果那个约翰逊先生要保护和救下的总编死在了这里, 死在了他面前, 他也不会老说要去找人了, 断了他的念头也好。 人就是这样, 死到有不死贫道, 他们又不熟。 咔! 徐悦手腕上的酷因客一阵变化, 下一刻见光闪烁, 被他盯上的异形便被砍断了所有肢体, 连带嘴里舌头一般的内口气都被搅碎, 尾巴断裂。 因为出手够快, 酷因客甚至都没沾上那腐蚀性的血液。 啪哒一声, 变成了异形棍的亚人异形便已扑倒在了地上, 并滑动出了很长一段距离。 这种时候, 异形本身的顽强生命力反倒是成为了其劣势。 不断地挣扎, 却并没有多少卵用, 只是让流淌的血液不断地腐蚀着四周地面。 随后, 眼睁睁地看着徐悦用那坚固锐的酷因客 削断了一块数吨重的巨岩, 随后砸在了那异形身上。 虽然这一下将异形砸死, 让他又开始重新凝聚黑雾重生了。 但他那刚巧被血液腐蚀出 与其体型相匹配的凹陷, 配合上面的巨岩, 却是将他牢牢地卡死在了那狭小的空间当中。 之前他腐蚀出的凹陷, 可是以他断手断脚的异形棍体型弄出来的。 重生后重新补齐了手脚和尾巴, 反倒是将原本还能移动腾挪的一点空间完全独死卡住, 丝毫动弹不得。 起码在他成功学会操控自己IBM, 慢慢将这里挖穿前, 是不要想出来了。 这落在高台上所有人眼里, 都不由一阵目瞪口袋。 到底发生了什么? 怎么眨眼间形势就变了? 完全跟不上这变化速度啊。 太夸张了吧。 自己这么多人, 还有外星人和强大的约翰逊先生, 但面对那不死怪物几乎都没什么好办法。 结果现在这是背一下就解决了? 这家伙也是石狮鬼吗? 不对啊, 他并没有那种眼睛, 也没有赫子, 只是手中的武器有些奇怪罢了。 而见是多管的佣兵头子和大富豪查尔斯, 还是都知道这是什么。 这是库英克, 利用石狮鬼残骸制作出来的武器, 传闻是装门针对石狮鬼机构成员的武器。 局做大人还真的是强大到可怕。 查尔斯呢喃地说道, 不说库英克消出的一行棍了, 就说那杠杆一样地甩动了数吨重巨石, 从天而降地封死那不死怪物的手段, 就让人看得满脸猛逼了。 这还是人类吗? 哪怕约翰逊先生强, 也是主要强在他的贺子身上, 身体素质比常人强也强在合理范围内。 眼前这一位就完全不合理了好不好? 传闻中的半人类倒是似乎身体素质超过常人, 可也不会这么夸张吧。 一向崇尚强者的那位铁屑战士未成年人, 此时也是一阵目瞪口呆, 不断激动地对旁边之前, 就下自己的约翰逊讲着火星语, 一边还不断指着徐悦, 似乎是在描述什么的样子。 不愧是橘座。 约翰逊虽然也惊讶橘座的强大, 但在他看来, 橘座做出什么事都是正常的。 有这种实力似乎也是理所当然。 虽然徐悦只是快速解决了一个敌人, 但带来的振奋与士气提升显然是无与伦比的。 哪怕雷克斯和鲍威尔两个正在苦苦拖延, 身上已经血痕累累的轮回着, 也是突然打了激素一般, 怒吼连连的强行将几只异形兜, 拖了下来。 普通一行, 在失去了偷袭和潜伏隐蔽性的情况下, 一对一对上这等级别的孙种并没有多少优势。 虽然现在是以多功少, 但两人只是为了拖延住攻势, 靠着卖血硬撑的话, 显然还是勉强能抗下来的。 还撑得住吗? 徐悦拍了拍手上撬动巨石的灰尘, 回头对两人问道, 没问题, 橘座要相信我们的能力。 虽然已经浑身多处伤口了, 但两人还是没忘记这时候刷印象分, 一个个都露出了雪白的牙齿, 表示不足为虑。 很好, 那就再辛苦你们一下了, 暗处还有两只更加棘手的, 我却将他们找出来干掉。 约翰逊, 过来配合我。 徐悦赞许地对他们点了点头, 随后也不再理会两人, 直接一个剑步跃上了高台, 几个纵身就朝着阴影当中冲去。 而本来是准备先上前解决那几只普通异形的约翰逊, 文言也立刻终止了原本的动作, 紧随徐悦身后。 面对那种喜欢偷袭的怪物, 一个人应对是很麻烦的, 必须要有相互照应才行。 至于同样能对普通异形造成致命杀伤的那位铁血战士未成年人, 也是一直都跟在了徐悦和约翰逊身后准备狩猎那特殊异形。 甚至本来在他们附近的永锦龟, 也因为担心被抓走当作RBQ的关系, 连滚带爬地跑向了高台, 在上面几位幸存大兵的帮助下爬了上去。 原地只留下了成功拉住了所有普通异形注意的雷克斯和鲍威尔。 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原本眼看橘座和约翰逊就要支援过来, 将问题解决了, 结果突然一下变成了这样? 感受着四周那些怪物的恐怖攻势, 两人将自己嘴抽烂的心思都有了。 装什么大尾巴狼啊, 这是, 做什么孽啊? 橘座的反应太快, 现在都已经跑了, 就算临时求救都恐怕听不到了。 还能怎么办? 只能咬牙坚持下去, 含着泪将这一份B装完才行。 付出越多, 得到的也越多。 拼了。 两人现在也只能一条路走到黑, 开始付钱应对。 嗯。 徐悦带着约翰逊窜入阴影当中后, 那两只拥有贺子的特殊异形 似乎丝毫迎战的意思都没有, 瞬间靠着本身的灵巧攀爬B站, 并且嘴里还发出了一阵阵的嘶吼, 随后迅速地通过另外的通道离开了这间时事。 的确是狡猾的生物, 这里没有它们必得之物和匕首之物, 发现占不到便宜后撤退相当果断。 徐悦也大体上明白了这些异形的思路, 在他们眼里, 这里只是一些孵化的道具和猎物而已, 既然没有万全把握, 那就先撤就是了。 徐悦进入时, 快速搞定那只不死异形的动作, 显然也引起了这些异形的忌惮。 相比于这边撤退的两只特殊异形, 在他们发出声音后, 那几只围攻两位轮回者的普通异形, 反倒是发疯一般地加大了攻击。 和面对徐悦与约翰逊的压迫不同, 这占据数目优势的普通异形, 对付两位轮回者可是占据绝对上风的。 每一次都看上去, 好像能压死他们, 但每一次又被他们抗住了。 直到徐悦带着约翰逊一圈转弯, 慢悠悠地又出现后, 这几只普通异形, 才是不甘心地放过了浑身冒邪的两人, 抽身而退。 辛苦了, 你们果然是能行的。 徐悦来到浑身飙邪的两人面前, 鼓励地对他们说道, 让两人也终于感到了物超所值。 这一位地位崇高, 自身实力也强大的局座, 绝对是这次任务当中的金大腿。 看来, 我们这样的付出留下的印象很不错。 只要能跟紧他不被抛弃, 那些隐藏要素就很容易开了。 磨刀不误砍柴弓, 没有投入哪来的回报。 值了。 下次, 这些普通个体的牵制, 就继续麻烦你们两人了, 需要先好好休息一下吗? 只是随后, 徐悦那笑咪咪的话, 却是让两人如坠冰窖。 看到局座那和善的笑容, 只能一边忍着泪水, 一边强颜欢笑地点着头。 这里面那个不知道能不能出来, 如果这种怪物也能够拥有IBM的话会很麻烦的。 清理战场的时候, 约翰逊指着那纹丝不动的巨石说道, 以那种怪物的力量, 如果能够施展出来撞击的话, 这种巨石多少也会颤动的, 现在一点反应都没有, 只能说明那个怪物在里面被卡得很死, 没有施展空间。 就像人的关节都被限制住一样, 根本发挥不出什么力气。 不过, 约翰逊和亚人交过手的, 本来亚人就算是够麻烦的东西了, 结果这里出来个更夸张的。 这还是对方没有动用IBM, 如果这玩意儿也有IBM的话, 那就真的无解了。 有还是有的, 只是他暂时还不会操控, 没事, 只是暂且封存好而已, 这里毕竟是难级, 想要一劳永逸的冰封也是有条件完成。 徐悦脸上倒没看出多少担心。 那种平静似乎也让队伍中的其他人 恢复了不少自信, 似乎好像还真的没什么的样子。 之前队伍遇到的绝境, 被眼前这位三两下就解决掉了。 正好趁着他们离开, 我们现在应该要马上撤离, 这里太过危险了。 拥兵队长又连忙开口说道, 能不能离开可不是我们说了算, 得看他们愿不愿意, 而且这位外星朋友应该也没想这么早地离开。 徐悦指了指纳来到一具异形尸体面前, 折断了异形一只指头, 利用半凝固血液在自己额头刻字的铁血战士说道, 一旦我们和这位外星朋友分开, 没有他的重火力支援, 他们又开始包架的话, 事情会变得很麻烦。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一位考古学家有些激动地说道, 自然是把他们都干掉就行了, 他们每一只孵化都需要一个活体, 总数其实是有限的, 算上你们这里被掳走的外, 总共也就十几只。 徐悦平静地说道, 异形女皇那边不打个招呼, 如何提升解析度啊? 其实最好是能够将异形母皇控制住。 在老版本的异形中, 控制异形母皇将异形们当作兵器使用是有可行性的。 当然, 被反噬的概率也很大就是了, 要将解析度尽快地提升到高级, 多少也得付出点代价吧。 第1958章 没什么威胁 主动出击 如果是一开始, 那位拥兵队长当真是自信满满, 什么未成年外星人, 什么试炼的野兽, 在他眼里都是随手可捏的弟弟。 一些还在用冷兵器狩猎的弟弟和一些野兽而已, 大象自己都杀过。 可现在未成年外星人见过了, 那试炼的野兽也见过了, 现在还投铁去送。 想到一个照面, 自家20人佣兵队伍就只剩下了5个, 他真的是完全没有一丁点深入下去的动力。 可要他撇开约翰逊这种大腿, 还有那个橘座大腿, 他又舍不得。 对面人数虽然少, 可阵容却强得可怕。 三个孙种一个亚人外加局做那个怪胎的队伍, 人数虽然明显要少许多, 但却是绝对的主力。 如果没有他们一路跟着, 自己其他人外出的路上遇到那些怪物, 那肯定是挣扎的余地都没有了。 只要两三只就能轻松团灭自己一行人。 因此, 哪怕他心中万分不愿意, 这种时候也只能艰难地点头答应了。 现在那个不死的怪物已经被控制住, 我们只需要在他脱困之前把其他的干掉就行了。 解决后再把这个不死的东西装进石棺里, 丢到冰层下去。 就算是徐悦在面对现在一行的阵容, 也得选择稳一波, 将能帮上忙的小伙伴都叫上踩稳重点。 毕竟一行的血液还有偷袭等因素, 造成的浮动值太大了。 如果想要活捉女皇的话, 更是需要集合全部力量。 希望有说得这么简单吧。 其他人现在还能说什么? 自然只能跟着前进了。 特别是从查尔斯这里隐约明白了徐悦的身份后, 更是感到了深深的无力感。 或许这位局作, 是想要将威胁都绞杀在萌芽当中吧。 毕竟这种能够寄生人体, 短时间快速繁衍的怪物, 的确是已经拥有着毁灭人类文明的能力了。 作为一位有责任有担当的联邦调查局局作, 有这种觉悟似乎也正常。 也就这样, 一行人先抵达了孵化室, 随后顺着那重卵出现的渠道, 大体上锁定了母皇的位置, 有几位考古学家寻找规律进行定位, 开始寻找前往和新出的入口。 一行人的行动, 显然也没能瞒过一直在暗中窥视, 在这一计当中行动自如地一行了。 发现了他们前进的方向后, 一行显然也改变了策略。 开始面对徐悦他们这些强大的对手, 在自身树母还没上来之前, 他们也不想出现大规模损失, 退却后也没有想过再去找机会击杀了。 但现在他们朝着母皇的位置前进, 这绝对是一行锁, 不能允许的。 几乎是徐悦逼迫一行来进行决战。 本来就是残暴成性的生物, 一行当然也采取了最为伶俐的手段。 一个个都迅速集中到了皇后身边, 并开始对皇后的表层进行攻击, 让皇后的血液流出, 腐蚀着那禁锢她的铁链。 一阵阵嘶吼声, 从那越来越向下的通道中传出, 让人听得头皮发麻。 这个声音, 明明和之前那些怪物的声音有点不一样。 这就是母皇, 这种生物的行动模式, 无不再说明它们是类似于群居昆虫的。 有一个专门负责产卵的母皇很正常, 不过不用担心, 就像以后和丰厚一样。 虽然母皇体型会更大, 但并没有什么作战能力, 只是负责产卵, 是整个族群的核心和弱点。 徐悦用一种简单的语调陈述地说道, 一副一切都在掌握之中的样子。 只有通过翻译机器, 听懂了徐悦说的啥的铁血战士, 回头默默地看了她一眼。 但不知道地球语言的她, 也不知道应该如何来进行描述。 呃, 母皇啊, 异形当中战力最为强大的个体, 单独一只母皇不算产卵的战力, 都最少可以顶替十几只普通异形了。 他们铁血战士试炼的最高荣耀, 就是击杀母皇用母皇的血来刻字。 只是这一份荣耀通常只是个摆设。 当然了, 虽然她知道很危险, 但铁血一族永不退缩。 既然这些强大的勇士都决定要下去了, 自己当然不可能耸过去。 不信你们可以问这个外星朋友, 他应该有翻译机器能听懂我们的话。 徐悦那边也转头将话题丢到了铁血战士身上, 让后者文言凝重地点了点头。 只是双方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那也就只有各自才知道了。 见到对这个遗迹最为熟悉, 可以说是遗迹主人的铁血战士都点头了, 一直很紧张的众人也松了口气。 如果只是最开始那种怪物的规模的话, 几方好像的确有获胜的可能性, 毕竟那个最难缠的不死怪物已经被暂时限制住了。 小心一点的话, 好像不用死的样子。 然而也就在这时候, 不等众人继续渗入下去, 下方便已经传来了隐约的震动声。 等等, 这是什么声音? 有什么大东西过来了? 那拥兵头子咽了口口水说道, 当初他在非洲执勤的时候, 经历过被大象冲锋的时候。 但毫无疑问, 一头大象冲刺造成的动静是肯定没有这么大的。 这不是一群小型个体能够形成的气势。 应该是他们感受到了威胁, 所以主动过来了, 准备好接站吧, 不能再进去了, 前面更窄, 上方通道也更多, 不利于我们的发挥。 徐悦临时选了一处相对更好一些的战场。 是一处类似于大型十字密室一样的地方, 虽然比起之前那高台的地形差很多, 但比起前面却要好得多了。 表面上看, 前面只有一条狭小的通道口, 有铁血战士用尖抗炮锁定。 但实际上, 这抬头起码几十米才能看到天花板的一记墙壁上, 有着大量的暗口方便异形们行动。 之前已经用血淋淋的教训告诉了众人了, 所以剩下几位佣兵盯着的都是其他方向。 虽然在这种级别的交锋中, 他们能够提供的帮助已经相当有限了, 但好歹还可以提供事业。 其他那些非战斗人员, 就是纯粹地提供灯光照射了。 一时间看上去倒还有模有样的。 士气也在缓缓提升。 来了!开火! 伴随着黑暗中巨大阴影地接近, 铁血战士也毫不犹豫地启动了尖抗炮朝着内部轰击过去。 这尖抗炮是专门为训练特制的, 通常只要轰中了普通一行, 一发就能够让其失去战斗力。 但同样地为了最高荣誉的难度, 单纯尖抗炮对女皇的伤害却是相当有限。 伴随着尖抗炮连续轰击进入冷却, 但那爆炸尘埃中的声音却丝毫未减厚。 所有人都有一种大事不妙的感觉。 随后便看到了一行女皇那远超普通一行体积的庞大身躯, 从那尘埃中缓缓走出。 能够一发废掉普通一行的尖抗炮落在女皇身上, 仅仅只是一些出血口罢了。 等到她出来的时候,连血都止住了。 反倒是因为身上沾染的腐蚀性血液, 让她的威胁变得更强。 第1959章 以德服人 这就是你们嘴里没有战斗力, 单纯只是体型庞大的声誉机器。 那位拥兵队长满脸木然地转头看向了徐悦和铁血战士, 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 情报上出现一些失误, 也是在所难免的。 我们现在首先要想办法解决眼前的问题, 再谈其他。 徐悦平静地说道, 而铁血战士未成年人也在不断地点头秤势, 机里呱啦地讲着火星雨, 一副小跟班的样子。 对比于使用特殊手段的约翰逊他们, 还是徐悦那种纯粹的原始暴力更加让他推崇。 此时, 在女皇的掩护下, 诸多异形也都成功进入了这间宽敞的时事, 除了正面通道外, 墙壁上也不断神出鬼没地偶尔冒出一些踪迹, 让人感觉四面八方都是敌人。 这是异形常用的手段, 让猎物一直保持精神紧绷, 然后等待失误和时机。 两只和其他异形看上去有些区别, 尾巴不一样的特殊异形, 此时便是拱位在了女皇两边, 嘴里发出有节奏的嘶吼声, 指了指永景归的方向。 虽然永景归听不懂他们交流什么, 但大体上也能够明白可能是在GHS, 想要对自己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 能够无限用来繁殖的RBQ, 这在异形的眼中也绝对是了不得的宝物了。 一开始是实力上不够, 所以采取了妥协, 现在主动送上门来, 还让女皇大人出来了, 自然是要全部留下。 哪怕牺牲了全部同伴, 这些存在也能诞生出一批更加强大的同伴。 他们已经都就位了, 马上就会发动攻击, 还是那样, 辛苦两位一下, 拖住那些普通的。 阿铁和约翰逊你们注意那两个特殊个体, 女皇交给我来应付。 徐悦扫视了一下四周异形们的走位, 简单地分配道, 既然是我提出的情报导致的失误, 那这一份失算也就需要我来亲自弥补。 很平淡的话, 但听在众人耳里, 却莫名地涌现出了一股热血沸腾感。 哄, 不等异形发动攻击, 徐悦率先便朝着女皇直击而去。 这种主动攻击, 显然出乎了双方的意料之外, 好在约翰逊也是惊艳老道, 立刻跟上了徐悦的步伐。 在两名特殊异形进行拦截的时候, 率先一步截下了他们, 将自己假鹤的高防特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除了酸性血液外, 直接应接他们的鹤子攻击。 肩抗炮连续射击进入冷却的铁血战时, 则是抽出了自身的镖枪, 不断地在旁边进行辅助。 而那能够超负荷功率使用的肩抗炮, 依然还在不断地瞄准着, 似乎随时都能发出极限一击。 唯独只有雷克斯和鲍威尔两人, 只能打碎牙齿吞肚里, 发疯一样地激发自身鹤子, 不断地拦截着剩下的异形, 卖血拖延。 他们知道自己两人不卖力不行, 一旦露出了但凡一只怪物, 导致了另外两边战场失利, 那必然会产生滚雪球效应, 导致全盘失败。 到时候, 不但已经付出的收获没了, 眼看就要到手的权重也要飞了。 空间不可能给必死任务的。 局座绝对是这个任务, 空间的气韵之子, 它一定能够成功战胜邪恶, 我们只要能拖炎柱, 就能躺着抱筋大腿了。 坚持, 雷克斯和鲍威尔两人不断地互相鼓励了起来。 而这电光火石的交锋之后, 徐悦也已经成功地来到了女皇的面前。 如果不算尾巴, 内口气和酸性血液, 女皇的各方面参数和狂暴龙差别不是很大, 只是更加灵活, 更加狠辣外甲, 更加坚固。 但把那几样大杀器加上后, 这带来的实力变化也是质得飞越了。 哪怕徐悦多吸收了一次寄生体进行强化, 面对女皇来说, 各方面参数属性, 也都是在明显劣势之中的。 不过有一点, 徐悦是女皇无论如何都无法比拟的。 那就是体型。 女皇的力量起码是徐悦的两三倍, 但她的体积和质量, 却是徐悦的十几二十倍。 特别是在徐悦拥有魔改国术体系底子的情况下, 进场瞬间爆发的伤害还在女皇之上。 如果她利用库英克全力施展开来, 在付出一定代价的情况下, 或许已经能够将女皇砍死了。 但特地来到这里, 搞出这种局面, 徐悦可不是为了砍死女皇而来。 从始至中, 她甚至都没有将库英克激活。 这落在其他人眼里, 便是徐悦担心这些怪物的酸性血液, 攻击显得很慎重。 也同样让她们都提心吊胆了起来。 毕竟从场面上看, 唯独只有徐悦这里有机会。 其他两处都只能算是拖延而已。 侧身闪过一次女皇怀中沙, 直接翻滚到了她的右后腿处, 徐悦翻滚后的依靠, 直接将一股恐怖的担劲打入了 那拥有坚固外壳的后腿之内。 引起了异形女皇的一阵惨叫。 在一个后仰闪过了那灵力的危机后, 徐悦也再次绕到了另外一边。 而明显被徐悦撞过的那条腿, 虽然外面假翘, 看上去没有丝毫损伤, 甚至没有流血。 但随着异形女皇的一次移动避让, 也能够看出, 这条腿已经显得很是僵硬不灵便。 甚至承受异形女皇体重的时候, 都有一种凹陷折叠感, 好似内部变得空心了一般。 让女皇不得不加上尾巴来保持身体平衡, 扭头就朝着徐悦的方向撕咬而去, 逼徐悦放弃攻击她另外一条腿的动作。 可放弃了女皇左后腿的徐悦, 面对异形女皇过来的撕咬, 却是反过来一跃而上, 落在了异形女皇的头部。 双腿加紧提供了施力点后, 手中四指成刀便朝着一形女皇头部点去。 那中之必死的灵力杀意, 吓得女皇连保持平衡都不要了, 连忙再次动用尾巴救驾。 靠着尾巴的灵活与强大攻击, 逼徐悦再次起跳, 放弃了这次攻击。 然而, 徐悦最开始就并不是想打死女皇, 只是为了攻其必救, 让他主动失去平衡, 并甩尾来袭而已。 就像象棋的老手欺负新手踢光头一样, 如果新手够忙, 对将军视若无睹的话, 那就不存在踢光头一说。 可一旦新手怕输, 一被将就开始用子去当枪, 那最后必然是被踢光的结局。 徐悦显然也是为的这样。 咔嚓! 躲开尾姬, 趁机下滑到尾巴根部, 双手环抱, 那不断乱窜的尾巴一扭, 便是不见血地 废掉了一行女皇 最为麻烦的尾部攻击。 随着徐悦扭完, 那灵活而犀利的尾巴, 便好似突然僵死了一样, 随后便是趴搭地甩到了地上, 不见动弹了。 而且失去了尾巴保持平衡, 一只脚也被打废的女皇, 也终于挺不住地 直接半趴在了地上, 无法再度站立。 直接硬碰硬地 打出了几次攻击的徐悦, 背部靠的那一下 和手臂上 也出现了一片青紫色。 不过相比于 一行女皇的凄惨来说, 无疑是要好太多了。 在配合寄生兽细胞的掌控力, 以及打破虚空剑神不坏的微调, 那些瘀青 也在肉眼可见的 高频震动中不断地淡化。 一行女皇的倒下, 让其他普通一行 和那两只特种一行 都感到了一阵疯狂。 随后不要命地朝着这边蜂拥而来, 让负责拦截的几人 一瞬间就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约翰逊这边还好, 作为S级的强者, 还有铁血小老弟的帮忙, 勉强还是抗住了。 而雷克斯和鲍威尔两人 就真的已经在呕血了。 甚至鲍威尔为了阻止, 不得不下狠手击杀了一只异形, 又导致自己被鲜血洗礼了一波, 只能忍着痛咬牙付费支持着。 徐悦则是好像没看到 那两边的惨状一样, 一边调理着身体的状态, 一边朝着异形女皇脑袋的方向走去。 抬手一摆, 直接命中她最后反扑过来的爪子关节, 让她彻底踏地上后, 便是揉着肩膀笑盈盈地对她说道。 现在, 我们应该能好好谈谈了。 或许, 你听不懂我话语当中的意思, 但想来, 你应该能明白我行动中的意思。 随着徐悦开口, 一直只能起到打酱油作用的佣兵和查尔斯, 他们几人也发现了哪里有些不对劲。 看样子那位局座是真的赢了, 真的徒手击败了这比恐龙还要可怕的怪物。 但她明明已经赢了, 但为何不下杀手? 你想要干什么? 导游莱克斯满脸难以置信地对徐悦教导。 这是一种很神奇的智慧生物, 我想, 死亡并不应该是她的归宿, 我想给她一个选择的机会。 徐悦戏条慢理地说道, 很是耐心地给予了解释, 似乎是想要以德服人。 你疯了吗? 这种怪物你竟然想要留下来? 你想要制造战争吗? 莱克斯尖叫了起来, 但徐悦这种举动落在其他人眼里, 哪怕是那几位佣兵眼里都完全保持了沉默。 几位优秀的佣兵自然明白, 如果真的这种东西能够被控制住的话, 那的确是无解的杀戮机器。 可以避开红外探测, 擅长潜伏偷袭, 伪装也一流, 更难得的是拥有明显的指挥体系和智慧。 特种战当中无人可挡。 如果再配上一些可以远程操控的挂炮甚至炸弹, 那真的是难以想象。 作为一位合格的联邦高官, 还是联邦调查局局作, 对这个有兴趣似乎也是理所当然。 连几位佣兵都能看明白, 约翰逊等人就更不用说了, 就算是大富豪查尔斯也保持了沉默。 能够赚到这么多钱, 心不够狠怎么可能? 除了那正在歇斯底里表示反对的莱克斯之外, 恐怕也就只有两位正在偶血的轮回者欲哭无泪了。 局作大人, 我们理解你的想法, 也完全支持, 但能不能麻烦您快一点啊? 好歹您先逼他让他的小弟们都停下来啊。 他们已经发疯了。 这谁顶得住啊? 第1960章, 付出就有回报。 在女皇被控制住后, 其他异形都开始发狂了, 而徐悦则是和异形女皇进行了漫长的和善交谈。 在非铁血战士版本的世界里, 异形女皇是被人类训养过的, 在成功逃离之前, 也还算听话。 对于这种智慧生物来说, 其实只要能把握住不给它反叛的机会, 这就是最为忠实的走狗。 而且对徐悦而言, 捕获异形女皇的目的只是为了确保隐藏要素解析度, 长期的忠诚肯定无法保证, 但短期让她时时务还是办得到的。 要素到手即可, 自己又不是真的要为美丽坚立下汉马功劳, 等到完成度够了, 哪管她洪水滔天。 在徐悦亲切友好的交谈与指导下, 被废掉了失去行动力的异形女皇, 也终于低下了自己高傲的头颅, 发出嘶嘶的声音表示沉浮。 到了此时, 那些发狂反抗的异形们也都停了下来。 约翰逊和铁血战士都还好说, 两位轮回者是直接犹如一滩软泥一样 倒在了地上, 不想动弹。 真的, 成功了。 查尔斯看着眼前的画面, 脸上也满是难以置信。 那几位佣兵也犹如活在梦中, 只有原本的女主, 导游莱克斯气愤地开口道, 这种残暴的生物怎么能够相信, 说不定只是表面沉浮, 找到机会就会反戈一击的。 如果带到人类文明去, 万一失控了怎么办? 世界都会被毁灭。 我自有分寸。 徐悦冷淡地说道, 十足十大反派的行为模式, 一种热衷于将各种东西都用于战争的狂人形象, 就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却将那被押住的家伙也放出来, 女皇能够控制命令所有一行。 徐悦随后便对约翰逊下令道, 对于徐悦的命令, 约翰逊自然是忠实地执行着。 不过查尔斯这时候还是开口询问了, 徐悦局坐, 我们带的船, 恐怕没有合适的地方隔离这种怪物, 难道您要一直亲自坐镇守着它吗? 无妨, 这位外星朋友应该也有飞船。 徐悦指了指旁边的铁血战士说道, 后者也是拍着胸脯点了点头。 对于铁血战士来说, 只要认可你是伙伴, 还是会给予相当的善意的。 援助当中女主就获得了铁血一族的认可, 并被赐予了强大的武器。 那种取巧的手段都得到了认可, 徐悦这种直接忙过去的存在, 自然是更加没问题了。 在徐悦接触到女皇, 还未开始战斗的时候, 解密程度就到达了终极。 想来再去铁血战士外星飞船上转一圈, 然后回头再仔细培养好异形女皇, 高级解析也是手到擒来了。 如果不是见到异形女皇时的提示, 估计那两位轮回者也不会狠下心付这些钱了。 现在差不多上了贼船, 异形的养殖工作就交给他们吧。 应该可以帮他们得到高级解析度的。 回去的路上还算平静, 重伤无法移动的异形女皇表现得很温顺, 而其他异形则是远远地散在外围, 表示没有救援的意思。 最前面由那不死异形开路, 后面跟着两大拥有贺子的异形个体。 就这样, 异形人押韵着异形女皇来到了出口。 外面的场面虽然血腥, 两位守卫的拥兵和一地挖掘工人的尸体都已冻僵, 但在经历过下面的生死危机后, 众人也算都看得很开。 已经成功完成试炼的铁血战士小跟班, 也在这时呼唤了自己的母舰。 一艘数公里长的巨舰从隐形中浮现, 缓缓而降。 很显然, 里面的铁血战士们也看到了外面被捕获的异形女皇。 由那位拿着权杖的长老带队出来, 对所有人都表示了欢迎。 铁血战士推崇勇士。 那位通过了试炼的未成年人, 更是被他们好几人举了起来, 直接带进了飞船。 知道铁血战士拥有着翻译功能的徐悦, 也上前表达了请求帮忙运送异形女皇的要求,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其实, 这个世界徐悦最为头疼的就是铁血战士了, 因为他们手中拥有着可以毁灭整个地球的科技力量, 和就多二福一样是不可控制的额外因素。 所以能够交好的话, 徐悦也不想与之为敌。 有着活捉异形女皇的威望在, 徐悦在铁血一族当中也是很吃香的, 轻易就获得了友谊。 至于利用异形女皇什么的, 在铁血战士眼中就更没什么大不了的了。 他们可是更早就开始使用异形用得很开心了, 自然没什么道德洁癖。 也就这样, 这艘巨型飞船便是抵达了冲绳基地, 一行女皇放置的地点就是这里了。 相关工作的汇报, 徐悦在飞船上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 经过紧急讨论后的决定, 就是放在这里进行研究, 甚至是直接利用一艘航母当作了临时关押地。 实验室也已经开始火热地建造了。 毫无疑问, 铁血战士飞船出现的时候是引起了整个基地的轰动。 甚至基地最高负责人都急冲冲地出来了, 在徐悦下来后压低声音对他说道, 举座, 你没告诉我们是这么一艘船运过来啊? 我想本土那边会有什么说法? 无妨, 这些和我们都没什么关系, 他们对地球资源不感兴趣, 同样的我们也最好不要对他们有什么敌意, 科技代差太大了。 徐悦很是平静地说道, 亏是铁血战士的科技。 好吧, 拿他们赠予的一些东西来研究就行了, 难道还想将这船打下来吗? 首先, 要认清自己的胃口呀。 橘座, 我觉得我们班上其他那些培育出的独演, 都可以过来这里承担重任, 还希望橘座能将这工作交给我们, 付出了这么多的雷克斯, 在抵达了目的地后, 也壮着胆子来到了徐悦面前提出请求。 他相信以自己两人的付出, 这种要求定然是可以完成的。 自己两人已经收获了一波, 甚至还能参与接下来的异形培育, 这样的话很可能能达到高级解析度。 其他轮回者虽然没有参与南极一行, 但只要能够加入自己两人的队伍, 将一行养好的话, 终极的解析度还是能够达到的。 自己两人已经付出了这么多, 损失了这么多, 自然要从其他地方补回来点。 出售终极解析的名额给其他轮回者, 多少也能回点血吧。 对于他们这个提议, 徐悦自然是欣然点头。 有人愿意成为自干托, 那他当然也乐得促成此时。 而且他这种放权和信任的表现, 更是让雷克斯和鲍威尔两人感觉到这一行之后, 自己两人在局作心中地位的剧烈提升了。 这一波,赚了。 第1961章,宠物。 什么?找到新要素了? 刚刚成功完成了手术, 获得了独眼身份的单格奇力满脸都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他走的路线是万磁王的方向, 所以对于一些枪械武器的使用来说, 却是完全没有相关基础, 格斗方面也很糟糕。 是属于明明摸到了精锐乱入者门槛, 但实际上在这次惩罚任务当中 表现不如一些精锐轮回者的跛脚大佬。 唯一的好处大概就是, 他虽然也住在了ICU当中, 但比起那些完全不能动弹的家伙来说, 自己多少还有些活动能力与表达能力。 因为上一次任务当中的糟糕表现, 浪费了军阵, 自己在洛克菲勒的地位直线下降, 虽说还保留了自己实力带来的待遇, 但话语权方面, 却已经下降到普通乱入者的层次了。 只是被军团当作了打手, 已经失去了原本决策层的地位, 最多借助乱入者的身份为某个议案投上一票而已。 在这种烈士之下, 哪怕耽搁其力也很眼馋惩罚任务当中的权重, 羡慕上次任务当中, 艾伯特借助惩罚权重获得了与自己两人完全不同的待遇。 但因为先天上的烈士, 却也依然还是不敢随便冒险。 甚至连恢复普通人行动力的那一份B级剧情点都不愿意致富, 安静地躺在这里等待自己队友得到情报, 后来唤醒自己。 如果有利可图, 那就扶自己起来, 如果他们也没啥头绪的话, 就让自己这么安静地待到结束, 用这一份宝贵的时间来好好思索一下自己的未来。 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某一日, 几个身穿西服的黑衣男子来到了自己的病房, 抓着自己的手按下了一个什么手印就把自己拖走了, 然后就接受了那丧心病狂的人体实验。 不过通过空间的付费提示, 单格其力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利好的消息。 虽然这次的花费达到了A级, 比之前普通人的B级贵得多。 但这次非但能直接提供一个隐藏要素线索, 更是能让自己获得远超普通人的实力。 之前不愿意花那个B级, 不是他没有钱, 而是作为堂堂马上要成为精锐乱入的存在。 他无法接受自己的表现, 不如精锐轮回者。 现在有特殊情况, 那自然也就能够接受了吗? 自己现在急需这种特殊权重, 来再次提升自己的地位, 如果得到了有用的权重, 将自己的实力正式推入到了精锐乱入籍, 自己如今遇到的很多麻烦也都将迎刃而解。 艾伯特也用了军阵, 虽然带回了一些有力消息, 可也私自动用了军团资源来强化自身。 但为啥他反过来得到了褒奖, 地位得到了提升? 那就是因为他的实力。 这是自己要改变现状的最好机会。 白送一个实施鬼的隐藏要素, 而且还获得了过人的实力。 相比来说, 脑袋里装上了什么防止背叛的装置, 还有参加培训训练什么的, 就完全无伤大雅了。 一同参加这集训的人很多, 看起来可能都是轮回者, 但互相提防起见, 还是很少有人互相交换身份的, 大多都只是和自家团队成员抱团。 雷克斯和鲍威尔两人, 他还是有印象的, 这是第一批被选择出去执行任务的轮回者, 虽然因为认知误导不知道他们是谁, 但能力应该是不错的了。 在他们两人带回了新隐藏要素, 并保证一定能让解析度达到终极甚至以上的消息, 还是引起了如今正在训练的诸多轮回者们注意和兴趣, 能够付出A级剧情点来获取这一份特殊身份, 他们大多数都是乱入者以上的大佬, 只是因为种种原因开始没有选择普通人身体行动罢了。 口袋里的钱倒是足够的, 这次这么多人进入惩罚任务, 不就是因为心痒痒上次出现的那两个超级权重吗? 在读研改造成功, 并开始接受训练的时候, 他们有几个其实已经和外面活动的其他军团成员取得了联系, 并了解到了这世界的第一手资料。 相比于暗处的食尸鬼和亚人来说, 那个恐龙岛公园的隐藏要素应该就是摆在眼前的吧? 大多数人都在利用空闲的时间, 请求土著同事帮自己预约订上了恐龙公园的票, 准备将那里当作第二个隐藏要素攻略。 但现在, 雷克斯和鲍威尔两人, 确实又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渠道。 虽然他们收取的费用昂贵了点, 可依然还是有不少人心动了。 毕竟恐龙岛那里发现隐藏要素没问题, 但要提高到终极解析程度鬼知道要怎么办。 而雷克斯和鲍威尔这边就是只要付钱, 就能给你一个准信。 况且是新的隐藏要素, 哪怕恐龙岛也能开辟到终极解析度也并不冲突, 反倒是能够强化那一份能力。 虽然这能力比起之前流传出的史密斯、 分身还有爱博特那神秘的力量差距很大, 可花费毕竟也便宜很多嘛, 成长到极限的话也丝毫不差。 买了买了, 千奇约历字句有什么好怕的? 稳定一个隐藏要素终极解析度, 还是可以的。 毕竟都是大佬, 雷克斯和鲍威尔也只是想要尽可能弥补损失, 开架都在乱入者、 级别强者能够接受的范围内。 这一下, 就成功将正在训练营训练, 现在已经完成了改造的所有轮回者都拉上了战车。 除了这些独眼门外, 比他们提早出来就行动的队伍当中, 也同样有人购买了他们都受的名额。 毕竟鲍威尔这边还有个小队幸存, 这段时间的活动多少也遇到了一些其他轮回者, 雷克斯那边也有着自己的盟友。 关系网撒出去后, 还是将大多数轮回者都串联了起来。 这效果可真不错。 看着那些调任的申请名单, 还有鲍威尔和雷克斯的请求, 徐悦也对他们的工作努力感到了很满意, 大手一挥就批准了他们的申请名单。 自己在这边虽然塞入了大量伪军, 可就本土关系网来说, 比起他们发力, 却是差太多太多了。 效率比自己来高多了。 将这些人都带过来饲养异形。 有着这么多独眼在, 刚好也能够作为威慑异形的武力, 让他们短时间不敢造次。 而作为一切起因的自己, 都不需要再关注就能被动地等待解析度的提升。 除此之外, 自己驯猛龙的宠物名牌也终于在日国办理下来了。 已经被卡米尔驯服的狂暴龙, 原驯猛龙女王布鲁, 以及那只驯猛龙队伍, 也都运到了日国。 现在只要他们带着项圈, 然后徐悦牵着牵引绳, 已经能和狗狗一样带着在街上散步了。 只是一些禁止宠物进入的地方, 还是不准进入而已。 这一条款, 在米联邦是很难通过的, 就算徐悦这局做全是滔天, 也很难推动。 但在藩蜀国拿来实验一下, 还是要简单得多。 就像一行女王先放冲绳这边研究一样。 第1962章, 一网打尽。 放心吧, 很乖的, 不咬人。 徐悦看着万人空巷的街道, 最少离自己几十米, 满脸惊恐看着自己的人群, 不由开口安抚地说道。 随后拉了下布鲁项圈上的链子, 示意她地上翻滚一下。 这满脸不满的前逊猛龙女王, 也不得不慢吞吞地在地上打了个滚, 似乎是在表示自己的无害。 而徐悦脚鞭, 还有着一只看上去目的表情的狗子。 虽然自己学习人类知识的时间有限, 但你休想骗我, 这个东西根本就不是宠物。 不过想一想, 自己这么凶残的寄生兽都变成宠物了, 这个看上去凶残, 但还比自己差一点点凶残的恐龙变成宠物, 好像也是理所当然。 在徐悦多次让布鲁摆出各种造型, 表示自己无害后, 逐渐地也有胆大一点的路人开始走过来了。 发现真的没啥问题后, 各种拍照留念的人便开始多了起来。 不得不说, 人类的适应性还是很强的。 就像动物园里看到了被驯服的狮子老虎后, 在最初的惊讶后, 不少人也是赶上前摸一把的。 布鲁作为驯猛龙女王, 哪怕比寻常驯猛龙要大一些, 但体型来说却也不至于到暴龙那种威慑程度。 也就这样, 徐悦就这么骑着布鲁开始招摇过世, 朝着和全新一约定的地点走去。 这么显眼的目标, 想要忽视都不可能, 一间仓库当中, 好几位寄生兽个体都是提前发现了那招摇过世而来的徐悦。 这就是你所说能够改善我们处境的人类吗? 看上去并不怎么靠谱。 它骑着的那东西是驯猛龙, 根据资料应该是只有那恐龙岛上才有的物种。 不过前段时间, 这个国度颁发了驯猛龙饲养许可, 应该就是它的手笔了。 如果它真的能让这种看上去很危险的生物都得到认可的话, 那的确是有能力帮助我们。 哼, 为什么我们会需要弱小人类的帮助? 寄生兽们都各自冷漠地交谈了起来。 不过在它们中间, 还有着全新一这个无法保持面瘫的家伙, 看上去就好四郎群中混入的哈士奇。 它是以小幼做其身份进来的。 有着宫田良子这寄生兽进行保护, 全新一的安全倒是保障下来了。 而且它嘴里所说的话, 也让众寄生兽感到了有些兴趣, 获得人类当权者的支持。 这个世界还拥有着那些竞争关系的食尸鬼, 还有着亚人。 所以, 寄生兽们的生存环境比起原著当中 是要恶劣不少的。 现在虽然时间不久, 但已经和那群讨厌的食尸鬼交手好几次了, 甚至隐约被他们试探出了 几方不是食尸鬼的身份。 再这么继续下去的话, 很快就要瞒不住了。 因为有着孙种和亚人的关系, 现在的寄生兽 对于人类倒是比原本的情况要重视不少, 为全新一的行动提供了不少机会和契机。 再怎么, 他也是这个隐藏要素的气韵之子, 这点小事还是办得到的。 现在, 徐悦推动的迅猛龙宠物牌, 外加他如今招摇过世地过来, 也对这些寄生兽产生了一种错觉。 嗯, 你们感觉到了吗? 他身边那条狗身上有同类的气息。 真是可怜, 没找到目标最终寄生在狗身上吗? 不过这样一来, 更加证明了对方的态度, 的确是可以利用的。 在察觉到了徐悦小宠物的气息后, 这几只寄生兽便是都再次进行了交流。 也就这样, 这间空旷的仓库当中迎来了徐悦的这只小团队。 人类, 我们听说你想要和我们谈谈。 宫田两子作为代表, 走了出来对徐悦说道。 语气虽然也很冷淡, 但对比其他寄生兽而言, 宫田还是稍微多了一丝人性化, 因为他让这句人类身体正在孕育新的生命。 我的确是过来想要和你们谈谈的。 徐悦扫了一眼四周, 很不错, 大概有十来只寄生兽的样子, 很可能东京范围内的寄生兽 都被心仪那家伙找过来了, 将任务交给他的确是最正确了。 你能为我们提供什么帮助, 又需要我们为你做什么? 宫田两子冷淡地说道, 就目前对人类的了解来看, 对方显然也是有所求的, 他不排斥互相合作, 甚至认为利益关联才是最为牢固的。 我能提供你们想要的一切, 只要你们能提出来的要求我都能做到。 徐悦大包大揽地说道, 虽然宫田两子很想要反驳什么, 但对方连续猛龙饲养症都弄出来了, 还招摇过世地在马路上骑程, 的确是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那你需要的呢? 我需要的是你们的身体。 徐悦话音落下, 便已将库英克激活, 寒光一闪地将宫田两子的本体削了下来。 寄生兽那计算机一般的运算速度, 不存在被偷袭一说, 然而力量上的绝对差距 让宫田两子才刚刚变身抵抗, 下一刻就被直接削手。 而其他寄生兽也没有丝毫吃惊和迟疑, 瞬间都完成了战斗姿态的切换, 随后直逼徐悦而来。 真的是不行啊, 东京这么大的密度, 这么多的孙种, 你们竟然都没寄生到一只, 害我瞎准备了这么多。 看着那些顶着普通人身体走过来, 不断切割的寄生兽, 徐悦也不由叹了口气。 随后, 仓库四周的玻璃破碎, 约翰逊率领轮回者独眼军团, 从仓库的四面八方蜂拥而入。 大量鹤子瞬间爆发。 徐悦除了最开始完成了一穴外, 就已经收回了兵器安静的等待。 整个战场由自家小弟们进行清理, 迅速地就将这些寄生兽寄生的普通身体 全部击溃。 寄生兽很强, 特别是他们的运算能力。 一对一的情况下单挑A及孙种都没有多少问题。 可同样的, 他们的缺陷也很明显, 如果不寄生到孙种之类的强大生物, 单凭人类雷弱的身体太容易遭到针对和攻击了。 轮回者们付费完成了改造后, 可都是相对比寻常孙种更加强大的独眼。 再多完成了训练培训后, 每一位都拥有着A加级的实力。 再加上领队的约翰逊和人数优势, 寄生兽团体根本就无法组织出合适的抵抗。 分分钟被团灭。 而每一位参与行动的轮回者, 此时脸上也都爆出了惊喜的表情。 竟然只是参与一次活动, 不单单发现了新的隐藏要素, 甚至直接将隐藏要素推到了终极解锁的程度。 这真的是太棒了! 之前花钱向雷克斯和鲍威尔两人买名额, 真的是赚饭了。 所以我们说, 这位橘座就是气韵之子, 跟着大腿走准没错的, 不要在乎前妻的投入, 看看我们就知道了。 雷克斯和鲍威尔两位先驱, 此时也当即为其他轮回者们献身说法, 获得了一致认同。 第1963章 永不言弃 看着眼前一群童族惨遭杀害, 跟在徐悦旁边的狗子心底也满是庆幸。 还好自己寄生的不是人类, 被留下来当作了宠物啊。 这个家伙实在是太危险了, 而且他手中掌握的力量是真的强。 那些独眼人类个体, 单对单都丝毫不在自己的童族之下, 还有着人数优势。 这一次他们的确是走窄了。 干得不错, 看来的确如雷克斯所言, 你们并未有什么怨言。 战斗结束后, 徐悦看着诸多轮回者, 给予了肯定的褒奖。 眼前寄生兽是他本身要用到的, 没必要脱久了, 最好快刀斩乱麻。 正好也算是要给这群轮回者们一些甜头长长, 所以战斗中徐悦也没给他们下什么绊子。 这自然也换来了所有轮回者 对徐悦这金大腿的信赖。 哪里能为橘座办事, 将是我们的荣幸。 被徐悦单独点名的雷克斯满脸欣喜之色地低头说道, 自己前面的付出, 果然没有白费。 橘座还是更加信任我的。 是啊, 你们又立下了一功, 所以继续让你们饲养一行, 也让我有些余心不忍了, 准备将你们正式掉入各部。 徐悦欣慰地点了点头, 随后有些叹息地说道, 只是听到徐悦这么说, 雷克斯和其他轮回者们反倒是心急了起来, 饲养一行可是目前所知提升这个隐藏要素解析度的唯一途径了。 想要获得提升必然不能放弃啊。 虽说橘座似乎是好意, 想要重用我们, 但自己等人作为咽过拔毛的轮回者, 又不是真的要在这世界私混。 橘座也太小看我等了。 我们迄今为止, 根基还太浅了, 正是需要这种位置沉淀打磨。 雷克斯连忙开口道, 这,可是其实最初安排你们饲养一行, 我还有另外的打算, 那两只特殊一行你们也看到了, 正是寄生你们诞生的, 所以我最初的计划是拿你们用来成为一行的孵化体。 虽说会通过手术的方式, 提前将又提取出, 威胁性大幅度降低, 但手段终究残忍了点, 风险也依然存在。 徐悦带着些许迟疑地说道, 听到其他轮回者都是表情一降。 感情, 我们还是一行的寄生对象吗? 如果这样的话, 那真的是有风险啊, 之前他们其实已经开始饲养一行了, 一些重型犯被用来当作试验品。 虽说利用手术取出, 却也依然还有不低的风险。 局座也太小看我们了, 我们愿意。 不等其他轮回者考虑清楚, 雷克斯便以当机力断地答应了下来, 同时用小队频道对众人说道, 朱军, 你们难道没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吗? 多次亲自孵化一行, 解析度必然能提高的, 而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只是手术时支付费用确保平安而已, 任务完成后可是会返还啊。 对于我们来说, 当这个隐藏要素解锁到终极, 就已经达成目标了, 既然随时都能够离开, 我们还怕什么? 四手五入下, 等于没付钱。 听到雷克斯的提示, 诸多轮回者也都同样点了点头, 的确如此。 对比得到的能力, 虽说不如幸运的史密斯那样出众, 但也算得上是相当实用了。 别说, 只是暂时地付出, 就算是真的要收取这个费用, 也是很划算的。 是啊, 有很多人都在惩罚任务当中亏过钱, 血本无归, 但这其中却并不会包括 已经完成了最低任务要求的我们。 在将最低的要求完成后, 我们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进可攻, 退可守。 请橘座放心, 我们都是有觉悟的人。 区区实验而已, 当初独演改造都熬过来了, 还怕这个不成。 请橘座放心。 其他轮回者们, 此时也都对徐悦公身行礼, 异口同声地说道, 那种觉悟, 那种忠诚, 让约翰逊都颇为感到了有些意外。 不愧是橘座啊, 这么快就将这一群新改造的独演收编完成了。 全新义和小佑总共成功聚集了13位寄生兽, 现在东京范围内还在活动的寄生兽可谓寥寥无几。 而徐悦道也信守承诺, 并没有为难全新义, 并为小佑安排了一个FBI特派员的身份, 算是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首任了这么多寄生兽, 都还没有达到高级解析度吗? 也不知道都吸收之后能不能完成。 要是还不能, 就只有在找其他的寄生兽, 来制造一个特殊寄生个体了。 徐悦将13只寄生兽的尸体都处理好, 而后慢慢的一天吸收一只。 就和吸收第二只的时候, 提升效率降低了不少一样。 这13只寄生兽的全部细胞都融合吞噬掉后, 提升的幅度大概也就是三倍的样子。 不过对徐悦而言, 三倍倒也够了, 本来他就魔改了陈真的国术境界, 三倍综合素质的提升, 对他而言带来的战力提升可不止三倍。 现在就算面对SSS疾孙种, 徐悦也有着相当大的把握应对。 当然,终究是肉体繁胎, 没有亚人那种不死特性被杀了就会死, 具体胜负如何还得因地制宜地打过才知道。 也就这样, 徐悦骑着迅猛龙便来到了祥英社的地下停车场, 然后将迅猛龙布鲁栓到了自己停车位的垫桩上, 让他趴在停车位上休息。 摸了摸他的脑袋安抚了一番后, 徐悦便又回到了自家的总编办公室, 开始这段出差时期积累下来的工作。 主要还是一些关于孙种和亚人的相关情报和动态, 青铜树这个组织最近越发地活跃了。 根据眼线提供的情报, 似乎他们在寻找一种新型食物, 和好几个区的孙种都发生过冲突。 九族饭饱的神戴力士, 身上披着徐悦的外套趴在桌上沉沉地睡了过去。 虽然徐悦出差前, 为了一顿饱的, 那种高能食物也能够让他坚持很久, 但等到徐悦回来的时候依然还是饿得不行。 以至于这段时间进食的动作都激烈了许多, 也不分时间地点。 咚咚咚, 请进。 坐在沙发上正拿着一份新情报看的徐悦 听到了敲门声后, 也开口让来者进来。 已经再度得到强化的他, 轻易就能感应到外面是金木那小子。 话说, 安排他去高规拳那边实习也有一段时间了, 虽说没有经历过原本放蜈蚣的黑化, 但徐悦这次给的荷包毕竟也是完整的SS级。 加上气韵之子的原因, 潜力和天赋还是摆在这里的, 已经开始受到了高规拳的重视, 并开始特地观察并培养了起来, 算是被徐悦重新送入了正轨。 总编大人, 这是高规拳老师的新闻稿, 您交代过要交给您看一下的。 金木进入了这散发着荷尔蒙酸色味的办公室, 也不由咽了口口水。 那边坐在老板椅上, 披着衣服趴着休息的神代力士小姐, 就算是睡觉都是这么的漂亮。 而最刺激的还是沙发上留下的手印和两个不可描述的凹陷印记, 还有落地窗那里汗气印出的轮廓, 让这位感知已经比常人敏锐得多的年轻人完全把持不住。 本来最开始来到这里, 还觉得自己利用和神代力士小姐相类似的身份, 还是很有机会的。 但最近几日因为神代力士觅食的急迫, 却是给金木带来的相当巨大的冲击。 有一次他甚至在门外看到了窗口毛玻璃上隐约的轮廓动静。 不过即便如此, 他还是相信, 就算是这样, 只要自己继续努力, 还是会有机会的, 自己绝不会放弃。 第1964章 合作 狗男女 误导董香看着消失了一阵子的徐悦又开始带着神代力士来咖啡厅秀恩爱后, 一脸不爽的神色。 老板, 投送你们服务员啊, 还没解雇啊。 徐悦看着正在前台和方村店长交谈的咪咪眼老伯, 也是一如既往地投诉道。 董香, 对不起, 每次都会被按住, 但每次依然还要还嘴, 误导董香也是个憨憨。 那么这次的事, 就拜托店长了。 另外, 一边左藤老伯笑咪咪地对方村伸出了手。 虽然看方村店长有些不情愿的样子, 但最终还是伸出了手和左藤卧在了一起。 左藤老弟,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可以采取更加温和一些的办法, 这一次看在我们以往的交情上我会帮你, 但我依然还是不认同你的选择。 哪里, 方村店长你选择的路 是你的选择, 而我选择的路也是我的选择, 到底谁优谁劣, 那当然也需要试过才知道啊, 那就不打扰你, 做生意了。 左藤笑咪咪地戴上了自己的帽子, 随后又离开了咖啡厅, 与门口的徐悦交错而过。 左藤, 亚人中的扛把子, 利用自己不死的特性精通各种武器与战斗技巧。 战术素养也相当惊人, 并且已经将战术和自己亚人的特性完全融会贯通了。 据传闻, 当初有SS级的孙种盯上他, 也被他直接击毙肢解了。 单纯的个体对抗, 左藤的确也就中规中矩, 但他可以数量地使用各种现代兵器, 其他不说, 就说浑身炸弹绑好, 你SSS级过来吃他也得脱层皮。 一直以来, 因为以前的遭遇, 左藤都是一个十足时的暴力分子, 行动激进。 算起来, 孙种和亚人的地位其实也很类似, 都是在普通世界之下的小众群体。 孙种当中也有激进团体, 但也同样有着安定区这样想要和谐相处的地方。 对于左藤的里面, 方村店长并不认同, 但就和他不会去阻止其他孙种捕食一样。 他也认为, 左藤有自己选择自己行动的权利, 因为长期受到左藤食物上的援助, 就下了不少无法捕食的个体。 所以, 方村店长还是继左藤人情的。 他有事相邀, 也自然需要提供帮助。 这也是左藤最后挑选和安定区合作的原因, 因为方村店长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如果换作其他孙种组织, 保不定还会算计左藤, 想要将他捕获。 虽然他不怕, 但却也讨厌麻烦。 能够这样保持和谐, 自然是最佳选择了。 又是这位老伯呀, 感觉前面见过一次呢。 徐悦回头看向方村店长, 笑盈盈地说道, 我们店里的供货商, 有点麻烦需要我们帮忙。 擦着盘子的方村店长笑呵呵地看上去, 就像一位邻家大伯。 店长你还真是个好人。 徐悦说完后, 便是丢了个项圈给误导董香, 让他不由满脸猛逼。 这是什么玩意儿? 你要干什么? 服务员, 麻烦帮我洗一下座架, 拿着这个钥匙去吧。 徐悦将项圈丢给抓狂的董香后, 便是说出了自己的要求。 谁给你洗啊? 这不是我的工作。 还有, 哪里来的这种要事? 只是就在此时, 门口的大片惊叹声还是吸引到了他的注意力。 打开门伸出小脑袋看了下后, 便是发现了咖啡厅侧面的停车场围上了大量人群。 通过间隙, 他还是能够利用敏锐的视线看清, 在那个停车位上趴着一只恐龙。 就是前段时间新闻里说的开放的迅猛龙宠物。 只要是通过了权威认定机构确认已经驯服的迅猛龙, 可以带上街。 不是吧, 这里就有一只。 随后, 董香又看到了自己手中的项圈, 脑门不由掉黑线了下来。 有没有搞错, 他是骑着这个过来的。 虽然现在开放了迅猛龙的饲养, 但这么早就能够得到一只迅猛龙的人, 终究还是极少数吧。 不就是一个副总编吗? 没想到竟然还有着这样的手段哦。 洗车当然是不会洗的, 但董香还是有些压不住心中的好奇, 又跑到了神代力士旁边偷偷地问道。 我说力士, 他到底是什么人啊? 还有, 他真的还不知道你的身份吗? 谁知道呢, 要不要今天一起过来了解一下。 神代力士妩媚地白了误导董香一眼, 捏了捏他的脸颊亲密地说道。 滚。 董香拍开神代力士作怪的手, 气呼呼地跑去了后台, 然后悄悄地对店长会报道。 店长, 那个家伙有问题啊, 你看他又和力士谈恋爱, 还把上次那独眼小子给招聘了, 完全不了解我们也说不过去吧。 还有这个迅猛龙他是怎么得到的哦, 不会是CCG的人吧? 董香的父亲是方村的好友, 实力不弱, 还是一位不捕猎活人的实施者, 就是被CCG的蛇精病搜查官杀害的。 所以对于CCG, 对于搜查官, 董香还是相当地排斥。 一边说着, 他一边都有了更大的敌意。 或许吧, 但只要他不破坏这里的规矩, 那我们也不会主动对付他, 再怎么, 他也是力士的男朋友, 不是吗? 方村店长眼界倒是高得多, 他击败过很多搜查官, 但自从喜新革面创建了安定区后, 他就没杀过搜查官了, 就算被追捕, 也就是知商不杀, 被称之为不杀之小。 但是我就是觉得他有问题啊。 董香有些生闷气, 而后又想到了什么说道。 而且感觉他对佐藤老伯很感兴趣, 上次佐藤老伯过来他来了, 还关注了一会儿, 这次又凑上了, 太巧了吧也。 到了这时候, 方村才是停止了擦盘子的动作, 开始深思了起来。 如果是涉及到了自己的老朋友, 那还真的需要注意一下。 他也知道自己那老朋友的惹事能力, 保不定就会出现什么不可调和的冲突的。 这样的话, 你可以先观察他一下, 但不要带有敌意。 方村店长犹豫了一下, 还是对董香开口说道, 了解, 就交给我吧。 嘴角露出了一丝恶趣味的坏坏笑容后, 董香大包大揽地接下了这个任务。 看来历史的面子上不杀你, 但也要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恐怖啊。 叮当。 而也就在此时, 咖啡厅再次进来了一大一小两道人影。 是一位端庄美貌的成熟少妇和一位看上去中学生样子, 十四五岁的漂亮少女。 只是两人看上去状态都不太好, 显得很疲惫, 那位少女更是似乎在害怕着什么, 满脸担忧地扯着自己母亲的衣服。 敌口梁子和敌口厨师母女俩, 因为青铜树的S级孙种壁虎, 最近找上了门, 甚至导致了敌口医生死亡, 所以他们两人是逃来安定区避难的。 说起来, 这次事件和神戴力士都有些关系, 在遇到徐悦之前, 青铜树下令要捕捉大孙神戴力士, 壁虎就是抓捕的人员。 但和神戴力士交手的时候, 把自己喜欢的钳子遗失了, 所以前往寻找敌口医生做新钳子, 才发生了这么多事。 壁虎本人被CCG抓捕过, 恰巧又遇到了一个喜欢虐待的搜查官, 所以遭受了非人的待遇, 让自己也变成了一位虐待狂, 因为用的曲棍球面具, 在CCG的代号都是杰森, 不但有S级的强大实力, 更有着相当暴力的倾向, 就威胁性来说, 比方村店长这种和平主义者要大得多。 原剧情中, 主角金木就是落在他的手里, 导致了黑化, 造成了心态上的变化。 第1965章 搜查官 啊,是梁子小姐和厨师啊, 欢迎光临。 一大一小两位美女出现后, 董香很是热情地招呼道, 对比与何徐悦的态度, 简直是天壤之别。 啊啦, 董香匠还是这么元气满满呢。 虽然敌口梁子显得有些疲惫, 但在面对董香的招呼后, 脸上还是挂起了笑容, 似乎不想让别人担心一样。 厨师也怯怯地和董香打了个招呼, 看上去有点怕生, 但却又接受董香。 哦, 你们来取行李的吧, 过来吧, 已经准备好了。 方村店长, 此时也是看到了两人笑着说道, 为了逃脱追捕, 他们过来安定区避难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因为这对母女是没有捕食能力的, 需要靠着安定区提供食物 来维持正常需求。 其实就贺子来说, 两人的贺子都相当强大, 特别是厨师更是继承了父母的双贺子, 可战斗这方面来说, 并不是贺子够强就能够解决问题的。 作为血肉之躯, 被杀了就会死。 面对穷凶极恶的追兵, 根本就没有反抗的余地。 壁虎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钳子, 已经是懒得过来追杀他们了, 但壁虎在行动的时候因为穷凶极恶的手段, 引起了CCG的注意。 现在有一对搜查官已经粘上了这对没有经验的母女尾巴, 正追踪过来。 真的是给您添麻烦了。 梁子欠了欠身, 带着些许抱歉的口吻说道, 哪里, 正好佐藤先生刚刚送了一批货过来, 说起来, 佐藤先生的确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都看直了, 怎么, 对他们很感兴趣吗? 徐悦默默地观察了一下底口母女俩, 很快就感觉到了对面神戴力士桌子下的脚丫调皮了起来。 让她也不由白了, 这满脑子HS的家伙一眼。 你是想要经历一次上次的经历吗? 徐悦反问了一句, 让满脸笑盈盈的神戴力士忽然表情一降, 随后, 默默地将脚丫穿回了高跟鞋里。 在这到处都是同类的地方, 如果真的出来了, 的确就麻烦大了。 但嘴上还是不服输地调笑道, 要不, 我去帮你探探口风。 反正, 他们也没有狩猎能力, 不如就交给你养活了。 我只是对他们的遭遇, 有些好奇, 那个女孩很有潜力。 徐悦喝了一口咖啡, 平淡地说道, 让神戴力士也不由微微愣了下, 随后疑惑地也扫了那母女两一眼。 虽然的确蛮好看的, 但浑身都散发着弱者的气息。 作为孙种却无法捕猎, 只能来这里领取救济, 竟然会有潜力。 不过对于徐悦的话, 神戴力士也不敢无视, 之前他说, 金木有成为独眼之王的潜力, 自己也有些嗤之以鼻的。 那随便就能知识的笨蛋, 哪里有什么潜力吗? 上次还看到那家伙偷偷地纹沙发。 可不得不承认的是, 这段时间的变化中, 叫做金木的那小子实力成长得很快, 快得有点可怕。 不过或许是有潜力吧, 但已经有人盯上他们了。 观察了一阵后, 神戴力士也不由正色地对徐悦说道。 这让徐悦都稍微感到了有些意外, 那两个搜查官应该才刚到二十去吧, 这就被知道了。 不过很快, 他便是发现神戴力士说的应该不是那两位搜查官, 而是咖啡厅当中一位戴着帽子穿着风衣的客人。 那位客人时不时就瞥了一眼门口的母女, 眼中也微微有些发红。 是一名孙种, 还是一位恶极了的孙种。 安定区的确是会提供食物, 但分量有限的情况下却也无法无限制供应, 最多就是却饱饿不死而已。 对于敌口母女这种没有捕食能力, 平日里也几乎不使用鹤子的孙种来说, 倒也足够了。 但对于更加正常一些的孙种, 还是会让他们感到饥渴难耐, 时常都还会进行额外的狩猎。 享受过饱腹的感觉后, 对饥饿的忍耐也会大幅降低。 又因为前段时间神戴力士为这个区域带来的紧迫感, 不少孙种的确都很久没找到合适的狩猎机会了。 眼前突然出现了两个充满了弱者气息的家伙, 自然也引起了一些特定对象的注意。 对于孙种来说, 同类也同样是属于狩猎范围。 只是通常来说, 同类也都有鹤子反击, 一个不好可能被反杀, 所以盯上的少一些罢了。 但面对两个没有啥守护能力的来说, 就和普通人差不多了。 这样,倒是也好。 徐悦敲了敲桌子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对了。 什么? 神代力士歪头有些疑惑地问道。 听说, 碧虎和你打过一架。 徐悦作为米联邦的大老板, 虽说在东京这边没啥直接同属的手下, 但想要获得这边共享的情报, 却也是理所当然了。 碧虎作为S级别以上的高危孙种, 徐悦当然也有获得过详细的信息。 这时候说出这件事虽然让神代力士有些惊讶, 但也没感觉有什么大不了的。 没错, 他实力还行吧, 懒得和他打, 抢掉了他的钳子后就走了。 神代力士不以为意地说道, 他得罪的人多着呢, 有人来, 针对自己那是再正常不过了, 债多人不愁。 CCG, V还有青铜树, 都有将神代力士当作目标。 听说最近他又开始在二十区晃荡了, 你说他的目标还是你吗? 徐悦随意地笑了笑, 换来了神代力士一技娇俏的白眼。 那家伙可是个变态, 以折磨他人为乐, 你不会看到我落在他手上吧?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嗯, 有理有据, 无法反驳。 厨师, 走快点。 敌口梁子穿过了一处小巷的时候, 皱了下眉头, 随后脚下步伐也不由快了不少, 还拉了拉自己的女儿。 自己两人毕竟带着口梁, 这种东西被发现了肯定会坐视两人的身份, 所以他们的路线也是以偏僻为主。 但就在刚刚, 梁子便是发现自己母女 好像被什么人盯上了, 通过一个拐角侧眼看了一眼, 确定是安定区的一位客人。 这让他不由将胯包又紧了紧。 是盯上了我们的食物吗? 但这是我们一周的食物, 是绝对不能轻易放弃的。 厨师虽然胆子小, 但也知道自己和母亲的处境, 紧紧地抓着母亲的手, 开始小跑了起来。 而后面那个一直跟踪的孙种, 在发现了前面猎物的举动后, 也知道自己应该是被发现了, 立刻放弃了原本的节奏, 直接狂奔了过去。 那毫不掩饰的恶意, 让底口母女不由脸色一变。 厨师你快跑, 绕路回去去咖啡厅找你董香姐姐, 妈妈拦住她。 梁子连忙松开了厨师的手, 已经做好了准备。 她无法补食并不是实力不够, 但论贺子质量来说, 强度已经是不弱了。 但作为女性的先天弱势, 她几乎没有战斗经验, 也无法做到狩猎这种事。 只是在女儿安全出现了危险的时候, 她还是毅然地站了出来, 满脸紧张又决然地盯着那奔跑而来的身影。 妈妈, 本来就胆小的厨师, 眼泪一下就流下来了。 但这时候她也知道不能给母亲添麻烦, 虽然红着眼睛, 但还是擒着泪水转头跑去。 可刚跑没两步, 就撞到了一个人身上, 然后摔倒在地。 抬头看去, 便是看到了一位提着大箱子, 驮着背。 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看上去, 有些神经质的丑陋大叔。 那面容下的厨师不由一阵后退。 哦啊哦啊, 应该就是你们了吧。 真户无序, 看着前面的厨师, 又看了看那边的梁子, 随后从怀里掏出了两张照片。 上面正是这对母女的照片。 在敌口医生的身份暴露之后, 自然而然地就能追查到他们母女的身份, 基本的资料还是有的。 真是可爱的小女孩, 敌口太太也很漂亮呢。 不过可惜, 真户无序咧嘴露出了白森森的牙齿笑着说道。 当年14岁的独眼之霄 给搜查官们好好地上了一课, 以绝对的实力近乎于团灭了他们。 是靠着真户无序的妻子断后, 才侥幸让大部队逃脱。 也正因为看到了自己妻子的尸体, 让真户无序一下就崩溃变成神经质了, 变成了只要是实施鬼不管好坏都不放过的性格。 误导董香的父亲, 就是被他所杀。 根据手册第一条, 确认过的实施鬼将不配称人, 不受到任何法律的约束和保护。 不紧不慢地将手中箱子放在了地上, 真户无序嘴里还神经质地念叨着什么。 有些搜查官抓住了目标可能会带回去, 但对于真户无序来说, 只有死掉的实施鬼才是好的实施鬼。 既然不受任何保护, 那自然就为所欲为了。 还有第三个呢, 真的是幸运啊。 看着那边正追着过来, 并没有发现不对劲的猎手, 真户无序也咧嘴露出了笑容。 咔嚓! 手提箱打开, 下一刻真户无序便已出现在了 那最为跳脱的捕猎者面前。 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 就直接将他的手脚全部斩断。 作为上等搜查官, 真户无序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 拥有着可以对抗S级孙种的能力。 而就在他身后不远处, 还有着正在支援过来的搭档, 一等搜查官亚门。 虽然现在实力还不如真户无序, 可就潜力还说还要更高。 这突然的变化, 让那原本被饥饿与狩猎 本能冲昏了头脑的狩猎者 完全都没反应过来。 等到回过神来后, 便已经变成了人棍摔倒在了地上。 实施鬼存在的本身就是原罪。 似乎是审判一样的言语从嘴里说出, 下一刻真户无序便斩断了他的头颅。 完事后才看到了那正抱在一起, 瑟瑟发抖的母女。 在前面有真户无序后面有亚门的情况下, 他们已经无路可逃了。 真户先生, 他们怎么处理? 亚门看着这对母女淡淡地说道, 对于穷凶极恶的实施鬼, 他是不会有怜悯之心的。 或者说, CCG的搜查官, 可能每一位都有着自己的故事。 亚门就是小时候被一位实施鬼神父收养了, 经历过相当阴暗而悲惨的童年。 自然是送他们一家团聚了, 就是不反抗的话, 贺子取出来有些麻烦啊。 真户无序揉了揉额头, 有点神经质地说道, 敌口医生的贺子已经拿回去, 开始改造成酷因客了, 他很看好那把武器, 本来还觉得可以再收获一把的。 听到了两人的话, 梁子和厨师两人也都隐约明白 他们的至亲恐怕已经遇害了。 都不由感到了一阵剧烈的悲伤。 哪怕接下来可能会被处死, 好像也没觉得有什么可怕的了。 你们CCG的人还真的是丧心病狂啊, 连这种无害的孙种都肆意不杀, 和我又有什么区别? 只是就在此时, 一道有些讥讽的柔媚声便是从一边传来。 随后便是见到了一道娇好的身影 正站在巷子旁的一处楼梯口上, 静静地看着这里。 什么人? 亚门满脸凝重地抬头问道, 他感觉到了对方身上带来的莫大压力。 什么人? 压了压自己裙摆的神代力士 有些疑惑地反问道, 随后便是露出了一丝邪恶的笑容。 你们前一段时间不是一直都在追捕我吗? 暴使者, 见到神代力士面具都不戴, 直接出现在了两人面前, 就算是真户无序都感到了相当的意外。 他们最近的工作最主要的就是搜捕暴使者, 其次才是这对线索已经很明显的母女, 以及一个代号叫做兔子的家伙。 这群实施鬼出来捕食通常都会戴着面具的, 所以他们也喜欢用面具来区分。 暴使者威胁最大, 名气最大, 但不知道相貌也是很难办的。 所以他们才是先开始寻找线索最多的这对母女。 可没想到, 在行动过程中竟然会碰到主要目标, 对方竟然还不戴面具。 这段时间几乎没有暴使者的行动传闻了, 还以为她察觉到了风声已经离开二十区, 现在看来完全不是这样。 光明正大的出现在搜查官面前, 这也太嚣张了。 这是完全不将我们搜查官放在眼里吗? 不过以暴使者那无理由的捕杀来看, 似乎她是真的没有考虑过CCG的感受。